第219集 看着杜静元安然无恙 若云才松了口气 上前推推杜静元喊道 杜姑姑 杜姑姑 行行 行行 因为杜静元比若云的母亲小不了几岁 两人合作以后 若云就改口叫杜静元为杜姑姑了 若云叫了好几次 杜静元都没有反应 若云心下有些疑虑了 伸手握住杜静元的手腕 为他枕起麦来 这一枕麦他发现 杜静元居然是中了迷药的 若云本身对这些下三滥的东西 早已经免疫了 进来的时候没有注意 此时若云嗅了些屋子里的空气 确实有一种下等迷药的味道 原来是中了迷药了 怪不得刚才外面那么大的动静 杜静元都没有出来啊 这么一想 若云就知道今天的大火不一般了 很大可能性是有人故意纵火 这是想要了杜静元的命呢 试想 如果他今天没有来的话 就不可能施展降雨术来灭火了 那么这火势势必会烧到这栋楼来 而杜静元已经中了迷药 根本不会醒过来 那还不是乖乖等着火来烧他 那第二天他知道消息的时候 杜静元就是一具被火烧焦的尸体了 人们还会以为他是被火烧死的 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被人害死的 干这事情的人考虑得不可谓不周密 用心不可谓不阴毒啊 不用想 若云就能猜出来 干这事情的人十有八九 就是那个陈世荣了 只有他才会急于除掉杜静元 脑子里想着 手下却没有停 用桌子上的茶碗 弄了一些空间水灌给杜静元 这空间水带有灵气 完全可以去除杜静元所种的 这样的下等迷药 等待杜静元清醒的这个时间 若云又在隔壁的房间 找到了杜静元新买的两个丫鬟 玉竹和玉坠 这两个丫头也同样种了迷药 若云也给他们喂了空间水 若云去了春夜的房间 并没有发现春夜 找遍了工作区所有的房间 都没看到春夜 若云便想 等杜静元醒了再问他 他倒是不担心春夜的安危 对春夜现在的功夫 他还是有信心的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危险的 而且如果春夜有危险 他肯定会有心灵感应的 同去隔着火 杜静元有危险 他都能感应出来 何况春夜呢 不久杜静元就醒了 当他看到 坐在床边的若云的时候 愣了愣 揉了揉眼睛 口道 莫非是在做梦 怎么现在看到姑娘了 哼 杜姑姑 你不是在做梦 就是我来了 若云指的回道 杜静元文言 直接从床上坐起来 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惊讶地道 姑娘 现在什么时辰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杜姑姑 先不说这个 你跟我过来看看窗外是什么 若云拉着杜静元 从床上下来 杜静元疑惑地从床上下来 跟着若云走到窗子旁边 打开窗子往外看去 冷风一吹 他顿时清醒不少 看到外面的情景 本来外面应该是 童趣阁那超大的仓库 和整齐的员工宿舍的 现在却看到了一片 黑黑的断壁残垣 还有到处散落的灰烬 他惊讶地瞪大眼睛 口中却难道 看来我真的是在做梦了 怎么也不梦点好的 居然梦到我们童趣阁被烧了 若云文言只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只能道 杜姑姑 你真的不是在做梦 童趣阁是真的被烧了 而且你刚才也差点被烧死 听了若云的话 杜静元浑身一个机灵 刚才的冷风已经把他吹醒了 只是他不愿意相信眼前的情景 宁愿自己在做梦 此时被若云一说 紧张转身抓着若云的手道 姑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童趣阁被烧了 不可能啊 这么大的动静 我怎么不知道 我睡觉向来挺轻的 若云关上窗子 拉着他回到床上坐着 让他盖上被子 现在天还冷 杜静元穿着单薄的睡衣 着了凉就不好了 看着杜静元急切的眼神 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但他没有说施展降雨术的事情 只说是突然天降了一阵大雨 那火被浇灭了 而他启程的时候 也说是从傍晚的时候 用快马赶过来的 马被扔在城外了 他不想把自己的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一是为了留个底牌 如果说他是飞过来的 而且用了降雨树灭火 估计能把杜静元下个半死 杜静元倒没关系那么多 反正他上次被若云 带到金陵城的时候是飞的 就已经知道姑娘的不凡了 所以姑娘做的事情 都不能用常理来衡量 他都无条件相信 让他现在的震惊愤怒的是 居然有人给自己用了迷药 想要放火烧死自己 而且还烧了半个铜去阁 还有铜去阁仓库里那么多的货 不用想他都知道是谁 这么想把自己置之死地的 陈世荣 我杜静元与你不共戴天 杜静元拍着床柱立声道 他没想到 他还没向陈世荣讨债 这个伪君子 居然已经先对自己出手了 他现在对陈世荣这人 是一点留恋都没有了 有的只是无尽的恨意 隔壁房间的玉珠和玉坠 也已经醒了过来 听到这边的动静都赶过来了 夫人 怎么了 有什么需要吗 当他们看到若云的时候 也都惊讶异常 姑娘怎么会在这儿啊 作为下人 他们惊讶过后 也是先行礼 见过姑娘 你们来得正好 刚才后面的仓库和伙计们 住的那房子里走了水 你们现在就拿药水下去开门 不然他们一会儿 为了救你们就砸门了 还有 让那些屋子被烧了的伙计 相互挤一挤 要是挤不下的 今天晚上先在前面的铺子里 打地铺将就半夜 明天再做打算 若云见着两人进来就安排道 走 走水 玉珠吓了一跳 玉坠也脸色苍白起来 别慌 现在已经没事了 火已经灭了 你们赶紧下去开门吧 到了下面就知道了 若云说道 是 是 两人赶紧披了件外衣 带着惊恐和疑惑 拿着钥匙急匆匆往楼下跑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杜静元此时还处在气氛中 手上的指甲都刺到肉里了 一副恨不得把陈世荣碎石万段的样子 若云见状 赶紧抓住她的手道 杜姑姑 你就别为这个烂人生气了 陈世荣这个小人 咱们早晚料理了他 你知道春夜姐姐去哪了 我怎么没找到他 提起春夜 杜静元被若云转移了话题 虽然还是愤恨 但也能正常说话了 便把今天支卫坊发生的事情 还有春夜的行踪告诉了若云 若云这才恍然 怪不得杜静元他们能中了迷药呢 原来是春夜今天晚上没在 他相信如果春夜在的话 以他现在的功力 应该能识破敌神的奸计 即便是保不了童去阁不起火 应该也能保住杜静元的 谁知道事情就这么巧 仿佛都是安排好了似的 偏偏今天支卫坊出了中毒的事情 晚上春夜出去保护那孩子去了 童去阁却在这时候着火了 而且杜静元和两个丫头也中了迷药 如果若云没来的 相信过不了几时 童去阁已经烧成灰烬了 而杜静元也已经葬身火海了 这戏马安排的 真的是环环相扣 叫人防不胜防啊 若云和杜静元没猜错 这一切的幕后操作者 就是陈世荣 因为杜静元当上悠然居的总掌柜 在金陵城里的民生贺起 甚至比以前当杜家烟制的冬架的时候 更有人脉和实力了 毕竟悠然居有周家的分子 来铺子里的人多少都看周家的面子 对杜静元也挺恭维的 陈世荣更加忐忑和心慌了 害怕杜静元利用这些人脉来对付他 又因为他用那些方子研制腌制都不成功 现在铺子里已经没有那些密制腌制来卖了 虽然他花大价钱 请了制腌制的大师傅来做新的腌制 维持住了铺子里的生意 可还是不如原来的杜家腌制好 他就怕杜静元以后会开腌制铺子来抢他生意 对杜静元那是急于除之而后快 不得不说 陈世荣这人还是蛮阴险的 害人的招数非常的多 思来想去让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先是利用甘月龄的姨娘 让他派管事万江 去给正在寄域悠然居骨粪的梅姨娘 出了一个阴损的主意 就在今天在支卫房发生的中毒事件 不过他也没想到梅姨娘的计划没有成功 心里骂了一声蠢货 但这件事情梅成功虽然对他的计划有些影响 但影响不大 如果支卫房有个毒害客人的民生 更利于他办事 没有成功的话 他也只要支卫房给客人下毒 这句话曾经出现过就好了 只要让人们有怀疑的种子就好 那么晚上他派人迷晕了杜静元 再放火烧了铜去阁 被迷晕的杜静元是肯定逃不了的 第二天他只要放出谣言 说是杜静元是因为给客人下毒 所以畏罪自杀的 此无对证 那事情就万事大吉了 有人问了 陈世荣既然能派人迷晕了杜静元 那为何不干脆派人直接杀了他来得痛快呀 还用放火做这么多事情干嘛 那是因为杜静元最近的崛起 现在金陵城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了 陈世荣跟他的恩怨 只是事情涉及到干家 大家只是抱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罢了 杜静元在这个时候如果遇害的话 相信周家为了面子 也不会让他的掌柜 无缘无故地被人害死 势必会追查的 那么凶手手当其冲 就是怀疑陈世荣本人了 陈世荣这么爱心羽毛的人 是不可能让别人给他扣个杀人嫌疑犯的头衔的 他还要跟干家结亲呢 以后还想进入官场呢 有了这个名声 他什么也别想做了 所以他就精心策划了今天这一连串的事情 他考虑得很周到 里面利用了支卫房 利用了花姨娘 还利用了梅姨娘 整件事情看起来跟他本人是没有关系的 但他高估了梅姨娘的能力 低估了杜静元和许振的见识 他更不知道的是 杜静元现在有了一个强大的靠山 所以他的这些计划注定都会变成泡沫 若云听了杜静元的话 知道春夜现在在白草堂里也放下心来 他还是打算亲自过去看看 他出门的时候看到杜静元 还是一副咬牙切齿的样子 若云便笑着道 杜姑姑 如果你现在还是内心难平的话 我可以现在就去把陈世荣那小人抓来 任你处置 杜静元闻言愣了一下 他知道只要他点头 若云一定会替他办到的 他思索了一下 还是道 姑娘 不用了 我要让他眼看着他最在乎的那些东西 都一样一样地离他而去 让他变成当初那个穷小子 那才是对他最好的惩罚 那好 我会帮你的 说完 若云就直接从窗口消失了 若云按照杜静元跟他说的百草堂的位置飞略过去 这百草堂离着童趣阁所在的紫金大街还是挺远的 难怪刚才童趣阁那么大的火 春夜这里却无所察觉 童趣阁着火的时候 春夜已经进到屋子去帮张霄解毒了 所以并没有看到远处的火光 很快找到百草堂 按照杜静元说的 找到了那间屋子 他却没在外面发现春夜的身影 用神识在那几间屋子里扫射了一遍 居然发现春夜在屋子里 他正在屋子里席地练功 床上躺着一个小男孩 想来就是今天在支卫房中毒的那个了 而一旁的地上还有两个大人 显然是昏睡过去了 估计是春夜的手笔 若云闪身进了那间屋子 正在练功的春夜 被这突如其来的破风声给惊醒了 直接从地上弹起来 做好了战斗准备 春夜姐姐是我 看到春夜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 若云赶紧开口道 春夜看到进来的是若云才松了口气 刚才那一瞬间 他已经感觉到对手十分强大 心里还真担忧呢 以为干家派人来了呢 放下了担忧 春夜随后就诧异地问道 姑娘 你怎么来了 出了什么事了吗 他知道姑娘人在浮原 这大半夜的如果没什么事情 姑娘是不会感到精灵的 若云长话短说 把刚才童去阁的大伙叙述了一遍 春夜甚是震惊 他没想到 他来白草堂这功夫 童去阁居然出了这样的事情 想着 如果不是姑娘及时赶来 两间铺子 还有杜靖元他们就完了 春夜一阵阵地后怕 因为自己的失职 而感到愧疚 如果他在的话 相信那些纵火的人就不会那么容易得逞了 若云看他表情便安慰道 春夜姐姐 别人算计咱们 也不是咱们能决定的 况且你救的这个孩子也很重要的 关系到支卫房的清白 春夜闻言才好受一些 吃一欠长一智 以后想事情一定要更周全一些 对了姐姐 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若云用眼神示意着地上的一男一女 春夜闻言 把今天晚上见到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若云 原来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怪不得能下得了如此狠手呢 听着男孩的意思 他的父亲应该是江湖之人了 应该是 而他的母亲 现在还病倒在城外的破庙里 姑娘 你看事情怎么处理啊 春夜问道 一会儿我过去一趟 把他母亲带回来吧 既然让咱们碰上了 能救就救吧 若云说道 春夜知道自家姑娘一定会救人的 听到若云这么说便笑着道 小二知道了 肯定会高兴坏了吧 就知道姐姐你心善 好吧 我这就去了 耽误一时 他的母亲就多一份危险 明天早上你就如此这般 若云对春夜交代了一番 是姑娘 春夜回道 然后若云就直接从这屋里消失 往城外赶去 边行边想 他今天晚上还真是近在赶路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0集 到了城外 若云才想起来 当时春夜只说 张霄说他母亲人在城外的破庙里 却没有说是哪一间破庙 这让他去哪儿找啊 不管了 就从离城最近的几间破庙开始 一间一间地找吧 张霄一个八岁的孩子 还要为他母亲求医 住得应该不会离得太远的 若云欲见飞地跌了一些 然后用神识 一间一间地开始扫描城外的破庙 第一间离城最近 若云的神识扫描 里面住着不少的乞丐 有大有小 想来这是他们的据点 平时去城里乞讨也方便 里面倒是没有一个 病得隐隐一息的三十来岁的女神 第二间破庙离此也不远 里面住着一些年龄稍小的乞丐 从几岁到十来岁不等 想来这个是他们的据点了 里面并没有张霄的母亲 第三间破庙 若云用神识扫描一圈 就空着御剑飞落下来 他抬脚走进去 这间庙已经倒塌了一半了 只有一半被一根大柱子抵着 还能暂时遮风挡雨 若云进去以后 在整个屋里扫射了一圈 里面现在看来是空无一人的 非常寂静 他走到最里面的一个角落 那里靠着一些 破庙掉下来的一些木边 还有一些茅草之类的东西 若云挥手之间 这些东西都无声地闪向一边 露出里面一块小小的角落 那里正安静地躺着一个女子 这女子一身不衣 躺在厚厚的茅草上 脸色极其地苍白 旁边的茅草上 还带着一些些的血迹 原来是张霄怕他离开以后 有人会对他母亲不利 所以才把他母亲藏到这里的 这女子的身边 现在还放着一把三尺长的宝剑 被这女子用手臂揽着 听春夜所说的张霄话里的意思是 她的父母是江湖人 不然一个平常女子 是不会随身带把剑的 若云走过去 发现这女子虽然穿着粗布衣服 但容颜甚好 身上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气 并没有练武之人的那种凶煞之气 也没有示锦之人的那种寒酸气 倒像是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 若云本想伸手过去 给这女子整整脉 看看她现在是什么情况 可手刚伸出去 心里却移了一声 顿住了 就在电光火石之间 刚才还躺在地上的女神 突然之间跃升而起 手中的那柄三尺清风 也蹭得一声出窍了 带着闪闪的寒光指向若云 若云刚才伸手过去的时候就发现 这女人已经醒了 便诧异地顿住了 但她没想到 这女子会突然发难 她便站着没有动 只是在身前射了一道结界 那女子的剑 也在没到若云身前的时候停住了 她直见 有些愣愣地看着若云 她刚才明明感觉 是一个高手进来了 因为对方根本就没有任何动静 就能找到她 怎么却看到的是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 这跟她想的有些不一样 这姑娘站在那里呆萌可爱 手里也没拿任何的兵器 一看就是很无害的样子 她才及时止住了自己赐出去的宝剑 以防伤害了无辜之人 但是在江湖中待久了 女人也知道好多江湖人不能依着她们外表来下定论的 虽然她止住了公事 但却没有收起宝剑 而是开口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来这 声音中带着一些沙哑和虚弱 你是不是有个儿子叫张霄 若云站在那里问道 那女子一听到张霄的名字 脸上明显显示出了焦急的神色 立声问道 我儿子在哪儿 你们把她怎么样了 说着话的同时 她脸色更加苍白了 只见的手也有些颤抖 眉头紧皱 仿佛是忍受着什么 她现在很好 在金陵城里的白草堂里 是她请我来救你的 若云回道 什么 白草堂 小儿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去医馆 那女子更焦急了 心火上来 一口心头血没忍住 直接就喷了出来 然后就双手一翻 直接晕过去了 手中的剑也掉落在地上 若云挥手拖住了 这晕倒的女神 然后一只手在她胸口 轻轻一点 封住了她的穴道 若云已经看出来了 这女子哪里是病了 分明是受了严重的内伤 而刚才又强行运功预见 更加速了她的伤势 此时听到张霄的消息 更急怒攻心 晕死了过去 若云拿过女子的一只手来帮她诊脉 发现她的内伤何止是严重啊 已经到了要命的地步了 都不知道这女子怎么坚持过来的 她体内的筋脉 多数已经都断了 而且丹田内的真气 已经被人打散 那暴虑的真气 在体内横冲直闯的 已经破坏了她的生机 她现在这个状况 就好像是一颗菜 外表看着没什么问题 但是买回家打开一看 里面已经都被虫咬烂了 眼见着这女人的情况这么危急 若云也只能先救她了 先给她服用了三滴血连水 然后自己的手掌 附在这女人的丹田处 治愈术无声地渗透到她的丹田里 帮着修复和滋养着丹田 不久以后 若云见这女人的身体 在治愈术的治疗下 各项功能都恢复正常了 便点了她的昏睡穴 然后把她连带着她那把剑 都收到空间里 才从这破庙里出来了 走到外面看看天色 已经看到东方已经微微有些泛白了 凌晨到来了 这忙碌的一夜终于要过去了 带着张霄的母亲回去的时候 同去阁那里已经围了不少的人 大家都在收拾着那些废墟 维持着秩序 杜静元看来已经调整好了心情 已经出来带着人指挥现场的秩序了 若云没有打扰他们 直接回到三楼给自己留的房间里 把张霄的母亲从空间里放出来 然后又下楼去 找杜静元的丫鬟上来 帮着女人洗澡换衣服 实在是这女人身上的衣服不但脏 而且还有很多的血迹 越珠和越坠看到姑娘带回来一个人 而且身上还带着血迹 都蛮惊讶的 但主子吩咐的事情 他们也不敢多言 就赶紧烧水为这女子洗澡 然后找了杜静元的一身衣服 换给了她 趁着天色还早 朔云就去礼屋打坐修炼一会儿 她今天的消耗实在太大了 鸡叫三遍 天已经大亮了 金陵白草堂里的人们都已经起来了 大家洗漱的洗漱 收拾的收拾 有人已经把药堂打开 小药童们就开始拿着抹布 擦拭着药堂的各个角落 也有人拿着扫帚 开始打扫铺子前面的街面 直到白草堂的人都收拾好了 也吃了早饭 却还不见昨天住在药堂的这一家三口 从房间里出来 那孩子是因为中毒了 肯定是出不来的 可那对夫妻 应该早早地出来帮孩子熬药啊 那个过来看守他们的官差 也有些不高兴了 住在人家药堂里还睡懒觉 真是太不懂事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但孩子的药不能耽误 孙乔生就吩咐药童 把那孩子的药熬好端过去 可这小药童熬好药端过去的时候 敲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印门 他又不好意思就这么进去 只能不停地在门外喊了 开下门 起来了吗 病人该喝药了 连着喊了好几声 喊得整个院子的人都开始注意这边了 那门还是没反应 就连旁边的官差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便一气之下直接踢开了那门 门是虚掩着的 一踢就开了 不管它了 孩子的药不能耽误 这门一踢开 看到屋里的情景 官差凳是愣住了 那端着药碗的小丝也愣住了 两人一口同声地愤开道 怎么这样 院子里的人看他们两人有异样 想着是屋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便也都凑过来 大家从打开的门里看到屋里的情景 也都纷纷地愤怒地骂起人来 真是狼心狗肺啊 没见过这样的父母 真是不配为人父母啊 原来此时 屋里已经恢复到了 春夜昨天晚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对男女盖着棉被 舒舒服服睡在床上 而那孩子 却被扔在两个椅子拼起来的 简易床上 悬空着半个绳子 这其实是春夜凌晨的时候 故意这么安排的 他叫醒了张霄 跟他说了计划 再把那对夫妻弄到床上了 为的就是让人们一早起来 看清楚他们的真面目 人们见这个情景 哪有不愤怒的 纷纷鄙视地看着床上 正盖着被子呼呼大睡的两个人 此时那官差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愤怒地进到屋里 使劲地推了推那男子 这两人已经被春夜 提前估算着时间 解开了穴道 现在被官差一推 人就已经醒了 他本身就是个地痞流氓 下坐惯了 正睡觉睡得好的时候 被人弄醒 心里一阵怒火 还没睁眼就开始骂道 骂他 是谁推老子 给我滚蛋 说着 就冲着官差的方向就是一脚 那官差没反应过来 便结结实实地挨了他一脚 更是大怒了 拿着手里的捕刀的刀鞘 冲着这男神的腿 就是一刀 骂道 你他奶奶 你谁老子 赶紧给我起来 那男子被那刀鞘 狠狠地打了一下 顿时凹的一嗓子叫了出来 然后直接窜起来喊道 是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大 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拿着捕刀 怒视他的官差 然后门外一众 看着他面色不善的众人 而那女人也同时被那男神的一嗓子给喊醒了 吞地一下子坐起来 问道 东娇的 东娇的 怎么了 然后看着这么多人在看着自己 赶紧低头看自己身上的衣服 想起昨天晚上并没有脱掉衣服 现在身上的衣服虽然有些凌乱 但还算完好 便松了一口气 然后才对着这些人怒声骂道 你们这群不要脸的 大早上的跑到人家房间 堵着门干嘛 他话还没说完 那男神冲着他就是一个嘴巴子 喝道 瞎说什么 赶紧给我住口 又转头 对那官差谄媚道 柴大哥 物怪 物怪 我刚才是一时睡迷糊了 口不择言 您大人有大量 不要同我计较啊 他还是不敢得罪官差的 而那女子被丈夫打了一巴掌 虽然愤怒 但也不敢出声了 这男人赔了笑脸 这官差还是余怒未消 指着睡在角落椅子上的孩子 怒赤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顺着官差手指的方向看到 正安静地躺在椅子上的孩子 两人这才醒过神来 想到了他们现在的处境 他们没想到 这种情形被这么多人当众抓了个正着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了 还是那个女人稍微机智一些 在床上哭嚎起来 我可怜的儿啊 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呢 天杀的职位房 害死了我的儿子啊 我也不能活了 那男人顿时反应过来 赶紧表现出一脸沉痛的表情 对着众人道 我儿子昨天晚上已经去了 我没想着 把死人放在人家百草堂的床上找机会 这才把他放到那里的 这两人现在是觉得 这孩子十有八九已经不行了 毕竟昨天晚上 他们根本没给他喝药 晚上好像还拿着棉被把他捂死了 本想着早上的时候 抱着孩子出去先发制人的 没想到给睡误了 集中生智 想出这么一把说辞来 即便他们这么说 但众人看向他们的目光 也略带不善了 试想自己的儿子都娶了 哪个父母还能呼呼 大睡到日上三竿呢 正在谴责他们的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这是怎么回事 那孩子喝了药了吗 怎么都围在这里啊 一道洪亮的声音 在人群后面响起 众人听出 那是孙老的声音 都纷纷让开了一条道 跟孙老一块来的 有杜敬元和许振 还有昨天在场的一些宾客 他们都是说好了 今天要来百草堂 做个见证的 一些来百草堂求医的一些人 此时看到有些热闹 也都凑过来了 一个药童上前给孙老行礼道 拜见老东家 这男人说这孩子已经去了 孙老闻言脸色一僵 皱着眉头道 不应该呀 昨天明明已经没有那么凶险了 说着 看到了被放在椅子上的孩子 眉头更深了 看着床边的那对男女 脸上满是不赞同的神色 走过去 拿住那孩子的一只手 刚接出那孩子的手的时候 孙老脸上就闪过喜色 凭他的经验 这孩子根本没有死 他伸手 娴熟地扣住这孩子的脉搏 大家都知道 孙老在为这孩子诊治 都安静地没有出声 大对男女顿时有些心虚了 那女子赶紧上前几步 想阻止孙老的动作 口中道 大夫 您不用看了 是我这儿子福宝 昨天半夜已经去了 他还没走近前 就被官差的捕刀拦住了 那官差毕竟经得案子多 此时已经看出 这对男女的可疑了 那女子被这官差的捕刀拦在身前 虎目一瞪 吓得一哆嗦 不敢往前了 而孙老此时也把孩子扶了起来 抱起身子 冲下对着他后心一拍 只听孩子咳嗽了一声 一口气就缓了过来 活了 活过来了 有神惊喜地喊道 孙老也舒了口气道 这孩子刚才只是避过气去了 此时已经好了 然后抱着孩子走到床边 示意那对男女闪开 把孩子放在床上了 而此时 孩子已经睁开了眼 张霄其实早就醒了 他刚才就是一直在自己避气的 他从小跟着父母习武 避气的法门也是会的 而那对男女看到这孩子睁开了眼睛 都傻眼了 这个小乞丐怎么就活了呢 这下可怎么办 两个人都慌了 他们现在还盼望着 这孩子还记得他们当初的约定 记得他们要假扮一家三口的事情 我这是在哪儿 我怎么会在这儿 张霄还是挺聪明的 他睁开眼就假装地问道 这是白草堂 你中了毒 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孙老问道 我还好 只是昨天吃了东西以后 肚子就特别疼 然后就没有知觉了 张霄说道 那你告诉我 你昨天都吃了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往里面放别的东西啊 那个官差问道 我昨天就是吃了知味房的饭菜 那饭菜味道真好吃 是我吃过的最好的东西了 开始都吃得好好的 但是这个人 我那个汤里加了东西 说是放了那汤更好喝 但是我喝了以后 就肚子疼了 张霄说道 你瞎说 我根本没往里面加东西啊 你小孩子不懂事 不能乱说 不然会被打板子的 那男人听了张霄的话 有些害怕了 赶紧吓唬他 他觉得小孩子都好吓唬 谁知道他这么一说 张霄顿时指着他说 要打板子也是打你 你这个骗子 众人一听 事有蹊跷 便追问张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1集 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了 这对夫妻 骗张霄假扮他们的儿子 而且为了陷害支卫房 故意下毒的 支卫房则是彻头彻底的被害者 在那官差的逼问下 这对男女也招认了他们的罪行 为了自保 也招出了一个叫打酒的人 让他们这么干的 这对夫妻被官差带回去了 那孩子也被动了 恻隐之心的杜敬元 带回了同趣阁 当官差派人抓打酒的时候 发现打酒家并没有人 他平时去的地方 也都没有他的踪影 众人就在猜测 打酒已经得到消息 跑了 就在人们以为抓不到打酒的时候 有人把打酒送了过来 原来是周怀远 一直派人盯着打酒的 今天一早见他鬼鬼祟祟地 往城门跑去 就知道他要跑了 周家下人 当时便把他按在城门口 官差抓人的时候 就把他送了过来 打酒被送到官府的时候 还十分嘴硬 说不是自己干的 自己是被诬陷的 可最后熬不住官家的板子 招出了 都是干家的管事万江 指使他干的 负责审案的精灵通判大人 便派人去传唤万江 万江毕竟是干家的管事 这通判大人 多多少少要给干家一些面子 便没让人直接去捉拿 但官差到了干家的时候 干家的管家却说 万江昨天从干家走了以后 就没再回来了 官差也不能闯进干家去抓人 朝廷命官的宅子 可不是随便想进去就进去的 便只能回去复命了 通判大人只能派人去万江 常去的一些地方找人 可都一无所获 正在通判大人 为万江的下落着急的时候 却在万江偷在外面那的 外室的宅子里找到了他 但当时他已经死了 是被人推到井里淹死的 还是他的外室去报的官 万江就这么突然死了 死无对证 线索便断了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万江身为干家的管事 没有主子的指使 怎么会干这种事情 必定是干家的主子 在幕后主使的 只是现在没有证据而已 一时间干家在金陵城里 民生非常臭 大户人家里都在私下 议论着干家的行径 而这么做 显然是民面上 已经得罪了周家 一时间 好多跟周家交好的人家 都不与干家交往了 干家的主子们 为了暂避锋芒 也都开始闭门不出了 同去阁这边起火的原因 经过调查 果然是人为纵火的 因为对方做得很隐秘 没有查出来是谁干的 悠然居和周家这边 心里却都知道是谁的 陈世荣和干家 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 同去阁因为烧了仓库 便对外宣布 停业三天休整 同时若云也派人 从工厂那里 加紧调货过来 为了筹备下个铺子 工厂那边是有不少存货的 现在只能先运到金灵这边了 而周怀远则派出周家的工匠 紧急地修整仓库和后面的员工宿舍 幸好是前面的铺子没怎么烧到 只是墙面都熏黑了 需要重新粉刷 不然估计又很久都不能做生意了 若云又让杜静元采购了不少的米面 粮油挨家挨户地 送去给那天参加救火的人家 算是对人家的答谢 每家两斤白面 两斤大米 两斤五花肉 还有一斤油 虽然东西不多 但盛在都是上好的东西 一般人家可是不能常吃到 大米 白面和肉的 见悠然居送来这么好的东西 都是满口子地夸奖 悠然居仁义 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这些附近的百姓 虽然都不是悠然居的客户群 但是一个铺子的口碑 还是要靠这些人来帮你宣传的 古人很看重声望这个东西的 在百姓中声望的好坏 有时候会牵扯到身家性命的大事情 若云便借此机会 为悠然居增添一些声望 何况人家那天也都真的是来帮了忙的 送这么点东西 若云觉得很值得 张霄被杜景元带回到童趣阁的时候 看到在床上睡着的他的母亲 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见到母亲的那一刹那 顿时红了眼圈 扑到床边抱住母亲的胳膊 呜呜地哭了起来 看得杜景元一阵的心酸 他在想 如果不是碰到陈世荣这样的一个伪君子 负心汉 也许他自己的孩子也已经这么大了吧 这么些年 没有孩子成了他最大的心病了 被若云救了以后 若云才告诉他 他是多年前被人下了不孕的药 这药一直残留在体内 所以这么多年他才会没有孩子的 杜景元不用想就知道 这事情是陈世荣干的 前些年陈世荣是绝对不能让自己怀孕的 只要有了孩子 这孩子就是杜家民政言顺的继承人 即便是杜景元死了 陈世荣也得不到杜家的家产的 而他再禽兽 也做不出为了谋得财产 杀了自己亲生儿子的事情 所以才会给自己下了不孕的药吧 此时若云已经把杜景元的不孕症治好了 他以后如果再成亲的话 照样是可以有孩子的 为此杜景元是十分激动 哪个女人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啊 张霄此时也已经知道了 春夜并不是他父亲派来找他们的 而是童趣阁派去保护他的人 心里难免有些失望 但还是郑重地跟众人道了谢 感谢他们救了自己母子二人 并请求杜景元帮自己的母亲 请一个大夫来治病 当听说自己母亲的病 已经被这里的人治好以后 他高兴极了 当场就要下跪谢过他们的救命之恩 被一旁的春夜拉住了 张霄的母亲也在快五十的时候醒了 她醒了的时候 发现自己并不是睡在当初的破庙里 而是躺在一间装修的非常雅致的屋子里 吓了一跳 她是不能离开破庙的 她还要在那里等她的儿子的 当看到浮在自己床边睡着的儿子的时候 才一喜 放心下来 不管是在哪儿 只要是跟儿子在一起就好了 放松下来以后 她竟然发现自己的内伤已经好了 现在体内的内力恢复如常 而且还隐隐有了增加的趋势 更是大惊 她是知道自己的情况的 能坚持到现在 完全都是靠着 以前母亲给的 能温养丹田的玉佩 和不能丢下儿子的意志力 不然她早就支撑不住了 是什么人这么厉害 居然治好了她的伤 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她想到了昨天晚上在破庙里出现的那个小女孩 会是她吗 想到那个小女孩昨天晚上说的 是儿子请她来救自己的 便倾抚着床边的儿子 亲声道 小儿 小儿 醒醒 张霄被母亲叫醒 看到母亲好好地坐在床上看着自己 一下子又红了眼眶 娘亲 你终于醒了 她是多么多么害怕失去自己的娘亲呢 以前她是生活在父母庇护下的小霸王 在这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 没有了父亲的庇护 母亲受了重伤 需要她的照顾 她迅速地成长起来 变得懂事了很多了 张霄的母亲 看到儿子那紧张的小脸的同时 也是红了眼圈 一把搂住儿子 母子两个相拥而弃 这母子两个 昨天一天堪称是经历了生离死别呀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 昨天双方都是经历了怎样的凶险 此时仿佛都心灵感应一样 知道他们差一点就失去了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两人从彼此身上吸去了足够的温暖之后 女人才问儿子道 小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地方 难道是你爹来了 女子稀奇地说道 她是多么希望 丈夫此时能够出现呢 娘 不是爹来了 张霄失落地道 她母亲闻言 眼神也暗了暗 满眼的失望 我就知道 你爹现在怎么可能来找我们呢 是我太想你爹了 娘 放心吧 爹一定会没事的 小儿能感觉到 爹爹他吉人自有天相 肯定会没事的 张霄满脸兼业地道 对 你爹是个真正的大英雄 他肯定会没事的 女子也坚毅地说道 眼神稀奇地望向了远方 仿佛像透过重重的阻碍 看到远方的丈夫一样 另一边 杜府里 这会儿应该说是 臣府了 现在杜靖元家的杜家大宅 已经完完全全信了臣了 连大门上的鹅匾 都换成了臣宅了 此时 这臣家大宅 可说是一片喜气 又忙碌的氛围 夏儿人们在宅子里 来回穿行忙碌着 还有管家指挥着一些小厮 把院子的各处都打扫干净 还有院子里的一些花花草草 都修剪漂亮一些 因为不久之后 自家老爷跟甘家的大姑娘 就要成亲了 甘家大姑娘 虽然是甘家的庶女 但毕竟是出身大族 又是官宦人家的女儿 所以这老爷很重视 几天前就开始 让下人们修整院子了 据说是甘家大姑娘 不喜欢原来的夫人 要求把原来夫人 在这里生活的痕迹 都抹除掉 所以此时 陈家人才都这么大肆地忙碌 此时陈家 陈世荣的书房里 却跟外面院子里的 喜气忙碌的氛围 截然不同 书房里非常寂静 整个屋子里 只有陈世荣一个人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书桌后面 却是蛮领的陈玉 如果有人在这儿 仔细看 就会看到陈世荣 握着茶盏的手 在不停地微微发抖 他现在虽然表面很平静 内心里 却是又气愤 又心虚害怕 明明他计划得这么缜密 却想不到一场大雨 居然扼杀了他的计划 让他所有的心血 功亏余愧 杜静元逃过了这一劫以后 必定会更加小心的 再想杀他 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他如何能不弃啊 另一个心虚害怕 倒不是怕官府查到他 他自信 放火这事情做得很谨慎 不会被查到的 他主要是没想到 甘家的梅姨娘 居然是如此狠辣之辈 万江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 说杀就杀了 而且还没留下 任何的蛛丝马迹 试想 如果梅姨娘知道 自己利用了她 这样一个狠毒的妇人 说不定会用什么招数 来对付自己 他想到这儿 赶紧叫来一个心腹小丝 让她拿着一张银票 去送给花姨娘 希望花姨娘在甘家 能帮自己一把 但她还是高估了 花姨娘的能力 也低估了梅姨娘 在甘童之面前的影响力 很快梅姨娘的报复就来了 甘家居然在原来的 三万两聘礼的基础上 又加要了五万两银子 这么算下来 她如果想取甘月龄的话 就要花上八万两银子的巨款 陈世荣这些年 如果不加度假的一些铺子和房子的话 现银他一共也就积攒了十几万两 但是甘家这一次就要八万两 这是要了他一半的家产呢 他焉能不弃 焉能不心疼 但是没办法 他现在得罪了周家 得罪了悠山居 如果再不报甘家这棵大树的话 那他在金陵城以后 就是举步为奸了 他现在要跟甘家的关系破裂了 不用周家和悠然居出面 一些看上度假胭脂这块肥肉的人 就能生吞活剥了他 他只能咬着牙刃下了 现在那甘家就是要十万两银子 他也得出 梅姨娘也不简单 同去阁的那场大活 让他马上明白了 自己可能是被人利用了 事情细细一想 就想到陈世荣身上 明白了这件事情 梅姨娘坐在自己房间的 那张贵妃榻上 不但不弃 反而脸上还露出 一抹妖艳的笑容 眼底满是轻蔑之色 不自量力 米粒之珠 也敢跟日月争光辉吗 随后就在甘同志跟前动了动嘴 陈世荣的聘礼 立马就多要了五万两银子 梅姨娘想得很简单 她针对悠然居的事情 本来就是为了求财 现在陈世荣妨碍了她的财路 那么这笔银子就要从陈世荣那里弄回来 虽然这多出来的五万两银子 是甘玉玲的聘礼 可身为甘玉玲亲生母亲的花姨娘 是一分也别想拿到的 因为甘同志已经同意 把这笔银子画给甘玉玲了 这就是没姨娘的手段了 不管甘家和陈家暗地里 是在怎么算计的 若云只让杜静元把这两天的损失 给她算出一个数来 算好了回头告诉她就好了 也没跟杜静元说是干什么的 若云虽然不差钱 但是她不是那种乖乖吃亏的人 这些损失是谁造成的 那就要算到谁的头上 若云不会轻易饶了他们的 下午的时候 同去阁这里又来了一批人 这次来的是服员的人 因为昨天晚上若云留下书信就出来了 早上的时候 她屋子的丫头看到书信 赶紧交给了刘嬷嬷 刘嬷嬷见姑娘 昨天大晚上的留下书信就出门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心里非常着急 当即就要带着夜离出来找若云 厨子恒知道以后 也要跟着出来找 而天儿也要跟着找姐姐 最后弄得服员 几乎是全员出动了 厨子恒出门了 那银正是必须要跟着的 加上夜离 刘嬷嬷 就连秋夜也带着天儿跟出来 服员里只留下李大夫妇和下人们看家了 大家一路从苏州找到金陵 因为耽误了不少时间 所以下午才到了 到了金陵同去阁以后 看到若云好好的在这里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若云看到大家都出来找自己 也很感动 但也有些郁闷 明明都知道自己功力很厉害 干嘛还都心思动众地这么担心吗 其实他不知道 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厉害 但是在众人看来 他还是自家的孩子 谁家的孩子丢了 大人不着急地去找的 这些都无关他厉不厉害 这是一种亲情 一种牵挂 面对刘嬷嬷的责怪 若云只得保证 以后出门 肯定要向他说清楚 不会就这么大半夜地跑出来了 杜静元和周怀远 也在一旁帮着说相 刘嬷嬷看到若云安然无恙的时候 其实已经不生气了 他开始的时候 只是太担心了 现在见到若云这么乖巧 而且还有这几人在帮忙说好话 他便也露出了笑脸 若云见刘嬷嬷笑了 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在他心里 刘嬷嬷才是他心中的奶奶 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奶奶着急生气 至于京城的那一位 他只当是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 一个普通老太太而已 更提不起一点亲情的 在房间休息的张霄的母亲 听说了若云的家人来了 也扶着张霄出来拜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2集 张霄的母亲上午已经听她说了 她昨天中毒的事 又说了春夜来救她的事 她本身也感觉到 自己的内力都已经恢复了 是被这里的人拿珍贵的药材救的 她就十分感激 上午已经拜谢过一次了 上午他们母子就打算告辞了 但若云说 他们母子现在身体非常虚弱 还是留下来休养两天 再打算去京城寻亲不迟 这女子自己倒没关系 可儿子这么小 坏了身子可不行 便厚颜接受了若云的好意 留了下来 现在听说人家家人来了 他们受了若云的大恩 李当初来拜见一番的 此时张霄扶着母亲到了若云的房间 房间里现在不少人 门也开着 已经有丫鬟进去通报过 他们要来的事情了 所以两人就直接走了进去 先是看到坐在里面 主位上的厨子恒和银阵 张霄的母亲看到厨子恒的面容 就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又觉得自己多想了 便心下暗自笑了笑 又看到若云和杜静媛坐在屋里的圆桌旁 他们对面协坐着一位老妇人 此时正背对着这母子二人 若云看到张霄母子进来 便站起身来笑道 夫人来了 快请屋里面坐吧 刘嬷嬷听说有人来了 便也站起身 转向来人 正好看到张霄母子 张霄母子也同时看到了刘嬷嬷 张霄的母亲和刘嬷嬷 居然都涉以愣 十分惊讶地同时出生了 刘嬷嬷 你怎么在这儿 红袖夫人 怎么是你 他们两个这么一说 屋里的人也都愣了 刘嬷嬷难道跟这张霄的母亲是认识的 这怎么可能 一个内宅嬷嬷 一个江湖儿女 这两人怎么认识的 只有屋里的银阵 在听到刘嬷嬷的称呼的时候 眉头皱了皱 眼神在张霄母子的身上扫视了一圈 然后有一种恍然大悟的神情 显然也是想到了什么 嬷嬷 您跟这位夫人是认识的吗 若云出言问道 姑娘 快过来 见过红袖夫人 这是你母亲的义妹 刘嬷嬷嬷 刘嬷嬷看着这位夫人显然开心 拉着若云就要见礼 这是秦姐姐的女儿 云儿吗 红袖夫人也是惊喜地看着若云 眼寒泪道 一别今年 没想到积称永别 连云儿都这么大了 是啊 连小公子都这么大了 真真是物是人非呀 刘嬷嬷也感慨道 听说秦姐姐还有个儿子 可惜我没见过 红袖夫人感慨 您说的是我家少爷啊 他仍旧在铺子里 一会儿就让他上来 见过你这姨母 刘嬷嬷嬷笑着道 就连天儿也在这儿吗 那真是太好了 我跟萧儿虽说来到这金灵 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今天在这里 见到秦姐姐的一双儿女 我也算是值得了 红袖夫人感慨万分 话语里有不少的苍凉 突然想到什么似的 对张霄道 萧儿 这便是我常跟你说的 你秦姨的大女儿 你应该叫姐姐 赶紧来见礼 张霄是听她母亲说过 有个好姐妹叫秦姨的 见到母亲让她见礼 便端端正正地行了个礼道 张霄见过云姐姐 头一次有人喊自己云姐姐 若云还是觉得蛮奇怪的 既然红袖夫人 让儿子叫自己云姐姐 而不是白姐姐 或者白姑娘 刘嬷嬷也没反对 那证明是非常相熟的 世家之交了 不然这么直接喊 人家姑娘的闺名 是很失礼的 若云也赶紧回礼道 见过萧弟弟 萧弟弟不必多礼 此时 红袖夫人从身上 拿出一块玉佩 这块玉佩 通体雪白雪白的 金银透亮 让人看一眼 就给人一种 宁静安详的感觉 仔细看 上面还雕刻着 一只活灵活现的仙鹤 她把这块玉佩 递给若云 笑道 云儿 姨母现在身无常物 也没什么好东西 给你当见面礼 这块玉佩 是我从小带着的 现在就送予你 你莫嫌弃 是姨母用过的 刘嬷嬷看到 红袖夫人 递过来的这块玉佩 便急道 夫人 这可使不得 这是兰老夫人 送云你的 你生下来就带着身上 这么珍贵的东西 姑娘不能收的 嬷嬷 此次若不是云儿 那奇要救我 我现在恐怕 早已经离世了 更何况 云儿是秦姐姐的女儿 我与秦姐姐 比亲姐妹还亲 这点东西 还怕拿不出手呢 红袖夫人摇摇头 笑道 若云看了这玉佩一眼 就知道 为什么红袖夫人 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能坚持到现在 因为这玉佩上 带着一些淡淡的灵气 有着温养丹田 梳理心神的作用 红袖夫人随身带着她 所以才能保住她的一条命 这么珍贵的东西 红袖夫人第一次见面 就拿出来送给自己 若云还是蛮动容的 这个东西对若云来说 是不值一提的 但却是红袖夫人 最宝贵的东西 若云怎么好意思 收下人家 这么珍贵的礼物 姨母 从一个医者的角度来说 这块玉佩 对您的身体康复 很有帮助的 但是对云儿来说 却没有那么多的用处了 俗话说 不尽其用 云儿是不能收您的玉佩的 姨母的见面礼就先欠着吧 等到以后 若云想要什么好东西了 再找姨母讨要如何 若云调皮地说道 红袖夫人没想到 若云居然能看出 这块玉佩的用处 心里还蛮惊讶的 若云已经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她也只能收回玉佩 没想到 云儿小小年纪 已经研习了医术 要是秦姐姐知道了 不知道多骄傲呢 既然云儿这么说了 那我就厚颜 赖下这次见面礼了 以后再不给云儿吧 若云连忙客气一番 然后又把屋里的周怀远 和楚子恒 银镇 介绍给红袖夫人母子 互相寒暄了几句 众人见红袖夫人 和刘嬷嬷许久不见 难免要续旧的样子 就都借口有失退了出来 只留下刘嬷嬷 若云 还有红袖母子二人在屋里 等人们走了以后 红袖夫人才问道 刘嬷嬷 你们怎么在金林这里啊 这离这金城可不近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刘嬷嬷叹了口气 没有任何的隐瞒 把他们开始在定国公府受的罪 还有后来孙氏的行进 以及找杀手杀若云姐弟 他们怎么金蝉脱鞘 将计就计地来到苏州生活 都大概说了一遍 听了刘嬷嬷的话 红袖夫人脸上染了愤怒之色 一掌拍在桌面上 镇得桌上的茶碗都叮当作响 孙氏这个贱妇 居然敢如此对待 秦姐姐的一双儿女 我红袖必不饶她 若云看红袖夫人 为他们姐弟的事情发怒 赶紧安抚道 姨母勿扰 其实我们离开京城 只是为了过几年亲近的日子 云儿和弟弟天儿 现在都学了武功和医术 完全有能力自保的 我们不怕损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前不久 若云也从空间拿了医术出来 抽空开始教天儿洗衣了 她不求天儿能成为可治百病的神医 只要她能学多少就学多少 既多不压身 总有用到的时候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孙氏 这次我回到京城 一定要为你们姐妹讨回一个公道 红袖夫人愤愤地道 多谢姨母费心了 不过我看姨母此次身受重伤 却还要回京寻亲 肯定是有什么要事 切莫为了我们姐弟的事情 耽误了姨母的大事啊 孙氏不足为惧 等到天儿大几岁了 我们回去以后 定会好好地收拾她的 虽然这红袖夫人是好心 可若云不想让红袖夫人 去帮忙讨回公道 这样不就是对孙氏 暴露他们的行踪了吗 对呀 夫人 我听姑娘说 你这次受了重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而且你跟京城那边不是已经 怎么这次却要特意去寻亲呢 莫非是蓝老将军松口了吗 刘嬷嬷也跟着问道 红袖夫人闻言脸色一紧 眼眸中满是焦急和哀伤 哎 我这次也是没办法了 要是爹还是不想见我 那我就带着萧儿 常跪在门口不起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何至于如此啊 刘嬷嬷急道 她等于也是看着红袖夫人长大的 对于她的脾气秉性也很了解 这红袖夫人最是要强 如果不是碰上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 肯定是不会这样说的 红袖夫人欲言又止 看了坐在一旁的张霄一眼 便对若云道 袁儿 听说这同去格力的玩具最是新奇 萧儿慕名已久了 你可不可以带萧儿下去玩夜晚 若云闻言 知道这红袖夫人是有话不方便对她和张霄讲 想让他们回避了 便起身乖巧地应了声势 张霄虽然不愿意走 被她母亲哄了几句 也就跟着若云出来了 多半个时辰以后 红袖夫人才跟刘嬷嬷从房间里出来 两人眼圈都红红的 显然都哭过 刘嬷嬷也对若云说 让她帮忙封锁消息 别让人知道红袖夫人母子在同去格 若云答应了 不过心里好奇 到底是红袖夫人跟刘嬷嬷嬷 回到房间以后 若云就想找刘嬷嬷问问是怎么回事 还没等她去找刘嬷嬷 刘嬷嬷自己已经上门了 进了屋子 刘嬷嬷嬷先是问了若云的起居 沉默了一会儿便拉着若云道 姑娘 嬷嬷求你一个事可好 若云闻言焦急道 嬷嬷你有什么事情直接告诉云儿就是 何至于如此说啊 你我之间哪用得着这么客气啊 要是嬷嬷自己的事情 不用姑娘说 嬷嬷也不跟姑娘客气呀 但是啊 这是因为别人的事情 嬷嬷觉得 这是给姑娘找麻烦了 嬷嬷欠人家一个神情 现在人家遇到难处 嬷嬷心里不忍啊 刘嬷嬷连态气道 可是因为红秀夫人的事情 嬷嬷尽管说吧 她既是跟我母亲是结业好姐妹 她的事情自然我是不能坐视不理的 何须嬷嬷如此啊 若云把头靠在刘嬷嬷肩上说道 她很爱做这个动作 只有在刘嬷嬷面前 若云才会摆出这种小女儿的姿态 刘嬷嬷把若云往自己怀里带了带 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耳朵 脸颊和头发 就像是一个平常的老人 抚摸自己的孙女似的 当年在京城的时候 有一次 嬷嬷差点被禁了的马车撞到 是红秀夫人救了我 她这孩子啊 比看平时大大咧咧的 可心底最是善良 这次她遇到这样的难处 嬷嬷也是不忍心啊 你母亲已经去了 我也不想她唯一的好姐妹过得不好啊 嬷嬷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还是你知道什么人 让红秀夫人受了如此重的伤吗 若云问道 虽然她以前没见过红秀夫人 但单凭今天一见面 红秀夫人就把最宝贵的玉佩送给自己 若云就知道 这个姨母是真心地疼爱自己的 所以她的事情 若云必定不会坐视不理的 虽然红秀不让我跟你们这些孩子们说 但嬷嬷知道 我们姑娘是有本事的人 嬷嬷也不瞒你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这事情呢 还要从当年 他们还向你们这么小的小姑娘说起 若云依偎在刘嬷嬷的怀里 刘嬷嬷靠在床柱上 开始说起了当年那一段 关于京城双书的往事 原来这红秀夫人 本名叫蓝田 她并不是江湖人出身的 而是当朝蓝大将军蓝锐的独女 也算是一个高官贵女了 但她母亲却是一个江湖女儿 当年蓝大将军起于草莽 从一个小小的校尉履历战功 才慢慢当上当朝的大将军的 当时她还是一个小将军的时候 有一次受到几人的伏击 不幸受了重伤 差点就要身亡了 还是出来游玩的 宋家宝的大小姐 宋灵艳救了她 宋灵艳为了救蓝大将军的性命 把她带回了宋家宝 江湖人讲的是义气和血性 宋家宝听说 她是卫国战斗的英雄 便欣然接待了她 还为她治疗伤势 蓝瑞在宋家宝住了半个月的时间 这期间她发现 她喜欢上每天为她送药的宋大小姐 等她伤好离开宋家宝的时候 便向宋家宝的宝主求取了宋大小姐 江湖人不讲究那么的繁文蜀节 宋宝主看出自家女儿 其实对蓝瑞也有意 便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 讲好了来年澄清 蓝宝主便送了一些宋家宝的武士给蓝瑞 帮助她在战场上建功立业 说来这宋大小姐也挺忘夫的 自从订了这门婚事 蓝瑞就在战场上屡见其功 大有所向拼迷的气势 拼着军功倒是升官升得挺快的 四年两人就成了婚 成婚以后 从小习武的宋大小姐就跟着蓝大将军四处争战 随着夫君为国杀敌 直到边疆稳定以后 两人才交了兵权回到了金中 皇上是最喜欢这样的臣子的 起于威莫 没根没基 跟朝堂上的一些错综复杂的宋家势力扯不上关系 而且还勇猛善战 都能为国杀敌 便封上了他一品郑国大将军 赏赐了豪华的府邸和不少的金银财宝 以待边疆再有战事的时候 他们能再次为国效命 这对夫妻也是很明白自己的定位 进京以后 跟京城的各个世家都不交往过密 表明了只忠于皇帝 所以皇帝也很恩宠兰家 兰家虽然现在是官居一品 但是两夫妻出生太低 一个出于草莽 一个生于江湖 金中的贵族们虽然面上不说 但是心里却很看低他们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3集 蓝田作为他们的女儿 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外征战 自小也习武 个性率性洒脱 不像那些贵女们那样循规蹈矩 这倒是让她容不进京城的贵女的圈子了 大人们还讲究个面子 不会当面说三道四的 这些女子们在一块的时候 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 人前人后 纸丧骂怀 嘲笑蔑视什么人都有 所以蓝田很讨厌跟他们一起 渐渐的都不参加一些宴会了 没事的时候 挨戴着家里的下人们去城外跑马 有一次她去城外跑马回来的时候 看到城中一匹马精了 眼看就要踩到一位妇人 情急之下飞马过去 救下这位妇人 这位妇人就是中年时候的刘嬷嬷了 当时王雪晴就在一旁的马车里 看到蓝田救下了刘嬷嬷 并赶紧下来道谢 没想到两人还挺有演员的 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 辩护通了姓名 算是交了个朋友 以后再聚 王雪晴因为从小被老神仙救过 所以对江湖人有一种莫名的好感 并不觉得他们粗鄙 她倒是很喜欢蓝田的率性和不羁 而蓝田也觉得王雪晴身上 并没有那些女子们的娇柔造作之气 也没有对她有异样的眼光 所以对王雪晴也蛮有好感的 回去之后 王雪晴为了表示感谢 便下了帖子 邀请蓝田来安阳侯府玩 一来二去的 两人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因为王雪晴也不喜欢跟那些 成天爱攀比的女子们交往 倒跟蓝田这个辣妹子挺谈得来的 渐渐的 两人也同时出现在一些场合 大家都知道这两人的关系好 王雪晴身为安阳侯府的嫡女 容貌财情是一等一的 蓝田身为蓝家的嫡女 不仅人长得美艳 身材火辣 武功也是一等一的 两人同时出现的时候 一文一武 一动一静 却都是长得那么美丽 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一些文人才子就私下里戏称二人为 金城双书 王雪晴和若云的父亲 白凌文定亲的那一年 跟他差不多岁的蓝田 也定了亲事 定的是大学士 敏书叶之子 敏与杨 敏家是亲贵文人之家 跟各大贵族也没什么关联 这很符合蓝家的责亲标准 蓝大将军虽然出身草莽 但却对文人很是崇拜 希望女儿能嫁进文人之家 中和一下他们家的五人之气 所以才为女儿筹备了这么一门亲事 这敏大学士也不是迂腐之人 跟蓝大将军倒是挺谈的来的 不嫌弃他们家出身低 而且据说 这敏与杨私下里偷偷看过蓝田 见他长得不仅美艳动人 而且率性可爱 心里也很满意 两家便定下了这门亲事 开始蓝田对这门亲事也没什么意见 反正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嫁谁不是嫁 据说这个敏与杨长得也不错 他就点头了 就在此时 蓝田的外祖家听说蓝田定了亲了 便想接蓝田来宋家宝住些时日 毕竟女儿成亲以后就不能随便回家了 何况是地处遥远的外祖家 蓝大将军这些年受益于岳家良多 他自己是个孤儿 也是把岳家当成自己的老家 所以很乐意让女儿跟老人们亲近 便同意了 蓝田便去了宋家宝住了三个月 但是这三个月里 却出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预料不到的事情 就是蓝田居然爱上了一个男人 而且这个男人还大他不少 足足有十岁 更甚者 这个男人还是个瓜夫 他的第一任妻子跟他成亲没两年就去世了 没有留下任何孩子 死后他就一直单身 他爱上的这个人 就是借助在宋家宝的神音山庄庄主张如海 是一个江湖人 张如海是来找蓝田的外祖父 宋宝主 探讨一门武术的 他是一个武痴 小小年纪的时候 并已经成名于江湖 而且还成为了一个山庄的庄主 武功非常了得 这个人虽然很厉害 但却是个非常阴郁的人 平时不苟言笑 而且杀敌的时候非常狠辣 人称张阎旺 可见他是多么的凶名赫赫了 而蓝田刚开始看他如此不苟言笑 对那么大年纪的外祖父 也没有半分的恭敬和笑脸 心里不服气 并要挑战他 可张如海 怎么会跟蓝田 这么一个小姑娘过招呢 听了拦着他这个红衣姑娘的话 张如海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转身就走了 蓝田哪受过这个气啊 提起自己的宝剑 对着张如海就刺了过去 结果蓝田还没发现 对方是怎么出招的 他就被踢飞了出去 而且一点怜香惜玉都没有 非常大力地被踢飞了出去 撞到了树上 痛得蓝田都想就地打滚了 这次蓝田倒没生气 他并不是一个娇蛮的人 相反 他倒很佩服那些武功高的人 张如海这样的伸手 让他大为地折服 跟这样的人交手 才能提高自己的武功 从那以后 他就三天两头地找张如海挑战 而且每次都毫不留情地 被张如海打回来 但是他没有退缩 而是越战越勇 哪怕弄得伤痕累累 只要能在张如海手下多坚持一招 他也会欣喜若狂 慢慢地 张如海倒对这个小姑娘 越来越另眼相看了 从这姑娘身上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他们大概都是非常执着的一类人 有一次蓝田因为贪玩 不小心掉到了宋家宝外的山剑里 而他运气倒是不错 被山剑上的树枝给挂住了 就这么飘在半空中 不能上也不能下 宋宝主得到消息以后就快急死了 外孙女要是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自己怎么跟女儿还有女婿交代呀 可他自己年事已高功力不济 很难保证用轻功能救下蓝田 而蓝田的舅舅们年纪尚轻 功力不够也救不了他 宋宝主便想到了客居在此的张如海 他去求张如海的时候 没有想到张如海会答应 毕竟张如海冷面无情是出了名的 张如海文言点了点头 直接跟他来到山剑前 被挂在树枝上的蓝田 看到远处一身深蓝色一身的张如海 从山边飞掠过来 当时蓝田只觉得 这场景他好像在梦里梦过 自己的真命天子 就是这个样子飞到自己身边的 他的心不禁砰砰砰地跳了起来 张如海到了进前的时候 直接伸出一只有力的臂膀 还住蓝田的腰身 然后蓝田就听到一声低沉的男声道 如果不想掉下去 就抓紧了 蓝田文言 反射性地紧紧抱住张如海的脖子 两人紧紧地贴在了一起 他这个动作让张如海浑身一僵 但并没有推开它 还是用脚尖轻点了一下山壁 两人就飞掠了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回去的时候 蓝田就这么侧着头 看着张如海的侧脸 发现这张脸虽然冷一点 倒是长得蛮好看的 小麦色皮肤 虎目见眉 脸上每个线条都好像是雕刻出来的一般 看着看着 蓝田只觉得自己的心跳更厉害了 蓝田被救了回来 宋家人对张如海感恩戴德了一番 蓝田则被他的外祖母 还有舅母们拉回房间 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让他以后不许这么贪玩了 等这些人走了以后 蓝田坐在床上傻傻地笑了起来 他伸手抚向自己的心口 感觉那里好像多了点什么 心里痒痒的 从那以后 蓝田还是每天找张如海比武 但是比完武以后 都会送上自己亲手做的一些小东西 或是一些小点心 或是一双鞋子 一条腰带什么的 美其名曰是要偿还他的救命之恩 张如海却不说话 都是默默地收了 时光过得很快 这一天 蓝田收到京城的来信 父母让他回家了 快乐的时光 让蓝田都快忘了 他自己在京城 还有一个高门大府的家 而且还有一个已经订了亲事的未婚夫 京城的来信把他拉回了现实 一想到他回去之后 过不久就要跟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男人成亲了 而那个人并不是张如海 他心里就特别难受 十分十分地不想回京城 但外祖父和外祖母好像看出了什么 也都急于送他回京城 他这次不回也不行了 在离开的前一天 蓝田又一次挑战张如海以后 站在那里 看着背对着自己的张如海道 我要回京了 张如海文言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背对着蓝田没有转过身来 也没有任何的挽留和不舍 有的只是一个依旧沉默的背影 他这样的反应让蓝田伤心了 蓝田觉得经历这么多天的相处 就算张如海心里没有自己 听说自己马上要离开了 起码也会有一些不舍吧 但是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 蓝田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 他狠狠地擦了一把眼泪 大声对张如海的背影喊道 我要回京了 再过不久 我就要嫁给大学室的儿子了 你这个老男人 后回去吧 说完提着自己的剑 转身就跑了 跑走的蓝田却没看到 等他走了以后 张如海转身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伸索眉头 口中喃喃地道 我该拿你怎么办 蓝田怀着伤心 倔强 不舍等等的复杂心情 离开了宋家宝 不过回到京城的他 再也不是那个单纯的 不懂得任何的男女之情的蓝田了 他没想到 他对张如海的情根 已经重得那么深了 回到家以后 开始还对张如海 有一些怨念 怪他无情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怨念都化成了想念 疯狂的想念 不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会想到他 吃饭的时候想 睡觉的时候想 练舞的时候想 甚至梦里都会梦到他 张如海的影子 无时无刻不出现他的脑海里 以至于蓝家的人都发现了他的不对劲 蓝田的母亲十分地担心女儿 便问他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最近的精神如此地恍惚 蓝田想到 父母从小就宠爱他 便小心地 稍微地 试探性地 说了一点点 关于张如海的事情 他想母亲那么疼爱他 也许会支持他的 但没想到 他只说了那么一点点 就遭到母亲强烈的反对 母亲告诉他 他跟张如海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让他对这个人想都别想了 全心全意备嫁才是重要的 他蓝田以后会是书香门地的 大学世家的儿媳妇 以后会做风光的告命夫人 是绝不可能让他跟一个 大他十几岁的江湖草莽的 而且还是个瓜夫 蓝田不服气 想要跟母亲争辩 但母亲这次很严厉 根本没有给他任何的机会 只说这都是为他好 以后他就知道了 从那以后 家里对他的管制更严格 根本不让他出门了 除了好姐妹王雪芹 别人也不让他见了 随着婚期越来越近 蓝田越来越焦躁 他不想嫁给那个 他没有见过一面的 明宇阳 他想去找张如海 但家里不让他出门 而他也没有得到过 张如海的正面回应 根本不知道 应该用什么立场 去找张如海 蓝田陷入了一种 自暴自弃的境地 他想着 算了 不如就这么算了吧 就当是一场春梦 把那个人当成心底的秘密 算了 就在他要成婚的头一天晚上 半夜的时候 蓝田因为心里烦闷 久久不能入睡 他多么希望 这个时候张如海 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呢 哪怕是见上 最后一面也好 想着想着 他就真的见到了 张如海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开始以为是因为 自己太想念 而出现的幻觉 他走到近前的时候 用手摸到对方的脸 居然是热热的肉体 这是真的 他真的来了 蓝田当时都不知道 用什么来表达他的心情 是苦涩 还是甜蜜 张如海看着傻愣愣的蓝田 开口道 你不是要偿还我的救命之恩吗 那就以身相许吧 如何 蓝田一股甜蜜 袭上心头 他太欢喜了 没想到他会来找自己 还是说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证明 他心里也是有自己的啊 蓝田毫不犹豫地点了头 答应了张如海 当天晚上 蓝田就收拾了细软 戴上了自己绣的那件嫁衣 给家里人留着书信 就跟着张如海走了 其实张如海早就来到京城了 这些日子每天都在暗处看着蓝田 他开始是想着 就这么远远地看着他 直到他嫁了人 直到他过得好 自己就回去了 毕竟他这样的人 这样的身份 是配不上那么美好的蓝田的 但是他却看到 蓝田为了他跟家里做抗争 还有蓝田每天晚上 在梦中叫他的名字 因为蓝田的婚期越来越近 他的心里越来越焦躁 已经能影响到他练舞的心情了 练舞就是追求随心而动 他看到蓝田都那么勇敢 张如海在最后关头决定要跟随自己的心走 他要让蓝田做他的夫人 蓝田跟着张如海走了 不告而别 去追求他的幸福去了 但是却给家里留下了一大摊子的麻烦 第二天可就是蓝田和明宇扬成亲的大日子啊 可他这个新娘子却跟人私奔了 可想而知 本来应该是一场盛大的喜庆的婚礼的 到最后 蓝家和敏家却成了全金城的笑柄了 敏老爷子一生亲贵 没想到儿子成亲却遭此大辱 邓时气得晕倒在喜堂上 要不是当时有御医也来参加婚宴 及时帮他救治 这老爷子差点就救不过来了 蓝家和敏家结亲不成 却成了冤家 蓝大将军亲自到敏家登门道歉 差点给敏老爷子下跪 才让敏家减轻了怒火 但是裂痕已经造成了 两家想要再恢复如初 那是不可能的了 敏家的少爷 敏宇扬 原来也是个英俊翩翩的少年郎 文采又好 以后很有可能官拜朝堂 没定亲钱 也是各个家族择序的热门人选 今此一议 被打击的性格有些变化 变得沉默不爱说话了 蓝大将军认为 这都是蓝田任性 不懂事 忤逆父母的意思 才造成的后果 为了给敏家一个交代 一气之下 便对外宣布 把蓝田赶出家门 从此以后 他再不认蓝田这个女儿了 这件事情 蓝田还不知道 那时候 他已经跟着张如海 快活地往神阴山庄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4集 一个月后 他在千里之外的神阴山庄 穿上自己做的那件嫁衣 嫁给了张如海 成了神阴山庄的庄主夫人 蓝田跟张如海成亲以后 过了两年 生了儿子 才敢抱着儿子 千里迢迢地回娘家 希望父母 看在外孙的份上 能够原谅他 没想到 蓝大将军非常固执 让人把他们一家三口 关在大门外 不让进门 说是早已经不认他这个女儿了 蓝田知道 当年是自己的错了 便抱着儿子 跪在门口苦求 希望父母能原谅他 一连跪了三天 蓝家大门都没有为他们开启 这三天里 刚出生才几个月的张霄 也因为受了风寒 而发起了高烧来 蓝田抱着儿子 哭着求家里人开开门 让他抱着儿子进去 请家里人 给请个大夫给儿子看病 就连蓝夫人听说外孙病了 都着急了 哭求丈夫让女儿进门吧 但是蓝大将军却不为所动 蓝田的哥哥和弟弟 也都跪下来求爹爹 看在外申的份上 就原谅他吧 蓝大将军居然一气之下 把两个儿子打了一顿 蓝田听说了这些事情 看着在墙堡里烧得火热的儿子 气性也上来了 抱着儿子站起来 对着蓝家大门喊道 没想到蓝大将军如此狠心 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那好 我也不再信蓝了 我冠夫信 从此以后 我信张 我叫张红秀 说完就抱着孩子 带着丈夫走了 找到了已经嫁进定国公府的好姐妹 王雪芹 请王雪芹帮忙 给请个大夫 给儿子看病 王雪芹早就听说了蓝田回来了 这几天一直派人在蓝府门口守着他们来着 看到张潇病得如此之重 赶紧请来太医为他诊治 在定国公府住了两日 等到张潇的病好转以后 蓝田夫妇两个就带着儿子 回到了他们的家神英山庄 从此以后 再没跟金城的蓝家联系过 只是偶尔跟王雪芹通通信 了解了解家里的情况 张如海自从有了红秀夫人母子以后 可能是感受到了家庭的温馨 有了家庭的牵绊 性子倒是变得不再那么狠辣了 为人也如下了几分 让他在江湖上倒是交了不少的朋友 五年前 凭着他高超的武功 还有一部分武林人士的拥护 居然登上了新一届武林盟主的席位 从此以后 神英山庄在江湖上便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了 那作为神英山庄的庄主 武林盟主张如海和他的夫人 红秀夫人也在江湖上民生大振 这些年过去了 自从王雪芹去世以后 刘嬷嬷那里跟红秀夫人 就断了联系 今天见到红秀夫人 刘嬷嬷才知道 这些年 他每年都会往京城的定国公府寄信 来了解若云姐弟的情况 而且还会送不少的东西给他们 而且每次他都会收到一个叫 春夜的下人代写的回信 每次都说若云姐弟过得很好 所以他一直以为 若云姐弟在京城过得还不错的 可刘嬷嬷却说 从来没有收到过红秀夫人寄来的信和东西 而春夜也根本没有给他回过信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孙氏 结了红秀夫人送来的信和东西 又找了下人冒充春夜写的回信 知道这个消息后 这让红秀更加气愤了 想直接拿剑去京城把孙氏给砍了 说到红秀夫人身为武林盟主的夫人 这次为什么会受了这么重的伤 而且还要不顾当年在京城撂下的狠话 带儿子回京城寻亲 其实也跟张如海这个武林盟主有关系的 在一年前 神鹰山庄来了个人 这人叫罗尹 是最近在江湖上成名的一位侠士 因为一次武林大会跟张如海不打不相识认识的 两人都是武痴类型的人 在武林大会上切磋得不过瘾 便接受张如海的邀请 继续留在神鹰山庄相互切磋武艺 这江湖人都比较随意的 因为兴趣相投在别人家住上好几年的都有 所以这个人住下来 红秀夫人也没有觉得什么意外 现在山庄里还住着不少慕名而来的侠客 山庄这么大 多他一个也不多 但渐渐的 红秀发现 这个人很有本事 他虽然武功很高 但不像张如海那样冷酷 让人很难接近的样子 而是整天一派儒雅的样子 十分的平易见人 那些功夫低的人向他求教 他也都非常耐心地讲解 时间长了 不但张如海把他引为知己 山庄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喜欢他 就连萧儿都喜欢跟罗叔叔玩耍 只有在京城这个大宅里生活过的红秀夫人才知道 这样的人才是最可怕 最厉害的人物 因为一个真正老实善良的人 是不可能让人人都喜欢他的 红秀夫人看着罗尹这个人 虽然八面玲珑 但是对山庄好像没有什么恶意 便也在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来 照样是笑脸相迎 只是在心里暗暗对罗尹提放了一些 一个多月前 张如海跟红秀夫人说 他要跟罗尹去后山的密地练功 张如海以前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后山练功的 所以红秀夫人也没当一回事 便点头同意了 只是叮嘱他要早去早回 张如海便跟罗尹一块去了神阴山庄后面的密地里闭关练功 可是时间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 却还不见这二人下山 这样红秀夫人就有些担心了 平时张如海即便是练功 也没有超过半个月不露面的情况 他记挂着夫人和儿子 有时候在练功的间隙会下山来看看夫人和儿子 然后再回去的 丈夫这么长时间没露面 红秀夫人就心里担心牵挂 但是想着丈夫功夫了得在这江湖上难有敌手 便也略微安心了一些 不过他还是放心不下 便准备了一些吃食和衣物 想送去后山顺便看看丈夫的情况 当他走到后山的时候 却看到通往密地的路居然有人把守 这让他很吃惊 虽说那后山是密地 但也没有什么大秘密 只不过是张如海发现 那里练功对他的功力有帮助而已 便把那里化成了密地 平时根本不用人把守的 今天突然出现了人把守 而他这个山庄夫人却不知道 岂能让他不吃劲呢 把守的这三个人 他却只认的其中一人 是神音山庄的人叫做古万奇 是两年前投靠到神音山庄的一个刀客 剩下的两个都很陌生 他从来没见过这两个人 这三人见到洪秀夫人过来 在古万奇的带领下赶紧拜见了他 洪秀夫人问他们为什么在这里 古万奇却说道 因为庄主和罗大侠练的武功至关重要 中间不能被人打扰 所以才派他们来把守的 洪秀夫人将信将疑 又问这两个人是谁 怎么看着这么面生 对方说这是新来投靠庄里不久的两个新人 因为刚来没有别的差事可做 所以才来跟他一块守卫的 洪秀夫人心里更疑惑了 他知道丈夫对练功的事情很看重 即便是找人把守 也会找他的新妇来的 而不是找这三个人 万古奇虽然来了两年了 但也不算是张如海的新妇 剩下的两个新人就更别提了 所以他便说要进去看看丈夫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那古万奇阻止道 说庄主他们练功的紧要关头 千万不能被打扰 不然可能走火入魔 让洪秀夫人回去再等等吧 相信庄主过不久就会出关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 洪秀夫人只能作罢 拿着东西又回去了 回去之后 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总觉得那三个人不对劲 晚上便换了夜行衣 打算夜探后山 因为他心里对罗尹始终有那么一丝提防 入夜时分 洪秀夫人飞速往后山赶去 他从小跟着父母习武 又有一个武功高强的外祖父 所以本身他的身手就很不错 后来跟了张如海一后 又有张如海这个武痴实实的点拨 他的武功在江湖上也算是一等一的了 一高人胆大 来到后山的时候 密地入口那里果然有人看守 而且还是换了一批陌生人 足有四五个 他一个都不认识 身为山庄的女主人 山庄的响应都是从他这里发的 所以山庄没几个人是他不认识的 看着这几个 显然是他没见过的标形大汉 红秀夫人更笃定了心里的想法 丈夫在后山肯定发生了什么 她没有从那条有人看守的路上去 那里现在那么多人守着 她势必会暴露的 她沿着一条小路又走了半里地 来到一处荒芜的山坡所在 拔开厚厚的一堆烂树枝和杂草 从这后面露出了一条 仅容一个人行走的小路 这条小路是通往密地的后方的 是张如海和萧尔父子两个 有一次在后山玩耍的时候发现的 回来就告诉了她 那时候她还笑他们两个 居然干这么无聊的事情 没想到这条路现在帮了她的大忙 红秀夫人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走得很慢 用了很长时间踩到密地的后面 密地在山洞里 自从发现了这条小路 张如海就在密地后面 离着这条小路不远的地方 开凿了一隐秘的洞口 平时都用大石头堵折 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红秀夫人来到这个洞口 运工把那些大石块 一块一块地轻轻地搬开 多亏她会武功 不然一个女人可不容易搬动这些大东西的 露出一个能通行一个人的缝隙 红秀夫人稍稍休息了一下 恢复了一点内力 便悄悄地潜了进去 她是从后面进的 便是直接进到了密地的最里面 这个密地不大 她平时也来过两次 对里面很熟悉 她知道最里面的两个山洞是平时起居用的 中间有个特别大的山洞 那里面有个小温泉 那个是练功用的 可能是因为温泉的原因 张如海在这里练功 事半功倍 最外面则是一个长长的通往外面的涌道 那涌道上有好几条岔路 如果不知道路是不容易进到这密地里面的 很有可能会走到别的岔路上 而那些岔路的尽头尽是悬崖 有些是蝙蝠洞 有些是死胡同 红秀夫人现在的目标 是要到那个练功的山洞里去 去看看丈夫是否安好 她刚刚要前行往里面走 却听到离她最近的起居室那里 居然有人说话 红秀夫人屏住了呼吸 小心地贴上去 听到的是一个男生 怨愤地道 这张如海 还真叹娘的硬气 都这么多天了 那蛊虫都还是不能完全地控制了她 红秀夫人文言一致 她听出了这个男人的声音 这是今天跟古万奇在一块的 其中一个男人的声音 当时他们还跟她说话来着 他们怎么会进到这密地里 这个密地 丈夫一般不会让外人进来的 听她话里的意思 丈夫好像真的遭遇了什么不测 蛊虫 那是什么东西 此时 另一个男生说道 你这不是废话吗 没有两下子 怎么当得了武林盟主 你以为这个武林盟主 就是这么好当的 哼 要我当 我还不当呢 要不是因为她是武林盟主 主隐大人才找上她 被这蛊虫控制了 以后就是个活傀儡 半点不能自主 让我当 我还不当呢 那人不服气的道 小声点 说什么呢 不要命了 一个男生呵斥道 黄秀听出来 这是古万奇的声音 我们兄弟就是随便说说 古师从 莫怪 莫怪 那个男人陪笑道 我就是随便说说的 您怎么生气呀 对了 古师从 你说今天那红秀夫人 过来没看出什么破绽吧 另一个男生说道 应该没有 不然 依着她的性格 绝对是不会就这么走的 万古奇 沉吟了一会儿道 那就好 省得咱们麻烦了 说起这红秀夫人 古师从 你说这尹大神 直接抓了张如海的妻儿 逼他就饭不就行了 何苦费这么大的力气啊 那个男人道 说你笨 你还真是不长脑子 主上想利用张如海 这个武林盟主 当他的傀儡 来号令江湖上的人 如果抓了张如海的妻儿 来要挟他 他面福心不服 不好好办事怎么办 而且他武功高强 心性坚硬 就连尹大人想对付他 都是费了这一年的时间布局 万一这件事情弄不好 稍有差池 那主上的计划 不就破坏了吗 消息传出去了 那还了得 古万奇说道 另一个 这红秀夫人 别看她只是个女人 她的身份可不一般呢 她是当朝 一品镇国大将军的嫡女 虽说兰家不认她了 但毕竟是亲生女儿了 万一这事情因为她传到朝堂上了 那可是有麻烦的 再说了 过一段时间 咱们可是要邀请江湖上 各界人士来神英山庄 要是那时候 庄主和庄主夫人都不出现 恐怕不好谈要那些草莽之人呢 还需要红秀夫人这个庄主夫人 出面招待这些江湖人呢 哦 原来如此 嘿 还是古侍从您见多识广啊 我们兄弟今天受教了 那人奉承道 你说 要是再有个蛊虫 用它控制了红秀夫人 或是弄那些蛊虫 控制了这些江湖人 那事情不就简单了 另一个人说道 想什么的 你以为这东西 随随便便就能有的吗 主上这只蛊虫 也是整整用了五年的时间 费了好大的力气 精心培养出来的 这次因为是张如海 才舍得给他用的 主上一是看中 他武林盟主的地位 另一个是看中 他的武功高强 以后归顺的主上 也是一大助力 古万奇意味深长地说道 果然还是主上智慧过人啊 不是我等可比的 那两个男人逢迎道 算了 不说这些了 咱们只要干好 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明天一早 还要去接那几个人的班 咱们还是早些休息吧 古万奇说道 两人都硬了 红秀只听到那洞室里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不久就听到了 一阵阵的憨声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5集 隐藏在黑暗中的红秀夫人 听了这三人的对话 心里那是无比震惊了 让他确定了 自己丈夫确实是出事了 是被对方用那什么蛊虫 给控制住了 好像是因为张如海武功高强 那蛊虫还不能完全控制住他 而这个密地 应该是也被他们的人给控制住了 另外他还听出来 对方居然在谋划一个大阴谋 想要利用丈夫武林盟主的身份 控制住他 来号令武林中人 看来对方企图不小啊 那个隐大人 应该就是罗隐吧 他早就知道 这个罗隐 应该不是个什么好东西的 没想到终究是隐郎入室啊 红秀夫人现在非常担心 丈夫的情况 听到里面的人都睡着了 便悄无声息地 往里面开始潜入 他已经知道 这里已经被罗隐的人 给控制住了 而说不定 罗隐也在这里 他自知自己的功力 还不是罗隐的对手 被他发现了 可就麻烦了 所以他前行得异常小心 很快他就找到了 丈夫平常练功的 那个大的洞士 隐在洞士突出的石壁旁 听着里面的动静 听了半天 他发现 里面并没有人 因为他根本感觉不到 里面有人的呼吸声 里面没有人 那自己的丈夫到底在哪儿 又等了两久 红秀夫人才悄悄贴着石壁移动 往那石洞里看去 这一看 竟然让他大惊失色 整个石洞 空荡荡的一目了然 正中央的温泉里的一块大石头上 却端坐着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让红秀夫人 非常牵挂的丈夫张如海 此时的张如海 跟以往不一样了 他穿着那身 红秀夫人给他做的 墨蓝色的衣服 整个人头发都是雪白雪白的 盘腿闭着眼坐在那儿 一动不动 没有任何声息 仿佛是死了一样 身为练武之人的红秀夫人 看到丈夫的头发 居然变成全白的了 而且她并没有感觉到 丈夫的任何气息 这让她不禁亮枪一下 扶着胸口心神欲裂 因为正常的活人 是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气息的 除非 除非是已经 红秀夫人不敢想 她不相信自己的丈夫 那么厉害的张如海 会那么容易就死了 一定是她在练某种功法 所以才避弃了 她看着丈夫满头白发 坐在那里 心痛莫名 不知道丈夫遭遇了 怎样的事情 才会短短的几日之间 头发变成白色 她此时也过不了 那么许多了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救她走 红秀夫人迅速地跑了过去 亲身换着 如海 如海 你还好吗 我来带你走了 说着 绞尖顶地 越过那夜湾温泉 越上那块大石头 伸手就要去拉张如海 当她手指 刚碰到张如海的时候 突然自张如海身上 散发出来一股大力 把她弹开了 红秀夫人躲避不及 被这大力一下子 弹回到了地面上 然后红秀夫人就看到 安静地坐在那里的 张如海 睁开了眼 眼神犀利地 射向她的位置 看到张如海 睁开眼睛 红秀夫人当下好开心 果然 丈夫是没事的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 也落地了 惊喜道 如海 如海 你没事真的太好了 刚才吓死我了 但是坐在地上的张如海 却没有像往日一样 回答她 更没有用她平时那些 僵硬的温柔 对她说话 而是用她那一双 冲鞋的利目 狠利地 瞪视着红秀夫人 眼神里完全是一种陌生的感觉 这眼神就好像 红秀夫人是她的敌人 是她的猎物一样 下一个就会把她撕成碎片 红秀夫人看到这个眼神 心里一紧 急忙说道 如海 你怎么了 我是红秀啊 我是你的妻子 你不认识我了吗 听到红秀二字的时候 白发的张如海 明显一愣 然后眼里一阵疑惑 红秀看到她有了反应 心里一喜 连忙说道 如海 我是红秀啊 我是你的丫头啊 我们还有个儿子 叫萧儿 张萧儿 她是你的儿子 你最疼爱她了 你还记得吗 平时张如海 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然后冲到张如海身边 抱住她 焦急地道 如海 如海 你这是怎么了 张如海 张如海一边挣扎 一边使劲地推开红秀夫人 眼神中有了一丝亲鸣 然后对她焦急地吼道 妖头 快走 离开这儿 带着萧儿离开山庄 快 吼完这一句 张如海又变成了那个 茫然不知的样子 红秀急了 喊道 我不走 要走一起走 我要带你走 哈哈哈哈 吼一个郎情惬意 抗力秦深 叫人好不羡慕 就在此时 一阵大笑传来 一道神影 已经飞速地闪现在 洞室的门口 刚才张如海发出的动静 已经惊动了别人 红秀看到这人 滋目欲裂 咬牙切齿地道 罗影 是你 你到底对如海做了什么 让他变成这个样子 哼 红秀夫人 现在好像并不是 你问问题的时候 而是你该想 怎么自保的时候吧 朗影话音刚落 红秀夫人就听到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 然后就看到七八个 拿着各种武器的大汉 冲了进来 而那古万奇三人 也赫然在列 看到红秀夫人 他们也是大惊 眼神闪了闪 没敢吭声 因为今天下午 红秀夫人过来的消息 他们见没什么事情 便一时偷懒 没上报给罗影 此时见红秀夫人 出现在这里 说不定是下午的时候 他们几个露出了破绽 让她起了疑心了 他们也有知情不报的罪过 所以此时有些心虚 红秀夫人看着过来 这么多的人 看看罗影 又看看在温泉池里挣扎的丈夫 知道她今天是逃不了的了 因为她连罗影都打不过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人 便咬着牙道 罗影 你来到神鹰山庄以后 我跟如海自认带你不保 你为何要这样害我们父亲 夫人说笑了 这天下也并没有说 你带我好 我就要同样带你好的规矩吧 罗影笑得一派儒雅 但说出来的话极其无耻 好 既然你这么说 咱们也不说这些无用的道理了 红秀夫人毕竟是大家出身 此时十分冷静 她要跟罗影讲条件 现在敌强我弱 不是硬拼的时候 你要怎样 才能放过我们夫妻二人 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 如果是我们夫妻能办到的事情 必定会尽力为你办到 你要这武林盟主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让给你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其实红秀夫人并不稀罕 武林盟主的位置 只是张如海觉得 让她一个官家女儿 这样跟着自己 有点委屈了 所以才争了这个位置 想让红秀 坐着武林盟主的夫人 给她一些补偿罢了 此时她这么说 就是以退为进 想先稳住罗影 以后再图谋自救 若是夫人一年前 你这么说 我或许会考虑考虑 但是现在为时已晚 张兄他势必要为我们所用的 罗影脸上带着惋惜地说道 正红秀夫人看来 却是十分的假惺惺 那你想怎么办 红秀夫人站直了身子 手里已经紧紧地 捏住了随身带着的 那柄短刀 他知道既然罗影这么说 今天的事情 已经不能善了了 怎么样啊 问得好 本来还打算 让你继续潇洒地 当你的武林盟主夫人 但是你却如此不安分 今天这事情被你撞破了 那只能先把你抓起来 来人哪 动手 罗影吩咐道 在罗影说动手二字的同时 已经准备好的红秀夫人 已经先发动手了 他抬手就放出两个绣件 冲着最先冲过来的两个人 扒过去 这两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被绣件射中了心口 邓石倒地没气了 这个绣件还是红秀夫人年少时 随父母征战的时候 他的父亲蓝大将军为了保护他的安危 特意请能工巧匠打造的 他跟张如海走的时候 特意戴上了这个 这些年因为对父亲有怨念 他一直没用过 今天要出门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父母 一阵的心神不宁 最终还是戴上这个了 没想到关键时刻 却救了他一命 想到这个 红秀夫人对父母 又多了一分思念和歉疚 他今天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不知道以后 还有没有机会见到父母 还有他的肖儿 此时应该正在房间里睡得香吧 也许他明早醒来 就已经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了 红秀的念头 也只是在脑海中闪过那么一刹那 他现在不敢多想别的 因为那些人已经杀过来了 他现在要保住性命 才有机会想以后 红秀拔出短刀迎战 现在除了在一旁观战的罗尹 对方还有五个人 他还是有机会的 五万奇的身手他了解 这个人还不是他的对手 看他 好像在这些人里有些地位 那剩下的人 应该还不如古万奇 那么他只要小心一些 也不是解决不了这五个人的 抬手之间 又是两个绣剑发了出去 这次那些人有了准备 其中一人躲过去 只是擦伤了胳膊 另一个却重招倒地了 看夜人捂住胳膊 夜人倒在地上 红秀口中念叨 还剩四人了 罗尹没想到 红秀手中会有这么厉害的暗器 看着倒地的三人 口中骂倒 蠢货 然后对剩下的四人道 小心他的暗器 这个东西 一般不能用太多次的 你们再躲一两次 他应该就没有绣剑了 他的话 让因为这暗器 畏首畏尾的四个人 顿时精神一震 红秀却在心中发苦 让他说对了 他这绣剑 一次最多能发六颗 发完这六颗 要再重新补充里面的剑才行了 而他刚才已经发了四颗了 现在只剩下两颗 也就是说 他还有一次机会 必须再干掉两个人才行 看准了时机 红秀夫人抬起手臂 做出发射绣剑的姿势 这四人见状赶紧躲避 但是此时红秀却没有发射出来 而是趁一人因为躲避露出空门 他一下子就砍中对方的肚子 这个人应声倒地 还剩三个了 他再次抬手 看他做出发射的姿势 对方那几个人赶紧再次躲避 可他这次还是假动作 手中短刀对着两个躲避的人砍去 那些人有了同伴的前车之剑 已经学聪明了 这次躲避的同时 也防着红秀夫人的短刀 见他过来就扭身躲了 红秀夫人刀发很快 还是砍中了他的手臂 让他失去了大半的战斗力 还剩两个半了 当红秀夫人在第三次抬手 做出发射的姿势的时候 剩下的三个人这次 却没像前两次那样躲避 因为有了前两次的假动作 他们以为这次还是假动作呢 只提防着红秀夫人的短刀了 可这次却有两枚袖剑呼啸地 从他抬起的手臂那里发射了出来 直直地钉在了两人的心口上 其中就有一个是谷万奇 两人应声倒地 连挣扎都没有 现在只剩下那个被红秀夫人 砍伤了胳膊的半个人了 红秀夫人看着他 眼中一阵面时 那人却吓得连连后退 在红秀夫人再次抬起手臂的时候 他吓得赶紧躲开 因为紧张露出很大的空门 红秀夫人的短刀与此同时 也从他的脖子中间划过 罗颖看着地上 倒在血泊中的这些手下 脸上一阵愤怒地扭曲 不过他表情管理得很好 只一瞬间就恢复了 以往那儒雅的表情 看着红秀夫人笑眯眯地倒 好 很好 既然他们既不如人 也是死有余辜 夫人有勇有谋 文武双全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 如果夫人能够效忠我们主上 那我们主上 一定会大大的重用夫人的 这罗颖看红秀夫人 如此有谋略 有胆识 倒起了招揽之心 好啊 只要你们捡了如海重的这东西 我可以考虑你的要求 红秀夫人看着罗颖道 她虽然这么说 却不是真心想归顺 那个什么主上的 她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她现在暗暗地调息调息 刚才一战 已经消耗她大半的体力和内力 眼下还有个最厉害的罗颖要对付 她不能掉以轻心啊 夫人说笑了 解了张兄重的东西 那我可就不敢保证 嫌抗力能对主上忠心不二 到时候我这还不是自找麻烦吗 多颖说着就对红秀夫人出手了 她已经看出红秀夫人不是真心投靠 而是在拖延时间 刚才她一直不出手 其实是因为要看着一旁的张如海 她知道张如海现在一时受控 一时不受控 她怕自己跟红秀夫人交战的时候 张如海突然反抗 她的功力略输一筹 到时候恐怕就控制不住她了 而且她觉得 这几个人对付红秀夫人足够了 没想到这个女神这么狡猾 硬是用了计谋把这几个人放倒了 现在她是不得不出手了 红秀夫人见罗颖攻过来 也是赶紧提到迎战 但是刚跟罗颖交手两个回合 红秀夫人的额头上 已经冒出了汗珠了 双方的势力悬殊还是太大了 她根本不是罗颖的对手 在罗颖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 她就是想使用一些小花招也是不行 对方太强 这些东西对她根本没有用 不到十个回合 红秀夫人被罗颖一掌打在胸口 整个人飞了出去 撞到了远处坚硬的石壁 一口鲜血就喷了出来 红秀夫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 浪费力气了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罗颖看着萎靡地倒在地上的红秀 说道 红秀夫人心里知道罗颖说的是对的 刚才那一掌 她已经受了内伤 更不是罗颖的对手了 看来她今天就要命丧于此了 红秀夫人看到此时 却依然在不停地痛苦地挣扎的张儒海 眼中含泪对她喊道 儒海 嫁给你 我一点都不后悔 如果又来生 咱们还做夫妻 说完一咬牙 提起短刀又迎上了罗颖 此次她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6集 罗颖倒没有半点的怜香惜玉 直接一掌轰在红秀夫人的丹田处 她从半空中跌落了下来 摔倒在地上 口中不断地流出鲜血来 她的左边正是全身湿透 还在温泉中抱头挣扎的张儒海 她使劲地爬过去 慢慢地往张儒海的身边爬起 口中嘶哑地喊道 儒海 儒海 你醒醒 你醒醒 你在看我最后一眼 记住我的样子 记得 下辈子还来找我 此时 罗颖已经攻击了过来 红秀夫人闭着眼睛 等待着死亡 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反抗了 电光火时间 她听到了一声熟悉的大喊 你敢 然后只听到轰轰轰几声 分明是高手交手的队长的声音 红秀夫人睁开眼 看到半空中 一身墨衣白发的张儒海正在跟罗颖交手 两人已经打得难分难舍了 红秀夫人顿时大喜 儒海 你醒了 我就知道您会没事的 丫头 我拖住她 你带着小儿赶紧走 我现在被他们用一种邪门的东西控制了 身不由己 刚才感觉到你有危险 我自己才占了身体的主动权的 我也不知道我一会儿会怎么样 你赶紧走 找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躲起来 快走 我怕时间来不及 张儒海边打 边对地上的红秀夫人道 这也许是张儒海这半生中说的最长的一句话了 我不走 我要带你一起走 我们一家不能分开 红秀夫人喊道 傻丫头 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但是我不会就这么屈服的 你和小儿等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快走 为了小儿 为了咱们一家以后能团聚 听话 张儒海说道 好像她已经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 跟罗尹交手的时候有些缓慢了 红秀夫人想着此时正睡在山下山庄里的儿子 最后还是咬了咬牙道 儒海 你一定要来啊 我跟小儿等你 说着便使劲地爬起身子 看了眼跟罗尹交战的张儒海 狠下心跑出去了 罗尹眼看着红秀夫人跑了 也是一阵焦躁 她没想到张儒海此时清醒了 而且还放走红秀夫人了 她很清楚 自己刚才已经打散了红秀夫人的丹田 相信她活不了多久的 便也安下心来 开始对付张儒海 张儒海是个强敌 她不能稍有差池 红秀夫人按照原路返回了山庄里 她见谷万琪都是罗尹的人 说不定这山庄里也许还有别人也是她的人 所以不敢惊动任何人 自己跑到儿子的房间 又怕罗尹会追过来 没有收拾东西 只是随手拿了两件儿子房间里值钱的东西 就抱着睡着的儿子 悄悄地从山庄中跑了出来 她不敢回外祖家宋家宝 她怕已经有人早去宋家宝的路上伏击她了 她也怕给外祖家招惹麻烦 毕竟宋家宝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江湖门派而已 舅舅们的武功都没有罗尹厉害呢 她现在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京城 京城毕竟是天子脚下 这些人不敢那么嚣张地在京城闹事的 她知道自己命不久已 她要回京城 见父母兄弟最后一面 并且把萧儿交给父母抚养 别人她不放心 只是没想到 走到金陵的时候 她的伤势已经不受控制 陷入了长久的昏迷中 她的儿子张霄 为了赚钱给她治病 才陷入了干家设计的支卫坊中毒事件中 而后若云又救了她 还跟刘某某相认了 这些就都是若云知道的事情了 红秀夫人的故事很长 刘某某一直说了很久 若云认真的听着 综合了自己知道母亲王雪芹的一些事情 两个好闺蜜 从她们无忧无虑的少女时期 再到为人妻 为人母 这两人的这一生 就如一幅画卷般 徐徐地在若云的眼前展开了 或天真 或甜蜜 或悲伤 或冲动 或生离死别 每个人的人生 真的都是五味杂陈 若云游人挤挤 想到自己的前世今生 不禁叹了口气 对刘某某道 某某 你是想请我帮帮红秀夫人吗 哎 红秀夫人 本来以为他自己 命不久已 打算把他儿子张霄 送到京城去 交给他父母 抚养长大 但是今天 姑娘救了他 他身体痊愈 心里就火了 他想把张霄 先放到我们这里 他要置身离开 我猜 他多半是想回去 想办法救他的丈夫吧 刘某某说道 某某是怕我不收留张霄吗 若云调皮地问道 如果是这件事情 我还用得着求姑娘吗 刘某某称怪道 姑娘的秉性 我还不了解吗 别说是霄儿了 现在就是一个陌生人 你也会收留的 我是怕 红秀夫人这一去 凶多极少啊 那某某是想让我 留下红秀夫人吗 若云问道 那倒不是 留得了人 留不住心哪 我是想 姑娘那救命的良药 可不可以送 红秀夫人一些 还有 那些厉害的宝贝兵器 能不能先借给 红秀夫人用一用 让她有一些 保命的资本呢 刘某某说的 有些不好意思 那么珍贵的东西 就让姑娘给了别人 她真是有些 张不开口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若云情不自禁地笑了 哼 某某 你就是想让我帮这个忙啊 难道你没想过 让我去帮红秀夫人 把她丈夫救出来吗 姑娘 千万不好啊 据说红秀夫人的丈夫 是武林盟主 那功夫都那么高了 还能被歹人控制住 姑娘小小年纪 怎么能斗得过他们呢 刘某某担心地说道 她虽然知道 若云有本事 但没觉得 小小年纪的若云 就有本事 能够厉害到 斗得过 比武林盟主 还要厉害的人 在她心中 武林盟主 已经天下最厉害的人了 那嬷嬷 我让叶黎大哥 跟着我去怎么样啊 若云说道 那更不行 叶黎这马上就要成亲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咱们怎么跟姜姑娘交代呀 再说了 我正要跟你说呢 过几天就是五月初二了 我打算那天 让叶黎出发去迎亲呢 这苏州到苍城 一去一来的时间 可不短呢 刘嬷嬷说道 被刘嬷嬷这么一说 若云才想到 是啊 下个月二十一 就是叶黎成亲的日子了 苍城离着苏州这么远 叶黎带着迎亲的人马 那是必须要提早赶路的 不然可就错过了婚期了 那岂不是说 我就去不成苍城了 若云问道 傻姑娘 嬷嬷什么时候说让你去了 那迎亲的都是南方的兄弟才能去 就是天儿都能跟去 你这个姑娘家确实去不了的 这是规矩 刘嬷嬷嬷嬷的 你别以为了 这是去迎亲 这是大事情 你还以为是去玩呢 刘某某称怪的 哦 那好吧 那我就只能在家乖乖等着江姐姐了 若云郁闷的 那姑娘 刚才跟你说的红袖夫人那事情 你 你觉得怎么样啊 刘某某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好 这些东西我不想给红袖夫人 若云调皮地回道 刘某某文言脸色有些暗然 随即叹了口气道 哎 也罢 这么珍贵的保命的东西 我本来就不该提这个要求 是我强姑娘所难 哼 不过某某 我倒是可以跟红袖姨娘一块去一趟神鹰山庄 我倒是要看看那个叫罗隐的有多厉害 若云说道 若云说道 什么 姑娘 千万不要啊 那些江湖人 残暴凶狠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让我怎么跟 怨在边疆的公爷 还有你已经去世的母亲交代呀 刘某某急道 某某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我要去 其实是有原因的 听着红袖姨母的叙述 这罗隐他们好像是一个组织 而且这组织所图非小 他们想要控制张如海来号令江湖上的人为他们所用 应该是有什么阴谋 我想去查清楚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以免一心无辜的人和百姓受到牵连 而且我隐隐地觉得 他们的图谋好像跟朝堂上有关 不然不会说不能把事情传到朝中的 咱们家这么多亲戚朋友都在朝中围观 我们最好还是先查清楚为准呢 那 那也不用你亲自去吧 告诉表少爷他们 让他们派人去吧 嬷嬷 这最关键的 红袖夫人的丈夫种的叫蛊虫的东西 我是知道是什么的 而且估计啊 只有我能治了 所以这一次还得我亲自去一趟 那也不行啊 姑娘 你这样太危险了 刘嬷嬷一直惦念着若云的安危 若云也没法跟刘嬷嬷说 她现在多厉害多厉害 根本不用怕这些一般的武林神 只能挠了挠头的 摩摩摩 你看夜里大哥厉害吗 厉害 挺厉害的 刘嬷嬷点头 那我当初 夜里大哥还是我的手下败将呢 你都忘了 若云道 是 是 是 但是姑娘 毕竟年龄还小 刘嬷嬷 钻了牛角尖 摩摩 当初我打败夜里大哥的时候 年龄比现在还小呢 最近我练功那么勤快 比当初不知道厉害了多少倍呢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若云说道 再说了 这个也不是年龄大小的问题啊 但是不管若云怎么说 刘嬷嬷就是觉得危险 不想让若云去 最后若云只得说 回头问问银振先生 到时候 如果银振先生同意了 刘嬷嬷就不能反对了 刘嬷嬷对银振 还是比较幸福的 听了若云的话 只得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等刘嬷嬷离开以后 若云却没有睡觉 而是去空间里练功了 等到午夜时分 若云从空间里出来 已经换上了那身流水泥红衫 他今天晚上还有事情要做呢 从同去阁出来 若云直接遇见飞行 到了金陵城的上空 找准方向便飞了过去 若云这次的目标 是以前的杜甫 现在的陈家 上次杜静元带他来过一次 所以他很熟悉 一小会儿就到了 若云站在空中的宝剑上 看着下面寂静的陈府 嘴角挑了挑 提前向你收点利息吧 说着 就在周身布上几件落了下来 因为陈世荣的算计 害得支卫房差点被人砸了 同去阁也被他放火给烧了 不但影响了好几天的生意 而且还损失了很多货物和房子 这些损失 若云是不会平白就这么认下的 怎么着 也得给对方点惩罚才对 所以他今天晚上打算洗劫 陈世荣的金库 损失的那些东西都要从他这里补回来的 若云想要洗劫陈家的库房 那还不是手到勤来的事情吗 直接找了库房的位置 用法术进了里面 看到值钱的东西 还有金银财宝 就往空间扫货 不一会儿库房里就没啥值钱的东西了 若云这才满意地回转 这些东西说白了 其实都是杜靖元的 若云现在拿了 以后还给旧使了 反正不留给姓陈的 从陈家出来以后 若云并没有回去 而是又去了甘家 这甘家虽然也是被陈世荣利用的 但也参与其中了 那必须让他们放放血才行 他又去到甘家的各个库房里 扫了一圈货 金子 银子的东西 拿了不少 还别说 这甘家不愧是世家大族 大大小小十几个库房 每个库房里都有不少值钱的东西 这么一笔 陈世荣的那些东西都上不了台面 不过若云只挑一些金银来拿 要是拿一些其他东西 毕竟都有甘家的记号 以后不方便拿出来用 而且他空间里那么多顶级宝贝 实在是不稀罕这些常人用的东西 在甘家搜拿一通 着重照顾了梅姨娘和花姨娘的私库 若云才收手回去睡觉了 这次若云只是给陈世荣和甘家的一点点教训 如果他们聪明的话 以后便不敢再随便打悠然居的主意了 如果还想不明白其中道理 那若云也只能希望他们自求多福了 昨天他让杜靖元统计这两天的损失 杜靖元今天已经告诉他了 大约是损失了不到六万两银子 这还是按照库房里的那些商品的出售价格算的 如果按照成本的话 应该是不到两三万的样子 回去以后 看着堆在空间库房角落的这些金银 若云大概算了一下这些东西 大概值个十六万两有余 还不错 补齐悠然居的损失还能剩下不少呢 这还是若云手下留情的结果 因为大多人家的银子都是换成了银票放在房间里的 估计干家也不例外 在各个主子的房间里肯定有不少的银票 若云才没去动那些银票 只是搜刮了现银和金子 让他们出出血罢了 相信第二天 陈家和干家应该是不平静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二十七集 第二天一早 大家正要吃早饭的时候 就见红袖夫人母子 红着眼圈从屋里出来了 此时红袖夫人穿戴整齐 手里拿着昨天的那把剑 一副要出门的样子 张霄则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 一副不舍的样子 红袖见过众人 然后看了刘嬷嬷一眼 对若云道 云儿 姨母还有些私事要去处理 但是有些不方便带着萧儿 就把萧儿放到你这里待几天 如果一个月后 我还没有来接萧儿 请你帮忙把萧儿送到金城兰府里 我已经给父母写了书信 放到萧儿那里了 到时候 他们看到书信 就会留下萧儿的 刘嬷嬷一听红袖夫人这么说 便有些着急了 赶紧道 妇人 为何这么着急的就要走啊 你的身子刚刚好 应该多休养两天才是啊 嬷嬷 事情尽急 红袖半点也等不得了 萧儿 就拜托你了 红袖对刘嬷嬷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副脱姑的表情 夫人 使不得啊 你这是干嘛呢 萧儿少爷 我必定会尽心尽力的 刘嬷嬷赶紧扶住红袖夫人 这红袖夫人怎么说 也是刘嬷嬷的救命恩人 刘嬷嬷不能受她的礼断 那 那我这就告辞了 红袖夫人说道 然后转头对红着眼圈的张萧道 萧儿 一定要听你云姐姐和刘嬷嬷的话 娘 娘过一段时间就 就来接你回家 声音中压抑着浓浓的哽咽 娘 你去吧 萧儿听娘的话 在云姐姐家 乖乖地等娘来接我 张萧懂事得到 但是一出眼眶的泪水 已经出卖了她的不舍 她虽年幼 但已经懂事了 母亲虽然许多事情没有告诉她 但是母亲半夜带着她 从家里逃出来 她肯定知道 是爹出事了 娘这次应该是要去救爹的 她虽然舍不得娘亲 但更想念爹爹 她也不希望爹爹出事情 她知道 娘亲死去危险重重 她自己的实力不够 跟着娘只会给她添麻烦 所以 她会听话 在这里乖乖等着 让娘放心地去救爹 红袖夫人看着儿子流下了眼泪 心如刀绞 再也抑制不住眼泪流出来 也把抱住儿子 紧紧地抱着她道 娘的好儿子 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地 幸福地长大 爹和娘 都会看着你的 若云也不禁心生悲凉 红袖夫人是知道 她辞去十有八九 是回不来的 她这是要跟自己的儿子 做最后的告别呀 不得不说 红袖夫人对这张如海 真是用情至深呢 明知道 辞去凶多吉少 却还要毅然决定 回去救自己的丈夫 若云很佩服她 看着这对相拥而弃的母子 若云对着屋里的 伺候的丫鬟们挥了挥手 这些丫头们 因为红袖夫人母子的告别 也都眼红了 看到若云的首饰 都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 就连杜靖元也自觉地抱着 正准备吃饭的天儿 从这里出去了 此时 屋里就剩下红袖夫人母子 刘嬷嬷 叶黎 若云 楚子恒 银镇几日 若云道 姨母 你可是打算回去 救虾儿弟弟的父亲吗 红袖夫人文言 猛地抬头看向若云 云儿 你怎么知道 然后疑惑地看向刘嬷嬷 刘嬷嬷有些躲闪的道 夫人 我家姑娘 已经知道了 嬷嬷 怎么能跟云儿说这些事情 她还小 不应该让她知道这些的 红袖夫人有些焦急道 姨母 不要怪嬷嬷 嬷嬷嬷对我说这些 全是为了帮你 她想向我 求一些灵药和神兵力气来给你 若云说道 红袖夫人听了若云的话 想到自己伤得那么重 用若云的药 一个晚上就好了 必定是真奇的灵药了 刘嬷嬷原来是为了给自己求药啊 想到这儿 脸色才缓和一些 对刘嬷嬷道 嬷嬷 是红袖方才琴姐之下无礼了 我嬷嬷不怪 夫人不必如此说 夫人也是为了姑娘好 嬷嬷我醒得的 我还是要劝夫人一句 再休养几天吧 再说怎么的 也要给你背上盘颤和马车啊 你总不能就只身一人这样上路吧 不用了 还请嬷嬷给我备些干粮 和一匹快马就好了 红袖夫人说道 刘嬷嬷闻言还想再说些什么 却听若云开口道 姨嬷 其实这蛊虫的东西 我倒是了解一些 说不准 我还能治呢 若云这话一落 红袖夫人猛地抬头看向若云 紧张地一把抓住她道 云 云儿 你说的可是真的 当然 所以我打算这次跟姨嬷你 一块去一趟神殷山庄 不过需要过几天才能出发 姨嬷 你就安心在这里待几天吧 养好身体 那些人既然留张盟主还有用处 一时半会儿肯定是不会伤她性命的 若云说道 什么 你要跟我一块去 不行 我不能让你一身犯险 红袖夫人马上拒绝道 若云不但救了她 还帮她照料萧儿 她已经觉得很亏欠了 怎么还能让若云为她犯险呢 若云早就知道她会这么说的 姨嬷 你可知道金陵的城墙有多高 红袖夫人被若云这问题给问得愣住了 她不知道若云怎么突然这么问 但看着若云认真的样子 还是回答道 应该有百尺高吧 约为三十米 那城外的护城河有多宽呢 若云接着问道 大概有三丈宽吧 三丈约为十米 那 有这一目的武功 可有自信 夜间关了城门以后 从城外回到城里 若云问道 倒也不是不能 但是难度非常大 红袖夫人回道 那 再带个人呢 那肯定不行的 云儿 你到底是要问什么 红袖夫人急道 姨母 你就没想过 前天夜里 你在城外的破庙晕倒后 是怎么从城外 到了这城中的 铜去阁的房间里的吗 若云笑道 她此话一出 红袖夫人好像想明白了什么 顿时一惊 瞪大眼睛看着若云 不敢置信的道 若 若云 我不是你 后面的话 她说不出来 实在 太不可置信了 但是那天晚上 她的确是 只看到若云一个人 姨母 你说对了 就是若云那天晚上 带你回来的 你觉得这样的我 跟你去救人 有自保能力吗 若云问道 这怎么可能 你还这么小 红袖夫人震惊道 夫人不必震惊 若云自小失从高神 小小年纪 已经练得绝世神功 非我等能比呀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银震在一旁笑道 红袖夫人看向银震 她昨天已经从刘嬷嬷那里 大概知道了她的身份 比较神秘 你 说的是真的 千真万确 银震笃定道 可是罗尹纳斯 武功高强 而且为神狡诈 我担心云儿跟去 会有危险 红袖夫人担心得道 姑娘 不如让我跟红袖夫人 去救人吧 夜旁的夜离道 不行 夜离大哥 你再过两天 就要启程 去苍城迎亲了 这可是你跟江姐姐 一辈子的大事情 可不能耽误啊 再说 你还不相信我的本事吗 若云说道 夜离文言皱了这眉头 似是思考了一下 然后道 好吧 姑娘 那你早点回来 别耽误了参加婚礼 若云既然说她要去 那夜离也没什么可说的 就当是让姑娘出去玩耍一趟吧 若云的功力 她自己最是了解的 以前她对上姑娘 可能还有一拼之力 但是现在的姑娘 完全是深不可测 她相信自己的身手 现在在姑娘手下 走不了三招 其实夜离还是想多了 她现在连若云的一招都扛不住 毕竟修仙之人和凡人能一样吗 夜离 连你也同意姑娘去吗 刘嬷嬷责备地问道 她心里一直觉得有危险 不想让若云去 嬷嬷 那个罗尹我认识 她连现在的我都打不过 更不是姑娘的对手 你放心吧 夜离解释道 什么 你认识罗尹 红秀夫人更加惊诧 连声音都提高了 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就是风雨楼四大杀手之首 江湖人称 隐杀 夜离嘀嘀地道 又是风雨楼 这次轮到若云惊讶了 怎么又是这个风雨楼啊 让她猛然想起 当初月狼死之前的话 幕后之人很可能在宫里 那这次 这隐杀 想利用张如海 号令江湖中人 莫不是也跟宫中那边有关系 想到这儿 她赶紧看下严镇和楚子恒 这两人也因为夜离这句话 都深锁了眉头 上次若云告诉他们月狼的口供 他们就把这信息传到了宫里 皇上一直在命人暗中查探 却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这风雨楼 怎么此时又出来搅事 若云 到底是什么事情 怎么又跟风雨楼有关呢 银镇赶紧问道 他们到目前为止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这红秀夫人的丈夫 好像遭遇了不测 红秀夫人要去救人 他们本以为是一般江湖上的仇怨 没想到里面还有内情 听到银镇的话 若云还是先征求了红秀夫人的同意 姨母 如果这个罗尹 真的是风雨楼的杀手 尹杀的话 此事应该关系到一些宫里的事情 还请姨母允许告知表哥和尹镇先生 宫里 这么说来 这位少爷的身份 他没说下去 本来昨天他看到楚子恒 就觉得有些面熟 因为楚子恒长得有几分像皇帝 红秀夫人以前是见过皇帝不少次 所以那天看到楚子恒才会愣了一下的 他当时只是觉得有点相似 没有往那方面想 在下周家的外甥 周子恒 楚子恒回到 他这话已经很明显了 只要知道周家跟皇家的关系的 就肯定能知道楚子恒的身份 这红秀夫人 以前还跟贵妃娘娘见过面呢 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赶紧扶身拜下 红秀见过周公子 夫人不必多礼 楚子恒道 既然此事关系如此重大 红秀李当把事情说出来的 红秀夫人道 此时她眼看着此事牵扯大了 倒有一些欣喜 她一个人毕竟势单力薄 如果牵扯到宫中和朝上 有了官府的帮忙 就丈夫的希望还是会大一些的 让人带走了张霄 红秀夫人当着这几人的面 又细细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这期间非常详细地描述了 罗隐的相貌 武功露述 和她知道的一些生活习惯 讲完以后 若云看向叶黎 叶黎便道 听夫人的叙述 这个罗隐十有八九 就是隐杀了 她就是偏爱白衣 而且给人的感觉文静儒雅 腰间的那把折扇 便是她最爱的武器 哦 果然如此 那这人此次想要一桶武林 为她所用 到底是有何图谋啊 严阵眼放金光地问道 莫不是想利用这些武林中人 来帮他们完成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 若云猜道 很可能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啊 楚子恒握拳说道 几下礼一商量 众人都觉得 这件事情里面肯定有大阴谋 最后几人决定 三日之后 宋叶黎娶亲走了以后 由若云陪同红秀夫人 回到神音山庄一趟 就张如海 并且查探对方的目的 楚子恒和银阵留守服员 楚子恒自己是想去的 可他现在武功不行 而且是这个身份 去了以后还得让人保护他 倒是有些添麻烦的嫌疑 所以只能留在家里了 红秀夫人虽然焦急 若云告诉他 自己能治那个蛊虫 所以他也只能等着若云了 那天上午 他们就都返回服员做准备了 而金陵这边的事情 则都交给了周怀远和杜敬元他们 包括同去阁这边的重建 还有支卫防中毒事件 和同去阁着火事件 消弭这些事情的影响一些后续 就都让他们去筹划吧 他是看出来了 这几人的能力都不一般 交给他们还是挺放心的 为了防止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周怀远从周家调了一些侍卫 来维护同去阁的安全 春夜还是留在同去阁帮着杜敬元 就在若云他们刚出了金陵城的城门不久 甘家和陈家便炸了锅 他们已经发现了库房里的银子丢失的事情了 一夜之间 家里丢了那么多银子 而且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库房的门窗都好好的 根本没有被破坏的迹象 而家里养的那么多侍卫和护院 昨天晚上愣是一点风声都没感觉出来 这不得不让他们薪金呢 他们又不能报官的 因为陈家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得自度假的 来历有些不明 报官是很麻烦的 而甘家作为讲究门风和规矩的大家族出了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见家仇 只能把事情掩盖下来 悄悄地调查 他们就不信 这么多现隐 那些人能不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来 但是他们再查也注定是无功而返的 那些东西现在都好好地放在若云的空间里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查不出任何东西来的 这陈家和甘家的两家家丁查的时候 也都互相知道了对方家里被盗的事情 一夜之间 两家同时被盗 这是巧合还是人为呢 家丁们都回去报给了自家的主子 甘同志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对陈世荣这个未来女婿便不喜了 认为是她牵连的甘家也遭此意解的 本来她就觉得 这个女婿曾经入赘过度假 有点看不起她 要不是看在她还是个读书人 倒是懂些规矩 跟花姨娘又是亲戚 聘礼也算得上是体面的份上 免为其难答应的婚事 不过此时她再不喜陈世荣 这婚事已经对外宣布了 已经成了定局 没办法更改 她便叫人把陈世荣传唤过来 在书房里狠狠地训斥了她一顿 让她以后小心一些 不要再给甘家招惹麻烦 一点脸面都没给她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8集 陈世荣以前虽然入赘在杜家 杜家人对她都好 杜家的老太爷和老夫人 也从来也从来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 让她一直得到很多的体面和尊重 此时她虽说抱住了甘家的大腿 却被如此对待 虽然面上毕恭毕敬的 心里早已经对甘统治十分愤恨了 连带者对甘玉玲都有些意见了 而另一边 梅姨娘知道甘家和陈家同时被盗的事情 本来正在喝茶的她 当时茶碗都差点没拿住 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然后吩咐 以后不要再针对悠然居做任何事情了 她是个聪明人 一想就知道 这被盗的事情是悠然居的报复了 人家能在一夜之间 把两家的府里的十几万库银 都搬得一干二净 还能不惊动家里的这些侍卫和护院 这份能力简直是神来之笔 要是人家这份能力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 在甘府里杀个人 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其中要包括她和她的儿子 看来这悠然居幕后之人 肯定不简单 根本不是她所能抗衡 所以她选择了 及时收手 不再去招惹悠然居了 陈世荣被甘同时臭骂一顿以后 心绪难平 就连听说她来了 跑来跟她见面的甘月龄都没理会 就阴沉着脸回家了 回家以后 陈世荣就直接把自己关进了书房里 刚才在回家的路上 她冷静地想了想 发现这件事情不简单 并不是表面上看来的单纯的被盗案 甘家和陈家 一夜之间都被盗了 而这两家都跟悠然居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有关 偏偏是他们算计了悠然居以后 两家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让他不得不考虑 这事情跟悠然居有很大的关系 他倒是没往悠然居幕后之人那里想 他心里还是认为 悠然居不过是个做生意的 不会有什么大本事 他是觉得 这件事情是周家人派人干的 甘家跟周家同为大家族 所以甘家能明白 周家应该是不会有这种能力 神不知鬼不觉地 翻空甘家的故防的 即使是真有这种能力 那也是周家的大大的底牌 是不会为了悠然居 这么一点点的小事情暴露出来的 但是陈世荣不一样 在他心里觉得 这些大世家都是高不可攀的存在 而周家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是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所以他第一个想法就是 这件事情是周家做的 他自认为想通了这一点 心里更恨杜静元了 觉得杜静元这个贱人在中间挑拨 所以周家才会对他下手 更想赶紧置杜静元于死地了 周家已经表明了护着杜静元 所以他要想个更加周全的办法 来办成此事 一时间陈世荣陷入了民思苦想之中 先不提陈世荣怎么民思苦想 来害杜静元 先说四月三十这天 福原这边一大早就异常热闹 今天是要往仓城江家那边送聘礼的日子 夜里启程迎亲的日子定在了后天的五月初二 而这聘礼是要先一步打钱赞颂到江家的 夜溜时亮 装潢一新的马车在福原门口排开 全是青衣色的红漆外加大红绸子 远远地看去红彤彤的一片 十非喜庆 招惹了不少村里人来看热闹 人们就见福原的小厮 从门里一台一台地往外搬聘礼 然后整齐地往这边马车里面放 人们一台一台地数着 一台两台 老天爷啊 这都六十八台了 怎么还有啊 有人指着还在不断往外面搬聘礼的小厮们惊呼道 可不是说啊 这福原还真富贵啊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闺女能这么好命 嫁到这福原来 这你就不知道了 我听说是威震标局的掌上明珠 你吹牛也要看地方啊 不能瞎吹牛啊 人人都知道 这苏州城郑微标局的总标头 那是没有女儿的 怎么嫁来这福原呢 有人嘲笑 且 说你没见识 你还不信 还有脸笑话我呢 这郑微标局身为天下第一标局 那是在整个大厨都有不少分局的 你以为我说的是苏州郑微标局吗 啥 难道是金林的郑微标局 那可不得了 我听说那金林的郑微标局可是大得很 手下光标尸恐怕就有上百人呢 那人惊讶得到 我说你怎么这么小家子气啊 就不能往大出想 大出想 再大还能夺大 哎 你就别卖官子了 赶紧说吧 我跟你说 我有亲戚 在咱们苏州的郑微标局当打杂的 他说啊 这福原这次结亲 是跟郑微标局总号 天下郑微标局的总标头 江德江家联姻的 娶的就是江家唯一的女儿 人称江城民珠的江大小姐 啊 原来如此 那可真是了不得 是啊 你没看这些聘礼 都是由这郑微标局来押送的吗 这时突然有人惊喜地喊道 哎 终于搬完了 是九十九台 老天爷呀 一共九十九台聘礼 人群中因为九十九台这个数字 又一次沸腾了一番 这平时村里的百姓取亲的时候 那条件好的 也最多弄个十来台聘礼 条件不好的 也就三五台 更甚着 几斗米 几匹布就算了 这九十九台聘礼 而且台台都是装满了金银珠宝 磷锣绸缎 还有一些西行物件 那对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烟能不震惊啊 其实这九十九台 刘嬷嬷还不怎么满意呢 毕竟夜离现在被自家姑娘认了大哥 又是自家悠然居民面上的东奖 那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了 按照他的意思 准备个168台也不算多的 但是民间的聘礼和嫁妆 也都有要求和风俗的 一般讲究的是 男方出多少聘礼 那女方就要在基础上加上一倍 出多少嫁妆 民间婚礼规定是不能超过200台的嫁妆的 只能有公民在身的人家 婚嫁的时候才能有200台以上的嫁妆 江总彪头虽然威民远扬 但毕竟没有当官 只是一届白衣而已 夜离现在也没有官职 为了不让江家难做 刘嬷嬷才准备了99台嫁妆 这样女方的嫁妆之数 也就能在200台以内了 这次的聘礼是由苏州的威震标局 派人来押送的 服务员这边则是派得唐云成 秋风还有两个小司 扶贫和扶安跟着去打前站 装好了东西 夜离和楚子恒出面 又跟唐云成和苏州这边的总标头 寒暄了几句 到了此 一溜十辆披红挂彩的马车 在众人的羡慕的眼光中 就浩浩荡荡地启程了 这一溜送病理的马车 如此气派 是多少年都没有过的事情了 所到之处 无不引人为观的 一时间大家都知道了 服务员是要办喜事了 不少相熟的人家 都纷纷前来道喜 服务员也不吝啬 只要前来道喜的人 都好茶好点心地招待着 一时间 服务员到处充满了喜气的氛围 就连昨天才到服务员的 红袖夫人母子 也因为这喜气的气氛 暂时忘记了烦恼 脸上也带上了笑容 金家和镇上的贾家 听说了消息 第二天一早 也都赶来道喜了 这两家 最近可是在服务员这里 得到不少的好处啊 若云看他们知趣 就把加工厂 供应原料的事情 分给他们来做 这两家在这上面 可是赚得盆满钵满的 现在已然是把服务员 当成了财神爷了 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 贾欣欣来过服务员 做客一次后 发现了厨子恒 就是元宵夜 那个拿着花灯 让他亲目不已的 那个公子 便跟犯了花痴似的 三天两头往服务员跑 美其名曰 是来找若云玩耍的 其实就是想接近厨子恒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厨子恒却是特别地烦他 每次知道他来以后 就躲着不见 或是出门去 这假猩猩又不能 大张旗鼓地 跑到厨子恒的院子里找他 所以每次都来烦若云 弄得若云知道他来 就装病不见 时间长了 没有进展 假猩猩就开始 从别的方面下手 每次都缠着金梦雨 跟他一起来 拉着金梦雨 当他的挡箭牌 想跟厨子恒套近乎 金梦雨小姑娘 善良 却不傻 一来二去的 知道假猩猩 是在利用自己的 也就不理会 假猩猩的纠缠了 假猩猩来找他的时候 他就借故推辞 假猩猩无计可施 居然都开始 假意讨好他的竖姐 兼死对头 假小儒了 想利用李钦木 这一层关系 来打入浮原内部 接近厨子恒 但是假小儒 何等聪明 假猩猩从来都是 想弄死他而后快的人 居然开始讨好自己了 俗话说 反常即为妖 假小儒防他 跟防苍蝇蚊子一样严实 弄得假猩猩都做了白躬 气得他不知道 撕碎了多少好帕子 今天假猩猩听说 他爹要来浮原道喜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便硬是跟着他爹要过来 假大华见状 也把儿子假庆叔带了过来 假小儒因为要备嫁 就不让他出门了 到了浮原门口的时候 正好碰上 带着孙子孙女 前来道喜的金有财 两人乐呵呵地 结伴走了进来 门口浮祥 见假欣欣也来了 便赶紧偷偷找人 通知了东宏 通知了东宏 就等于报告给了若云 此时的若云正在陪 红秀夫人聊天呢 他怕红秀夫人心里着急 所以这两天 时时陪在他身边聊聊天 帮他缓解缓解紧张的情绪 等明天送走了夜离他们 他跟红秀夫人也要出发 去神阴山庄了 听到东宏来报说 假欣欣又来了 若云就忍不住 皱了这眉头 跟东宏道 找人看着他 别让他到处乱闯 东宏应声势便出去安排了 红秀夫人就问这是怎么了 若云就把假欣欣的行径 大略地说了一遍 红秀夫人文言道笑了 哼 这个女孩子 倒是挺有眼光的 看上了周少爷 不过啊 就他那出身 给周少爷当丫鬟都不配 周少爷这样的身份 身边的丫鬟 都是要选秀出身的 他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若云当然知道 假欣欣这身份 跟楚子恒是天上之别 而且就假欣欣那做作的样子 楚子恒看着就反胃 根本就不可能看上他的 但是听到红秀夫人说 选秀 便是一愣 选秀 什么选秀啊 姨母 她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你居然不知道选秀 红秀夫人惊讶地问道 随后脸色稍记道 也对 你母亲早逝 你又不受孙氏和祖母的待见 肯定是没有请人教你这些的 这选秀 便是为皇家选优秀女神的一种方式 分为大选和小选两种 大选是三年举办一次 凡是朝中四平官员以上 家里女儿年满十四岁者都要参选 皇上后宫的嫔妃和各位皇子的妃子 都要通过这选秀选拔出来 然后由皇帝下旨亲自赐婚 那些落选了的女孩子 就可以回家自行婚配了 这小选就是要每年选一次 由各个州府地方 每年从当地选择一些清白人家 年满十四岁的女子 送到京城去参加小选 这些小选出来的女子 会放到宫中和各个皇亲国戚家里 当宫女丫鬟 这些宫女需要在宫中值一十年 年满二十五的时候 就可以从宫中退役 这些退役的宫女们 除了可以带走自己这十年里的阅历 和主子们给的赏赐之外 还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安家费用 出来以后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因为在宫中 或者是皇亲国戚家里 学过良好的规矩 大多都是识文断字的 又有银子傍身 所以也会有不少人家求去她们 有些还能当上小官的夫人呢 有的人跟原主子关系好的 主子还会另有赏赐 或者替她们安排以后的生活 但是这条路看似风光 是一些贫家女破除命运 出人投地的方式 不过里面也蕴含着无尽的凶险 毕竟宫门深深 里面少不得一些 见不得人的龌龊事情 有好多人进宫以后 就没能再出来了 若云头一次听说这样的事情 不禁大吃一惊 四品官以上的女儿家都要选秀 那岂不是她也在这行列了 怎么还有这种事情 刘嬷嬷怎么从来没有说过呢 啊 那是估计刘嬷嬷知道的也不清楚 当年我跟你母亲都是没有参选的 所以她也不太了解 红秀夫人说道 为什么你们都没参选 你们不都是四品以上官员的女儿吗 若云问道 其实这个选秀 也是皇帝控制皇家 还有各个世家联姻的一种方式 跟朝堂上的一些事情 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有的人家如果不想让自己嫁进宫里 就会求得皇上的同意 豁免选秀的资格 如果这些人家 跟朝堂上的局势牵扯不大 皇帝一般都会同意的 红秀夫人道 我跟你母亲当年就是由各自的父亲 向皇上请求豁免了选秀的资格 可以自行婚配的 原来如此 原来还是可以豁免的 若云松了一口气 她可不想去跟一堆女孩子去被人挑选什么的 想到园在天边的父亲 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联系上他 让他帮自己求得皇帝的豁免 若云又突然想到了楚子恒 便问道 姨母 那皇上的后宫的嫔妃 和皇子们的妃子 都必须是要从选秀的秀女们中 挑选出来的吗 对 别说是他们的妃子了 就是身边的丫头和女官 都是要经过小选选出来的 所以我才说 这假惺惺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啊 红秀夫人说道 若云文言一愣 脸色也纠结了起来 那如果她以后跟楚子恒要是走到了一起 那就必须是要通过选秀了吗 那这事情倒是要认真考虑考虑了 红秀夫人看着若云的纠结 笑着捏了捏她的脸道 你就别想了 你呀是肯定要参加这选秀的 为什么 母亲跟您不是都能豁免吗 为什么我就不能豁免呢 若云急道 因为你这个身份啊 当年我兰家虽然是大将军 但是毕竟已经交了军权了 而且接亲的对象也不是世家大族 而是亲贵之家 所以皇上才同意给我豁免 而你母亲秦姐姐 当年为了给她豁免选秀资格 安阳侯府也是付出了很大的筹骂给皇帝的 而他接亲的对象你们白家 也是皇上的心腹 不会拉皇上的后腿 所以皇帝才会勉强同意了 但是你 你却不一样了 首先 你现在的身份比我们当初都高 你是御丰的安阳县主 而且 你父亲和你舅舅 现在都是手握实权 位高权重 你这个高贵的身份 加上这样的娘家背景 都是各家择席的头等人选 如果娶了你 就等于得到定国公和安阳侯的支持 所以 你的婚事 必须得要皇上做主才行 皇上肯定是不会豁免你的 红秀夫人分析道 被红秀这么一说 若云也马上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自己婚事 并不是简单的 你情我愿 接亲就好的事情 而是关系到 一些朝堂上的势力和权力了 要是自己是皇帝 也不会轻易豁免这样的人的 想到这儿 若云不禁满脸的郁闷 想着自己要跟一群 十几岁的女孩子来争强 还要被人当白菜豆腐一样 选来选去的 他就十分的不乐意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29集 红秀夫人知道她的心情 当年她知道有选秀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也是十分的不愿意的 便安慰若云道 其实这选秀 也没你想得那么可怕 你们不会当货物一样 被人选来选去的 也许一些官职低的人家的女儿 会受些委屈 但你们这些高门贵女 是会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的 与其说是选秀 不如说是比赛 秀女们会在宫里 比赛一些琴棋书画 女工 厨艺等东西 选出各方面都优秀的女孩子留下 被皇上赐婚 若云闻言 稍稍松了口气 这样还好一些 两人正说着话 丫鬟们过来说 金梦宇和贾欣欣 已经往东里轩那里去找若云了 若云只得跟红秀夫人告辞 回去东里轩 等着招待他们两个了 若云回到东里轩以后 等了好一会儿 也不见这两个人过来 便想派人去看看 是怎么回事 结果人还没派出去 刘嬷嬷身边的东子 却过来了 东子被东宏带进来 见若云的时候 小丫头虽然一脸色焦急 眼里却满是兴奋的神色 东宏见了 并调笑她道 你这小丫头 看你这神色 不知道又编什么坏水呢 东子一撇嘴不干了 张口脆声声地道 东宏姐姐 你可是冤枉我了 我这可是着急的呢 你可不知道 那今天来的贾姑娘 在花园里落水了 刘嬷嬷让奴婢 来请姑娘过去看看呢 说得虽然着急 眼里满是笑意 有一番幸灾乐祸的意味 她的话都是让东宏吓到了 落水 怎么会落水了呢 可是救上来了 人没事吧 东宏 你看着东子现在这番样子 就知道 那贾姑娘一定是没事的 不然她还有那心情 跟你聊天呢 若云笑道 还是姑娘会言如举 这贾姑娘已然救上来了 人是没什么事 就在咱们的湖边的暖房里休息呢 只是嬷嬷不放心 让奴婢来请姑娘过去 给她看看 东宏有条不紊地回答 小小年纪 口条倒是挺好的 先不急 你先跟我说说 这贾姑娘 为什么好端端的 就落水了呢 看你现在乐祸的样子 必定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若云问道 是姑娘 你听我说啊 东宏小嘴巴拉巴拉 把贾欣欣落水的经过给说了一遍 屋里众人听后 雾今乐了 这事情还跟厨子恒有关的 刚才呢 厨子恒带着天儿几个 还有刚来的张霄 在后面的花园里 学骑自行车 这自行车是新研制出来的 这次经过改进 车子变轻了 各项功能 经若云检测都已经达标 依然有了现代自行车的雏形 所以加工厂已经开始生产了 昨天给江家送的聘礼里面 就有两辆新做出来的自行车 验厨子恒的要求 他自己也得到一辆 有了这辆车以后 厨子恒几乎是 一有空闲就骑上几圈 连从莫运轩到慕心堂吃饭 都是骑着车来的 可谓是喜爱得不得了 因为今天张霄新来 几人就把自己的战车都推了出来 要给张霄看看自己的宝贝 当然了 除了厨子恒的自行车 天儿 尖根 明根的 都是三轮车 他们的三轮车 也都鸟枪换炮 换成了金属制的 车轮子也都换成了橡胶制成的 比以前那木制的 不但看着威风 而且能骑得更快 更轻便了 几辆车一字排开 几人同时跨上车去 在园子里这么一起 把张霄看得眼睛都移不开了 那是羡慕得不得了啊 他还从来没见过 这样厉害的东西呢 那要是出个远门 直接骑上这个车 比走路可要轻省多了 天儿看着张霄羡慕 便大方地让出自己的车 给张霄骑起 张霄兴奋不已 小心翼翼地坐上车子 在众人的指点下 开始慢慢地骑起来 正在大家 交张霄骑车的时候 有下人来报说 金家的老爷带着孙子孙女 贾家的老爷 带着儿子和女儿来拜见了 厨子恒作为男主人之一 是要去带客的 天儿他们 也是要去迎接他们的朋友 金小胖 金泽厚的 所以这骑车时间只得结束了 几人一块往前院走去 谁知道 几人刚走到后院的湖边的时候 迎面碰上了 来找若云的金梦宇和假惺惺 厨子恒远远看到假惺惺 就想赶紧躲开 谁知道这假惺惺眼疾手快的 依然发现了楚子恒 一下子就跑到楚子恒面前 还故作娇羞地 周哥哥 原来你在这儿啊 难怪我们刚才在前院 没有看到你呢 我爹爹跟我哥哥 已经在前院等着你了 听说周哥哥文采卓著 我哥哥的学识也是很好的 一会儿你们可以相互交流一下哦 他这话说的 要是不知道内幕的人 还以为他们两个人有多熟呢 楚子恒文言脸色也不好 便道 见过金姑娘和假姑娘了 假姑娘这身哥哥 我可当不起 还是称呼我的名讳吧 既然前院还有客人 那我就失陪了 说着对金梦宇点了点头 便带着几个小的就走的 贾欣欣本以为 楚子恒听了自己夸奖他 会很高兴地跟自己说呢 没想到楚子恒会这么回答 一下子愣住了 不知道说什么了 金梦宇见他不说话 赶紧行李道 周公子 几位小公子慢走 赶紧拽了拽贾欣欣 金梦宇刚才都替贾欣欣觉得脸红啊 这贾欣欣虽然跟楚子恒是同岁 可这贾欣欣却还比楚子恒大几个月呢 他却就这么厚颜地去喊人家哥哥 真是太丢脸了 贾欣欣被金梦宇拽了一下 才醒过神来 发现楚子恒已经走过去了 心下着急 他好不容易见到楚子恒一面 可不能就让他走了 赶紧转身喊道 周哥哥 稍等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可楚子恒就假装没听见 头也不回 禁止往前走 几个小的见楚子恒不回头 也都跟着不回头 眼看楚子恒几人就要越走越远了 贾欣欣一时情急 看到旁边的湖水 眼珠一转 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他故意往湖边走了几步 让人看着 好像是他要去追楚子恒他们似的 可众人就听到 哎呀一声 贾欣欣便失足滑落湖中了 楚子恒他们听到身后的落水声 也都注了足 回身的时候就看到 贾欣欣 神已经在湖里扑腾地喊救命了 金梦宇见到贾欣欣落到水里 吓了一跳 赶紧喊道 来人啊 救命啊 这种情况下 楚子恒他们是走不了了 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可楚子恒自己实在是不愿意去救人 要知道这男女瘦瘦不轻 他要是救了这贾欣欣 那他要是以清白来要挟他怎么办呢 但是不救人吧 这附近除了金梦宇和几个丫头 就剩下天儿几个小矛头了 自己是最合适救人的 看着狐狸挣扎得厉害的贾欣欣 楚子恒无奈地叹了一声 总是一条人命啊 自己救人的时候小心一些 不挨到他的身子就好了 便往湖边走去 湖里的贾欣欣看到往这边走来的楚子恒 眼里一抹算计得逞 他就是故意落水的 这里又没有别人 只要周哥哥救了自己 自己就可以以报恩为由 对他以身相许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正当楚子恒快走到湖边的时候 只听到天儿喊道 奔雷 闪电 赶紧过来救人 闻言 楚子恒一愣 然后就看到两个白色身影 快如闪电地从自己身边飞奔过去 然后又听到明干兴奋道 对呀 奔雷和闪电是会游泳的 哎呀 我怎么给忘了 刚才我差点跑去救人了 楚子恒一笑 可不是吗 奔雷和闪电这两个家伙都是会游泳的 让他们救人不是最合适不过了 天儿这主意真不错 其实天儿真没有别的想法 他只知道奔雷和闪电跑得快 游水也快 救人应该也很快 救人如救虎啊 奔雷和闪电确实挺快的 因为贾欣欣是从湖边滑落的 虽然在湖里挣扎了几下 但是现在离这湖边还不远 奔雷和闪电一跃而起 已经来到贾欣欣的身边 这贾欣欣 本来正满心欢喜地等着楚子恒 跳下水中来个英雄救美 然后自己躺在她的怀里 被她抱上岸边呢 没想到却看到 两个硕大的老虎头 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邓氏吓得她就惊声尖叫起来 这一叫就喝了好几口水 被呛得够呛 金梦宇看到贾欣欣 怕奔雷和闪电 便在岸边喊道 贾姐姐不要怕 奔雷和闪电是不会伤你的 他们是去救你的 你别紧张 金梦宇平时来服员 跟奔雷和闪电玩得挺好的 所以她根本不怕这两只的 可这贾欣欣不知道啊 金梦宇让她不怕 她越是怕 使劲地往湖里滑水 就是为了躲开奔雷和闪电 她这么一滑水 众人看出来了 这贾欣欣分明就是会有水的 那她刚才掉到湖里 死命地喊救命 装作一副不会有水的样子 是给谁看呢 不用说也都知道了她是什么心思 厨子恒冷哼一声 甩袖子走了 她就知道 这些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天天就知道耍心机 当然了 这些女人里是不包括云儿的 厨子恒有一个原则 那就是除了云儿 以及云儿看好的一些女性 剩下的女神 她一律要静而远之 厨子恒走了 天儿他们没走 毕竟人还没救上来呢 而且奔雷和闪电也还在水里呢 天儿让奔雷和闪电救人 那这两只的目标 就是要把贾欣欣救上来 贾欣欣越躲 两只就越追得厉害 众人在湖边的岸上就看到 两只老虎在水里追一个小姑娘了 这贾欣欣毕竟是个小姑娘 而且她也只会滑几下子水 并不熟练 没几下就已经脱裂了 奔雷和闪电追她还是很容易 没几下 她就被奔雷给叼着衣服 从湖里叼了出来 奔雷把贾欣欣叼出来以后 还非常得意地冲着岸边的天儿等人 晃了晃口中的人似的 仿佛告诉天儿 她完成任务了 被老虎叼住的贾欣欣 本来就已经吓得不停地尖叫了 被奔雷这么一晃 更是觉得一阵头晕脑胀 叫声高了好几个分贝 天儿看到奔雷叼住贾欣欣便喊道 奔雷好样的 你把她带过来吧 谁知道此时闪电却不干了 她看自己的哥哥完成了任务 而且还受到了夸奖 就有些小脾气了 冲着奔雷瞪着眼睛 乌咽乌咽地叫着发着脾气 奔雷一看自己的弟弟生气了 赶紧一口就把贾欣欣给吐到了水里 贾欣欣经过方才那些事情 本来已经又累又惊又吓 浑身都无力了 此时被奔雷吐了出来 整个人直接就拍在了水面上 又吓又疼 但她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想跑都跑不了了 奔雷则没有关注贾欣欣的感受 她只是抬着一只爪子 指着被自己放下的贾欣欣 冲着闪电也乌啊乌啊地叫了几声 仿佛是在对自己的弟弟闪电道 你别生气了 让你来吧 闪电见状才高兴起来 晃着大脑袋一口叼住了贾欣欣 这才如同一个胜利者一样 跟着奔雷回到了岸边 把贾欣欣吐在了地上 然后还用她的大头蹭着天儿 好像是在等着天儿的夸奖似的 天儿笑嘻嘻地拍着闪电的脑袋道 闪电也很棒 一会儿让厨房给你们两个准备绕骨头 贾欣欣已经因为又累又惊 又下又冷 已燃晕了过去 闻讯赶来的刘嬷嬷 则是看到地上的贾欣欣 赶紧让人把她送到湖边的暖阁里 拆了冬子来请若云给贾欣欣看看 若云听冬子说 这贾欣欣还晕着呢 便也不浪费时间了 带着人到了湖边的暖阁 给她整了整脉 发现这贾欣欣并没什么事情 晕倒是因为又累又下的 便让人给她熬了黄旗挡身汤 用来安神补气的 喝完汤再睡一觉就好了 这贾欣欣今天的事情完全是自作自受 贾大华和贾庆叔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也说不出来什么 只是一味地说给服员添麻烦了 贾欣欣五十醒来以后 自觉丢脸 又害怕那两只老虎 连吃午饭都没露面 在房间匆匆吃了几口 就催着父亲和哥哥赶紧回家了 金家的人倒是待到傍晚都没走 实在是这金小胖已经玩疯了 他爷爷让他回去 他就一拖二拖地不走 要不是最近金有才亲自抓他回去 他都想留下来蹭动晚饭了 第二天一早就是要送夜离去苍城迎亲的日子了 服员一早就开门迎客了 来的这些人都是刘嬷嬷提前拜托好的 要跟夜离去苍城娶亲的人 首先媒婆是不能少的 这次还是请的刘媒婆 刘嬷嬷还怕这次要出远门去迎亲 刘媒婆会不愿意去呢 没想到刘媒婆听说要去苍城迎亲 一路上车马住宿都是服员安排 回来以后还有六十辆的辛苦费 一口就应下来了 口中还直说 这真是脱了服员的福 让他老婆子还能出趟远门呢 看着刘媒婆是把这次的事情 当成了一次愉快的旅行了 刘媒婆的事情搞定了 就是一些随行的人缘了 未婚的姑娘家是不能参与这件事情的 已婚的嫂子 却是要有两位跟着去迎亲的 首当其冲 必定是李大的媳妇胡少梅了 另一个刘嬷嬷拜托的李清水的媳妇马氏 这两人听说让他们去苍城 帮着夜离迎亲的时候 都是吓了一跳 他们可是连苏州城都没去过的 一下子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既忐忑又兴奋 后来又听说自家的丈夫也会跟着去的 那才松了口气 高高兴兴地开始准备出行的东西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0集 李大李清木和李清水兄弟三个 是作为夜离的兄弟 也要跟去 另外苏彻也说了 他要跟着一块去的 他没有来福元 而是等夜离他们路过苏州的时候 跟他们会合 另外还派了四个小司 夜离身边的福智是一定要去的 还有福吉 福士 和福如三个 丫鬟也派了四个 在路上照顾媒婆 胡少梅和马氏的生活 是新采买来的小喜 小春 小彩和小霜 这些丫头在路上都听胡少梅的安排 这些人也是连人带马的 弄了三辆马车 四匹马 若云和厨子恒 带着福元的众人 都去大门口送行 厨子恒很想参与进去的 可他这身份是不适合去的 所以只能在福元里等着了 看着夜里等人的马车 渐行渐远 也就是若云跟洪秀夫人 出发去神鹰山庄的时候了 若云知道 洪秀夫人早已经等得心焦得很了 虽然现在福元的人走了不少 好在有刘嬷嬷负责管家 唐安明负责工程的事情 银镇负责家里的安全 再加上奔雷和闪电 也已经非常的勇猛了 若云倒也不担心什么 等夜里等人走了以后 若云也打包好行李 牵出他的宝马 在众人的不舍中和洪秀夫人 踏上了去神鹰山庄的路 若云的宝马是他从金城来的时候 放在空间里的那两匹中的一匹 这匹马开始长得有些棕白色的样子 可能是每天在空间里 吃空间的东西和空间的水 居然净化了 从棕白色慢慢地变成了雪白雪白的颜色 浑身皮毛光滑如雪如玉 让人一看就爱不释手 若云非常喜欢 便给这匹马起名叫白玉 成了他的座驾 红秀夫人这次骑的宝马 也是若云的空间所处 是后来若云买的 放到空间里养着的 这匹马虽然在空间的时间短 可若云买的时候 它就是一匹良居 本身的底子好 所以在空间一段时间以后 也是越发的神郡不凡了 浑身漠黑如断 洞如垫 鸣如雷 若云送给红秀夫人的时候 他非常的喜欢 其名叫做绝尘 取自一记绝尘的意思 若云骑着白玉 红秀夫人骑着绝尘 两人背着包袱就上路了 依若云现在的本事 直接带着红秀夫人玉剑飞去 那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可若云不想让人知道 他修仙的事情 而且他觉得 就这么一路上 骑马去神鹰山庄 还能当城市游历一番 两人快马加鞭 用了五天的时间 到了神鹰山庄所在的 大戒山脚下 打算在山脚下歇息 休整一晚上 第二天便上山救人 大戒山 位于胡乡府的西北地区 这胡乡府 位于大楚的南部 比苏州还要往南近千里左右 气候要比苏州暖和一些 此时这里已经花红柳绿 繁花似锦了 而大戒山就是胡乡府西北部的 一大片奇景归立的山脉 那是一片山峰连着一片山峰 风风高耸入云 远远看去 这片山脉几乎于天相接 加上郁郁葱葱的绿色 和那云雾缭绕的风顶 给人一种神秘而苍凉的感觉 这里的山脚下 也零零星星分布着一些镇子和村庄 人们世世代代靠着这山 还有从山上流下的水生活着 不过这些百姓 都是在山脉附近的边缘行动 从来不敢往深山里面走 因为里面生活着很多凶猛的野兽 神鹰山庄就坐落在 这大戒山脉的一座险峻的山峰上 这座山峰远远看去 撞似一只张开翅膀 异常神峻的大鹰 人称神鹰山 这神鹰山被几座连绵的山峰包围在里面 只有唯一的一条两峰之间可以通过 能到达神鹰山 它的地理位置有些特殊 并不算深山里面 但却是被几座山峰给挡在了里面 地形很隐秘 在这里生活的人们 很少往神鹰山上走 一是因为这神鹰山 已经被神鹰山庄给买下来 属于私人领地 他们知道神鹰山上住着厉害的武林神 都有些害怕 所以不敢靠近 另一个是因为 想要去神鹰山 必须要通过那唯一的山谷 而那山谷非常的悠长 渡城上太远了 人们没事的话 是不会去那里 据红秀夫人说 这神鹰山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说是很久很久以前 天圣的仙宫里住着一只神鹰 一直以来它都在仙宫里快乐地生活着 有一次 它因为贪嘴偷吃了玉帝的仙丹 被玉帝知道后大为震怒 便废除了它的仙树 把它贬下了凡间 神鹰被废仙树 遭受了重创 又经历了轮回之苦 到达凡界 当它落到地上的时候 已经成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鹰了 一个叫狗儿的孤儿 从那儿路过 看到了奄奄一息的小鹰 便把它捡回了家 神鹰看狗儿 骨瘦如柴 一副吃不饱的样子 以为自己被捡回去 会被狗儿给吃掉的 但没想到 狗儿不但没吃它 还把家里仅有的粮食喂给了它 从那以后 每天精心地照顾着它 跟它说话 跟它玩耍 俨然是把这小鹰 当成了自己的伙伴 神鹰非常感动 身体好了以后 也没有离开狗儿 而是留下来跟狗儿作伴 狗儿是孤儿 神鹰也没有亲人 这一人一鹰 就成了彼此的亲人 他们在狗儿那小茅屋里 一块生活着 村里人也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见这是狗儿养的鹰 便也亲切地称神鹰为鹰儿 这样村里人每天都能看到 狗儿和鹰儿两个 一个在地上跑 一个在天上飞 他们在村里快乐地玩耍 但是狗儿家里太穷了 他们每天都吃不饱肚子 神鹰决定要帮助狗儿 来吃饱肚子 它便带着狗儿 来到大戒山里 在大戒山里 神鹰帮狗儿打猎 打到的猎物 它们可以吃到肉 再把皮毛扒下来 卖钱 换米和油吃 慢慢地在神鹰的帮助和教导下 狗儿打猎的技术也越来越强 武功也越来越高 所以每天都能打到很多猎物 靠着这些猎物 狗儿的日子好过了起来 狗儿有了银子 并盖了大房子 还娶了个漂亮的媳妇 生了可爱的儿子 不过 狗儿即使有了自己的家人 还始终跟婴儿 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 它还是每天都和婴儿 一同吃饭 一同玩耍 一同去打猎 一人一婴 整天形影不离的 就连它的妻子和孩子都知道 它们的丈夫父亲 最在乎的就是婴儿了 神鹰也一直陪在狗儿的身边 看着它娶妻生子 跟它经历一些人生的风风雨雨 但是人有生老病死 几十年后 狗儿变成了老翁 婴儿毕竟是天上的神鹰 它虽然被贬下凡间 只要修炼够了它的因果 它还是可以再回到天上的 所以神鹰的岁月 还很长很长 它不会像人一样 只有几十岁的寿命的 狗儿只是个凡人 它总有死的那一天 几十年后 狗儿的大线到了 就在狗儿临死前 它抱着神鹰的脖子道 婴儿 我们做了一辈子的兄弟 我很知足了 现在我要死了 我的孩子们 就是你的晚辈 他们就拜托给你看骨 神鹰悲鸣一声 答应了狗儿的请求 狗儿含泪地离开了人世 狗儿走了 神鹰果然是遵照狗儿的遗愿 帮助着狗儿的孩子们 在神鹰的帮助下 狗儿的家族越来越大 越来越富贵 但是 却再也没有人跟狗儿一样 和婴儿那样亲近了 没有人跟他玩耍 没有人跟他聊天 神鹰每天只有自己飞到大界山上 在他跟狗儿曾经打过猎的那些地方 飞行 驻足 体会着当年的那些快乐时光 也只有狗儿的儿子 每隔几日会跟神鹰来说说话 而狗儿的那些孙子 虫孙子辈的 都远远地躲着神鹰 他们都害怕他 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狗儿的儿子也去世以后 就再也没有人理会神鹰了 而且 每次神鹰从外面飞回来的时候 他们甚至会把他 当成是入侵的鸟儿 用一些长长的竹竿来驱赶他 而狗儿当年在家里 给婴儿布置的那间宽大的屋子 也都被他的后背给占据了 神鹰回到狗儿的家族的时候 甚至连个容身的地方都没有 要知道 这里也曾经是他的家 是他跟狗儿合力 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的 现在他却 有家回不了 神鹰非常的伤心 有一次飞到山林以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只有每年狗儿的忌日的时候 人们会看到 他在狗儿的墓地上空 不断地飞翔 盘旋 鸣叫 日月轮转 时间长了 人们就渐渐地 忘记了神鹰的存在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突然有一天 大界山这里 连下了半个月的大暴雨 这样的大暴雨 引发了山洪的爆发 大界山那边的香水 如同猛兽一般冲垮了低岸 咆哮着 往这里而来 经过多年的繁衍 这里住的 大部分都是狗儿 还有那个村子的后人 他们看到这香水 喷涌而来 马上就要冲垮他们的家园 带走他们的性命了 所有人都害怕极了 他们哭喊着逃跑 可是人力怎么能战胜 大自然的力量呢 在这呼啸的洪水面前 他们挣扎都是渺小的 他们逃跑的速度 在洪水的速度面前 那是微不足道的 眼看洪水就要降临 就在人们绝望的时候 突然听到天空中 传来一声声巨大的 婴儿的悲鸣声 人们看到 偏偏一个大鸟的身影 从远处闪电般地飞了过来 有些老人认出来了 那是狗儿家的神鹰 神鹰飞到近前的时候 在空中围绕着 下面已经惊慌失措的人们 飞行一圈 然后仰天苍凉地提叫一声 就带着一股 势不可挡的气势 冲着那呼啸着 翻滚而来的洪水 冲了过去 看到婴儿的举动 有些人当时还在笑话 这只鹰太傻了 那么大 那么猛的洪水 怎么能是一只小小的鹰鸟 能阻挡得了的呢 但是 就在婴儿 跟那洪水撞击到的一刹那 人们感觉到了 一阵地动山摇的晃动 地面上传来巨大的震动 好多人都被震得跌倒在了地上 人们惊慌失措地 从地上爬起来 清醒过来的人们就看到 那呼啸而来的洪水消失了 在洪水来的方向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山峰 是那座突然出现的山峰 挡在了那洪水的前面 阻挡住了洪水清洗 人们也安全了 仔细看那座山峰 却发现 这座山峰像极了一只 张着翅膀站立的 微风凛凛的大鹰 好多人想到刚才的情形 想到了那只 想到了那只冲着洪水 冲过去的鹰儿 都赶紧跪下 对着那山峰拜道 多谢神鹰保佑 多谢神鹰保佑 现在他们才知道 原来鹰儿是一只不凡的神鹰 神们说 这神鹰利用自己这些年 修炼积蓄的所有神力 化作了这座巨大的山峰 挡住了洪水 保住了狗儿的后代 还有村子里的人 他是在完成 他对兄弟的承诺 自那以后 人们便为这座山峰 取名叫做神鹰山 而神鹰山的后方不远处 确实是那滔滔不绝的香水 香水被神鹰山 牢牢地阻隔在了自己的身后 保护着这一方的安宁 每年的春天 神鹰山的周围 都会来很多的大鹰 小鹰 它们穿过香水而来 围着这山峰飞翔和盘旋 然后在这里 栖心一段时间才会离开 人们说 这些鹰 是来这里祭拜它们的祖先的 而狗儿的后人 从那次洪水以后 就消失不见了 人们都不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不过 有的村民却说 在神鹰山附近 看到过他们出没 讲完了这个传说 红秀夫人还对若云说 其实狗儿的后人 是举家搬迁到了 神鹰山上住了 从洪水的事情上 他们知道了 神鹰是他们家族的守护神 有神鹰在 他们的家族就会繁衍不息 所以他们要搬到神鹰山上 世世代代在这里陪伴着神鹰 他们就在那里建造了神鹰山庄 而红秀夫人的丈夫张如海 就是狗儿的第十代后人 他们的儿子张霄 便是第十一代了 红秀夫人说 当初张如海跟她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还以为张如海在开玩笑 在她听来 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 一个民间杜撰的传说而已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 可当时张如海说得十分严肃 加上她本不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 平时都不会多说什么话的 这让红秀夫人都产生了 这件事情是真的的错觉 虽然当时点了头 但直到现在 她心里还是半信半疑的 要是放在以前 若云听了这个传说 那也一定认为张如海是在唬人 是在说谎 可经历了穿越 然后空间 修炼 还有小白的存在 让她不得不相信 这世界确实是还有一些神奇的事情的 所以张如海这话 她倒是相信大半的 心里对着神鹰山庄 也期待了几分 这些事情都是在路上的时候 红秀夫人讲给若云听到的 当两人来到大界山范围内的时候 已经是第五天的下午了 他们就打算 在这离着神鹰山不远的 北界镇 修正一个晚上 再打听打听消息 看看后面怎么行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1集 从福源出来以后 为了避免麻烦 若云就已经帮红秀夫人易容了 她的易容术 也是在空间的那些秘籍里学到的 修仙之人是用不到易容术的 他们想要改变容貌 只要使用法术就好了 甚至连身高和体型都能改变 空间里能有这本易容的秘籍 实在是不容易呀 据说这是天下第一高明的易容术 所以当时才会被先祖给随手收了进来 因为仓促间 若云只学了五成的易容术 不过这已经足够给红秀夫人改变面容了 经过若云的易容 现在的红秀夫人 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虽然看着还是很美丽 但是皮肤却更白皙了 脸上也没有了原来的英气和贵气 而是多了几分柔美和雍容 跟原来的气质和样貌都大有改变 即便是熟人也不会认出它来的 所以两人也没有什么遮掩 就这么骑着马进去了北戒镇 刚进了北戒镇 红秀夫人就敏锐地发现 这镇子好像与往日有些不同 这镇上仿佛来往的人比平时多了不少 这些人看着都是一些生面孔 他们面色各异 打扮不同 身上都有一股凶乏之气 还都随身带着各种不同的兵器 好像是一些江湖人等 这些人有的在酒楼里喝酒 有的在客栈里住店 甚至有些有仇的人 见面就开始当街寻仇了 若云和红秀夫人骑着马进入镇子以后 走了不远 已经看到两起当街动手的 这些人并不是平常斗殴 而是招招狠辣 欲夺人性命 非常惊险 但是路上的人们已不输阻止 甚至还有不少围观叫好的 这个淳朴的民间小镇 因为这些人的到来 倒是让百姓们都有些害怕和不安 人们脸上都带着紧张的表情 走路都贴着墙根 红秀夫人看着这场景 十分的惊疑不定 她不知道这些变化 是否跟神英山庄 跟罗隐 跟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关系 但是事情一定不简单 若云看着红秀夫人紧张的样子 给了她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 示意她先找个客栈落脚 然后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 两人互看了一眼 都没有多说话 而是继续往镇子里面走着 因为他们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 已经引起了一些手拿兵器的人注意了 他们这样的组合很怪异 古代女人很少单独出门 就连江湖女子也不例外 他们出门大都是跟父兄一块的 另一个实在是因为 他们的马太过神郡不凡了 凡是爱马之人 必定会注意到他们的 若云虽然不怕这些人 但也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两人更低调地往里面走 身上放出了一些内力的气势 那些蠢蠢欲动的人 感受到二人强大的气势 也都略微惊讶了一下 没想到两个女神居然这么强 收起了他们际遇的目光 没再有那些蠢蠢欲动的思想了 他们也都是明白人 这两人看着有几分本事 就不想去招惹了 万一碰上了硬茬子 也使他们自己吃亏丢脸 红秀夫人带若云来到镇上最大的一家客栈 客栈的伙计迎出来 若云扔给他一两银子 让他把马迁走 祭祷位最好的草料 那伙计平时的月钱也才二百钱 一下子收到一两的打赏 那是激动得不知道怎么好了 连连印道 就是他自己不吃饭 也会把这两匹马大爷照顾好的 若云和红秀夫人笑了笑 便走进了客栈里 两人进了大堂里以后 发现大堂里的那几张桌子上 此时已经坐了不少人了 人们各自为阵都在聊着什么 当若云和红秀夫人进门以后 众人的聊天声突然停了下来 齐刷刷看向了门口的两人 当人们看到是 一个女神带着一个小女孩的时候 好像都松了口气 然后又都壮丝无意地转过头 继续聊天了 若云和红秀夫人被这些人看得一愣 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 弄得两人都觉得挺莫名其妙的 此时客栈的老板迎了过来 看着是个女神带着孩子 便热情地对红秀夫人道 这位女侠是来住店的吧 里面请 里面请 红秀夫人闻言诧异地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女侠 实不相瞒 这位女侠 您这个时候来到咱们北界镇 而且手里还拿着宝剑 那肯定是跟这些大侠一样 是来神鹰山庄的了 这点引力劲都没有 在下还怎么做生意啊 那老板笑呵呵地指着红秀夫人手里的那把宝剑道 这老板客栈最近可谓是痛并快乐着 为啥呢 因为这个勉强能维持温饱的客栈 这几天生意突然好了起来 每天客栈里都能住好多客人 而且这些客人都出手豪爽 你要是伺候好了 好处大大的少不了的 这也是他开店好几年都没遇到过的好事情了 最近银子可真是赚了不少的 让他胆战心惊的是 这些客人们的脾气都不是很好 一言不合就敢在堂上动起手来 砸坏些桌椅板凳还是亲的 有时候连人都会跟着遭殃 躲避不及说不定还会哀上几下 他自己都被误伤了好几次了 所以这老板每天收银子的都非常开心 又每天都非常紧张 天天过得胆战心惊的 而洪秀夫人听了这老板的话 在这大堂上扫视了一眼 发现这些人随身都带着兵器 身上一股子沙发之气 一看就是一些江湖人了 便更惊讶了 问那客栈老板道 你说他们都是来神鹰山庄的 他们来神鹰山庄干什么 女侠 您就不用卖关子了 现在神鹰山庄上的事情都已经传开了 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了 这些大侠们都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那老板恭维的 若云和洪秀夫人听到这老板话里的意思 应该是神鹰山庄出现了问题 洪秀夫人更加焦急了 一把抓住老板就要问个清楚 话还没问出口 已经被若云伸手给拦住了 姨母 咱们还是先开房间住下吧 后面的事情慢慢说 若云说着拉拉拉洪秀夫人的衣袖 示意她看看大堂上的那些人 洪秀夫人扫了一眼 发现大堂上的不少人 都在暗自关注他们这里的谈话 便明白了若云的意思 松开了那吓了一跳的老板 笑了笑道 不好意思老板 刚才突然想到一点事情 吓到你了吧 那老板虽然是被吓到了 但这几天她也领教不少这种惊吓了 知道这些人不是她一个普通老百姓 能惹得起的 赶紧恢复了一下心态 强颜欢笑道 女侠多虑了 在下还好 还好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那就好 那就好 那麻烦你给我们开两间上房吧 我们要住店 红秀夫人拿出了一个十两的银垫子 放在柜台上 那老板本以为这两人会住一间的 没想到却是要了两间 这证明她还会多一份收入 又看到柜台上的银垫子 立马把刚才的惊吓给忘记了 欢喜地收了银垫子道 二位真是好运气 按照平时我们店里的上房 那是不少的 不过最近因为来的客人多 这不还只剩下最后两间上房 正给二位住吧 若云和红秀夫人文言也都一喜 他们看着这店里已经坐了这么多人了 还真怕没有上房了 竟然是运气不错 还有两间给他们 那好 你让人带我们过去吧 一会儿给我们送点热水来洗漱 红秀夫人道 哎 在下这就叫人带两位上去 这老板说着 冲着里面招呼着 我阿塔娘 出来一下 招呼客人了 那老板 看红秀夫人两个都是女子 便叫自家内人来招呼 还方便一些 听着客栈老板的呼唤 应声从里面走出来一个 穿着半旧桃红色衣裙的女子 看到若云二人便行了礼 热情地招呼他们 跟自己上楼 三人刚要转身 就听到有人进到大堂里 声如红钟喊道 老板 来三间上访 这声音特别大 整个大堂都回响着嗡嗡的声音 众人都情不自禁地转头 看向门口 只见门口三个如铁塔般的壮汉 大步走了进来 他们身高八尺有鱼 粗手大脚 眼如铜铃 口如玄钟 而且浑身都烫黑无比 虽然此时大界山这里气候还算温暖 可毕竟才只是春天而已 天气并不颜色 但是这三个人身上 却都是赤着膀子 身上只是随意缠绕着几根绿色的带子 下身也仅仅着一条 深绿色的裤子 三人骑步走了进来 手里都提着一根 类似于鱼叉一样的东西 走进了若云才发现 这三人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不但长得个儿一样 穿得一样 连动作 举止 和面部表情都非常的一致 应该是三胞胎兄弟 若云看他们的样子 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三人怎么看着 像现代他看过的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主角 这部动画片就叫做《葫芦娃》 只不过他们比葫芦娃大了好几号而已 这屋里的人看到这三兄弟进来 也只有若云能笑得出来 其他的都是脸色一变 有的不禁都窃窃私语起来 雷氏三怪 他们怎么来了 是啊 不是说他们生活在南海之边 很少来内陆吗 想也是听说了那消息赶来的 没想到他们三兄弟 对那宝物也感兴趣 是啊 有这三人加入 恐怕这次夺宝的难度 又加上了一成了 就在人们怯怯私语的时候 那客栈老板 被这三个铁塔般的壮汉给吓住了 愣在那里 并没有敢上前招呼 他很怕这三个 看起来很凶恶的人 怕他们一个不高兴 拿那个铁叉子给他一叉子 那他可就玩玩了 这三个壮汉 看到老板没有招呼他们 最右边的一个壮汉 便冲柜台后面的老板喊道 你就是老板 为什么不来招呼大爷 信不信大爷砸了你的客栈 说着 还挥了挥手中的铁叉子 老板闻眼更是害怕了 但是在三个壮汉的邓氏下 又不敢不上前 战战兢兢往前走了几步 说道 见 见过三位大侠 大侠 是有什么吩咐吗 那最右边的汉子听到掌柜的话 大嘴一脸 露出一个放肆的笑容 对另外两位壮汉道 大哥 二哥 我就说我们兄弟的威名 早已远扬四海了 你们看 就连这个小小的客栈老板 都知道我们是大大大侠了 而不是那些一般的大侠 哈哈哈哈 中间的壮汉文言也同时笑道 哼 老塞 你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被一个小老板一夸奖 就高兴成这样 我们三兄弟本就威武 还用得着别人夸吗 被说的那个老三有些不服气了 瞪着眼想要争辩的样子 可是想了半天 没想出辞来 此时最左边的那个大汉 却一脸不赞同地 对剩下的两个大汉道 老二老三 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 做人要谦虚 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我们的威名 你们怎么就是学不会呢 老二和老三听了大哥发话了 两人都老实了下来 苦着脸 对那为首的大汉道 知道了 大哥 听着这三人的一番对话 若云都忍得差点肚子疼 真是太好笑了 那掌柜的明明就是下的结巴了 他们却以为人家在恭维 他们的威名 真是三个四六不分的魂神 若云眼神扫向大堂里 发现堂上坐着的人 也都一脸的忍耐 努力地管理着自己面部表情 不让自己笑出来 看来这三个大汉 魂是魂了些 但应该是蛮厉害的 不然这些江湖人 也不会怕得罪这三个人了 都不敢放肆地笑出来 而此时恐怕也只有那个客栈老板 是真的想不出来的 因为他还直面着这三个壮汉呢 老板 给三位大爷弄三间上房 我们要住店 那个老大 在老板耳边开口道 声如红中 震得那老板耳朵里面 一阵嗡嗡地响 他却不敢有任何的怠慢 赶紧小心翼翼地道 三位 大大大大侠 小店最后两间上房 被这位女侠定下来了 现在已经没有上房了 普通房间 还有两间 两间 这一段话说的那掌柜 直冒冷汉 这老板也是个聪明人 刚才他听出这三个壮汉 喜欢别人称呼他们为大大大侠 便顺势而为了 啥 没房间了 普通房间 就只剩下两间了 那叫我们三兄弟怎么住啊 那个老三不满得道 因为声音太大 跟吼得似的 吓得那老板又一哆嗦 而与此同时 若云和红秀夫人 见语他们没什么事了 便举步打算上楼 谁知道脚步刚迈上楼梯 就听到那个老三喊道 喂 你们两个 慢着 若云和红秀夫人脚步一顿 转头看向了说话的老三 目光中带着疑问 他说是你们订了最后的两间上房 老三指着老板 对红秀夫人问道 红秀夫人不语 只是点了点头 那老三便大咧咧地说道 现在我们要跟你们换那两间房 我们要去住那两间上房 你们就住普通房间吧 说完很一脸的理所当然的样子 并没有一点不安和抱歉 红秀夫人文言暗暗有些着急 心里责怪那老板 怎么把他们给说出来了 这不是给他们添麻烦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2集 他是听说过雷氏三怪的名头的 他们三人是一母同胞的三胞胎 从小就力大无穷 败在南海老怪的名下学艺 武功也是极其厉害的 因为他们是三胞胎 所以默契极佳 三人单打独斗本就很厉害 他们的师父又为他们研究了配合作战 就是三人同时出手 利用他们的默契来变换战术和阵法 这三人配合起来威力大无穷 比他们单打独斗的时候 要厉害上好几倍 在江湖上少有神能敌 听说他们性情怪异 跟常人思路不同 做事全凭自己的喜好 虽然他们自称雷氏三侠 但是江湖人都私下里称他们为 雷氏三怪 他们一直是生活在南海的 很少出现在内陆江湖上的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其实那客栈老板也不是故意说出他们要祸水东营的 实在是一时紧张 说漏了嘴了 红秀夫人此时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同意对方的要求了 她怕这三个魂人为了争房间会不管不顾的对自己二人出手 她虽然知道若云功夫不错 但那里还是个小孩子 就怕他们两个人应付不了这三个愣头亲啊 若云看出红秀夫人的犹豫 便率先开口道 我们不换房间 此时大堂里的人也都停止了说话 静静地观望着这里 若云声音清脆 直接在大堂里响起 所有人都听到了 那雷老三听到若云的话 脸色一挠 睁睁脸如雷光一般叫开了 你这个小女王居然敢不听从三爷的话 看我今天不打得你屁滚尿流 说着就上前来要动粗 若云毫不畏惧往前一步 把红秀夫人挡在了身后 然后对着雷老三喊道 你敢打我试试 看我今天不把你踩在地上起不来 你们三个大男人要不要脸啊 居然还跟我们两个女子争房间 看你皮糙肉厚的样子 去睡那普通房间都嫌奢侈呢 还不如就在后院的马棚里 那里最适合你们了 这雷老三被若云这么一通说 顿时气得轻筋勃起 而他又嘴笨 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反驳若云的话 急得哇哇直叫 你这小女王真是气死我了 看我今天不打你一顿 我一定打你一顿 才能解了三爷的心头之恨 说着提起他那鱼叉 就往若云这边而来 红秀夫人见状 赶紧往前想把若云挡在身后 可却被若云暗暗一挥手 给送到了几步之外的柜台旁 若云已经看出了 这雷氏三兄弟虽然傻愣 但是功夫还是不错的 红秀夫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为了保护他 便把他送得远离了一点 那雷老三冲上来的时候 众人都为若云这小姑娘 捏了一把汗 眼见这个娇嫩的小姑娘 就要被雷老三的雨叉给打中了 但是电光火石之间 众人却看到 这雷老三根本连碰都没碰到 那小姑娘 而是被那小姑娘 不知道用了什么身法 一下子给踩在了脚下 此时就见雷老三面部朝下 整个人五体投地般 趴在地上哇哇叫 而若云则轻巧地站在 他那壮硕的后背上 还真是把这雷老三 给踩在了脚下 红秀夫人见状 才松了口气 眼里闪动着惊喜 没想到若云功力这么高 只是一招 就制服了这雷氏三怪的老三 而堂上众人 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无害的小姑娘 居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小高手 原来是他们看走眼了 现在看红秀夫人和若云的眼光 多了一些忌惮 雷老大和雷老二 看到自家三弟被人制住 面上一击 同时大喊一声三弟 然后抡起鱼叉 就要冲过来救人 若云并不理他们 而是对被自己踩着的雷老三道 雷老三 我刚才说要把你踩在地上 就把你踩在地上了 感觉怎么样啊 雷老三哼了一声 怒道 哼 那又怎么样 你刚才不是说 要把我踩在地上起不来吗 我这就起来 等我起来了 看我不打的你 满脸开花 哼哼 我说你起不来 你就是起不来 不信咱们打个赌怎么样啊 若云说道 打什么赌 雷老三问道 完全没有发现 自己已经被若云牵着鼻子走了 咱们就赌 我数十个数 十个数之内 你根本从我脚下起不来 你信不信 若云笑道 我不信 我雷老三根本不信 你这么个女娃娃 我一翻身就能起来了 手在这说大话 那雷老三完全不信 那好 咱们就赌这个 如果你十个数之内从地上起来了 算是我输了 我们就把我们的两间上房让给你们 而且房钱还替你们出了 但是 如果你十个数之内没有从地上起来 那就剩你说了 你以后见了我 都要恭敬地给我见礼 然后还得称我为姑奶奶 你敢不敢赌啊 若云说道 他也是因为旅途无聊 见到这葫芦娃三兄弟挺有意思的 想逗逗他们 我敢 还没有三爷我不敢的事情呢 我就跟你赌了 三爷我这次一定叫你输得心服口服 雷老三喝倒 然后又趴在地上 转头队已经冲过来 已经被若云打了几巴掌的雷老大和雷老二道 大哥二哥你们住手吧 这次不用你们出马了 我跟他赌了 今天一定叫他让出房间 正好咱们没带着钱 他还给付房钱呢 若云文言差点一口笑喷出来 这个三兄弟真是太活宝了 没带钱还敢来住客栈 而且张口就要上房 没有上房还大咧咧想跟他们换 他们哪来得这么理直气壮啊 若云不知道 其实这雷氏三兄弟这一路上都是这么住过来的 走的时候才跟客栈说没钱 客栈老板看他们三人如此凶恶 也都不敢追着他们要钱 所以这成了他们的习惯了 而那雷老大和雷老二听到雷老三的话都住了手 对着地上趴着的雷老三说道 老三 看你的了 一定要赢啊 若云见状 没想到这三兄弟还挺有笃性的 雷老三文言呵呵一笑道 哼 大哥 二哥 放心吧 全都包在弟弟身上 你们就等着住上房吧 若云文言 若云听了这话更想笑了 都不知道这雷老三的脑袋是怎么想的 这大庭广计 这大庭广众之下 数数有什么可作弊的 还非得让他大哥来数数 您正在收听的 雷老三 雷老三说道 哈哈哈哈 老三 算你聪明 知道大哥我会数数 说完 还一脸骄傲的样子 仿佛会数数 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似的 若云不禁翻了翻白眼 这三个兄弟真够 白痴的 不就会数个数吗 喂 小女王 开始吧 我被你都踩了这么半天了 你还想踩到什么时候啊 雷老三老实地趴在地上喊道 好像若云占了他的大便宜似的 哦 那就开始吧 那个雷老大 你开始数数吧 若云说着 哦 这就开始了 说着 雷老大亲了亲喉咙 然后郑重其事地 往前迈了一步 便抬着头开始数道 鱼 还别说 这雷老大 还真是会数数的 这数数还带着韵味呢 声如红钟 声音里还带着鱼韵 响亮 但又不失节奏 整个大堂都在回荡着 这一个一的声音 倒是有一种 现代的话筒的效果 还挺有磁性的 然后又喊道二 那个雷老三在若云的脚下 使劲地挣扎 运功想翻身起来 但是不管他再怎么用力 身子就像是被一座大山压住了似的 怎么都动不了 而随着时间的推进 雷老大已经喊道巴了 雷老三还是没有丝毫地进展 依然还是被若云牢牢地踩在脚下 若云不得不说 这雷家三兄弟 人倒是挺实在的 这雷老大数数 居然没有拖延时间 而是平常人的频率数出来的 虽然到现在数到八了 雷老三还没有起来 他也是着急了 但是数数的频率却没有变慢 还是原来的速度 在众人感觉漫长的等待中 雷老大终于数到十了 但是那雷老三还是没能起来 别说起来了 他身子就是连动都没能动一下 此时他趴在地上 已经浑身大汗淋漓了 可见 刚才他是多么卖力地想起来 若云依旧轻巧地站在他的背后 一副气定神贤的样子 对雷老三说道 雷老三 李大哥已经数了十个数了 你却还没有起来 你服不服啊 那雷老三喘着粗气 丧气地低吼道 愿赌服输 三爷我不是那输不起的人 今天这赌 三爷我认了 雷老三果然重承诺 那你就起来吧 说完 若云就从雷老三的背上走了下来 若云从他身上一下来 雷老三顿时浑身一松 来自背上的那巨大的压力就消失了 他伸了伸腿 发现自己能动了 便笨拙地爬了起来 走到若云跟前 穿着粗气道 拜见姑奶奶 既然我雷老三输了 那我就认了你这个姑奶奶了 若云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对已经看呆了的客栈老板道 给他们开了那两间普通的房间 再送些好吃好喝的 账算在我们房间就好了 那客栈老板被老板娘拉了一下 赶紧恭敬应了声势 看向若云的目光带着一些好奇 还有一些敬畏 他想不到 这个看起来 他一只手就能推倒的娇俏小姑娘 怎么会轻松地踩着那个 如铁塔般的大汉起不来的呢 若云笑了笑 没说话 而是用眼光扫了一圈大堂上坐着的人们 那些人都在观察着这里的情况呢 被若云这么一看 本来寂静的大堂 人们全都装模作样地看向了一边 或是装作跟其他人说话的样子 大堂又恢复了刚才的热闹 若云便笑着对红秀夫人道 姨母 那我们上去休息吧 便拉着红秀夫人 试验那客栈老板娘带路 而三人刚上了几节楼梯 就听到雷老二在下面抱怨道 老三 师父不是早就说了 不要轻易地招惹女人 你看看你就是不听话 这不是吃了亏了 真是笨蛋 老三也郁闷地道 师父说的话从来都没有准过 谁知道他这次说准了呢 好了好了 别嚷嚷了 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 那小女娃还给咱们付了房钱 管了吃住咱们好久都没大块吃肉了 一会儿一定叫这老板送过来 再弄几坛子好久 有酒有肉 老三 你被这小女娃踩一踩 也算值得啊 那老大兴奋得到 雷老二和雷老三文言 也都咧开嘴笑了起来 若云听到这话 本来正在上楼的身子 差点一个亮枪踩空了楼梯 他不得不再次感叹道 这三兄弟的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不过他还是嘱咐老板娘 满足这三兄弟的要求 回头都是他来算账 因为他能看出来 这三兄弟虽然有些傻愣 但是性子倒是单纯 不是什么恶人 那老板娘送若云和红秀夫人 进到房间的时候 若云没有马上让他离开 而是拿出一锭银子 向他打听 为何北界镇会出现这么多江湖人 这件事情跟神鹰山庄 又有什么关系 老板娘看着塞到自己手中的 那锭银子满脸笑容 二位请稍等 我去给二位提壶茶水和点心来 先让两人喝点热茶 吃点东西 然后二位直管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若云点头就让他去准备了 发现这老板娘还是挺爽力的 不一会儿老板娘就提着茶水 拿着一碟点心上来了 给两人上茶水 然后才开始说起来 原来在几天前 这镇子上 陆陆续续来了不少江湖人 小镇子平静惯了 突然来这么多生面孔 而且还都是厉害的角色 让人们都很担心 尤其是他们家的客栈 这些人选择住在这里 是不是还会打架斗殴 弄得两夫妻胆战心惊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来这么一堆人 但是客人来得多了 他们从这些人的自理行间 也听出了一些东西 让他们惊讶的是 这些人都是冲着神鹰山庄来的 而他们也才知道 原来在神鹰山上的 神鹰山庄里面 居然住着当今的武林盟主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都不知道神鹰山庄上 居然住着这么一个大人物 他家还给神鹰山庄送过菜呢 而这些人 就是应武林盟主的邀请 前来参加一个什么赏剑大会的 好像这把剑叫什么逐日剑 看那些人一说这把剑 都两眼放光 好像是一把很厉害的神兵利器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据说还有不少人没有受到邀约 但是听到消息也都赶过来了 就是为了瞻仰一下 这逐日剑的风采 而这赏剑大会 就定在三天后举行 到时候神鹰山庄将会大开庄门 迎接来自四海的英雄豪姐 还据说这把逐日剑非常的厉害 这剑有自己的灵性 只有与剑有缘的人才能驱使他 而张盟主虽然得到他以后 却迟迟不能令他认主 张盟主觉得如此神兵 须得有一个有缘神才能得知 不然就会令明珠蒙尘 所以这次来参加赏剑大会 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要找到一个 能够令逐日剑认主之人 凡是来参加赏剑大会的人 均有一次尝试让宝剑认主的机会 如果这柄宝剑 能够认其中任何一个人为主 那张盟主愿意把这宝剑 赠送给这个有缘人 这个消息一出 江湖上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人都想瞻仰一下 这宝剑的风采 人人都想得到这柄宝剑 那就等于得到了绝对的力量 所以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在这小小的北界镇 聚集这么多江湖人等了 这其中绝大多数人 都是冲着这次认主的机会来的 人人都想能被这宝剑认可 这样不仅可以得到宝剑 还能扬民江湖 而神鹰山庄为了显示他们的公平公正 所以在赏剑大会开始前 不会接待任何人 其中也包括了跟神鹰山庄一些关系好的江湖人 只有赏剑大会开始当天 才会迎接这些前来参加的神进入山庄 所以这些来得早的人都会在离神鹰山庄最近的北界镇住下了 等着大会的召开 所以北界镇才会有了这么多生面孔的江湖人 据说隔壁的几个镇子也住着不少的人呢 而每一个进来北界镇的神 他们都很注意的原因是 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实力来跟他们争强宝贝 客栈的老板娘只知道这些 这还是他们那些住店的客人的直言片语中总结出来的 不过这些已经基本上为若云和红秀夫人解惑了 等老板娘离开以后 红秀夫人才皱眉道 主日剑 据说是上古神兵 但我从来没听如海说过 他得到过这把剑 我肯定我们神鹰山庄根本没有这把剑 这赏剑大会 肯定是罗银等神的阴谋 的确是如此 我想他们是想利用宝剑的名头 把这么多江湖人都吸引过来 然后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若云笃定的道 要说这赏剑大会赏的是别的东西 若云可能还会考虑一二这东西的真实性 但是偏偏说是逐日剑 若云便笃定 这赏剑大会一定是有猫腻的 因为这神兵逐日剑不在别处 此时正好好的在若云空间里放着呢 他可以肯定自己空间里的那把是真的 那么试问 这神兵山庄里怎么还会有一把烛热剑 确实 说不定他们这次的目的 就是想了个办法 让众位江湖之人 臣服和听命于他们 莫不是 若云已经被那蛊虫给控制住了 所以他们才敢如此大张其顾地 邀请这么多人 前来的 红秀夫人想到这个可能 十分担心丈夫 顿时脸色有些发白 姨母放心 我判断 他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控制住张盟主的 若云说道 云儿 怎么判断他 姨母 您想想 如果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住张盟主了 那为什么还不让这些被邀请的人去山庄里做客 而是要等到三日后才能进去山庄呢 他们这是怕这么多人去了 但是山庄的盟主张盟主 还有你这个女主人都不在 根本没有人出面招待这些人 是怕引起人们的怀疑呀 若云分析道 他们不是说 为了公平和公正吗 应该是怕提前接待这些人 有些人到了山庄 介遇竹之剑 会提前动手抢夺竹之剑呢 红秀夫人说道 姨母 可知 何为竹之剑吗 若云问道 只是听说这把剑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兵 威力无穷 但是具体为何 我也不清楚 红秀夫人回道 这主日剑我倒了解一些 其实这主日剑并不是一把单纯的剑 而是上古神兵 太阿剑的一块碎片 这太阿剑又称为指天剑 是归上古大能天剑老人所有 这太阿剑是黄金色之千年古剑 其内蕴藏无穷之力 为斩妖除魔的神剑 在第二次仙魔大战之时 被天魔的玄龟盾阵断成三节 后散落凡间 这三块碎片则化成了 竹日 奔月 追星三小剑 传言说 这三柄小剑 就是始皇帝宝藏的秘史 得知者 可得天下 而咱们现在说的这竹日剑 便是这三小剑之一的竹日剑了 据说这太阿剑 本来是分为三系的 分别是阳刚 阴柔 连星 三种系别合成的太阿剑 而这竹日剑 则是三系中分离出来的 刚阳之力化成 据说天地间的光明 全由其控制 一灰天昏地暗 二灰日全无光 三灰可激发其全部力量 这竹日剑如此的神奇和强大 肯定是那些追求强大武力之人 最为渴望得到的 只要谁能得到这竹日剑 就能得到超级强大的力量 所以在神音山庄 品鉴竹日剑的消息一经传出 就引来了这么多江湖人 前来神音山庄 看来这次风雨楼 锁图飞翔 他们这是想利用这次机会 把在天下的江湖人士 一网打尽呢 若云感叹道 红秀夫人听到若云的介绍 连连吸气 没想到 这竹日剑竟然如此强大 就连我光是听听都非常地向往了 更何况那些崇尚武学的江湖人了 云儿 可是真有这把剑吗 如果这把这么厉害的剑 真被罗银等人得到了 那可就麻烦了 红秀夫人十分地担心 这罗银本来武功高强 如果再得到这把剑 那他简直就是如虎添翼了 以后这天下 没几人是他的对手了 姨母放心吧 我敢肯定 他们并没有得到主日剑 若云道 哦 云儿 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呢 其实不瞒姨母说 这把主日剑 我是见过的 它现在变在我的师父手里 所以罗银他们 肯定是没有真正的主日剑的 这只不过是 他们哄骗那些江湖人 来此的一个借口罢了 若云并没有说 主日剑在他这里 他不是不相信红秀夫人 而是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什么 主日剑在你师父手里 天下竟然真有此剑 云儿 你说的可是真的 红秀夫人不敢置信地问道 千真万确 我还亲眼见过呢 所以姨母就放心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那会不会是他们从你师父那里得到的呢 红秀夫人又担心地问道 万一是罗尹在若云的师父那里抢的怎么办呢 肯定不会的 我师父不会把主日交给任何人的 而他们从我师父那里抢到 不是我想看他们 就是十个罗尹也不会是我师父的对手 所以想抢到主日那也是不可能的 这点姨母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若云笃定得到 这逐日现在好端端地在他空间里呢 其实在空间里 若云早已经注意逐日剑多时了 这把剑自带阳刚之气 在空间的兵器库里 那么多宝贝里都隐隐透着不凡 但是这把剑并不适合若云用 倒是挺适合楚子恒用的 楚子恒练的也是日月轮转弓 这逐日剑的能力正好能配合他的弓法 所以若云早就打算 以后把逐日送给楚子恒的 红秀夫人听到若云说得这么笃定 也略为安心了一些 又问道 云儿 这太阿剑分成了三块碎片 这逐射剑被你师父得到了 那你知道另外两把剑的下落吗 听到这上古神兵 他也十分的好奇 这奔月剑 据说在女娲娘娘手里 据说吸收了造化之力 被女娲娘娘炼化了 成为了他的随身兵器 玲珑剑 而这追星剑最为神秘 至今下落不明 若云回道 红秀夫人点了点头 她也并没有要找到这两把剑的意思 毕竟那是太神奇 太遥远的事情了 咱们现在既然知道了 他们这赏剑大户是假的 那咱们要怎么办呢 红秀夫人问道 我看 咱们也不如三日后 也伴走江湖人 前去神鹰山庄 参加这赏剑大会 到时候再看看 他们有什么阴谋 如何 若云说道 也好 反正他们现在 也不开山庄的门 而神鹰山庄地处隐蔽 居高临下 想要潜入 也不那么容易 咱们不如就等三日后 跟着众人正大光明地走进去 再做打算吧 红秀夫人赞同道 若云也点头 她倒是不怕 难以进入神鹰山庄 她想要进去 那是非常简单的 主要是她想看 罗尹那些人 到底有什么阴谋 如果她现在行动 罗尹的计划 遭到破坏的话 那她可能就不会 继续下去了 所以若云还是打算 等一等 不要打草金蛇的好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先不提若云 他们在这北界镇上 住店的情况 先说说金陵城里的情况 金陵城 甘家 梅姨娘的院子 此时已经深夜了 梅姨娘的房间里 还有微弱的烛光亮着 而房间里 此时没有别人 只有梅姨娘 一个人在屋子里 梅姨娘坐在她平时 喜欢坐着的那张贵妃榻上 脸色阴悦而紧张 再也没有平时的那种淡定和柔弱 取而代之的是眼底的惊慌 和面上的殷勤不定 她在思考 思考到底要不要做那件事情 如果做了会怎么样 如果不做又会怎么样 但是她想到 她如果不按照那个人的吩咐做事 会不会出现那些后果 她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颤 拳头紧紧地握住 牙齿咬着嘴里的嫩肉 指甲也都陷到肉里了 她这些年是过得太安夜了 已经淡忘了当初的那些可怕的事情了 此时那人的突然出现 让她回想起了原来的记忆 她知道她必须要做 不然那后果不是她能承担得了的 梅姨娘为什么会如此紧张纠结呢 起源于三天前的晚上 那天晚上 梅姨娘吃完晚饭后 就开始等甘同志 直到快入夜 也没等到答应要过来陪她的甘同志 便发了一通脾气 让人去查查看 甘同志到底去了哪里 回来的丫头报说 老爷被大夫人给她准备的 一个同房丫头给勾走了 今天晚上应该是不会来了 听说那同房丫头也是兽马出生 而且长得极其美艳 唱歌 跳舞 诗书 字画样样都会 最关键的还是二八年华 比梅姨娘年轻不少 这个消息让梅姨娘大怒 那个贱妇 人老朱皇 逃不了男神的欢心 居然学会了买通房丫头 来为她稳固她的地位了 这是岂有此理 梅姨娘一把就把茶杯摔在了地上 口中骂得贱妇就是大夫人了 还好地上铺着厚厚的毯子 那茶杯并没有摔坏 一个丫头赶紧战战兢兢过去 把茶杯捡起来 梅姨娘看着那丫头捡茶杯 口中喃喃自语 突然又优雅地笑了 呵呵 以为这样就能跟我斗了吗 还真是幼稚得可以 然后就挥挥手 上屋里伺候的人都下去了 她自己则靠在床边 脑子里思索着 怎么把那个通房丫头弄死 这种事情她以前也没有少干的 甘同志的后院 以前可不止就这么一个夫人 两个姨娘 当初还是有好几位 如花似玉的姨娘呢 但是自从梅姨娘进门没几年 那些曾经得宠的姨娘都死得死 犯了错被赶走的赶走 还有发疯的呢 也只有大夫人出身民门 娘家厉害 她不敢轻举妄动 一直跟大夫人在暗中较劲 不过多年来 大夫人明里暗里 也吃了不少她的亏 而花姨娘 却因为只生了一个女儿以后 大夫人说她以后不能再生了 而且她年纪大了 也不得宠 又生不出儿子 所以梅姨娘才没动她 正在梅姨娘认真想计策的时候 突然感觉一阵怪风吹过 然后 屋中的窗蔓一阵晃动 梅姨娘顿觉有意 立马惊醒 却看到 窗蔓后面 居然隐隐约约地站着一个人 谁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赶紧给我出来 梅姨娘看到那人影 并没有害怕 而是坐直了身子 双眼凌厉 冲着那里历声喝倒 梅姨娘话音一落 只听到一阵同龄般的娇笑声 梅姨姐 夜别今年 别来无恙啊 然后就看到一个 穿着黑色包衫静装 身材高挑 梳着一根利落的高高独变的少女 双手抱胸 从那窗蔓后面懒洋洋地走了出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4集 梅姨娘看到这个少女的时候 顿时浑身一震 眼底竟然省过一丝惊慌 赶紧从床上站起来 走到那少女面前 行礼道 拜见岳无大人 梅姐姐无须多礼 咱们姐妹多年不见 妹妹我 还是想念姐姐 想念得紧呢 那少女身手 虽说扶起了梅姨娘 而且还说着寒暄的话 但却没有一丝想念的表情 眼底全是冷然 梅姨娘听了这话 却还是不敢怠慢 恭恭敬敬地行完了礼 才道 多谢岳无大人惦记了 不知道岳无大人此次亲自前来 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吗 这些年 姐姐在这金陵 替主上办事 着实辛苦了 主上让我带来话 姐姐的辛苦 她都看在眼里 那个岳无大人说道 梅姨娘 成皇成孔的单膝跪地 冲着金钟的方向拜祷 为主上尽力 书遇 万死不辞 梅姨娘全民梅书遇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是她心里是一阵心慌 这些年 她虽然还是会收集不少情况 报告给主上的 可当了这甘家姨娘 享受惯了 也不像以前那么尽心了 此时见着岳无大人这么说 难道是她主上 要责怪她了吗 那岳无大人 见梅姨娘拜完了 才说道 姐姐 赶紧起来吧 这里救咱们姐妹 没有外人 就不要这么拘谨了 看到岳无这么说 梅姨娘心里略微定了定神 站起来 对岳无道 是 岳无大人 请这边坐吧 那个岳无点了点头 然后坐到了一张桌子旁边 此时 屋里的微弱烛光打在她的脸上 看清她的面容 是一个长相极其明艳可爱的少女 肤白唇红 双眼明亮动人 如果叶离在此的话 肯定会认出来 这个少女便是风雨楼四大杀手的最后一人 江湖人称美魔女的岳无 估计夜里万万也想不到 这魔女会跟甘家的梅姨娘认识 而且看起来还是上下级关系 两人落座 梅姨娘没有了平时那种嚣张的神色 而是恭敬地给这美魔女倒了杯温茶 岳无大人 请用茶 美魔女邪腻了夜夜梅姨娘倒的茶 却没有动 而是侧着脸开口道 我这次来是主上有事情要交代给梅姨姐姐你来做 梅姨娘听到这话 赶紧放下茶壶 恭敬地站了起来 一副听命的样子 主上知道这些年 姐姐在这江南为主上培植了不少的地下烈量 主上很是欣慰 主上这次吩咐姐姐 要你这次 哪怕用尽这些力量 也要杀一个人 美魔女一字一句地说道 梅姨娘文言大吃一惊 她进了干家十一年了 而这些手底下的力量 也是她用十一年的时间精心培育的 这些下属 每天都为她收集着江南各处的情报 而且她还利用这些力量 为自己办了不少事情 让她在干家内宅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主上突然要她不惜一切力量杀一个人 那看来 这个人真的是非同小可了 不知这个人是谁 大人可否告知 梅姨娘问道 你无需知道这个人的身份 你只要知道 你要杀的是谁就行了 说着 美魔女从身上抽出一张纸来 递给梅姨娘 梅姨娘接过那张纸打开 看到上面的一个人的画像 这画像上是一个少年 光看着画像就知道 这少年长得就极其地俊逸出色 而且浑身上下还散发着一种 与生俱来的贵气 尤其是那一双眸子清澈明亮 仿佛是能看到人心里去 梅姨娘看到这画像 心颤了一下 然后问道 岳吾大人 这就是目标吗 不错 正是这个人 你可要记清楚了 事关重大 不要弄错了 是 书玉知道了 不知岳吾大人可否告知 此人现在何处 嗯 可以 李富尔过来 我来告诉姐姐 美魔女对梅姨娘说道 梅姨娘闻言走进了美魔女 美魔女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 与毕 梅姨娘惊讶地瞪大眼睛 没想到居然是在那里 看来这件事情还真棘手啊 她手下可没这么厉害的人物 能对付得了对方呢 美魔女看她表情 脸色便一沉 冷声道 怎么 你不想做吗 不是 不是 绝对不是这样的 岳吾大人 实在是 我知道 那里有着武功非常高强之人 恐怕我手下那些人 不是对方的对手啊 梅姨娘赶紧解释道 哦 此话怎讲 你跟他们有接触过 美魔女 语气有些急促地问道 梅姨娘没办法 只能把前几日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美魔女听完之后 冷声轻蔑道 哼 蠢货 就凭你们 也敢去招惹他们 梅姨娘不敢吭声 美魔女见状便道 你放心吧 他们那里现在最厉害的高手 已经出门了 你有七天的时间 如果再晚 恐怕她就回来了 你就不好动手了 虽然现在那里 还有一些高手守护 不过 你多带一些人手 应该能够应付 至于那你现在留下的 最厉害的人 到时候 就给我来应付就好了 梅姨娘闻言松了口气 连连应试 美魔女便站起身来 坐视欲走 梅姨娘赶紧恭敬她 恭送岳吴大人 走到门边的美魔女 突然顿住了 背着身子 对梅姨娘道 主上知道这些年 姐姐过得安夜了 或许已经没有 以前的冲劲了 不过主上听说 你还有十岁的儿子 美魔女说到这里 顿了一下 梅姨娘听到 提到自己的儿子 顿时吓得赶紧跪在地上 承诺道 请主上放心 主上的命令 属于莫甘不从 很好 主上说了 如果姐姐这次 能完成这个任务 她会赐给你的儿子 一套绝世功法 她现在十岁 练起功来 也不算晚呢 美魔女放缓了声音道 多谢主上大恩 疏欲万死不辞 很好 那美姐姐 妹妹我就告辞了 说着 头也不回 到了刚才 她站的窗门后面 然后 便从那窗门后面 消失不见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 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感受到美魔女 已经早了 梅姨娘 这才从地上 愣愣地站起来 看着这一世的冷清 如果不是桌上 刚才倒的那杯茶 此时还冒着热气 她都以为 刚才那是自己做梦了 这么多年了 主上都没联系过她 而她也只是每个月 会传些密信到京城 没有什么大风大浪 生活过得很安逸 这些年 她已经适应了 后宅女子的生活 跟夫人小妾们争争宠 互相算计算计 教养教养儿子 并且为了她以后做打算 她以为她后半辈子 就会这么过下去的 没想到这个人 突然出现了 美魔女的出现 打乱了她的生活 让她非常地担心害怕 她知道 这个任务 根本不是美魔女 说得那么简单 主上宁肯放弃 江南所有的私下力量 就是为了杀这个人 这个人会是这么简单的人吗 会是那么容易杀的吗 答案是肯定的 肯定不会是那么简单 何况那里还有着 不为人知的高手 非常的厉害 都能不动声色 取走干陈 两家所有的现营 至今让他们 查无所获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手段 她自己连带着 自己那些手下人 都不是那些人的对手 经过前几天的事情 她本不想再去招着人家 没想到主上 偏偏会下这样的命令 她却必须要面对了 她知道 如果她任务失败了 她可能就是死 但如果她敢违抗 主上的命令 不去执行那任务 那么她也得死 甚至生不如死 她不怕死 但是她的儿子还小 她还没有看着她成亲生子 她怎么忍心扔下她 刚才美魔女 已经拿儿子威胁她了 说不定自己不做 他们连自己的儿子 也不会放过的 梅姨娘无路可退 她必须要去尽自己 最大的能力完成任务 其实 在她当年加入这个组织 然后接受训练多年 在被人送到干家 给干童子当小妾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她的命运 她无从选择 正是梅姨娘独自思量的时候 一个丫头开门 悄声地走过来 低眉顺眼地走到梅姨娘跟前 扶了一礼道 见过姨娘 嗯 你回来了 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 梅姨娘冷声问道 回姨娘 事情都安排好了 三日后入夜 便可动手 那丫头回道 嗯 很好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梅姨娘挥了挥手道 是 姨娘 那丫头又恭敬地 敲声出去了 丫头下去以后 梅姨娘也走上床 掀开被子 盖在身上 手一挥 灭了桌上的蜡烛 黑暗中 只听到她一声悠悠地叹息 哎 成败再次一举了 而另一边 在北界镇客栈住者的若云 还不知道这一切 她此时正关着房门 在空间里练功 直到午夜时分 若云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黑暗的房间里 此时一直深夜 客栈的人都已经睡了 四周寂静无声 若云却已经换上了流水霓虹衫 她今天晚上打算夜叹神鹰山庄 虽说若云跟红秀夫人说 要三日后才去神鹰山庄 参加赏剑大会 不过她知道 红秀夫人确实非常惦记她的丈夫 已然到了新郊的地步 只是怕若云跟着担心 所以她一直表现得很淡定的样子 晚饭后 若云就看到 红秀夫人独自站在院子里 望着神鹰山庄的方向 脸上充满了担忧和心焦 所以若云决定 今天晚上 自己独自去夜叹神鹰山庄 先看看张如海 现在是什么情况 如果能帮就先帮了她 回来以后再告诉红秀夫人 也好让她放下心 用了个法术 直接从房间里消失 然后若云就已经遇见飞行到半空了 按照红秀夫人曾经说的方位 若云踏见而去 不到一刻钟 已经到了大戒山那里 在夜色苍茫中 看着那些怜悯起伏的黑色山影 若云一座一座地辨别那些山峰形状 如果换作别人 这么黑的夜色 估计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 但若云是修仙之人 夜视之能非常强大 夜晚看东西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不消一会儿 她就找到了那座 像大鹰一样的山峰 这个应该就是神鹰山了 若云急行而去 飞行到了神鹰山的上空 辨别了一下后山的位置 就冲着后山而去了 看到后山若云神石一扫 居然发现 此时这后山上 竟然有不少的人 粗略地算一下 竟然有二三十人之多 当初红秀夫人说 她去后山上的时候 也就是几个打手 还有罗尹 满打满算 也不到十人 看来这些人是罗尹 后来布置的了 若云发现 红秀夫人当初 进入密地的那个入口 现在也有人把守 想来当初因为她的进入 暴露了这个入口 所以罗尹也派人把守了 不过 这些都难不倒若云 若云直接用空间隐身 然后落到了密地后面的 那个入口旁边 直接从看守的 那两人的身边走过去 进了密地里面 那看守的两人 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发觉 进了密地后 若云看到 红秀夫人说的 那几个助人的动势 此时里面有人在休息 她并没有惊动这些人 而是直接冲着那个 红秀夫人说的 最大的练功的动势 那里走去 因为她感觉 那里有人在练功 这个人也许就是张如海 当她到达 那个最大的练功动势的时候 发现这个动势门口 也有两人把守 看来这个罗尹 经过上次红秀夫人的事情 谨慎了许多啊 不过 把守的这两个人 同样也是发现不了 若云的存在的 若云从他们身边经过 他们毫无所觉 还是站直着身子 看向了远方 若云轻而易举地到了动势里 偌大的动势 空空荡荡 若云只看到一人 正坐在动势中间的 温泉里的石头上练功 气息稳定悠长 显然是一个高手 若云虽然并没有见过张如海 但却可以肯定 这个人并不是他要找的张如海 因为据红秀夫人描述 张如海的肤色略显古铜 眉目线条锋利如刀如剑 最关键的是 红秀夫人走的时候 张如海的头发 已经完全变得雪白雪白的了 但这眼前练功之人 虽是男子 但是皮肤白皙 虽然闭着眼睛 但也可以看出 眉目之间温和无风 一身白衣 头发也是乌黑乌黑的 腰间还别着一把扇子 这个形象 倒像是红秀夫人和叶梨 提起的裸颖的形象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5期 若云打量着这个罗尹 罗尹不愧是高手 好像是感觉到 有人在窥视自己似的 猛然睁开了眼睛 但是入眼的是一片空晃 什么都没有 罗尹皱了这么一头 然后在四周观察了一番 发现这个洞室里面 的确只有自己一个人 再没有别人了 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转身望着 他刚才修炼的那块大石头 娜娜自语道 奇怪 为什么张如海说 在这里练功 感觉进展很快 有种事半功倍的感觉 但是我怎么没有任何感觉 若云看了一眼那地方 发现那里的确有着一种 与众不同的玄妙的感觉 但他说不上来 总感觉要到了那温泉的湖底 才能一探究竟 不过现在还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 他要先找到张如海才行 若云用神石在这洞室里 仔细地扫描了一圈 发现里面除了自己 就只有罗尹皱人了 并无他人 若云有些担心了 难道是他们已经把张如海转移了 那张如海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 人是否安全 若云从这里出去 又把这里的各个洞室搜查了一遍 确实没有发现张如海的踪影 他心下着急了 此时都想抓个人来问问 与此同时 他也加大神石扫描范围 在这整个后山扫描张如海的存在 据洪秀夫人说 这个密室的入口处有很多分叉的通道 这些通道都通往别的地方 若云想他们可能把张如海弄到别的通道了 并用神石在这个地方也扫描过去 果不其然 在距离若云所在的这个密地 隔了三四个通道的位置 若云感觉到了那里还有两个气息 而且还有另外一道极其微弱的气息 若云大喜 这应该就是他要找的人了 记得洪秀夫人说过 当初他在密地看到张如海的时候 他也是气息全无 跟一个死人一样 若云感受到的那第三道气息 便是极其微弱 几乎跟没有一样 要不是他神石强大 极有可能就察觉不到了 锁定了位置 若云便以极快的速度转移了过去 进了这个山洞 若云发现这个通道居然是个冰洞 里面极其寒冷 地面上和墙上结满了冰冷 一般人走到里面 肯定是会受不了这里面的寒冷的 不过以若云现在的功力 这点寒冷确实没什么的 也不知道这神鹰山后山这里是怎么回事 一个洞里是温泉 另一个洞里是寒冰 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他往里走 发现里面放着一张桌子 而桌子边上正坐着两个人 这两人都穿得极其厚实 正在桌边的一个小火炉旁烤火呢 若云观察 这两人都是四方脸 一个比较黑 一个稍微白 此时 两人都边烤着火 边聊着天 其中那黑一些的方脸道 咱们还真他妈的倒霉呀 被派到这么一个冰窟窿里 看守这么一个怪物 哎 你少说两句吧 这会儿里面那位大爷 好不容易消停了 你别再把他弄醒了 不然受罪的还是咱们 另外一人道 你说 他这前一段时间还没事呢 怎么突然就疯起来了 还得害得咱们兄弟再次跟着他受罪 黑方脸没好气地道 听说是受了刺激了 听说他的夫人被尹大人打成重伤逃走了 现在还生死不明了 白方脸压低了声音道 怪不得呢 我说前一段时间 他也就是天天在那温泉上做着修炼 连动都不动的 最近怎么时不时就发疯呢 那疯起来可真够吓人的 多亏老他现在好像功力受制 施展不出来大威力 不然尹大人都不一定能治得住他呢 黑方脸道 哎 可不是啊 你说这位的骨头还真是够硬的啊 种了主上的骨虫 却硬生生地扛了这么多天 白方脸道 哎呀 他这是何必呢 早点屈服了 岂不是更好 也省得咱们在这里跟着受罪 黑方脸回道 那倒也是 哎不说这个了 来来 咱们喝两口暖暖身子吧 这鬼地方还真是够冷的 说着 从怀里拿出一个小酒壶来 递给那黑方脸 黑方脸看到那壶酒 眼前一亮 笑道 哎 行啊 真有你的 这东西都带着呢 好好 赶紧让我享受两口吧 就在那人刚伸出手 要接住那酒壶的时候 两人突然僵住不动了 这情形有些奇怪 此时在这两人身上的时间 仿佛静止了一般 两人还保持着一个地 一个街的样子 但却仿佛是雕塑一般定格在那里了 若云直接现身 看了这两人一眼 并不理会他们 他们已经被若云使用低级定身术给定住了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暂停了 若云看到他们桌子旁边一个隐蔽的洞室入口 此时这个入口被沉重的铁栅栏门给封住了 隔着这个门 若云隐约地可以看到里面空荡荡的 但她的神识感觉里面是有人的 就是那个气息微弱的人 那人应该在她看不到的位置 若云没有多做停留 直接施术进了这门里 那门却是完好无损 没有任何被人动过的迹象 进了门里 若云放眼扫去 看到了一个白发的身影 不过这个身影差点把她吓到了 那白发人贴着墙壁 站在最里面的角落里 此时她贴着头 满头白发遮住了她的面容 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浑身的衣服宽大松垮 却闻风不动 仿佛和那冰雪的墙壁融为了一体 给人的感觉 站在那里并不是一个活人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此情此景 真的是十分的诡异 若云现在到底是修仙的人 一高人胆大 调整了一下心态 就一步一步往那人那里走去 看到这满头的白发 以及听到门口那两人的对话 若云已然确定 这个人就是张如海了 当若云走到张如海身前三步的时候 这人突然抬起了头 一双利目直视向若云 若云看到这张脸更是一愣 因为他没有看到 红袖夫人说的 那如刀客一般的面容 而是看到一张眼窝深陷 双眼冲斜 脸颊也凹陷在颧骨里 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长着肉的骷髅似的 非常的可怕 再一看他那宽大松垮的衣袍 若云才发现 这张如海现在居然瘦了这么多 基本上身体都干瘪了 见到此情景 若云不禁在想 如果红袖夫人看到自己的丈夫 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不知道会心疼成什么样子 而此时看向若云的张如海 突然开口道 你怎么来了 若云被这人问得一愣 疑惑得道 你知道我是谁 知道 你是王许晴的女儿 张如海默默地沉声回道 若云眉头不禁跳了两条 这情景真是太怪异了 张如海变成了这副鬼样子 但看样子人是清醒的 而且还认识自己 你是张如海 若云问道 我是 你怎么认识我 你小时候我见过你 张如海依然默默地道 小时候 若云更疑惑了 自己小的时候 什么时候见过这个人 况且自己现在都不大呢 张如海只恩了一声 却没多做解释 若云猛然想起刘嬷嬷说 当年红秀夫人带着儿子和丈夫去过京城 但是兰家不接纳他们 他们为了给张霄治病 在自己家住过一段时间 可那时候 自己充其量也就两岁吧 这个张如海 居然还认得自己 你说的不会是我两岁的时候 你跟红秀姨母带着张霄 在我家住的那几天吧 若云惊讶地问道 正是 你 你 我那时候才两岁 你现在都还能认出我来 若云太惊讶了 练武之人 这点眼力还是要有的 张如海还是很默然地说道 文言 若云只能了然 毕竟有些练武之人 天赋一禀 有过目不忘之能 这个张如海 年纪轻轻就能称霸武林 应该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 若云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了 只是问张如海道 你人还清醒吧 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是怎么了 我现在 大多数时候 都能保持清醒 但是时不时地会发作 到时候 就不受控制了 张如海说道 若云文言 大概猜到 应该是这张如海 屹立过人 抵挡了体内的骨虫 对他的控制 可这骨虫 因为控制不了他 便在吸食他体内的 筋血和元气了 难怪他现在会这么瘦 你是不是感觉 体内有东西 在吸收你的筋血 若云问道 你这么一说 好像确实是有 这是你体内的骨虫 在作怪 若云说道 可他话还没说完 就发现张如海 整个脸庞 已经变得扭曲 身体也开始 隐隐发道 你快走吧 我又要发作了 发作的时候 我控制不了自己 难免会伤了你 你赶紧走吧 张如海使劲地 钻拳咬着牙道 若云见状 并没离开 他双眼 在张如海身上一扫 然后直接伸手一指 点在张如海的胸口上 只见张如海 被若云点中的胸口那里 便慢慢地有个东西鼓了起来 若云在他身上移动手指 那个鼓包的东西 也会随着若云的手指移动 而跟着移动 最后 若云手指停留在张如海的 左肩头那里的位置 然后手指在那个位置 换了一个小圈 把那个鼓包圈在那里 然后又在那鼓包那里 轻轻一点 顿时那个鼓包就消失不见了 而与此同时的张如海 也清醒了过来 他看到若云的动作 心里疑惑 但却没问出来 他这人不会多说话的 他只是自己在体内 运行了一圈内力 竟发现 这次内力运行得十分通畅 并没有以前的那种阻隔了 诶 你是怎么做到的 张如海惊讶地问道 刚刚的那个 其实就是你体内的鼓虫 我已经把它封印在你左肩了 此时它不能在你体内作怪了 所以你体内的气就通畅了 而且它也不会再吸收 你体内的筋血了 你这身体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若云说道 张如海文言一愣 他没想到 困扰自己这么多天的问题 被这小姑娘一指一话 就给解决了 谢谢你 张如海不善言辞 他只能说这么三个字 来表达自己的感谢 不用谢 我这是受人之托 终人之事 若云说道 何人所托 你的夫人 我的姨母 红秀夫人 若云感觉 跟着张如海说话 自己也被带着 说话开始几个字几个字的了 丫头和萧儿他们 还好吗 谈到妻儿 张如海眼中 终于有了一丝悸动 他们很好 萧儿在我家里很安全 红秀姨母这次跟我一块来的 她现在在北界镇的客栈里 不过 她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来 若云回到 那一会儿回去 明早你们就离开吧 这里很危险 等我料理完这里的事情 就去你家里接他们母子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 为什么只封印了你体内的蛊虫 而不彻底把它清楚 若云没回答张如海的问题 而是问了她一个问题 还可以彻底清楚的吗 我不知道 张如海回答 是的 我可以彻底清楚她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 为什么 是缺什么东西呢 或是需要耗费的功力太多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就不要勉强 张如海说道 并不是 我现在就可以轻松地彻底清楚她 但是你体内的只是一只子虫 如果这只子虫死了 那么母虫也会受到牵连 而控制母虫的人就能感应得到 我现在还不想让操纵母虫的人知道你没事了 若云说道 为什么 若云并简单扼要地把赏剑大会的事情 还有风雨楼的事情给张如海说了一遍 你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还不想打草惊蛇 而是想引蛇出洞 想看看对方到底什么目的 张如海问道 的确是这样的 若云点头 那好 我配合你 张如海直接道 好 我会保护好红秀姨母的 你放心吧 好 我相信你 张如海点点头道 如果是若云刚进来的时候 若云说这话 他可能不放心的 但见识了若云的本事之后 他就放心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6集 没有人比他清楚 这股虫都可怕了 他用了这么久的时间 都斗不过这股虫 而若云这个小女孩 却轻描淡写的 几下就解了他的急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他甘拜下风 你拿着这把短刀 只要运工到这短刀上 就可以削铁如泥 到时候 你就可以轻松 从这铁门里出去了 若云给张如海 一把古朴的 墨黑色的短刀 这把刀是若云自己练习练气的时候 做成的一件成品 他见那铁门厚重厉害 张如海如果想出去 还要费上一番功夫 便拿了这把刀给他 这刀叫什么名字 张如海是练武之人 对兵器很敏感 这刀一入手 他就已经知道 这是一把宝刀了 送给你的 你就自己给他取个名字吧 若云道 真的送给我 张如海问道 真的 那好 此刀色莫如玉 就叫它墨玉刀好了 张如海端详着这把刀说道 很好 墨玉刀 刀如其名 多谢你的刀 张如海声音里没有波澜 若云也知道他的性格 他这是真心道谢呢 便道 不谢 此时它是你的刀了 对了 你可有什么信物交于我 我好回去交给红秀姨母 也好让她安心 张如海文言略意思索 挥其手上墨玉刀 在自己的礼仪上面 割下了一块布料 递给若云道 我此时身无常物 倒是这衣服 是丫头亲手为我所制 你拿这个给她 她自然就认得了 也好 那我就先走了 你在这里再委屈两天吧 若云道 好 若云点头 走到铁门口就消失了 等她走了以后 门口那两个守卫 才突然活了过来 他们还继续着刚才的动作 说着刚才的话 并没有感觉到 其实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若云还是用空间隐身出去的 踏上她的寒冰舰 回到了北界镇上的客栈里 第二天一早 若云请了红秀夫人 来她的房间里吃早饭 然后拿出了张如海 给她的那节衣料 递给了红秀夫人 红秀夫人看到那节衣料 刚开始还并不怎么在意 但是当那节衣料入手的时候 却是脸色大变 急忙问若云 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若云笑道 姨母 稍安勿躁 这衣料 是张盟主亲自给我的 边说 边把昨天晚上的事情 叙述了一遍 只是没有细说 她是怎么潜入 神音山庄后山的 只是把见到张如海的事情 详细说了一遍 红秀夫人忽然闻听 丈夫被那蛊虫吸食筋血 已经变成了那副样子 心下矩阵 着急如焚 然后又听说 已经封印了那只蛊虫 身体会慢慢好起来 心里才稍安了一些 此时因为心情极度复杂 虽然放下心来 但是一顿饭还是一直魂不守舍的 手里拿着那截衣料不松手 倒是忘了问若云 是怎么独自潜入神音山庄后山的事了 直到下午 她心情稳定了 才想到问若云 她是怎么做到的 当时若云只是神秘一笑 然后告诉她 山人自有妙境 就不再说什么了 红秀夫人也知道 有些江湖人都有自己的隐秘 或是师们的秘密功法 这些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所以便也不问了 这让若云没想到 红秀夫人这么简单就不问了 她本来还准备了一通说辞来圆谎呢 此时倒是用不上了 就这样过了两天 若云每天在客栈里 听听那些江湖人的意识 或是上街看看那些人打架斗狠 日子倒是过得挺自在的 红秀夫人也因为知道 丈夫现在平安无事 且已经有了自保能力 心情也宽松了一些 毕竟张如海武功绝高 要不是当初 罗尹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让张如海放下心房 她也不会那么容易让张如海中招 而现在 张如海内的蛊虫已经被封印 她的功力也就恢复了 那她已经有了绝对的自保能力了 罗尹伤害不了她了 红秀夫人心情也变好了不少 有时候还会给若云讲一些 当年她跟王雪芹的往事 或是陪着若云逛逛街 她直说大戒山这里的风景极好 不过现在有事在身 情况不允许 等着事情平息了 她再带着若云好好逛一逛 日子到了第三日 终于到了赏见大会的时候了 一早 若云就听到客栈里面乱哄哄的 听外面的动静 好像是已经有很多人启程去神鹰山庄了 而若云在二楼的窗户上 看到不少人或是策马而行 或是大步前进 都往神鹰山庄的方向而去 若云房间的门被打开 红袖夫人一身江湖女侠的利落装扮 走进来道 云儿 你这身打扮 好生精神啊 咱们也该走了 若云本身也没江湖女子爱穿的那种静装 所以她就穿上了 流水霓虹衫 流水霓虹衫可以变换成裤子和裙子不同的样式 还可以变换各种颜色 若云今天就变成了一身宝蓝色的利落裤装 所以是格外的精神 看到红袖夫人来了 若云就拿起桌上早已经整理好的一个小包袱 道 那好 一幕 咱们走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到了楼下跟老板结账的时候 那老板看到若云他们 便战战兢兢地拿出一本账本来 弄得若云挺愣的 每次结账只给钱就好了 根本不用看账本 怎么这老板还给他账本看 这一看那账本啊 若云倒是有些哭笑不得 他这才知道老板为什么给他账本看了 原来这上面都记录着的 是那雷氏三兄弟的消费情况 这雷氏三兄弟还真没跟他客气 就这么短短三天时间 连持待住的已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了 要知道这五十两银子 在这阵子上买座房子都够了 而住宿的房钱倒是固定的 这银子大部分都是花在吃上了 都不知道这雷氏三兄弟三天的时间 在这物价便宜的小镇上 是怎么把一座房子给吃进去的 若云看着老板跟一旁的老板娘紧张的样子 就怕他会一气之下不给钱似的 便笑了笑掏出五十五两银子给他们 这五十两是结账的 剩下的五两是算你们的辛苦钱 老板和老板娘接过银子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又是一通千恩万谢 这花费的五十两银子 可是他们客栈自己垫着的 说实话 他们开这么一个小客栈 手头上也没多少银子 这里面还有不少在外面收的账 如果这次若云不给他们结账 而那雷氏三兄弟他们也不敢得罪 他们可就要把家底赔进去了 若云和红秀夫人不以为意 他们对着五十两银子 倒还真不用放在心上的 两人让伙计把自己的马牵过来 便离开了 而据老板说 那雷氏三兄弟已经走了 若云估计 他们是怕看到自己 还要跟自己行礼 十分没面子 所以才早早地就走了吧 二人骑的都是宝马凉居 速度非常快 不消一会儿就已经到了 神阴山那个山谷的入口了 倒是没想到 入口处的确是挺热闹的 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 有的人是喜气洋洋 有的人却是一副义愤填 郁郁不平的样子 红秀夫人看到那里有几个身穿神鹰山庄服饰的人在骨口把手 不过红秀看这些人都很面生 她是一个都不认识的 就知道这些人必定是罗尹的人了 便低声在若云耳边说了这事情 这事情是若云早就料到的 毕竟张如海这个庄主不出面 而庄主夫人和少庄主一夜之间又不见了 庄里的人肯定是能感觉不好的 估计为了不生事端 罗尹肯定会把这些人给控制住的 而此时骨口聚集这么多人的原因 经过打听二人也知道了情况 原来因为逐日见出事的消息 此次是引来很多人 这其中有些是收到神鹰山庄的擒帖的 还有一些是没有擒帖不请自来的 那么如果有擒帖的 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但没有收到擒帖的人 则不是那么容易入内的 必须要经过测试得到认可才行 那是什么测试呢 看到骨口那块光滑的大石头了吗 凡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扑手在那块大石头上留下掌印 或者拳印 并且入食三分者 则可以入内 成为山庄的座上宾 并且获得上神剑认主的机会 反之 则表示你实力不够 并不能获得这个机会 就可以达到回府了 那些义愤填膺的人便是没有通过测试 不能入内的 而那些喜气洋洋的 则是有擒帖的 或是已经通过测试的人 看到这里 若云便知道了 罗隐他们要找的 应该是武林中一些在中上的高手 而那些武力低微的 他们则是看不上 并不想让他们入山 若云和红袖也是没有擒帖的 在这大石头上徒手留下 入石三分的印记 对两人来说并不是那么难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来到那块大石头前面的时候 那大石头上 已经落下了不少的印记 有深有浅 最引人注目的 则是三个硕大的权硬 这三个权硬 不但是巨大无比 而且还是入石极深 目测两尺高的大石头 已经被这三个权硬 打到了一尺多 留下三个巨大的空洞洞 这份功力在江湖上也是少有的 那引导红袖夫人和若云 来到石前测试的人 看到红袖夫人 再看那三个权硬 便轻视地笑道 这位女侠 你不用看了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三个权硬便是那南海雷氏三怪留下的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超过这三人 女侠如果没有那个底气 我劝你还是不要试了 毕竟过不了的话 丢人还是丢你自己 你看大家都看着这里呢 她这话里是满是看不起红袖夫人的意思 估计在她眼里 一个女神是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的 而听了这话 红袖夫人和若云才注意到 现在在场的好多人都在看着她们呢 人们也是觉得 这个女神是做不到这样的事情的 看她不自量力的还有一事 都等着看她出丑呢 也只有在北戒镇的客栈 看过若云踩着雷氏三怪里的老三起不来的那些人 没敢侵蚀他们 剩下的人全都是一副不以为意的 红袖夫人见状没说话 只是笑了笑 然后伸出来自己的一根食指 轻轻按压上了那块大石头 当这根青葱玉指按到那大石头上的时候 不少人都在想 这根看着极其娇嫩白皙的手指 会不会给这冰冷坚硬的大石头给折断了 不等人们发出嘘声 就看着这根手指无声地按进了这大石头里面 慢慢地进去 直到整个手指都插进了大石头里面 红袖夫人转头问那侍者道 这样可是通过了 那侍者看着红袖夫人整个手指都插进了大石头 正在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睛 听到红袖夫人这一问 才回过神来 赶紧回道 通过了 女家请跟来 您可以进去了 称呼都从刚才的你改成了您了 此时红袖夫人才把手指从大石头里面抽出来 人们看到他这根手指还是一如刚才一样轻松水嫩 并没有丝毫被大石头伤害的痕迹 而那大石头上则留下一个深深的小圆洞 人们惊讶的同时也都在心里叹服 毕竟 移指入食跟移掌和拳入食是不一样的 前者更难一些 毕竟手掌和拳头作用面大 而且还有蓄力而发 而手指却只能集中到一个点上 必须用内力催动 那是需要极其精纯和深厚的内力为基础的 在场的人也不是没有人能做到 只是红袖夫人一个女神能做到这个地步 便不得不令人叹服了 红袖夫人过关以后 那个逝者连理都没理会若云 就让他们进山了 因为她看若云这么小 以为是红袖夫人带着晚辈来玩的 根本没在意 也没让她参加测试 就让他们进去了 若云见状也落得轻松 本来她打算做做样子 弄个刚刚好能入食三分的印子 勉强能过就好了 这下倒省事了 两人骑马走到山谷里 红袖夫人看到山谷里熟悉的一草一幕 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这是她熟悉的回家的路 这路的尽头就是她的家了 但是此时却被雀巢纠占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7集 那天夜里 她身受重伤 带着儿子从这里逃离 差点死在外面 她以为她再也不会踏上这条回家的路了 没想到短短半个多月 她又回来了 而且此时的她 她的丈夫 还有她的儿子 都是好好的 过不久 他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她此时心里充满了感恩 云儿 姨母谢谢你 红袖夫人突然道 她很感恩若云 要不是若云 恐怕她跟她儿子 现在都已经死了 还提什么团聚呢 姨母 你何须如此说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是命运的安排 若云回道 遇到红袖夫人和张霄 不得不说 真的是非常的巧合 所以若云觉得 这是一种奇妙的缘分 不管怎么说 姨母还是记下你的恩情了 红袖夫人道 姨母 咱们不说这些了 你看 这里真的好多大鹰 小鹰飞过啊 若云指着山谷上空 鸣叫着飞过的一些鹰面 是啊 每年春季的时候 它们都会在这里 盘横一段时间 红袖夫人抬头 看着那些鹰鸟道 若云看着这些鹰鸟 倒是想着 这次事情结束了 有机会 她要抓上两只 放到空间里养着 平时还能帮自己 送送信什么的 也是不错的 她看向天空中的 那些鸟儿的时候 都已经戴上了 挑选的眼光 而此时正在空中 自由翱翔的鸟儿 却不知道 她们已经被下面那个 骑白马的小姑娘 给挑选了 很快 她们两个就上了 神鹰山庄的门口 不想 此时在门口 也聚集着一大堆人 还有几个穿着神鹰山庄服饰的人 在桌上写写画画着什么 同样这几个人 红袖夫人也是不认识的 肯定是罗尹的人 原来她们是正在登记那些 没有收到擒帖的人的身份和信息 以及有擒帖的人到的情况 因为人数不少 那些人登记不及 所以大家都在这里等着呢 不过速度还是挺快的 不大一会儿就轮到若云她们了 来之前 两人早已经给自己 想好了一个身份 红袖夫人自称是 来自东海蓬莱岛的王女侠 若云是她的侄女 王姑娘 人们多多少少都听到 蓬莱仙岛的名头 可谁都没见过 蓬莱的人什么样子的 此时听到红袖夫人 是来自蓬莱的 都用惊奇的眼光 打量着他们 那负责登记的侍者 听说他们是来自蓬莱的 也十分震惊 不敢怠慢了 登记完了 恭敬地让人带他们入内 进入山庄以后 若云发现 这是一座 雅致清秀的庄子 庄子并不华丽 房屋和亭台回廊 多为木制结构 各处都布置着花木 此时已经繁花似锦了 各处古树参天 郁郁森森 毫不清幽 这里倒是没有江湖五人的 那些粗犷和凶利之气 而是多了一丝精致和温馨 若云估计 这应该是身为竹母的 红袖夫人布置的 毕竟她以前是大家闺秀 跟一些江湖人的眼界 是不一样的 红袖夫人看出她眼中的疑问 便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回答了 他们现在已经进了山庄 这里的人差不多都是罗尹的眼线 所以他们一眼一行 都要多注意一些 不能暴露痕迹 两人被人带着往里走 走到一处大厅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不满地说 我说魏管事啊 在下想问问 为何我等应邀前来参加赏剑大会 盟主和夫人却都不出来迎接 难道是看不起我等人吗 就有人硬喝道 是啊 难道是我等身份低微 不配让庄主和夫人亲自来迎接吗 还有人喝道 就是如此 就算是我等身份低微 但是 这宋家宝 可是这宋家宝 可是盟主夫人的姻亲 这盟主和夫人居然也不来迎接 这倒是为何事啊 是啊 盟主和夫人为啥此时还没露面 你一定给我们一个交代 江湖人都是不拘小节 心有不满 他们就说出来 他们来了这么久了 本来是主人的张如海和红秀 都没出来见一面 人争一口气 江湖上的人更是好个面子 这事情让他们觉得自己被怠慢了 更是大为恼火 而若云和红秀夫人此时已经走到大厅门口 看到厅里不少服侍各异的人在说话和质问 而被他们质问的那个管事 红秀夫人倒是认出来了 这是他们山庄的二管家 叫做魏荣的 他本也是江湖上一个小派的嫡系弟子 那小派被人灭门 他侥幸逃过一劫 后来投奔了神鹰山庄 功夫也不错 在江湖上 人称双刀魏荣 此时看他出现在这里 红秀夫人就知道 他要不是早就是罗尹的人 要不就是已经投靠了罗尹了 看向他的目光充满了愤恨 这魏荣自己夫妻待他不错 他被人追杀 还是神鹰山庄庇护了他 让他幸免于难 给了他一个容身之所 还提拔了他当二管家 神鹰山庄的二管家说出去 在江湖上也是有几分脸面的 没想到此时却背叛了自己夫妻 再为那罗尹办事 魏荣感受到红秀夫人的目光 猛地转过头来 却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美貌的女侠 手里还牵着一个打扮利落的小姑娘 而此时 二人正满眼不解地看着场中情况 魏荣仔细看了红秀夫人和若云二人 确定他们不认识自己 邓氏自己的应该不是他们了 可他刚才明显感觉到 那是一道熟悉的目光 魏荣环顾了一圈 没找到那个人 看着这些吵闹着 要见庄主的江湖人 心里多了一丝轻蔑 然后轻了轻嗓子道 诸位 诸位 稍安勿躁 请听我解释 众人正在要解释 听他这么说便也不说话了 全都看向了他 诸位 诸位可知道 这逐日剑事关重大 俗话说 财不动人心 更何况这上古神兵了 不是我魏荣说话 冒犯诸位 我想这次参加大会的人中 都是奔着逐日剑来的 而不少人 更是想 仗为己有 更有一些 萧小之辈 更想趁乱盗取逐日剑 他说到这里 顿了顿 眼光在人群中扫了一圈 见众人虽然气愤 但也没有说话 似乎是认同了他的想法 便继续道 所以我们庄主 不能出来剑客的原因就是 他此时正在守护着这逐日剑 相信有了他守护 江湖上是没人盗取得了 这逐日剑的 而我在这里也警告那些 想行不轨之事的人 还是早早地收了那等心思 老老实实等着晚上的赏剑大会吧 不然到时候 徒劳无功还是亲的 被我家庄主抓住了 死伤可由不得人呢 他这话一出 倒是也镇住了那些人 有些本来就有那心思的 听到他这么一说 脸色也都变了 心思也淡了几分 张如海武功极高 江湖上几乎没有敌手 由他亲自看守 那想盗取逐日剑可不容易呀 还有人问道 魏管事 不是说中午的时候举行赏剑当会吗 怎么突然改到晚上了 这位仁兄有所不知 经过我们庄主的研究 发现这逐日剑 本是治阳治刚之剑 中午的时候日头正好 这逐日剑吸收日头的精华 非常的难训 只有晚上浩月当空的时候 可以压制一部分 他的阳刚之气 那时候认主 才是最好的时机呀 魏容神神秘秘地说道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众人文言 也都是一副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的表情 不停地夸赞张如海机制 有大才 连这个规律都被他发现了 这些人这么说 也全都是因为 这件事情对他们有好处 才这么恭维 逐日剑任主容易一些 他们的几率就大一些呀 若云看着魏容在这里胡舟 心里满是鄙视 什么逐日剑 白天强晚上弱 那都是瞎说 这逐日剑上古神兵 早已经经过千百次的淬炼和大战的洗礼 自身具有极其的灵气和霸气 根本不会被一般的月色所压制的 在若云看来 赏见大会改到晚上的原因 估计是他们没料到会来这么多人 此时山下还有不少等着测试没有入山 一路来又是测试又是登记的 耽误了不少时间 还有好多人没到齐 而他们不想错失那些不请自来的高手吧 所以才改了时间 其他众人都没见过逐日剑 所以显然已经信了卫荣的说法 不再追问张蒙主的事了 而此时 一个面如关玉 风神俊朗的少侠站了出来 对卫荣抱拳道 在下宋家宝 宋齐君 见过卫管事了 此次我等是随我父亲宋匪前来参加 这次的赏金大会的 家父已经好久没见过我表姐 红秀夫人了 不知道卫管事 可否请我表姐出来一叙 红秀夫人听到这话 看过去 果然是自家大舅父宋匪 带着几位表弟表妹也前来 心里便有些担心了 这明明就是一个圈套 他不想救父他们犯险呢 而那边的卫荣文言则笑道 哈哈 原来是宋家宝的猪味道了 在下见过宋宝主 几位宋少侠 还有这位宋姑娘了 宋宝主身为我家夫人的舅父 夫人本该亲自来迎的 但是因为庄主今日不能出面 而夫人一个妇人家也不方便出面 所以未能亲迎 还望宋宝主勿怪呀 不过 夫人已经告诉我了 请宋家宝的几位入内见面 几位 这就随我来吧 夫人早已经等候多时了 宋匪文言才抱权对卫荣道 有劳未管事了 说着 带着宋家宝的众人就打算跟卫荣前去 红秀夫人大急 她根本不在庄上 而卫荣显然就是骗宋家宝的众人 不知道舅父他们 如果跟他走了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她正在着急 想着怎么阻止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让舅父他们 跟着这卫荣走了 就感觉若云拉了拉他的袖子 示意他往场上看 他放眼看去 发现宋家宝的众人起身还没走几步 就被几个江湖人给拦住了 其中为首的一个大汉 对宋匪抱拳说道 见过宋保主了 宋保主请留步 在下以为 此时宋保主 还不适合去见令侄女 红秀夫人 宋匪被这几人一拦住 脸上多了几次不愿 但是人家并没有做什么 太过冒犯的事情 他也只能抱拳道 见过这位兄台了 不知道兄台如何称呼 而兄台又何出此言 阻止我等亲人相见呢 在下无名小辈 不足挂齿 只不过在下以为 既然都是来争取那逐日见的 大家就都要做到公平一些 如果此时宋家宝的诸位 去见了红秀夫人 红秀夫人念在亲情的份上 向宋家宝 透露一些逐日见 不为人知的内幕 到那时候 岂不是对千里迢迢 来参加这赏见大会的诸位 有些不公平了 从另一方面想 即便是几位见面的时候 红秀夫人并没有向诸位 透露什么内幕 但是如果最后是宋家宝 获得了逐日见的话 也会让人以为 宋家宝是得了心机的 那岂不是就圣之不武了 这人的一番话 说得宋家宝诸神 脸色甚为难看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打算 先去找红秀夫人 问问逐日见的事情的 而且宋匪还想问问 红秀夫人 为什么得了逐日见 这等厉害上古神兵 不好好的藏起来 而是开什么老十字赏见大会 这岂不是把宝物拱手让人吗 他想着 即便是一时半会认不了主 来世方长 慢慢地研究总是有机会的 干嘛要拿出这等宝物 来跟别人共享啊 所以他想在最后关头 劝阻红秀夫人夫妻 停办这赏见大会的 没想到当场就被这些人 给揭穿了 而在座的这些江湖人 听了那人的一番话 也都纷纷出言 阻拦宋家宝的众人了 不让他们去见红秀夫人 毕竟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 这些人非常难得地 统一了意见 红秀夫人的表弟宋启成 年轻气盛 瞪着眼睛就要跟那人反驳 却被他大伯宋匪给拦住 宋匪只是微微一笑 拱手道 这在下诸呼了 多是不见红秀侄女 本想着见面续续亲情 却疏忽了诸位的感受了 这位兄台说的也有理 既然如此 魏管事 那就麻烦你去告诉红秀那丫头 我们此时就不过去了 等到赏剑大会结束之后 再去一叙吧 魏容文言 眼底赏过一丝得逞之色 对宋匪抱拳道 宋宝主真是声明大意呀 既然如此 我就先回禀我家夫人了 然后又抱拳跟屋里的众人道 众位大侠也请跟随丫头小私们 前去客院 那里夫人已经给诸位准备好休息的屋子 午餐都会送到诸位的屋子里 为了不会徒生意外 还请诸位不要随意走动 只待晚上的赏剑大会开始 众人都抱拳道 多谢盟主和盟主夫人 等魏容走后 一些江湖人 也都来恭维了几具宋家宝的人 声明大意 有侠义之风什么的 然后就跟着小私或者丫鬟 都去休息的屋子了 不过他们隐隐地 却都跟宋家宝的众人保持了距离 感觉上有些疏离感 毕竟宋家宝是神殷山庄的殷亲 大家觉得宋家宝的机会可能会多一点 而若云则是看出来了 这就是一出戏 是魏容等人安排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阻止宋家宝的众人去见红秀夫人 不一会儿 这厅堂就剩下宋家宝的几人 还有若云和红秀夫人二人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8集 红秀夫人看着舅舅和表弟 表弟们 很想告诉他们 此地危险 请他们赶快离开 但是此时 她是不能跟他们相认的 宋家宝的众人此时 是完全认不出 已经易容的红秀夫人 他们看到这两人看着他们 都礼貌性地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就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 走了不远 若云就听到宋姑娘对宋斐道 爹 女儿此次应该是被安排住在内院的 离这表姐住的地方近一些 一会儿我就想办法跟表姐见上一面如何 宋斐沉吟了一会儿 也低声道 也好 不过尽量避开些人 注意安全 宋姑娘点了点头 对宋斐道 知道了爹 而后宋家几人就渐行渐远了 他们说话的声音非常小 也只有宋家几人能听到 而若云则是依靠强大的神识 宋姑娘的声音再小 她也是能听到的 听到这些以后 若云不禁皱了皱眉头 如果这宋姑娘真的是 只身前去里面找她表姐红秀夫人的话 那处境可就危险了 毕竟那里面根本不可能有红秀夫人的 如果被她发现了对方的什么秘密 也许会被罗尹那些人给灭口的 看来还得先阻止她 想到这儿 便让一个丫头带路 带她们到休息的地方 而那宋姑娘作为女客 房间应该是跟她们在一块的 果然跟若云想的一样 那宋姑娘跟她们前行的方向是一样的 而且还进到了同一个院子 因为前来的女客不多 她们的房间都是挨着的 神殷山庄可能是因为若云年龄太小的原因 并没有给她安排单独的房间 而是跟红秀夫人在一个房间里 进了房间以后 打赏走了送她们过来的下人 若云便把她听到的 宋家妇女的谈话告诉了红秀夫人 红秀夫人听了若云所说 也是着急了 绝不能让她表妹只身前往内院的 到时候恐怕就凶多吉少了 她们必须想个办法阻止她 而隔壁房间里 宋家姑娘宋启臣 此时也在想着 怎么进到内院去跟她表姐见上一面 并且传达她父亲的意思给表姐 这神鹰山庄 她也就好几年前来过一次 当时年龄还小 此时已经不大记得路了 正当她在思索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敲自己的房间门 宋姑娘突然被人打扰 心里有些烦躁 但还是起身打开了门 打开门以后 她看到一个粉雕玉卓的小姑娘 歪着头站在她的门口 非常的娇憨可爱 她的脸色稍记了一下 缓声问道 小妹妹 你有什么事情吗 若云闻言 脑海中不仅有三条线垂下 这是什么辈分呢 这辈分全都乱套了 自己叫红秀夫人姨母 这宋姑娘 是红秀夫人的表妹 那跟红秀夫人就是一辈的 自己也应该称她为姨母的 但人家一开口 就叫自己小妹妹 那她此时也只能厚着脸皮映下了 见过大姐姐 大姐姐 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掉下的 刚才看到你们在前面走 然后我就捡到了这个 此时看你耳朵上少了一只 这应该就是你掉的了 若云伸出右手 张开手掌 白嫩的掌心 躺着一枚小小的百合耳钉 是精致的 上面还镶着一些碎钻 十分精致 宋启臣看到若云手中的百合耳钉 马上认出那是自己的东西 伸手摸摸自己的耳垂 发现那里空空的 看来是自己刚才走路不小心给弄丢了的 她赶紧接过耳钉 脸上也添了感激之色 谢谢小妹妹了 确实是我的东西 多谢你还给我了 快里面请坐吧 她把若云让了进来 人家小妹妹是来给自己还东西的 如果不请人家进来 那就太失礼了 若云此次来的目的 就是要进到宋启臣的屋子 这枚耳钉 还是在半路的时候 故意施法从宋启臣的耳朵上弄下来的 所以她也没拒绝 而是装作好奇的样子进了屋子 进去以后 她就装作失望的样子 唉 我还以为姐姐屋子 跟我们的会有什么不同呢 原来都是一模一样的 宋启臣听到她的同言同语 笑道 是啊 这都是神鹰山庄待客的屋子 里面的摆设和东西都是一样的 来 过来坐下吧 我给你倒杯茶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我叫王云 姐姐叫我云儿 或者云云都可以 姐姐叫什么 若云乖巧地坐到椅子上 哦 那我叫你云儿吧 我叫宋启臣 来喝茶吧 宋启臣说着 也若云倒了一杯茶递过来 哦 原来是宋姐姐 谢谢姐姐的茶 随后 若云便接过茶喝了一口 看到宋启臣只给自己倒了茶 并没有给自己倒 便拿起茶壶和茶杯 也倒了一杯茶递给宋启臣倒 姐姐也喝口茶吧 云儿来给你倒 宋启臣本不想喝茶的 但是看到若云递过来 就接过了 礼貌性地喝了一口 只是他没注意到 若云倒茶的时候 已经有一点点东西 随着茶水 一块融入到茶杯里面了 若云看他喝了茶水 松了一口气 然后就随便聊了几句 便说他要回去了 以免让乙母担心 宋启臣心里有事情 也没有多留 若云就送他们出门了 若云走后 宋启臣便思索着 怎么走到里面去 找他的表姐 但是坐到那儿想来想去 感觉眼皮特别地重 后来不知不觉地 居然趴到桌子上睡着了 若云回到隔壁房间 对洪秀夫人点了点头 他才松了一口气 而刚才若云在隔壁房间中 对宋启臣的茶里 放了一种 可以使人入睡的药 这种药对人体 没有任何伤害 只会让人入睡一段时间 而且这药在睡着的时候 还会滋养人的身体 不会有坏处的 这样可以阻止宋启臣 去找那个不存在的后院表姐 中午的时候 有人给他们送来饭菜 若云看了那饭菜里面 倒是没什么问题 便和红秀夫人随便吃了一些 而这院子里 又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些人 不过中间有人想出去的时候 却被院门口的首位给拦住了 说是为了防止一些人 行为不轨 所以请大家不要随意行动 等赏见大会之后 就可以随意了 若云和红秀夫人看出来 他们是怕有人随意走动 看到了他们的秘密就不好了 所以才这样说的 不过两人都在房间里没出来 而若云则利用下午的空档 又隐身去见了后山的张如海一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此时张如海 还是那天他见到的那副鬼样子 若云已经明显感觉到 他实力已经恢复了 而且精神也很好 此时保持这个样子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若云把赏见大会 改在晚上的事情跟他说了 二人又商量了一通 若云这才回来了 等到傍晚时分 才有下人来请他们去参加赏见大会 终于到了这个时刻了 若云和红秀夫人整理了下仪表 红秀夫人拿上自己的兵器就出发了 到了院子里的时候 隔壁的宋启晨也正好出来 二人明显看出 他神色有些懊恼和慌乱 就连若云跟他打招呼的时候 他都心绪不宁地随意点了点头 想来是为了自己睡着误事 而懊恼吧 等若云等人被带到一个很大的 延舞场 此时这延舞场上 已经搭起了棚子 棚子下已经聚集了不少人 而棚里已经成回字形 摆了一圈的长条矮桌 有四个巨大的香炉 放在延舞场的四角 此时已经燃起了香火 阵阵香灰的味道传来 延舞场四周已经点了无数的火把 棚顶也吊了许多的蜡烛 一时间这延舞场照得如白昼一样 此时魏荣又出现了 他站在延舞场中央的一个高台上 对众人拱手道 诸位还请入座 赏剑大会马上就开始了 这些人闻言 便在侍者们的引导下落了座 若云刚坐下 就感觉面前被一团黑影给遮住了 他抬头看去 发现正是那在北界镇上见过的 雷氏三兄弟 此时他们三人脸色有些善善的 不过因为他们三个都长得一样 打扮也一样 若云并不认识他们谁是谁 最后三人磨蹭了半天 还是最左边的一个抱拳 对若云建立道 雷老三 拜奖姑奶奶 若云一听 差点笑出口来 他当时跟雷老三的赌注 只是一时兴起 没想到雷老三如此当真 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真的给自己见礼了 看着三人浑是浑了些 倒是愿赌服输之人 嗯 免礼吧 你们随意吧 若云绷住了笑脸道 雷老三这才恭敬的道 是 姑奶奶 然后三人才输了口气 找了稍远的位置坐了下来 众人落座以后 就有不少侍者和侍女 依次端着盘子走了上来 在美桌上摆放了不少的美酒和菜肴 魏容则是站在那高台上 哈哈大笑道 这是我家庄主和夫人 为大家准备的美酒佳肴 请大家尽情享用吧 众人齐声抱拳道 多谢盟主及夫人了 但是人们口虽这样说 却没有人去动那些酒和菜 而是齐齐看向 坐在靠前位置的一个白发老者 只见了老者端起酒杯 端详了一番 然后嗅了嗅酒香 再尝了一口 便满意地点了点头 道了声 好酒 此后又有几人试验过后 众人才端起了酒杯 红秀夫人见若云不解 便解释道 这江湖人都非常的警惕 刚才那几个醉先喝酒的 都是江湖上有名的 医手和毒手 他们用过以后都说没问题 就证明这酒水里是没毒的 所以众人才敢用 若云文言恍然大悟 这江湖人还真是异常的警惕呀 但众人都饮过之后 便有人站起来问道 请问卫管事 为何此时还不见盟主及夫人 而那竹日剑 现在又在何处啊 他这话一出 引来不少人共鸣 大家都纷纷嚷嚷着 要见张如海夫妇 还有那竹日剑 毕竟今天 大家都是来参加赏剑大会的 结果到了现在 却只喝了酒吃东西 还没见过正主 大家能不着急吗 大家稍安勿躁 已经派人去通知庄主了 相信他马上就能带着竹日剑前来了 魏容笑道 伸手不打笑脸人 再说了 这神音山庄都能把竹日剑拿出来 跟众人共享 已经是非常有德之举了 众人闻言 怨言才平息了一些 不再叫嚷了 那魏容又道 因为那放置竹日剑的密地 离这演舞场还有一段距离 可能大家要稍等一会儿 为免大家等着无聊 我家红秀夫人 特别安排了五月 为大家解闷 请诸位好好欣赏吧 说着便拍了几下 然后众人就听到四周 响起来阵阵鼓乐之声 那乐曲 乐耳动听 犹如天上鲜乐一般 冲击着众人的耳朵 在众人就要沉醉在这音乐之中的时候 突然闻到香风震震 然后是环佩叮咚之声 只见一群身着粉色 轻衣搏纱的妙龄女子 合着这乐声 迈着优美的舞步走了进来 这些女子脸上都蒙着搏纱 不过那妩媚的眼神和娇好的身姿 已经让这一群大老粗都看直了眼睛 就在众人正沉醉其中的时候 那顶棚中央之处 突然有一个身着红衣的妙曼女子 徐徐降了下来 一根红绸系在她的腰间 上她就这么挂在半空中 如天外飞仙一般 在这空中翩翩起舞 她脸上也戴着面纱 但是好似不经意间 面纱就落了下来 露出一张美艳绝伦的脸庞 让下面的人都看呆了 而她的舞姿轻柔漫渺 却又不是一种英气 一平一笑千人魂魄 让下面看得人如痴如醉 频频叫好 而在地面上起舞的那群舞娘 也是在各个桌前翩翩起舞 她们舞动着衣袖 身上的香风 一阵阵地席向众人的脸庞 让这群江湖人等 不由的都有一种飘飘欲仙 浑身酥软的感觉 有的不规矩的人 甚至已经开始 对那群舞娘动手动脚了 不过那些舞娘 倒是没有任何惊慌 而是一副欲迎还剧的姿态 婀娜地扭转着身体 躲避着向他们伸来的咸猪手 这倒让一些人 更加地不肯罢休了 追着他们身后不停地出手 若云看着这群人的丑态 皱了皱眉头 红袖夫人则是愤怒地攥着拳头 他知道 这个节目可是那魏容 打着他的名义安排的 他给人安排这样不堪入目的节目 这要是传出去 他还有什么脸面呢 此时他不知道是因为气的 还是那些舞娘身上的香粉味熏的 他感觉自己头晕脑胀的 浑身也极其地无力 就好像是快瘫软了一样 他感觉不对头 手上握住自己的宝剑 提起内力 想要用内力让自己清醒一些 但这一提起可不要紧 他发现自己体内 根本没有内力的存在了 丹田好像被什么东西封住了似的 不管他怎么用力 丹田就好像沉睡了似的 根本不会输送任何的内力给他 红秀夫人此时才意识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他这可能是中毒了 但是他明知这是一个陷阱 所以此次非常慎重 桌上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动 甚至筷子都没碰一下 自己只是在这里坐着 怎么就会中毒了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39集 正在红秀夫人内心大惊 感觉自己中毒无措之际 她突然感觉到 一只小手贴上了自己的后腰 然后就感觉一股清凉之气 顺着那小手进入到了自己的身体里 那股清凉之气在身体里慢慢地流动 她顿时觉得自己的头脑亲密一些 而且身上也没有那种无力感 在身体绕行一圈之后 那清凉便缓缓流入了丹田 在自己丹田处环绕了一圈 就进入丹田消失不见了 红秀夫人再次提气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丹田恢复了正常 她此时已经可以再次使用内力了 这一发现让她激动地转头看向若云 因为她知道刚才那只小手是若云的手 是若云不知道用了什么神奇的法子 帮自己解了毒 但是她看向若云的时候 若云却示意她不要说话 而且还用眼神示意她看那边 她顺着若云的眼神看去 不禁眼眸突然暗沉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大仇人 罗云 她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悄悄地站在了 这棚子侧前方的角落里 此时正在暗处 暗暗观察着棚内人们的情况 她注意到罗云向这边看过来时 便赶紧装作一副十分沉醉 浑身松软的样子 看着场上舞蹈 罗云的眼光 只是从他们这里扫尸一圈 然后就过去了 红秀夫人感觉 罗云的眼光消失 才松了口气 就在此时 红秀夫人的耳边 响起了若云的声音 姨木 你不要说话 只要听我说就好了 若云这是在向红秀夫人 用法力传声 红秀夫人不会传声 为了不引起罗云的注意 若云指的让她 不要有什么动作 红秀夫人惊讶了一下 但很快保持了镇定 机不可闻地点了点头 算是回答若云了 姨木 你看场上的这些舞娘 其实施展的是一种魅术 这些人被他们的魅术所迷惑 所以才会如此失态的 若云的声音传来 而你刚才是不是感觉浑身无力 内力施展不出来了 那是因为你中毒了 你是不是十分惊讶 你如此的小心 并没有吃任何东西 也没碰桌上的任何东西 却还是中毒了 那是因为这毒 并不是下在这些吃食里面的 而是飘散在空气中的 人们只要闻到空气中的气味 就会中毒 你是不是觉得 此地这么多用毒的高手 如果空气中有毒 人们不可能发现不了 那是因为 他们这次下毒 真可谓是高招啊 你看这烟雾厂四周的香炉 和头顶上燃烧的蜡烛吗 这香和这蜡烛里面 都燃烧了不同的香料 平常的时候 燃烧其中任何一样 或是两样一起燃烧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所以人们进入烟雾厂的时候 并不会发现什么异状 但是坏就坏在 这群五娘身上 他们身上所带的香味 并不是平常女子 所用的胭脂水粉 而是一种催化剂 香炉里的香料 和蜡烛里的香料 同时燃烧的时候 只要一遇到这种催化剂 就会变成一种毒 可以使人浑身无力 而且内力也会被封 而这群五娘 一上来就不断地施展着魅术 使人们降低了心防 所以众人就会在不知不觉中 中了他们的毒 不得不说 多因等人这么安排 可谓是非常的高招啊 如果放在平时 他们就可以兵不血刃 轻轻松松地 把这些武林高手拿下了 若云不得不赞叹 对方的计划真的是高 真是巧啊 若不是今天有他在这儿 这群武林人 是绝对不可能逃过此劫的 红秀夫人文言 也是暗暗心惊 没想到 对方居然设计得如此精妙 连他这知道内勤的人 小心翼翼地都会中招了 再一联想到 如果这次自己是 只身前来的话 那可真是凶多吉少了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若云呢 他都不知道 自己这个小小的侄女身上 蕴含了多么大的能量和神奇 不过此时 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来不及多想别的 红秀夫人看着这群师太的江湖高手 暗暗着急 如果这些人都中了毒 就凭他跟若云的力量 不知道能不能击败罗吟等神 所以他现在正在想用个法子 来提醒这些人 正在红秀夫人暗自着急的时候 坐在前面桌上 一开始举杯试毒的那位白发老神 突然一脚踢翻了面前的矮桌 高鹤一声 不好 中毒了 大家赶紧闭气 此处的气味有毒 他搞出来的动静巨大 好多江湖人也不是吃素的 本身实力够硬 被他这么一喝 就从那五娘的魅术中清醒了过来 然后立马感觉到体内的异样 纷纷先桌而起 喝道 不好 有毒 而这么多人 这样的动作已经打断了那群舞娘的魅术 音乐声也戛然而止 那群舞娘也停止了动作 而后眨眼之间便快速地退了下去 然后另外一些沉醉在那魅术之中的人也清醒了过来 巨大的演武场 此时还是灯火通明 只是刚才还是一副推杯幻展 歌舞祥和的景象 此时却一片凄凉 满地地背叛狼藉 只剩下一群精神萎靡的江湖人 张如海 你大爷的 有本事就真刀真枪地出来打一场 用这种奸计算什么英雄好汉 有人开始张口骂道 因为此次来的是神鹰山庄 所以人们直接把这责任 算到了神鹰山庄庄主张如海的头上 此后人们就开始纷纷喝骂起来 红秀夫人见自己丈夫背了黑锅 甚为着急 但是此时又不能暴露身份 只得满脸气愤地坐在那里 哈哈哈哈 诸位有在此咒骂我家庄主的闲功夫 还是赶紧想想自己的处境吧 魏蓉从一侧走了出来 朗声大笑道 魏蓉 你让张如海那狗贼出来 我跟他势不两立 有人喊道 就凭你们 还没资格见我家庄主呢 魏蓉嚣张地道 魏蓉 你这走狗 我先杀了你 看那张如海 倒是出不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人就扑向魏蓉 那人虽然来势凶猛 却因为中了毒 根本用不了内力 且是浑身酸软无力 根本不是那魏蓉的对手 没有两招就被魏蓉给踢飞了出去 摔在地上 咳出一口血来 哼哼哼 不自量力 要说平时我魏蓉 可能不是在座的 众位的对手 但是今天 你们可奈何不了我 我看哪 你们还是心平气和的 听听话 不要再如此耗费力气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魏蓉站在演舞场中间的圆台上 昂首挺胸 一副不把江湖众人 放在眼里的意思 有人此时还是比较理智 出言问道 魏蓉 你说吧 这张如海如此行事 到底所谓何事 事到如今 我想那逐日见的事情 十有八九也是假的吧 只是引我等众人前来的 一个诱饵罢了 不错 你说对了 这逐日见的事情 根本是子虚无有的 我家庄主请诸位前来的意思 就是想为了整个武林的 和谐和统一 希望大家在此能宣誓 效忠我家庄主 那魏蓉朗声道 魏蓉这话一出 下面众人不禁义愤填膺的道 放屁 那张如海虽然是武林盟主 但是武林盟主 历来就是维持武林秩序 为大家服务之人 想让我等为他张家卖命 简直是妄想 江湖人历来都是喜欢 无拘无束 放荡不羁的 让他们臣服一个人 那是比杀了他们都难 所以魏蓉这么一说 就引来众人的反驳之声 嘿嘿 那不好意思了众位 你们可知道 你们种的是什么毒吗 此毒名为三香软 是由三种本身无毒的香料 混合燃烧而成的 种此毒之人 初期就如众位这般 内力被封 浑身酸软无力 但是此时还是有行动能力的 但是一日后 诸位就会感觉浑身僵硬 行动不便 三日后 中毒之人 就会完全失去行动能力 只能躺着一动不动的 直到七日后 便会在浑身无力中死去 只要你们此时宣布 效忠我家主子 那么我家主子 就会赐下解药 解了你们身上的毒 而且以后 还会有不少的好处赐给你们 孰轻孰众 诸位好好思量思量吧 魏蓉说完这话 就走下高台 找了一个座位坐下 一副等着人们考虑的样子 而下面这些人 听了这毒药如此厉害 全都炸开了锅 有害怕的 有愤怒的 有谴责 有不服的 但是矛头无一例外 都是指向了张如海 洪秀夫人见自己丈夫 被这仇敌拿来当挡箭牌 被武林中人唾骂和不耻 一时间又是气又是怒 差点拍案而起 不顾一切地 要为自己丈夫说明冤情 还是被若云给拦住了 就在此时 场中又有人大声道 大家先稍安勿躁 我感觉这事情是十分的蹊跷 不一定跟如海有关系啊 人们看向说话的人 发现是宋家宝的宝主宋斐 便更加愤怒了 有人喝骂道 你宋斐 本就跟那张如海是亲戚 自然是要向着那张如海说话的 这位仁兄此言诧异 正是因为是亲戚 我才会说事情有蹊跷 因为我们宋家宝的人 也都全部中毒了 我想 如果如海和洪秀 想要我们宋家宝 为他们做事 没必要对我们下毒吧 我是洪秀的亲舅舅 从小看着他长大的 只要他开口 我还能不从吗 而且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家都还没见过 如海和洪秀露面 今日如果他想使幼儿 使大家中毒的话 那直接由他自己出面 来招待大家 岂不是更有说服力 何以到现在都没见到他们 他们是不想露面 还是不能露面 这事情还是两说着呢 再说了 如海已经是武林盟主 那在江湖上也是很有脸面的 谁见了 不抬近几分 他如果有个什么事情 您请大家帮忙 或是以盟主的命令 号令我等做事 我想诸位也不会不从吧 何苦用这等奸计 来让自己成为武林的公敌呢 所以在下感觉 这事情不对劲 大家不要轻信了 这魏荣的话 宋斐一番话 说得众人都沉默了 有些善于谋略的人 把今天的事情想一想 也是感觉有些蹊跷 大家都是先入为主就想 这件事情是张如海干的 但是张如海 并没有动机干这种事情啊 想及此 有些人虽然不会尽信宋斐的话 不过也开始怀疑 魏荣的背后不是张如海了 但还是有人出言问道 宋斐 你说你中毒了 也只有你一家之言 谁知道是真是假 也许正是张如海 把你们放在这儿 迷惑众人的呢 如果大家不信 在座还有不少神医圣手 只要对我宋家宝的人 一枕便知 宋斐说道 众人文言 倒是推举了几个江湖上 有名的圣手 走到宋家宝众人那里 为他们枕脉 这些圣手虽然功力不在了 但是医术这东西并不需要内力的 很快便诊断出来 宋家宝众人也都中了毒 宋斐便道 事实摆在眼前 此时危及关头 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 不要亲信了 未容了小神的言语呀 众人见状便有些动摇了 宋斐 你少在这里花言巧语 事情出在这神鹰山庄 这神鹰山庄 本就是他张如海的地盘 且他武功高强 天下少有人能敌 难道他还会受制于人吗 有人在人群中喊道 既然如此 那就请如海出来一见 只要能见到如海真人在前 我宋家宝当即便表示 效忠神鹰山庄 宋斐致地有声道 宋斐对张如海和红秀 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人都不是那等 追求权势的人 就连这武林盟主 也是张如海觉得 委屈了红秀 才特意为他争过这 武林第一夫人的名头的 而红秀自己从小看着他长大 他对自己这个舅舅 还是非常乳目的 他相信 今天的事情 并不是张如海和红秀策划的 相反他心里 现在倒是有些担心 张如海和红秀 还有张霄的处境了 神鹰山庄此时 被这魏荣把控折 难道红秀夫妇二人 已经遇到什么不测了吗 被宋斐这么一说 也有不少人出言道 对 我们又见张如海 见了张如海 我们在说效忠的事情 不见张如海本人 绝不松口 众人纷纷要求见张如海 不然就绝不妥协的样子 魏荣有些着急了 他知道张如海 现在在后山上呢 但是他现在那副样子 怎么见人呢 明眼神一眼就能看出 他现在是一具心尸走肉 到时怎么服众啊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如此 你们就等着慢慢浑身 无力而死吧 咱们就等着 看谁能耗得过谁 事情有些偏离了轨道 魏荣有些气急败坏 然后看了角落里的罗尹一眼 想看看他有什么指示 本来他们是打算利用张如海的名头 骗了这群江湖人的 以后即使说出去 也全是张如海的问题 让他背下这个黑锅 没想到这群人里倒也有明白人 让他计划出了失误 我来说一句吧 大家现在首要问题是 怎么解除你们身上的毒 而不是在这里纠结 张如海人在哪里 罗尹眼看着 魏荣已经把控不住局面 便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边走边说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三百四十集 今天这事情 罗尹其实并不打算出现的 他的一贯原则就是 隐在暗处做事 但此时这局势由不得他了 主上想要的是 这些武林人的武力 为他办事 如果这些人宁死不屈 或是都死了 那主上还要他们做什么呢 而且他也跟他们 耗费不了七天那么长的时间 毕竟这事情夜成梦多 万一这些人时间长了 不回家 在江湖上引起什么风吹草动 耽误了主上的事情 那可不是他能吃醉得起的 罗尹 是你 罗尹参加过武林大会 所以有不少人认识他 正是在下 罗尹风度翩翩地 略身上了那高台 而卫草则是一副恭敬的样子 给罗尹行礼 这样一来主赐以明 大家都知道了 这卫草是听命于罗尹了 好多人看到罗尹都大为震惊 毕竟这罗尹和卫草不一样 卫草只是江湖上的一个小虾米 在场的众人 平时的时候 有不少都能杀了他 而这罗尹 是江湖上近年来崛起的 数一数二的高手 在场众人 很少有人能是他的敌手 更何况 现在大家都中了毒 如果罗尹想杀了他们 那真是比你死一只蚂蚁还容易 罗尹 果然是你 难道是你布了这个局 想来以此毒来号令江湖众人吗 你告诉我 如海和红袖现在何处 宋斐看到罗尹大急 他是知道这罗尹武功高强 跟张如海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此人想加害如海和红袖的话 那可就很难说了 郭造 宋斐话音刚落 罗尹便沉声道 然后脸色一变 一灰衣袖 站在远处的宋斐 便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被罗尹的内力打得飞出去老远 然后整个人砸在凹凸不平的山壁上 一口鲜血喷出了丈许远 从山壁上滑落 趴在地上 众人看去 他后背已然是鲜血淋漓 露出了森森的白骨 罗尹这一手来得突然 谁也没防备他这一手 一刹那间 言无常内鸦雀无声 那宋斐怎么说也是一宝之主 而且在江湖上也是成名已久 也有不少的微信的 居然就被罗尹像死狗一样给拍了出去 众人心下不禁大害 宋家宝的人此时才反应过来 红秀夫人的表弟表妹们全都惊叫 爹 大伯 然后往宋斐滑落的方向跑去 红秀夫人当时也是惊叫一声 差点没按耐住 那可是他的亲舅舅啊 从小对他疼爱贝家的亲舅舅 就算是他爹爹不认他了 他舅舅依然包容他 接纳他 而本来还好好的舅舅 转眼之间却受如此大难 这让他怎么能忍得住啊 好在红秀夫人大叫一声以后 后面的话被若云给挡住了 若云敲声告诉他 宋飞没事 他会救她的 这才让红秀夫人冷静下来 而罗尹只往这边看了一眼 看到红秀夫人一个女神 也许是被刚才的事情给吓到了 才会大叫出声 便也没在意 而是转头继续含笑地看着台下的众人 此时宋家宝的人已经到了宋斐跟前 宋斐被众人抱起 竟昏迷过去了 浑身流血不迟 俨然就是奄奄一息的样子了 宋启程见自家大伯被罗尹打成这样 顿时怒发冲冠 拔出手中剑对着罗尹大喝一声 罗尹狗贼 我杀了你 说着就要找罗尹拼命 罗尹此时则是满面含笑 一副看蚂蚁一样的表情看着他 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 幸亏宋启君还算是个明白人 一把狠狠拉住宋启程 三弟不要做无畏牺牲 咱们不是罗尹的对手 应平只会自寻死路 此时救我爹才是最要紧的 快来帮我 说着从怀中掏出一颗药丸 宋启程本来要反驳 但是见到二哥拿出药丸 知道先救大伯的命要紧 便住了口 不再管罗尹了 而是收件帮着自家二哥和小妹 辅助大伯 宋启君便把这颗药丸捏碎了 送到宋匪的嘴里 这是他们宋家最好的疗伤药丸 在江湖上也是极其有名的 希望这个能保住父亲的命 而就在这几人施救的时候 他们都没注意到 黑暗中 一缕浅淡的绿色气流 悄无声息地 钻进了宋匪的心口 护住了他的心脉 让他气息平静了一些 宋家众人看宋匪气息平静了 以为是药丸起了作用 也都输了一口气 远处的若云也收起了他的法力 松了口气 这么远程的施展治愈术 对他来说还是有些吃力的 而罗尹对宋匪这么一出手 真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 场下众人都不敢再大声说话了 很怕自己也步了宋匪的后尘 罗尹见状 轻松地一笑 昂首挺胸在这灯火的照应下 倒是有一种风光济月的味道 趁着台下众人更是萎靡凄惨了 哼 众位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张如海已经被我控制了 他的夫人洪秀夫人 此时恐怕已经在黄泉路上了 我奉劝你们不要再想着拖延时间 你们此时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就是效忠我家主上 另一条就是死子 我没有耐心等七天那么久 我只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之内 宣布效忠的人 我会给你们解药 如果 过了一炷香以后 剩下的人全都要死 他这话虽然说得云淡风轻 但却十分狠烈 其中的杀伐之气 如刀鸣一般切割着众人的神经 一时间尝尚静默无声 气压极低 宋家宝的人听说红袖已死 全都滋目越裂 宋启成和宋启臣再也忍不住了 拿起兵器就要找罗颖拼命的样子 但还是被宋启君给拼命拉住了 不是宋启君他怕死 他此时也是恨不得把罗颖千刀万剐 只是此时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拼命是蛮干的行为 他们一定要忍住 等待时机 说不定事情还会有转机 而下面的江湖众人听罗颖说 只给他们一炷香的时间 不然就是死 也都又惊又怒 但涉于罗颖的强大和狠辣 都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来人 点香 罗颖一声令下 有人抱着香炉上来 上面插着一根刚刚点燃的香 人们看到这只香再普通不过了 此时香头明灭 清烟鸟鸟而上 自顾染着 但这哪里是什么香啊 分明就是他们的催命符 一些胆小的人都已经有些抑郁 妥协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若云已经明白了 这罗颖就是想用这毒药 威胁江湖众人 归顺于他的主神 利用这些人强大的武力和人脉 信息来为他办事 这跟他开始想得差不多 只是没想到他们计划这么周密而已 而若云本来还打算等等看 罗颖背后的主子会不会出现 但此时看眼前的情形 恐怕他那主子是不会出现了 而且罗颖本来都没打算出现的 而是让魏容来打着张如海的名头办事 只是后来被宋斐给逼出来了 事到如今 若云不打算再等 他此行的目的 一是帮红秀夫人救出张如海 二是打算打探一下风雨楼的目的 并且抓住着罗颖 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机密 既然已经等不到更多的东西了 若云便打算出手 终止这场鸿门宴了 就在若云打算出手的时候 突然一道洪亮的声音在场中响起 令若云顿时停了下来 那声音道 我说 那什么叫罗颖的 你告诉爷我 真的跟着你的主子有肉吃吗 众人闻声望去 发现居然是雷氏三怪中的一人站起来说的这话 而且听这话的意思是 好像是有肉吃就认了主子了 众位江湖人等 不禁全都对着雷氏三怪露出鄙视的神情 而罗颖恰恰恰恰是需要这个带头羊的 文言点头笑道 那是自然 不但有肉吃 还有好酒喝 只要你们忠心不二 但凡这些要求 主子都能赐给你们 那行 那我们雷氏三侠便同意效忠你的主子 雷氏三兄弟齐声道 罗颖文言大喜笑道 呵呵 在下听闻雷氏三侠为人素来爽快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很好 很好 来人 给三位大侠上解药 他这么一说 就见那魏容亲自端了一个托盘 向那雷氏三侠走了过去 那个托盘上 依次摆着三个打开的八掌大的木头盒子 盒子里面放着的是 三颗拇指大小的褐色药丸 那雷氏三侠看到药丸之后 不禁大乐 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一人抓起一颗药丸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放到了嘴里 一时间 场内更加寂静了 所有人都盯着雷氏三侠的嘴看 直到他们把药丸吞进为止 毕竟他们三个是第一个尝试的人 人们渴望得到解药 但是得到解药的代价就是放弃自尊和自由 江湖人讲究 宁愿站着生 不愿跪着死 所以大家都在坚持 但是有人开了头就不一样了 这就好像是一块木板 中间被虫住了一个洞 然后慢慢地 这块木板就会被越住越大 慢慢地松散 溃烂 有了雷氏三兄弟做领头神 一些人开始窃窃私语 他们看着那只已经燃烧了三分之一的清香 开始左右摇摆不定了 吃了解药的雷氏三兄弟 运功消化片刻 顿时感觉浑身轻松 刚才那种无力和风硬感一扫而空 便齐声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看他们轻松的样子 知道他们的毒是解了 大家心里五味杂陈 有羡慕的 有嫉妒的 还有嗤之以鼻 鄙视的 更有三五人也举手说 自己也效忠的 眼见形势大好 罗尹命人拿解药给那些人吃 而与此同时 那雷氏三怪收了笑声 便头也不回 往盐武场外面走去 众人不解地看着他们 不知道他们这是干什么去 罗尹看到这三人的行为 眼底则是划过一抹轻蔑的亮色 高声道 不知三位 这是要往哪里啊 雷氏三怪其中一人 回头说道 既然这里没那烛日剑 我们三兄弟留在此地 也没什么用处 还不如早早回我们的南海呢 就此告辞了 说着 三人就往外面走去 他这话一出 场内众人一片划闪 刚才雷氏三怪 明明是答应了罗尹 要效忠他家主上的 然后才得到解药 怎么此时服用了解药 却翻脸不认 打算就此离开了呢 此时的人都重信义 平时说出来的效忠的誓言 那是绝不会反悔的 更何况 最是注重信义和承诺的江湖人了 他们就没想到 当众说出来的承诺 会不遵守的事情 此时见着雷氏三怪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有人倒是赞了他们一句机智 骗取了解药 有人倒是从心里更不齿了 认为他们无信无义 而罗尹则是好像听到 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 瞪时哈哈大笑起来 那笑声响彻言无常 在这空旷漆黑的夜晚 显得十分的刺耳 哈哈哈哈 三位刚才明明已经承诺 效忠我家主上 此时却又出尔反尔 莫不是把我罗尹当傻子了吗 我们刚才有说过要效忠了吗 即便是说过 那也就是随口说说的 当不得真的 谁知道你就这么当真了 不过也不是你傻 是我们兄弟太聪明了 雷老二得意洋洋 一副赖皮样说的 罗尹闻言不怒反笑 哼三位 你们还未走出这炎武场 孰是孰非 尚未可知啊 语气中倒是有点兴奋 和挑衅的意味 怎么 就凭你 还想留住我们三兄弟吗 他们怕你 我们雷氏三侠可是不怕你 雷老大提起他的鱼叉 指着罗尹道 那咱们试试便知了 说着一个大捧斩翅 冲着雷氏三侠飞扑过去 雷氏三侠见罗尹突然出手 也不紧张 这本来就在他们的意料之中的 此时他们身上的毒已经解了 也并不把罗尹放在眼里 提起随身鱼叉就迎了上去 别看这三根貌似普通的鱼叉 那可是用金刚所制的 在南海的地火中 促练了九九八十一天而成的 每根鱼叉都有九九八十一斤重 一般人那是想拿都拿不起来的 只有这三兄弟天生神力 抡起鱼叉不费吹灰之力 而这三人也没有跟罗尹客气的 并没有以多打少的胜之不武的想法 三人全都一拥而上 对罗尹展开了夹击 罗尹虽然武功高强 内力深厚 但雷士三怪也不是吃素的 不然也不会在江湖上九父圣民 所以他应付起这三人来 还是蛮吃力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那雷士三怪虽然身材高大 身形壮硕 看似笨重 但是打斗起来 却并不笨重 十分的轻盈灵活 挪腾转移之间 相互配合得十分的默契 场上的四人 一时间倒是斗得不可开交了 而场下众位江湖豪杰 也都为雷士三怪捏了一把汗 心里都盼望着 他们能够取胜 这样自己等人 可就有了一线生机了 天不随人怨 就在这四人斗得难分难舍之际 那雷士三怪突然之间 行动变得迟缓起来 而且并没有之前的那种默契 一时间三人阵法大乱 而那罗尹则是越战越勇 砰砰砰三掌 分别落在雷士三怪的胸口 三人突然间就倒地不起了 而罗尹则是把手中的铁扇一合 抖了抖身上的衣衫 副手站在那里 低头看着地上的三神 嘴角样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倒是有一种一世独立的神秘感 场中众人全都是一副 目瞪口呆的样子 他们不明白 本来已经稍有领先的雷士三怪 怎么突然一下 就被打得倒地不起了 以这雷士三兄弟的功力 不可能挨了一掌 就变成这个样子啊 大家现在都想着 这三人赶快站起来 赶紧把这个罗尹给打趴下才好 在众人的期盼中 地上的雷士三怪终于有了动静 却不是众人期盼的那样 站起来把罗尹打趴下 而是这三人突然之间 扶地抽搐起来 不仅抽搐 还伴随着三人的闷哼声 此时三人脸色的身体 都扭曲到了一定程度 仿佛人受着巨大的痛苦 终于雷老大大吼一声 对罗尹道 你这奸贼居然用毒 这话一出 昌中众人都骇然 大家都没看到这罗尹是怎么用毒 这雷士三怪怎么就突然中毒了呢 哼 无毒不丈夫 真当我罗尹傻了不成 没点乙仗 就敢给你们解药吗 罗尹沉声道 若云此时看着场中 依然痛苦抽搐的雷士三怪 一时也是满头的疑惑 刚才这三人打斗的时候 他并没有看到罗尹对这三人用毒啊 以他如今的眼力 那是不可能看错的 这三人 到底是什么时候中的毒呢 不对 是那解药 若云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是刚才这雷士三怪吃的那三颗解药 这三颗解药此时想来 应该既是解药 又是另一种毒药 想明白这个 若云不禁感叹 策划今晚这事的人 真是高啊 居然想到这么一条 毒中毒的计策 刚才那三香软之毒 只不过是抛砖 后面这雷士三怪中的毒 才是被那引出的欲 这才是真正能控制人的毒药 此时有人问了 刚才直接给人们下着后一种毒药 不就行了吗 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呢 那是因为这些江户人都极其的警惕 大家吃喝之前都先咽毒的 那个药丸那么大 如果直接放在吃食里面 那是必定会被人发现的 所以会有了这么一个迂回的办法 目的就是让众人不得不吃了 最后这一种毒药 食节药 是刚才那节药 哪个节药里面有毒 坐在前面那个白发老者 也想到了这一点 突然出声喊道 要老 不愧为江湖上公认的神医圣首 这么快就看出了事情的关键 罗颖看着那白发老者 并没避讳 反正事情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已经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而雷氏三怪也听到了这药老的话 雷老三人受着巨大的痛苦 对罗颖骂道 罗颖 你这个奸贼 你给大爷耍诈 是你们太天真了 你莫不是以为你轻飘飘的一句效忠的话 我就会真的信了你们吗 多说无意 要我杀就杀 不过你给我记着 你三个爷爷投胎转世以后 必定来找你报仇 那雷老大 似是不堪忍受那毒药的痛苦 想赶紧求个了断 咱们无冤无仇的 说什么打打杀杀的 没得伤了勤奋 我这里有解药 马上就给三位大侠服用 便可解除你们的痛苦 罗颖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笑道 我呸 我不信你会有这么好心 这解药 必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爷爷我不吃 雷老大说道 雷老大 你可是说错了 这次的解药 可是真真正正的解药 只不过这个解药 只是一年的分量罢了 明年的这个时候 三位还需来找小弟我 领取解药 不然就会受这如同万以钻身之苦 整整七天七夜 然后蹊跷流血而死 罗颖这话虽然是对雷氏三兄弟说的 但是眼神却扫过了场中众人 大家闻听此言 玄得不寒而栗 听着罗颖的意思 只要众人服了这药 那他们这些人就无异于 真的变成了罗颖等人的傀儡了 为了生存 为了每年的解药 那是不敢对他有丝毫的反抗的 可如果不服用这药 那他们这会儿已然中了三香软之毒 此时均都是手无腹肌之力 一注香之后 也会死于罗颖之手 一个是苟延残喘地活着 一个是立即就死 生死一念之间 此时该如何取舍 有些人看着雷氏三怪 铁塔般壮硕的汉子 此时却被这毒药折磨得如此痛苦不堪 只求一死 再一联想到自己的身上 如果真中了此毒还是生不如死的话 均都在心底恐惧起来 雷氏三兄弟此时却艰难地抬起头 看着罗颖手中的玉瓶 哈哈大笑道 狗贼 你雷家三个爷爷 堂堂男儿 屹立在天地间 无拘无束 从不受人左右 今日大不了就是一死 我们三兄弟无所畏惧 绝不当你这狗贼的糟狗 雷氏三兄弟这一番话 倒是让若云对他们刮目相看 没想到这三人看着浑傻又无赖 倒是有一番大丈夫的情怀 是真性情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雷氏三兄弟的这一番话 倒是激起了一些有血性的人的共鸣 他们纷纷出言声援这三人 表示自己宁死不屈 一时间 言无场内充满了正能量 多已没想到 这雷氏三怪骨头如此硬 这万一钻身之苦可不是一般人就能受得了的 此时却还如此嘴硬 他看场中之人因为雷氏三兄弟的话 有些人开始跟着不屈服了 便一挥一袖 直接把雷氏三兄弟甩向了远处的高台 高台之上居高临下 灯火通明 更能让人看清楚雷氏三兄弟的痛苦和惨状 好多人见状 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万一钻身 三人身上又痛又痒 情不自禁地用手去抓脑 此时这三个人 已经把自己身上抓得满是血印 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了 伤头猙獰地在流着血 他们满手是血 但还是忍不住去抓脑 照这情况 这三人根本就等不了七天七夜 只要一会儿就能把自己给抓死了 而且死状还会极其之恐怖 罗尹把众人的惊恐尽收掩底 便朗声道 众位 这雷氏三兄弟很有骨气 在下也很佩服 但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明明有生的机会 诸位何苦跟着他们陪葬啊 时间可是不多了 生死一念间 大家早做决定 说完话用手一指 大家已经看到那催命符一样的那炷香 此时已经快要燃尽了 一念生 一念死 看着马上燃尽的清香 就在众人心中绷住的那根心弦 也快要断了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轻亮的铜声 有些称怪的道 你这三个不懂事的 怎么就知道惹是生非呀 你们看看 惹了事自己解决不了 还得让姑奶奶我来给你们上后 随着这道声音 只见一个身着一身宝蓝衣裤的可爱小女孩 从席间轻巧地走了出来 大家都愣住了 因为这样一个事关生死 血腥苍凉的场面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柔弱的 娇难的小女孩 好像真有些不协调似的 而今天跟若云有一段交情的宋家姑娘宋启臣 看到若云站出来 不禁大忌 连忙喊道 云儿 这里危险 赶快退回去 而高台上的雷老三听到若云的声音 也挣扎地抬起头来 靠着超人的意志力 对若云说道 姑奶奶 是我雷老三 没本事 中了这奸贼的奸计 你要是现在还有本事 赶紧走吧 这个奸贼狡诈得狠啊 别中了他的计策 雷老三会这么说 是因为他那天跟若云交过手 他心里知道 若云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若云看了看交集的红袖夫人 还有关心自己的宋启臣 和那话虽粗 但却满是人情味的雷老三 心中一股暖流划过 不仅感觉今天是来对了 认识这么几个有血有肉 有情有义的人 若云对宋启臣道 宋姐姐 谢谢你对云儿的关心 如果你信我的话 就把这个给宋大侠吃了 他的伤便可安然无恙 话音已落 手一挥 一个玉瓶便出现在宋启臣的面前 宋家人和宋启臣没想到 若云会有这么一手 这么远的距离 居然就能把这么一个玉瓶 稳稳地送过来 都惊讶地呆愣在当场 不知所措 而因为刚才吃了药 已经从昏迷中醒来的宋匪 却在宋启君怀中虚弱地道 姑娘 我宋匪欣你 承儿 接过这玉瓶 给为父用药 是爹 宋启臣这才醒过神来 拿住玉瓶 感激地看了若云一眼 宋大侠睿智 若云赞了一声 又转头对台上的雷老三道 既然你认了我这个姑奶奶 你此时大难临头 我这个当人家姑奶奶的 也不能坐视不理呀 少不得 还得为你张罗一番 说着身形无风而动 直接飞升上了那个高台 刚开始罗颖看到若云 出来的时候 根本没把这个小姑娘 放在心上 此时见若云 不仅给宋家人隔空送药 居然还能飞升上台 瞪时大惊 你 你怎么可以用内力 你没有中毒 就你这区区三香软 还想让我中毒 异象天开 若云边说着 边开始检查 雷尸三兄弟的伤势 这事情 完全超出了罗颖的预料 他没想到今天 还有人能不中毒 而眼前这个姑娘虽然小 但是刚才展露出的 那两手本事 他此时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看着若云附身去 检查雷尸三兄弟的伤势 他便率先发难 手中铁扇一挥 冲着若云而来 他要先制服 这个意外才行啊 台下众人此时看到 那个一身宝蓝的小姑娘 此时正在低头 全神贯注地检查 雷老三的伤情 而那罗颖的铁扇 已经近在咫尺 看似马上就能敲碎 那小姑娘的小脑袋了 毕竟是针对 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侧隐之心人人有知 已经有人惊呼出来 还有人喊道 姑娘快躲开 他话音没落 只见那罗尹 整个人呈抛物线状 从那高台上坠落到了地上 身体落地以后 甚至在那地上弹跳几下 然后就归于平静了 寂静 巨大的寂静 场中一片寂静无声 只听到烛火霹雳啪啦燃烧的声音 还有雷尸三兄弟的声音声 然后又是轰的一声 人们喧哗声起 子 罗尹 罗尹死了 一 一招 只用了一招 这怎么可能 因为那罗尹摔倒在地上以后 就再也没有起来 就像死了一样 就那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 所以有不少人以为他死了 人们的声音里有惊喜 有惊恐 有害怕 欣喜罗尹如果死了 就没有人威胁他们的 又害怕那罗尹如果真的死了的话 那他们中的毒该怎么办呢 谁来帮他们解毒 难道真要等死吗 若云看出众人的紧张 就站直了身子 笑道 大家不用紧张 这罗尹只是晕过去了 并没有死 若云此言一出 众人松了一口气 一会儿就可以逼问他解药的下落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42集 江湖上强者为尊 若云刚才彰显出来那强大的能力 以然让大家信服 他们不是看年纪 所以对若云的话都没有意义 卫药等人见到平时强大如斯的罗尹 只一招就被大家打趴下了 顿时乱了阵脚 带他们的人 想趁这些江湖人现在中毒没内力之际 先制服他们 毕竟若云只有一人 他就不信了 他能管得了这么多人 若云见他们的异动 突然抬头 对着空旷的夜空说道 张盟主 剩下的事情交给你们了 他虽然声音不大 但却让在场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而且这声音 似乎也远远地传播了出去 这话音未落 就见远处苍山上 一道人影 一昧飘飘而来 夜色中最为醒目的是 他那满头的白发 此人如大鹰一般张开双臂 俯冲而来 那如雪一般的白发 飘散在空中 带着凛冽和威严的气势 坐下的红秀夫人见到此人 顿时心下惊喜 站起身 直走几步 昂头冲着那白发之人喜悼 如海 张如海看到站在场中的红秀夫人 轻笑一声 落地时一个回旋抱住了她 被抱住的红秀夫人伸手紧紧地拥住张如海 眼泪情不自禁地溢出来 这日夜的担忧 这日夜的担忧 思念终于在此刻爆发出来 这夫妻二神终于团聚了 妖头 让你受苦了 张如海在红秀夫人耳边道 我不苦 只要你能没事 只要我们能一家团聚 我受的这点苦 又算什么 我只要你没事就好 红秀夫人见到丈夫 方才显露出小女神一面 辅着张如海的白发 似是委屈 似是撒娇地说道 孟 盟主 张大侠 众人惊呼道 此时张如海虽然头发变白 而且面貌干瘦如柴 但还是被一些人认出来了 继而情不自禁地惊呼出声 这些人的惊呼 打断了张如海夫妻二神 短暂的温情相聚 红秀夫人这才意识到 自己当着众位江湖豪杰的面 居然抱着丈夫哭鼻子 并有些不好意思地赶紧分开了 却也不肯远离 只是抓着张如海的衣袖 站在他身边 众人此时根本没注意这些小事 他们此时十分震惊 因为刚才那罗尹明明说了 张如海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而红秀夫人也已经命丧黄泉 此时这张如海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而他抱着的这个女子 又是谁呢 在下张如海见过诸位了 在下确实被罗尹这奸人所害 最近这些日子 一直被他所困 而我现在这副样子 也全是他所为 不过幸好暗中为我夫人所救 今天才能脱困的 张如海简短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 哦 原来如此 众人看到张如海出现 心里稍微定了定神 他们对张如海比较熟悉 虽然刚才那个小姑娘制服了罗尹 可大家毕竟不认识他 而且他年纪如此之小 武功却又深不可测 只用区区一招 就制服了如此厉害的张如海 太多神秘莫测了 大家心里对他没底呀 而服用了若云给的灵药以后的宋斐 此时不但身上的伤好了 而且他发现 自己身上中的毒居然也都解了 又看到张如海出现 心里正惊喜不已 但是看到张如海抱住了一个陌生女子 她脸色便有些不好了 听完了张如海的话 宋斐便站了起来 如海 你安然无恙 我就放心了 不过红秀呢 她人陷在何处啊 这个女子又是谁 为何跟你有如此亲密之举 作为红秀的亲舅舅 看到她的丈夫居然抱着一个陌生女子 她是一定要为自己的外甥女讨回公道的 红秀夫人听到宋斐的话 才想起自己此时还是易容的状态 没想到自己易了容 如海刚才还是能认出自己 想到这里心里甜蜜了一下 看到舅舅在等着如海回答 红秀夫人赶紧用药水在脸上抹了几下 露出她的真容道 大舅舅 是我啦 看来这个易容术当真了得 连你都没认出红秀来 宋斐看到眼前这个美貌女子 在自己脸上涂抹了几下 就变成了自己的外甥女 先是一惊 然后又是一喜 天儿 当真是你 刚才那罗尹明明说你 说你 当真是吓死舅舅我了 红秀夫人本名蓝田 近年来因为她声名改名 所以已经很久没有人喊她的小名了 此时宋斐一时激动 便把她的小名叫出来了 大舅舅 是我 还好田儿我命大 大难不死 此时已然脾气太来了 红秀夫人回道 这是她近些年 头一次自称田儿 经历了此次生死大难 她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东西 明白了自己当年的任性 明白了父母对自己的爱 明白了 这世界上对她最重要的是什么 而此时 她心中只有对父母 无尽的思念和愧疚 再没有一丝的怨念了 所以她也不抗拒自己的本名了 好 好 太好了 你们都平安 舅舅我就放心了 宋斐略显激动地道 大舅舅 丫头 此时还不是叙旧的时候 待我收拾了这些余孽 解决了今天的事情 咱们再慢慢地话家长 张如海指着魏荣等人道 刚才魏荣等人看到张如海突然出现 全都吓坏了 而且看张如海此时神志清醒 并不像在冰冻里的时候 行尸走肉一般 便都顾不了罗颖和那些江湖人了 他此时打算跑了 毕竟清醒的张如海 可不是他们能抵抗得了的 张如海看出他们的意思 并没给他们机会 而是闪电般地对这些人出手了 红袖夫人健壮也拔出宝剑 对那些人出手 宋斐健壮也跟上前来 好 我也来 大舅舅 你的毒已经解了吗 内力恢复了吗 红袖问道 哈哈 这位姑娘给的灵药 当真是灵验 我此时身上的伤不但好了 而且那毒也全解 宋斐笑着 便也对那些余孽出手了 而在座的那些中毒的江湖人 此时听说 宋斐吃了若云给的灵药 体内的毒已经解了 全都眼光大亮 看向高台上 正在专心救治雷势三怪的若云 全都露出了西记的目光 张如海是武林中的绝世高手 而红袖夫人和宋斐 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三人对付罗尹留下的手下 还是轻松的 此时并不需要若云出手了 若云此时便在高台上 给那雷势三兄弟诊治起来 正在高台上的若云 感受到台下四面八方 传来的那些西记和盼望的眼神 便抬起头对众人笑了笑 不用担心 区区三香软之毒 我立刻就能帮你们解了 众人文言大喜 起身其声拜道 多谢姑娘大恩 免礼举手之劳 诸位不须如此 然后从身上 拿出一个玉瓶 说道 去取一缸水来 把这瓶里的药水倒入缸中 搅拌均匀 然后每人喝上一杯 即可解毒 如果诸位信我便可一试 说着 若云便把那药水放在高台一侧 又继续去救治雷势三兄弟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他们三个刚才一共中了两种毒 比较棘手 需要他亲自施展治愈术 若云本以为这些江户人生来警惕 今天又被罗尹连分地下毒 肯定已然心有七七眼 不敢再轻易相信自己的药 所以才会把药拿出来的时候那么说的 他没想到他话音也落 众人竟然齐声说道 多谢姑娘赐药 然后就有神张罗着去弄水缸 还有人恭敬地跑过来去拿高台一侧的药 交给了药劳等人 由他们这些懂医术的人来执行 看着这情形 若云心里微笑 这些江户人虽然出生草莽 倒也都不是傻子 眼光都不错 其中也不乏至真至诚之人呢 很快这些人就喝了缸中之水 然后便发现自己的毒解了 全都恭敬地来向若云道谢 并且都自报家门 都拍着胸部承诺 如果以后若云有所拆遣 他们必定全力以赴 而后那些先解了毒的人 也都加入了张如海等人的战场 他们今天被罗云愚弄至此 全都憋着一口气呢 此时都没有一点手下留情 对那些人全都下了狠手 战斗持续了两课钟以后 全都结束了 一点算下来 罗云此次居然在这神鹰山庄 安排了七八十个人 看来这风雨楼这次 还真是下了大本钱了 唯一遗憾的就是 那些五娘们没有被抓到 他们好像表演完了那魅术之后 就下山了 并没在此多留 这些江湖豪杰 有一些也受伤了 但来此的 都是在山下经过测试的一些高手 所以并没有人死亡 只有一部分人受了一些伤而已 也不致命 也算是非常好的消息了 神鹰山庄原来的一些人 也是被发现 关在了后山其他几处的山洞里 他们也全部都被放了出来 其中原来的大管家陈元就在里面 被放出来以后 他就赶紧带着神鹰山庄的旧部 处理起上后的工作来 众位豪杰今此一战 又有今天一串的中毒事件 也都疲劳了 便被安排去休息了 神鹰山庄的一处厅堂里 此时只剩下若云 张如海夫妇 宋家宝宋飞等神 以及被扔到地上 此时还在昏迷的罗尹了 若云坐在椅子上 对着那罗尹挥了挥衣袖 只是少时 本来还昏迷不醒的罗尹 就醒过来了 还从地上站了起来 罗启承见状大惊 既出宝剑 就要冲着罗尹而来 随后被他大伯给拦住了 承儿 少安勿躁 看看白姑娘怎么说 刚才红秀夫人 已经给众人介绍了一番 此时宋飞已然知道 白若云的姓名 宋启承这才想到 今天这小小年纪的白姑娘 只用一招就把罗尹打得昏迷不行 此时有他在这儿 自己还担心什么呢 想到这儿 才意识到自己的鲁莽了 善善地笑了笑 收了宝剑 朵尹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视了一圈 当看到正在喝茶的若云的时候 眼神一缩 对若云道 你 你到底是何人 他还记得自己昏迷前 就是这个小女孩 只对自己用了一招 然后平时自诩强大的她 竟然是毫无还手之力 就这么眼前一黑 不知是了 我是谁并不重要 只要我知道你是谁就好了 你便是风云楼四大杀手之手 尹杀 我说的可对呀 若云放下茶杯对罗尹道 你 你怎么知道 你到底是谁 此时罗尹心中生起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自从入室以来就没有这么害怕过 对方不但能一招打败他 而且还知道他是谁 这让他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了 这些你就不需要知道了 你只需要知道 你想要活命的话 就要告诉我 你策划这次的事情是什么目的 而你所谓的主上又是谁 若云问道 呵呵呵呵 你是在说笑话吗 罗尹仿佛听到什么大笑话似的 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罗尹 你笑什么 白姑娘让你说 你想要活命还不赶紧说 宋起君贺道 你们以为抓了我 就能知道我主上的事情了吗 呵 你们太天真了 主上的事情 其实你们这些人 能随便窥探的 就算你们能知道个一心半点的 那到最后 也是个死子 罗尹突然神秘地笑道 我等的死活 这些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只要把你知道的说出来就行了 若云看着罗尹说道 你能保证我说出来以后 能放过我吗 罗尹突然问道 可以 如果你说出的内容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若云说道 具体怎么放过 若云没说 他想着到时候 可以抹除这人的记忆 让他忘记以前的事情 重新做人也是好的 好 既然落到你们手里 我信你这次 其实我们这次的目的 我想你也应该明白 就是利用毒药 控制这些江湖上的高手 为我主上卖命 罗尹说道 若云闻言点了点头 是 这些我们都能想到 我想知道的是 你的主子 打算怎么让这些人来卖命 是否跟朝堂有关 而你那主子又是什么身份 是朝中之人 还是宫中之人 若云步步紧别地问道 没想到你知道的还真够多的 也对 不然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呢 不过这事情事关重大 我不想告诉别人 只能告诉你一个人 你离得近一些 我来告诉你吧 罗尹站在那里 坦然地说道 他这话一出 红袖夫人挤道 银儿 不要过去 这人奸诈无比 说不定有什么阴谋诡计呢 夫人难道没听说过一句话叫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我知道我今天是活不成了 就是你们不杀我 我此次任务失败 主上也饶不了我的 临死之前 我只是想把我想说地说出来 既然都要死了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这些年我也受够了 我不怕死 死对我来说 也许是一种再好不过的解脱了 朵尹伤感地说道 笑忠带伤 语气苍凉 倒是让在座众人 对他的话信了几分 此时若云也想到 他自己见过的风雨楼 出生的这几个人 夜离 玉郎 每个人的背后 都有一段凄苦 惨痛的绅士 也许这个四大杀手之手 外号隐杀的罗尹的背后 也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痛苦和磨难吧 想到这儿 若云叹了口气 从椅子上站起来 往罗尹那里走去 他倒是想听听 这罗尹到底要说什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3集 白姑娘 你要小心啊 宋斐脸上也急色 他感觉这个罗尹很危险 并不想让若云靠近他 姨母 宋宝主 你们放心吧 云儿自有分寸 若云对他们点头道 于碧 他已然走到罗尹的近前 对罗尹淡淡地道 你说吧 只要你说出的东西有用 我可以保你不死 就是你的主子 也杀不了你的 我说到做到 罗尹文言 本来暗闪的眼神突然变了变 随后又暗淡了下去 又仿佛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 俯下身子在若云耳边道 我的主子十分地强大 估计这个世上再没有比他更强大的人了 而他也并不是你所说的 人在朝堂或是宫里 而是在海 罗尹说到关键的时候 若云正听得专注 心里却突然感觉到一阵不对头 猛地喝道 住手 然后手已经滑了出去 但他的话 他的动作已然受晚 但本来还在附身跟若云说话的罗尹 不知道用了什么秘法 整个人突然变得血红 然后化作一捧血雾 就这么无声地爆开了 多亏若云见机地早 同时划出结界包裹了自己 然后又用灵力 把那团血雾包裹起来 但就是如此 还是有那么一心半点地爆了出来 血点落到附近的椅子和地面上 那椅子和地面竟然发出滋滋的声音 然后迅速地被腐蚀了一个 成人拳头大的大洞 就连若云一高人胆大 看了这个 都不禁有些骇然了 如果刚才这血雾落到自己身上 他就是不死也会脱层皮呀 看着被自己用结界包裹住的那团血雾 若云都没想到 除了自己的能力之外 这天下间居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招数 竟然是用死亡为代价 竟然是用死亡为代价 要跟自己同归于尽 此时要是换了别人 估计已经中了罗尹的最后致命一击了 刚才罗尹说他的主子很强大 看来确实如此 他相信 因为这罗尹的能力是不可能想出这个招数的 必定是他背后的主子传授的 看来他以前真是拖大了 在他还没有足够强大之前 即便是凡人的能力 也不能小瞧啊 快 去拿一个结实的大火盆来 若云对屋里的人吩咐道 这血雾如此的厉害 除了烧掉 别的办法都不好用啊 听到若云的声音 屋里众人才如梦初醒 他们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刚才就在那电光火石之间 他们看到罗尹一个大火人 就这么突然没了 而若云居然在那么一团 突然起来的血雾的攻势下 就这么全身而退了 看样子好像是用了什么方法 把那团东西禁锢在半空中了 这些简直超出了他们平时认知的范畴 据他们所知 武林上目前没有任何的高手 能做到这一点的 云 云儿 你没事吧 红秀夫人先想到的是关心若云 姨母 我没事 这次是我掉以轻心了 差点就能从罗尹这里知道一些东西了 这会儿倒是可惜了 若云有些苦笑的道 都怪他刚才一时心软 中了罗尹的圈套 要是一开始就对罗尹使用搜魂术就好了 看来有些方面他还是需要列一列呢 没关系 以后再慢慢查 只要你没事就好 红秀夫人说道 急忙吩咐人去准备一个大火盆来 火盆送来的时候 若云慢慢地放开结界 把那团血雾投到那大火盆里 只听得呲呲啦啦的声音响起 异常的刺耳 随着那东西的燃烧 这火盆里居然发出了一种 异常难闻的心臭之气 让众人都忍不住捂住了鼻子 整整烧了一刻钟 那团东西才被烧尽 看着火盆里跳动的火花 若云对红秀夫人道 这个火盆要拿到一个人际罕至的地方 挖个深坑把它埋了才好 这个东西俯视性这么大 方圆十米 五年之内都不会长东西了 而那宋匪文言道 对 好好地埋了吧 虽然那罗尹现在尸骨无存 但怎么说也是一条人命 死者为大 让他入土为安吧 红秀夫人文言也点了点头 看着那火盆 他非常重视 便叫来大管家陈元 吩咐他亲自去做这件事情 东西被拿走以后 若云便开口说 要为张如海清理体内的蛊虫 红秀夫人此时才知道 丈夫体内还有蛊虫的存在 吓了一跳 赶紧请若云出手 其实若云也没有什么要准备的 看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就让张如海把尖头露出来 若云直接运功 一直点在上次封印蛊虫的位置 就见张如海 本来还一片正常的左尖头 突然出现一个蛊包 而且那个蛊包好像很不安分 一直不停地在那里蠕动 好好的尖头 有一个东西一直在皮肉里面蠕动 看着还蛮害人的 但是不管他再怎么蠕动 却也出不了上次若云在那里画的那一个封印的圈圈 若云从怀中取出一把精致小巧的匕首 对张如海道 我需要划开你的皮肉把这东西取出来 不过有些疼 你忍着点啊 张如海见状面不改色地道 没事的 你动手吧 作为一个高手 他还真没把这点小伤口放在眼里 若云点了点头 匕首轻轻地划上那尖头骨包处的中心位置 就见他没怎么用力 张如海的皮肤已经裂开了 可见匕首是极其锋利的 而这样生化开皮肤 张如海连眉头也没皱一下 硬汉子一个 画开一道半寸长的口子的时候 就见从那血红的伤口里 居然冒出了一个白乎乎圆滚滚的东西 这东西就看不出它的头尾在哪 整个就是一块椭圆的白玉豆腐一样 白玉剔头 虽然他从那滑坡的伤口中爬出 但是浑身上下却不带一丝血印 与此同时 从他身上散发出了一阵好闻的异香 顿时弥漫在整个屋子里 让闻到的人都不禁有些沉醉其中了 闭气 不要闻这味道 这香味可以迷惑你们的心智 若云口中喝道 他这声音里面带着灵力 如同锦钟一样在人们的脑中响起 让大家煞时间都清明起来 几人都赶紧闭住了呼吸 然后再看到白玉可爱的小东西的时候 也不觉他可爱了 这个东西分明就是一个极其厉害的凶物啊 此时若云手中多了一个小玉瓶 他直接把瓶口对准了张书海伤口的位置 而后人们就见到那个白乎乎的圆东西 就慢慢地从那被若云划开的伤口中爬出来 静止爬进了若云的玉瓶里 直到这东西完全进了玉瓶 若云塞住了瓶口 把那瓶子收进了怀里 然后才对张书海道 好了 这股虫已经清除了 你这身体也没什么了 只需要以后好好痒痒 就会好起来了 说着还拿出一点药粉 撒在张书海的伤口上 就见本来还鲜血淋淋的伤口 这药粉一撒上去 伤口居然就止住了流血 然后好似还有慢慢愈合的迹象 其实若云现在想把张书海的伤口完全复原 也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样做的话 让人看起来未免是太逆天了 所以他也只是让他止了血 然后让伤口愈合快一些而已 这样一来 便是若云的药比平常的止血药好一些 也不至于太让人惊奇 反正这样一点点的皮外伤 对张书海这个高手来说 也算不了什么的 与此同时 离着神鹰山庄非常遥远的一处空旷的大殿里 正是灯火通明 大殿朦胧的沙仗后面 一个男人正在盘膝练功 突然 这人睁开了眼睛 一双青眸射出寒光 不知为何 脸色也变得扭曲起来 好像在隐善着什么似的 只见他一怒之下 挥手就将一旁的薄骨架给挥倒了 整个架子哗啦啦倒向一边 在这空旷的大殿里 引起了阵阵的巨响的回声 这时就听到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几个统一肤色的人匆匆跑进来 看到地上散落的薄骨架 几人都不敢抬头 跪在地上恭敬地道 拜见主上 主上可是有什么吩咐 那坐着的男人 看都没看这些人 而是继续闭上眼睛 空中低沉地说了一个字 滚 声音不大 却在大殿内悠悠地回响起来 这些跪在地上的人 全都经不住吓得浑身一哆嗦 心里直发紧 而后大气不出 都悄声地爬出了殿外 到了殿外的时候 这些人仿佛都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浑身都被汗湿透了 有一人经不住 悄声问同伴道 主上今天这是怎么了 多嘴 他话刚出口 就有一道不悦的沉声传来 然后就感觉一阵近风 从大殿里传来 然后打在这人的身上 直接把他先飞出去 十几米之远 撞断了广场上的柱子 掉了下来 这人掉在地上之后 不顾身受重伤 却使尽全力爬起来 跪幅在地 就差五体投地了 口中求道 主上息怒 属下罪该万死 主上息怒 其余的那些人也都跪在了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滚 不要让我再说最后一遍 里面传出一个平淡的声音 却蕴含了无限的威严 那个被先飞出去的人 听到这话 答了声势才松了口气 知道主上算是放过他了 不会要他命了 一松气 居然就这么晕过去了 店门口的那些人见状 没有一人敢多说话 而是匆匆跑过去 把他给拽走了 刹时间 偌大的广场和宫殿 恢复到了寂静无声 入目的地方空无一人 只剩下大殿里 那个神秘而强大的男子 两久之后 他才睁开眼睛 浑身好像放松了一下 不像刚才那么难受 而口中则喃喃道 放到张如海身体里的骨虫 竟然被身给挤了 看来引杀这次的任务 是失败了 哼 蠢祸 没想到 大楚还有一些 了不得的人物 能挤了我的子骨 看来这场戏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这人的眼中 放出摄人王位的光芒 里面有着毫不掩饰的杀鸡 死人 便是引杀幕后的主子 若云把张如海体内的骨虫 取了出来 放到自己的空间里 那骨虫是一只子虫 这母虫 却正在这个男子的身体里 此时因为子虫 被若云放到空间里 隔断了与外界的联系 这人体内的母虫 感觉不到子虫的存在 便开始焦躁了 在他体内不断地暴动 刚才就是因为母虫暴动 他才会脸色扭曲的 此时他也是为了好大劲 才压制住那母虫的暴动 所以此时他也已然知道了 张如海得救 而引杀任务失败的事情 这天下间到底是谁 有这么大的本事 难道是皇宫里的 那个老东西吗 不应该呀 那老东西按说 此时应该正在为了 续命保园而闭关呢 区区张如海这等小事 他怎么肯出手呢 想及此 这人轻轻拍了下手掌 就见大殿的一角处 突从上而下 滑落了一个 如幽灵一般的人影 那人影单膝跪地 声音略带沙哑而激泄地道 拜见主上 引杀的任务失败了 你去查查是怎么回事 那主上吩咐道 是 然后那影子一般的人 就又消失在了黑暗中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4集 而另一边 神音山庄的夜色里 被人惦记上的若云 此时正在夜色中 独自一人 往神音山庄的后山那里飞去 要说这若云 为什么深夜时分 会独自一人 往神音山庄后山而去呢 原来今天处理完了 所有事情 若云就在 红秀夫人的安排下 去了一个院子休息了 当他打算去休息的时候 总是隐隐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在召唤自己 少得他不得亲近 若云也是极其诧异 他明显感觉 召唤他这东西的 就在神音山庄里面 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为了一探究竟 他也是一高神胆大 就这么直接顺着 那声音召唤的方向 往神音山庄后山而去了 而当他真的找到 那呼唤的东西的时候 他倒是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如此的神奇 这里 咱先不提若云找到了什么 遇到了什么神奇的事情 先说说 符原那里的事情吧 其实大家肯定能看出来 前几天晚上出现在 梅姨娘睡房里的美魔女 让梅姨娘杀的那 画像上的人 就是厨子横了 而他们行动时间 也就是定在了今天晚上 入夜时分 就在若云被召唤去 神音山庄后山 遇到那神奇事情的同时 符原这里 却是气氛非常的紧张了 符原的门前空地上 十个身穿黑衣 束缚银色腰带的黑衣神 直见而立 全副武装地对着对面 他们身后是银阵 同样伸持一把剑 他此时面容严肃 站在符原大门口 大有一幅当官的势头 而他们身后 就是紧闭着的符原的大门 而让他们如此紧张的原因 就是远处的黑暗中 隐隐传来不少的破空之声 和轻微的马蹄声 然后就看到不少的黑影 从黑暗中带着凛冽的杀气 往符原这边而来 看到这些人越来越近 银阵便知道他们来了 便道 注意警戒 今天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他们踏进这道门 是 大人 前面的四个黑衣神 齐声道 他们这些人 是镇组的银妖军 隶属于银阵的手下 虽然平时大家 在符原没见过他们 但是是自从出金那夜 被皇帝派给厨子恒以后 他们就一直在暗中保护着厨子恒 负责跟京城的皇帝联络 今天晚上 本来正在睡觉的银阵 突然被一名银妖军的属下叫醒 这属下报告说 他们职业的时候 发现远处有一伙不民势力 正往符原这边而来 都带着兵器 恐怕是要对三皇子不利 银正文言大惊 赶紧去隔壁的院子 叫醒厨子恒 想要趁那些人没到来之际 护送厨子恒先行离开 现在若云跟红秀夫人 去了神阴山庄那里 夜里又带着符原的一部分青壮 去了苍城迎亲 此时符原是自保力最薄弱的时候 对方此时来袭 他们处境很不妙啊 为了厨子恒的安危 还是先离开为好 但没想到 厨子恒知道了以后 却是死活不走的 他说他此时可以为了保命 一走了之 但是符原的这些人 天儿呢 刘嬷嬷呢 还有符原的这些老老幼幼呢 总不能都带走吧 如果不带走他们 又难保那些人没找到他 一怒之下 对符原这些无辜的人下杀手啊 所以他是绝对不能走的 他此时要是为了保命走了 符原的这些人有个什么不测 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若云呢 其实严震也知道 此时他们走了 的确是下下策 即使不管符原的人 他们也是一定要把天儿也带走的 但是带着两个人跑路 毕竟不方便呢 很容易被对方追上 而且如果留下来的 刘嬷嬷和秋叶等人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恐怕若云以后也饶不了他们呢 冷静了一下 很快银镇就做出决定 既然走不了了 还不如以符原为基点来守卫呢 所以他首先是派了一个手下 拿着出金的时候皇上给厨子恒的那块令牌 骑快马去最近的驻军调兵前来 而后再召集符原众人 让那些妇孺自己找隐秘的地方躲起来 符原那些有武力在身的人 都聚集到厨子恒和天儿身边来保护他们两个 他自己则带着下属去门口抵挡那些入侵者 只要他们能坚持到军队的到来 那就能转危为安了 所以才有了此时他们几人 直见站在门口的行为 而最近天气虽然暖和了 但是夜风上凉 吹着银镇等人的衣袖有些飘飞 银镇看着那些从远处过来的黑衣人 貌似有大约几十人之多 眼神闪了闪 握紧宝剑 对方这次来的人不少啊 虽然他的手下各个武功高强 堪称已一敌十了 但是不知道对方有没有高手啊 如果对方高手也不少 那今天看来将是一场应战了 那些黑衣人全都蒙着面 有的利用轻功而来 有的则是策马而来 马蹄上包着棉花 在黑夜里倒发不出什么声音了 所以并没有惊动附近的老百姓 也多亏服员所处的位置比较偏远 离这村里还有一段距离 不然有五股百姓受了牵连 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此时那黑衣人们 已经来到了服员门口的空地上 为首的一个蒙着黑纱的女子 看到服员门口 阎阵以待的阎阵等人 眼底也闪过一丝惊讶 他本来就知道 此次任务不会那么容易 但还是没想到 对方这么警惕 自己等人还没到 人家就已经发去了 不过他还是朗声笑道 哼 不愧是皇家的暗卫 你们的消息 还是蛮灵通的嘛 不过知道那么一时半刻 也没有用 今天就凭你们这几个人 那可是只有等着 为那人收尸的份了 哼 就凭你们这些虾兵蟹将 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银正看着那女子身后那些人 讥笑道 美魔女文言 倒是有些不自在 其实她自己本身 也看不上这些人 梅月书培养的这些人 都是散落在各处 没有集体训练过 平时查消息 或是处理个个把人 或是干点阴私之事 倒是挺在行的 但是今天这样的大行动 这些人在配合力度和行动力上 就差了不少 而站在美魔女身旁 一身黑衣 同样蒙着面的美一娘 察觉到美魔女的不悦 心里不禁对她鄙视了一番 悄悄退后了几步 心想 想用我的人办事 却还看不上我的人 哼 以为我们愿意为你办事吗 不过她也就在心里想一想 这个美魔女是主上的心腹 不是她能惹得起的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此次行动用美银娘的人 其实美魔女也是没办法的 她这次的任务是临时接手的 而风雨楼那些训练有素的人 早在一个月前就被引杀调走了 所以她今天 只能将就着用美银娘这些人了 此时美魔女侧头 看着严正以待的银阵等人 心中放出冷冽是血的光芒 嘴角挑起 熟悉的人都知道 这是她要杀人前的小动作 挑着嘴角 美魔女不欲多言 直接对身后的人挥手道 多说无意 给我杀 最后一个杀字一出 她身后那些人 纷纷兵器出窍 冲着服员的大门冲杀而来 而美魔女也首当其冲 对上了银阵 银阵的几个手下 也是历史配合默契 立马结阵 对上那冲过来的几十人 一时间风声鹤唳 叮叮当当兵器相交的声音 不绝于耳 没想到美姨娘 一个柔弱的女子 原来也是一个身藏不漏的高手 她带领她的手下 跟银阵的手下斗了起来 因为人多的优势 一时之间 倒是让这武功高强的识人 十分地吃力 用尽全力 才能保持住他们的阵型不乱 而单打独斗的银阵和美魔女 此时也是斗得不可开交 银阵本在银妖军中最擅长的是医术 武功倒是其次的 这美魔女自小习武 而且她的主子赐她不少密钥和功法 此时她虽然年纪不大 却是实实在在一个决定的高手 若是放在以往的时候 这银阵估计对上这美魔女 还是很不乐观的 但是最近银阵因为住在府园 吃的喝的 都是若云空间里 自带灵气的东西 而且时不时的 还会从若云那里哄骗一些灵药 虽然大部分是送给金城给皇帝 可她自己也用了一小部分 所以最近她的功力是突飞猛进的 此时对着美魔女倒是能其不相当 两人打得不分上下 而银阵因连长一些 根基深厚 还隐隐地略带上风的意思 美魔女没想到对方如此难缠 据她所知 这福园里最厉害的人就是鬼面了 也就是现在的叶梨 而她是没有多大信心能战胜叶梨的 所以才会选择 叶梨离开的时候 前来攻击福园 没想到这个皇家的暗卫头子 居然也是如此厉害 她倒是不知道 其实福园最厉害的是若云和小白了 但是这会儿 若云跟红秀夫人去了神阴山庄 而小白也因为要突破 陷入了沉睡中 这次也算是这美魔女运气好 碰上若云和小白都没在 不然她若只是想趁叶梨不在 就来袭击福园 那到时候估计她是有去无回的 而此时并不知道她此次多么幸运的美魔女 看着迟迟攻不进去的福园 倒是有些着急了 要是再拖延时间 等到天色泛白以后就不好行事了 毕竟是刺杀皇子的大事啊 她便趁跟银阵打斗的空隙 给下面的梅姨娘打了个手势 梅姨娘看到以后了然 一挥手 几道黑影便趁乱往浮原的墙上而去 她的意思是 想让这几人先翻墙而入 去里面找此次的目标的 但是墙上的几个人 为首的一人 刚离着墙边有一米的距离 突然闷哼一声 就落到地面 然后就没再起来了 不好 有埋伏 后面人惊呼道 但还没等到他们撤回 从墙上又飞来几只 机不可见的银针 然后接二连三的人 倒在地上了 原来这墙后面隐藏的 是扶元的一些会武功的人 此时唐安民和唐云成的媳妇 红小飞 正带领着他们 用暗器来袭击那些进钱的人 这些人都是到了扶元以后 才跟着学起功夫来的 算起来也不过几个月 大多都还只是会一些花拳绣腿 根本不能跟外面这些人对战 即便对上 也就是一两招就被灭了 所以唐安民就组织他们 隐藏在墙后 利用暗器来守卫 这些暗器都是唐家提供的 是他们叔职到了扶元以后 闲来无事随便做的 没想到此时却派上了用场 不过因为这些暗器 也都是随手做的 不是什么精品 威力也是有限的 又是这些不会什么功夫的人来用 那威力就更不行 所以只能是有人靠近了 他们才能使用 远一些就不行了 而美魔女带来的那些人 知道墙上有暗器以后 便也不敢随便再靠近了 又回头加入到了刚才的战圈 而此时美魔女和美姨娘 带来的人里面 已经出现了伤亡了 除了刚才被墙上的暗器 所伤的人之外 还有一些人 已经死在了那十个 吟妖军的剑下 虽然看着形势不错 但是吟震心里清楚 对方这么多人 只要他们轮番 耗着自己这边的人 自己这边早晚会 力气耗尽而不敌的 而且唐安民他们制作的暗器有限 并不能无限地发射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也跟对方耗时间 直到救兵前来 现在就是再比谁耗得过谁了 其实美姨娘也明白这一点 但是她却不知道 还有救兵这么一回事 所以就对手下下令 让他们不要硬拼 只要轮番耗着对方就好了 对方就这么十来个人 他们就算功力再高 也禁不住自己这边 这么多人的车轮战 对方不再死拼 这么一来 迎邀军的那十来个高手 虽然没有刚才那么吃裂了 但却也是被对方牵制住了 为了守住浮原的大门 他们也只能不停歇地站斗 多半个时辰过去了 对方没能打进浮原的大门 但是迎邀军的这些高手 也已经快筋疲力尽了 可他们依然靠着强大的毅力 在坚持着 远处半空中的银阵和美魔女 也是激斗得不可开交 此时他们已然用上了自己的绝招 但是两人基本上算是旗鼓相当 此时都受了一些脾外伤 不过还是谁也斗不赢谁 终于有一个银阵的迎邀军手下 一时不慎被对方一招击飞出去 胸口被刺了一箭 彻底失去了战斗能力 因为这人的受伤 迎邀军的阵法大乱 被敌人乘虚而入 又连续伤了两身 这么一来 梅银娘这边士气大震 攻击越来越猛烈了 剩下七名迎邀军则是顾不了救助同伴 而是全都咬着牙顶了上去 不过他们少了人手 又被对方消耗了那么多体力 即便是咬牙顶上 也是有点强弩之末的意思 时不时有人被对方砍中受伤 已经即将溃不成军了 远处的银震看到这样的情况 心下大吉 他的这些手下跟了他很多年 彼此感情也十分深厚 此时见他们面临危险 一见挡戈开美魔女的招数 就过去应援 银震虽然过去帮那个手下 挡开了致命的一击 但是也给了叙事待发的美魔女机会 他看着银震的动作心里鄙视他 为了救人不够理智的同时 又暗自欢喜 银震终于背后露出一个空门 这是他的一个好机会呀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5集 美魔女乐舞 身形拔起 手中宝剑挽出一个剑花 如雷霆万军般对银震的后背刺来 这一集 美魔女用了全力 那剑间划破空间 带着呲呲的声音 隐约还可见到寸许剑芒 可见这一剑有多霸道了 银震救下下属之后 已已经听到后面一剑刺来的破空声 但此时已经来不及躲了 他只能用尽全力 侧转身子 避开了要害部位 而那一剑也从后面刺入了银震的胸口 也正是因为他躲闪了一下 那正对着他后心的剑刺歪了 没有刺在心口上 不然银震当场就得没命了 就算这样 银震也被那剑上带着巨大的冲击力 给击飞出去好远 整个人如破步一般从半空中落了下来 大人 那被银震救了的手下 看到银震被美魔女刺中 整个人滋目欲裂 顿时怒发冲冠 抓起宝剑 就要冲着美魔女而来 他此时唯一的信念就是要为大人报仇 而剩下的那些手下看到银震受伤 此时生死不知 也都大惊 都突然围过去 把银震救起来 但是梅姨娘怎么会让他们得逞 她待人就把几人给拦住了 这几人越心急 越出现失误 一时间又有两人被砍成了重伤 而那冲着美魔女而去的下属 也不过几招 就被美魔女劈倒在地 一时间 场上的形势十分的危急 银震这边还有战斗能力的 银妖军军士也不多了 只剩下了区区三四人 梅姨娘和美魔女这边 却还剩下三四十人之多 也许银震的手下全胜的时候 可以以一敌十 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 恐怕不能再受什么重击了 这三四十人里面 还包括了武功最强的 美魔女和梅姝玉 这情形看来是必败无疑了 而他们的救兵此时 仍没有一点的阴性 这让墙里的唐安明和洪小飞等人 都甚是焦急 唐安明虽然从小习武 但是这后面几十年 一直受那巫术之毒的困扰 功力一直止步不前 虽然身手不弱 但也不是美魔女的对手 更何况现在对方还有这么多人 此时虽然心里焦急 却也不知道怎么应对 只能让躲在墙后面的那些家丁 都严阵以待 如果有人靠近 一定要马上用暗器射中他们才行 而此刻 那美魔女见自己这方 已然是稳操胜券 高傲地抬头起来 眼光流转 嘴角亮起一丝残忍的笑容 号令道 给我杀 杀了他们 给我破开这浮原的大门 一时间 他这些手下 气氛鼓舞越战越勇 而那银妖军剩下的那几个人 也都是全无招架之力 美魔女则是一步一驱地 往银阵受伤跌落的地方而去 看样子是要对银阵下杀手了 此时唐安明再也不能隐藏了 现在 浮原功力最高的 也就数他了 他要不出面 就没人能救得了银阵了 唐安明依然从浮原的内墙里翻身而出 手中直剑 无声地向美魔女而去 他们唐门是以暗器筑成的 武功心法也讲究一个隐蔽 他不会像一般人一样大喊一声什么 妖女 拿命来之类的 那样只会引起对方的注意 而让对方更加警惕 他要的就是一个无声的攻击 这么一来 那美魔女还真是没有察觉到 有这么一个人接近了自己 就在他要对已经昏迷的银阵出手的时候 却暗处突然出现唐安明 挡住了他刺出的一剑 唐安明机不可查的一台手 一束钢钉大小的东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对着美魔女的面门而来 唐安明这一手 倒是让美魔女大惊 他虽生性狡诈 残忍狠毒 但是却有一颗少女心 他对自己的容貌非常的在意 这枚钢钉要是打在了他的脸上 估计不死也会毁容的 吓得他唯恐避之不及 连连后退 而这正是唐安明的目的 他并没有打算用这个东西 能伤害到美魔女 他只是想用着暗器牵制着女神 然后伺机救回银阵而已 此时正是好时机 趁着美魔女后退的当口 唐安明一把抓住银阵 提起他就往回跑 而他这样的行为 依然是彻底激怒了美魔女 那女神眼中射出狠力的光芒 对着唐安明喊道 不自量力的东西 一提气 风驰电掣般追了过去 今天这银阵的命 他是要定的 唐安明全力后退 奈何他本身的功力 同美魔女有不小的差距 跑了不远的距离 他只觉得后背破风之声响起 他又抱着一个人 行动迟缓 此时躲避已然是来不及了 而后他只觉 后背传了一阵钻心的剧痛 那大力让他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而他手中的银阵也脱手而出 原来是那美魔女 一脚踹在了唐安明的后心上 墙里面的红小飞健壮 尖叫一声三叔 然后就要跃身出来 去跟那美魔女应拼 他家相拱去了仓城 要是回来以后 三叔有个三长两短的 他怎么跟自己相拱交代呀 就在红小飞的身形 刚跃上墙头的时候 就听到两声巨大的唬哮声 红小飞情不自禁地转头 看到两只壮硕巨大的猛虎 从浮云的院子往外面奔来 而这两头猛虎的后背上 居然还分别坐着两个少年 不 不应该说是两个少年 应该说是一个少年 一个儿童 是的 这千军一发之际 楚子恒骑着奔雷 天儿骑着闪电 两人两虎从浮云里面 带着万军之士冲了出来 而他们身后带着秋叶 持剑运工跟了过来 秋叶一直没有出现 是因为他和奔雷闪电 被银阵安排守护在 楚子恒和天儿的身边 而此时眼看着 几方已然溃不成军 而银阵和谭安民等人 命在旦夕 他们说什么 也在里面待不住了 先不说那些和他们 朝夕相处的服员众人 就是银阵 可是楚子恒和天儿二人的老师啊 他们不能眼见着老师 就被人这么虐杀 而秋叶在里面 也劝不住二人 眼见着二人 骑着奔雷和闪电出来 他也咬牙跟了出来 此时他已然抱了 必死的决心了 哪怕今天他死在这里 也要保护少爷和表少爷 留在屋里的刘嬷嬷 此时无力地在屋里跪着 老泪纵横 口中念念有词 如果仔细听 就能听到他在说 夫人 你在天有灵 一定要保佑少爷和表少爷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天儿和楚子恒越过门墙 出现在门外众人的视线中 但是他们并没有停留 而是一个冲着银阵 一个冲着唐安明而去 奔雷和闪电的速度极快 转眼就来到二人身后 楚子恒一把拉住昏迷中的银阵 把他放在奔雷的背上 唐安明本身受伤不重 看到天儿冲他而来 也是一个月起 上到闪电的背上 然后二人才让奔雷闪电回转 站到了服务员的门前 跟美魔女等人对峙着 因为这奔雷和闪电速度极快 而两人两虎出现也十分地突然 到时让美魔女和梅姨娘 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直到他们救了人 他们才如梦初醒 美魔女看到这二人 尤其是看到 骑着奔雷悲伤的楚子恒 不忧烦喜 竟然傲力大笑了起来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本来以为要费一番功夫 才能见到真神 没想到你竟然自己出现了 真是天助我眼 到底是谁派你来杀我的 你可知道 四杀皇子是谋逆大罪 楚子恒坐在奔雷的背上 对着美魔女喝道 他这话一出 倒是让下面的梅姨娘等人 吓了一跳 他们全都没想到 这区区福原里 竟然住着一位皇子 而他们今天刺杀的目标 竟然是这位皇子 梅姨娘心弦一共 她本来就知道 这次任务不简单 但没想到会是如此大的事情 这是当众刺杀皇子啊 那可是谋逆的大罪 她现在可不跟当年似的 孤家寡神一个了 她现在是有相公有儿子的人了 即便是相公是跟别人合用的 但那儿子却真真正正是她的命根子 如果她参加刺杀皇子的事情暴露了 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呀 她的儿子可怎么办 她的相公和她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干家 可怎么办呢 不行 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人全部都杀了 绝对不能留下任何活口 事情万一暴露出去 那后果不是我能承担的 梅姨娘握紧了手中的剑 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那美魔女听了厨子恒的话 倒像是听了什么大笑话一样 笑得更加得意了 你说什么大罪 这是笑死我了 你竟然跟我说大罪 我自出生到现在 都不知道有律法这么个东西 你们所谓的那些罪什么的 都是用来约束普通人的 你对我说这些可没有用 我素来是只知道怎么杀人 那好 我今天反正也是在劫难逃了 那你告诉我 是谁派你来的吧 厨子恒说道 口中全然是一副任命的口气 你以为是在哄三岁小孩吗 想套我的话 那就等着你 临闭眼的时候吧 到时候 我让你做个明白鬼 美魔女说着脸色俱变 然后身形一动 冲着厨子恒就过来了 厨子恒本想拖延时间 等着救兵前来的 但这美魔女竟然不吃这一套 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动手 便也握紧宝剑 对身下的奔雷道 奔雷 咋们上 这便迎上了美魔女 而天儿此时 也手持她的流光剑 她摸了摸流光剑的剑身 轻声道 流光 今天就全靠你了 那流光剑已经认出天儿了 此时仿佛感觉到天儿的话 剑身上泛起红光 嗡嗡地响起一阵轰鸣声 仿佛再回答天儿的话 让人感觉到 大战在即 她十分地兴奋呢 天儿又对身下的闪电道 闪电 咱们也走 姐姐不在 今天一定不能让这些坏人 进到我的家里来 其实本来是楚子恒打算 只身迎战的 但天儿不同意 她也要跟楚子恒一起迎战 保护自己的家园 因为流光剑已经认住了天儿 而且她本身修炼的流光剑法 跟着流光剑相辅相成 又有若云让她服用的不少灵药 功力是突飞猛进的 别看天儿只是个六岁孩子 其实已然是不可小觑了 所以楚子恒见天儿 硬要跟上来 便想了想 如果对方打了进来 那天儿也是保不住了 便同意了她的要求 就在楚子恒迎上美魔女的时候 天儿也骑着闪电 迎上了梅姨娘等人 秋叶随后跟上了天儿 少爷 我来帮你 唐安明服用了刚才天儿 随手给她的灵药 恢复了一下伤势 同楚子恒和奔雷 共同迎上了美魔女 大战又开始了 唯姨娘那帮人 看到天儿一个小屁孩 还有秋叶一个半大小姑娘 过来的时候 他们都没把她放在眼里 在他们眼里 这两个人还不如 那小孩骑的那只老虎 有微信呢 毕竟他们年龄太小了 一看太稚嫩了 感觉一巴掌 就能把他们给拍死 而其实那老虎 他们也没放在眼里 对于一般百姓来说 老虎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生物 但对于他们这些习武的人来说 只是一种比较凶恶的动物而已 他们还是有能杀死一只老虎的能力的 所以当天儿和秋叶过来的时候 其中一个大汉就抡起他的兵器 两只硕大的大板斧 想要直接把天儿一斧头拍死 而他也完全忽略了天儿挥过来的那剑 估计他是觉得 自己那斧头一压上去 那剑就被震飞了 可是他想象的 一斧头把人拍下去的那种快感 并没有出现 而是感觉手中一清 眼见着他那兵器的斧头 从斧柄上掉了下来 要不是他躲得及时 差点就能砸到他的脚面 而就在他还没从眼前的震惊中 醒过来的时候 就有一把锋利的利剑 从他胸口穿过 然后他就瞪着眼睛 直直地倒在了地上 直到死 他都没明白 自己的斧头为什么断了 自己那斧头可是用金铁所制啊 怎么感觉轻轻地碰撞了一下斧头 就断了呢 难道是坏了吗 不过那又怎样 斗士先解决了一个人 而动手杀了这人的 便是银阵那几个 还有战力的下属之一 他见那人被天耳削断了斧头 就开始愣神 而他则马上趁虚而入 给了那人一剑 秋叶这里也遇到相同的情况 他的秋水剑直接削断了对方的兵器 趁对方正愣愣发神的时候 立马给了对方一剑 指一个照面 两个回合杀了两个人 一下子让梅姨娘他们震惊了 看天耳和秋叶的目光 也不再是那么轻蔑了 这两人的兵器古怪得很 不要跟他们硬碰硬 先想办法夺了他们的兵器再说 梅姨娘下令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6集 梅姨娘的下属里面 不敢再拿兵器跟天耳他们硬碰了 而是迂回地想夺取天耳和秋叶的兵器 但他们也太小看天耳等人了 先不说天耳和秋叶 本来练的功法就是飘雪穿云 这是至高的亲身功法 可不是他们这一般的亲功能比的 想抓他们根本不容易 就是奔雷和闪电 那也是从小在若云的空间里长大 吃的是空间的灵果和灵药 喝的是空间的灵水 又有上古神兽白虎小白的调教 那可不是一般的山连老虎可比的 这两只已然是灵气十足的灵兽了 跟这些人一对战 灵兽的凶猛和灵性全都表现了出来 刚开始对方有人大意 就被闪电一爪子给拍晕过去了 天耳他们这里目前状况还算是不错的 但是厨子恒那里状况就不容乐观了 厨子恒虽然吃了若云给他的洗髓丹 增加了功力 但是时日尚短 洗髓丹的好处还没有完全地显现出来 而那美魔女则是杀人无数 不管是功力和技巧早已经锻炼的炉火纯亲 即便是加上奔雷和唐安明 也不是美魔女的对手 美魔女是越打越得意 厨子恒本身越来越吃力 就在厨子恒一时不察的时候 美魔女已经一剑削了过来 说时迟那时快 奔雷一个翻身 就把他背上的厨子恒和银阵给甩了出去 自己则是伸直了身体 替厨子恒挡住了这一剑 剑剑划开了奔雷的肚子 一时间鲜血飞溅 奔雷那雪白的皮毛 也随着这鲜血散落了不少 而后凄惨地哀嚎一声 便摔倒在了地上 奔雷 厨子恒站了起来 看到奔雷替自己挡了一剑 被美魔女划开了肚子 不禁心急地大吼一声 但是回答他的 只是奔雷的一声惨叫 此时此刻 厨子恒站在那里 他看到已经倒在血泊中的奔雷 又看到远处浑身是血 生死不知的银阵 还有那正在拼命挡住美魔女的唐安民 还有一身黑衣 嚣张霸道的美魔女 厨子恒觉得 今生他活到现在 再也没有比此时更愤怒的时刻了 就连当初他以为是他父皇要毒害他 他都没有此时这么愤怒 他现在愤怒达到了一个顶点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这个女神 杀了这个美魔女 为奔雷和老师报仇 想到这里 他便从怀中掏出一个瓶子 那是若云去神音山庄之前给他的 若云说这里面的药水 关键时刻是可以保命 厨子恒拿出这个东西 做了估致一阵的打算 他打开瓶子 直接一口气 把瓶子里的药水灌了一半进嘴里 然后把剩下的一小半 小心地放到怀里 药水入喉 进到肚里 楚子恒煞实坚决地亲民了不少 刚才因为大战疲劳的身体 此时也因为药水的滋养恢复了过来 甚至是浑身充满了力量 看着前面跟美魔女交战的谈名 已经不敌了 被对方打飞出去 楚子恒便提起自己的剑 一步一步往美魔女的方向走去 而那美魔女看到楚子恒如此走过来 却是笑了 她怡然自得地站在那里 并没有动 轻笑道 哼 就凭你 还不是我的对手 我劝你此时最好是束手就擒 还能少吃点苦头 是吗 那咱们试试便知道了 楚子恒此时双眼冲斜 瞪视着美魔女 声音已变得异常的沙哑 白皙清秀的面容上 带了一丝凄凉和绝绝之色 哼 既然你如此不听劝 今天耗费的时间也不短了 那我也好赶紧解决了你 说着 美魔女冷哼一声 提剑就走了过来 在她的眼里 此时楚子恒完全是她的囊中之物了 但是她并没有想到的是 当她走近的时候 楚子恒却并没有躲闪 而是那么站在原地 仿佛是扎了根似的 双眼变得非常的亲民 身上陡然升起一股强大的气势 对着对方压制而去 这气势越来越强 越来越浓 就连正往这边走来的美魔女 被这气势所射 步伐变得慢了下来 步子也变得谨慎起来了 虚语 楚子恒身上散发出来的那气势 已经强到了一个顶点 而那美魔女握劲的手 都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这种强大的威压 她只有在主上那里感觉到过 这三皇子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 狄情不明 在这强大的威压面前 美魔女有些愁愁不敢上前 就在此时 楚子恒突然眼中金光射出 左手在胸前接了一个奇怪的手印 而后口中抱贺出四个字 日 月 轮 转 然后同时 右手渐渐一画 就指向了对面正在愁愁的美魔女 看到楚子恒 渐渐指向自己 美魔女吓了一跳 正欲躲闪的时候却发现 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威压给震住了 抬手的同时 感觉身上有着万钧的力量 让她不得自由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这一发现 让她心里极其害怕 就像是一个人平时灵活惯了 猛然让她不能自己控制的时候 那种恐惧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而这还不算完 就在同时 本来黑暗的夜晚 突然变得明亮起来 把扶原这门前的空地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而最亮的地方就是 美魔女所站的上空了 那里 仿佛有一轮明日一般悬挂在美魔女的头顶上 这一突然 让场上的人都吓了一跳 全都有些傻眼的愣在当场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黑夜中会突然变得如同白昼一般 只有天儿和秋夜知道是怎么回事 全都担心地看了一眼楚子恒 但是因为大敌当前 既然楚子恒都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 他们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趁着对方愣神之际 又收割了对方几条性命 而那美魔女此时 却陷入到了恐惧和挣扎之中 她感觉此时有一座山压在自己身上似的 浑身的布的动弹 费尽了全力挣扎 也才能让身体稍微挪动一些 但是楚子恒已然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她的身边 美魔女大急 现在她的情况就如同砧板上的一块肉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人宰割 她不知道这个三皇子对她用了什么妖术 但是此时显然她已经很被动了 楚子恒一步步地走进美魔女身边 如果有人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她此时走路非常的费力 而且脚步有些亮枪 身子也有些无力地狗搂着 但她还是咬着牙使劲往前走 那个女人就在前面 现在她已经毫无反抗之力了 她此时只需要走过去 然后把剑刺穿她的胸口 那就没事了 虽然眼前一黑一黑的 楚子恒还是靠着毅力走了过去 然后用尽全力提起她的宝剑 刺向了美魔女的心口 美魔女看到那剑尖刺来的时候 眼前闪过了许多以往她经历的那些生死瞬间的画面 可是在最后关头她都躲过去了 此时她也凭借着那最后的力量使劲地转身 楚子恒这一剑没有任何的技巧 只是凭借一股子毅力刺了出去 所以美魔女一躲开的同时 她的剑刺歪了 她只刺中了美魔女的胸口 但并没有杀了她 当她想再刺出第二剑的时候 一阵天玄地转袭来 她手上一松 手中的剑掉在了地上 楚子恒喘着粗气 俯下身去捡自己的剑 她现在浑身是汗 任谁都能看出她已经非常虚弱了 能不能拿起那把剑来 还不可知呢 那美魔女此时也非常的虚弱 胸口流的血让她面纱下的脸色惨白至极 她死死盯着楚子恒 心里不停地祈祷对方倒下去 倒下去 那她就有活络了 就在此时 远处传来一阵一阵整齐马蹄声 远处还有高声高喊道 大胆贼人 我乃苏州驻军将领高剑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还不赶快放下武器 束手就擒 听完这话 服员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断食一片欢欣鼓舞 远备终于到了 而楚子恒文言 眼露喜色 也是难难得 远备到了 然后眼前一黑 就萎靡地晕倒下去了 刚才她能坚持 全都是凭着一口气 此时那口气松了 她也就坚持不住晕了过去了 相较于服员等人的欢欣鼓舞 美魔女和美姨娘等人 听到那高剑的话 都是脸色一白 没想到对方居然 还能在这深夜之时 倾动了军队 看着远处架起来的 无数的弓箭手 那些人都是慌了 他们再厉害的功夫 也不可能是军队的对手啊 何况今天晚上 已经接战半夜 此时的他们 已经筋疲力尽了 就在楚子恒晕倒虚余以后 天色突然又开始变黑了 悬挂在美魔女头上的光明 也消失不见 此时那美魔女才感觉到 身体恢复了正常 刚才作用在自己身上的 那种威压消失不见了 但是此时 她已然是受了重伤 胸口的那伤 如果不及时治疗 她也会死的 看着远处步步逼近的军队 已经有无数的剑指向了她 仿佛她一动 就会被万剑穿心似的 美魔女咬了咬牙 看了梅姨娘等人一眼 然后一个东西悄然 从袖中落到了她手中 而远处的梅姨娘 仿佛知道她要做什么似的 有些祈求得高声道 叶武大人 求你带我走 她话音未落 就见美魔女那里 突然冒起一股黑烟 遮挡了她的身体 高剑心道一声不好 不好 快给我射那黑烟 她一下令 黑夜中无数的剑指 射向那黑烟处 但却没听到 那人被射中的声音 等那黑烟散尽的时候 那里却已经空无一人了 这美魔女不知道 使用了什么秘法 居然给跑了 而此时不远处 响起了扑通一声 仿佛有人倒地的声音 大家看过去却发现 梅姨娘不知道何时 被人割破了喉咙 倒在了地上 以然气绝身亡 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 美魔女跑了 梅姨娘死了 剩下的那些余孽 完全没了主心骨 在军队的威胁下 全都气泄投降了 而秋叶也赶紧 让扶元中的人出来 把自己这边受伤的人 全都抬回去救治 幸亏若云走的时候 给扶元留了 不少救命的药水 这人有的受伤 还轻一些 但是有的人 却只剩下半口气了 放在平时 绝对是有死无生的 秋叶和天儿 用了大量的药水 才救活了他们 还好还好 靠着药水的福音 倒是没有一个人死 最终都被救活了 不愧是有 生死人 肉白骨之称的灵药 银震也在用了 五滴药水以后醒过来 只是人有些虚弱 这其中最为难办的 就是除自衡 大家已经给他 灌了半瓶药水了 但他还是没有醒过来 银震挣扎着起身 为他诊脉 发现除子恒 此时身体除了虚弱一些 倒是没有任何的症状 人就好像是睡着了一样 但就是不知为什么 他就是醒不过来 最后只能归结为 他强行使用了 那逆天的日月轮转功 使得身体极度透支 此时他身体 已经处于自我休眠的状态了 幸好现在好像对性命无碍 可具体怎么唤醒他 大家都没办法 只有等若云回来以后 看有没有办法了 所以现在全都特别盼望若云 能早点回来 而被大家都惦记着的若云 这会儿在干嘛呢 他刚从神音山庄的后山那里出来 此时正遇见飞行 全速往家里赶 按说上次金灵的童趣阁着火 若云都能提前预感 这次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受到威胁的都是他的家人和亲人 他怎么能无所觉呢 也没有及时出现救人 其实并不是他不能预感到 而是刚才遇见了一件事情 绊住了他 让他刚才的时候 没能及时地察觉到亲人们的危险 刚解决完那事情 他就感觉到 便连招呼都没来得及 跟红袖夫人打 就留下一张字条 全速往家里赶了 那若云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了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7集 前文说到若云被什么召唤 往神鹰山庄的后山走去 顺着这种感觉 若云竟然来到后山的密地 此时那密地已被张如海清理了一遍 那些裸隐的人早已经被抓走了 现在是空无一人了 若云最后到的地方 竟然是张如海平时修炼的那片温泉湖那里 站在湖边 若云看着那平静的湖水 能明显感觉到 湖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召唤自己 记得他第一次 那天夜里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时罗尹正在这湖中的大石头上练功 那时候他就感觉到 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自己 看来 今天得笑到湖里一探究竟了 若云的这件流水霓虹山是有避水功能的 他也没有觉得下水对它能造成什么危害 便直接迈步走进温泉里 这是若云第一次试验这流水霓虹山的避水功能 没想到是如此的神奇 只要若云所到之处 就仿佛是有一层屏障在阻隔式的 那些泉水纷纷从他两侧滑开 而若云自己身在其中 却就好像在陆地上一样的感觉 身上一点水印都没沾到 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 尤其是像若云这样会游泳的人 他习惯了水中那种游泳的感觉 此时却是另外一番体验 不得不让他觉得神奇 在水中适应了一会儿 若云才慢慢地往水下走去 这温泉的水下竟然流光溢彩 非常美丽 湖底还有一些亮晶晶的石块 散发着柔和的光韵 想来这就是一些矿石了 因为这矿石 泉水可能才会如此的温润 若云一直潜下湖底 没想到那看似浅浅夜弯温泉 还是蛮深的 大概能有十米左右 而上下那块大石头的放置处 其实只是一个类似浅滩的感觉 往里面走就是深深的蝴蝶了 蝴蝶倒是挺平坦的 而且空空的 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因为是温泉里面倒也没有什么生物 只有一些喜温的植物 若云并不认识这些东西 但他能感觉得到 并不是这些东西召唤他的 在湖底找了一圈 虽然若云感觉离着目标更近了 但却找不到那东西 他只有闭上眼睛 摒出杂念 用心去感受 片刻 若云睁开眼睛 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这次他直接就冲着 蝴蝶的一块大石头走去 走到大石头跟前 他把手放上去轻轻一推 那石头便移开了 而后下面出现一个深深的大洞 从洞口看去 那里面 漆黑漆黑的 什么都看不到 若云随手从空间里 拿出一个巨大的夜明珠 冲着洞里照去 夜明珠的光芒照亮了洞口 但若云也只是看到一个 能容易人通过的通道 具体这通道通向哪里 通道有多长 还是没能看出来 应该就是这里了 若云自语道 他打算进去一探究竟 为了安全起见 他还是放开了神识 如果里面有危险 他就能提前感受到了 不过自始至终 他都觉得 那道召唤是善意的 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抬脚进了洞里 若云顺着那漆黑的通道 往里面走去 夜明珠照到那四周的墙壁 整齐而光滑 仿佛是有人特意打磨似的 若云走了半天 也没碰到任何人或者意外 带着疑问继续前进 没想到这通道居然这么长 而且里面曲折迂回 依着若云的速度 走了一刻钟 也没看到尽头 但既然进来 若云就没打算放弃 又过了一刻钟 再拐过一个弯的时候 若云竟然发现 前面有光亮了 这是到了尽头了吗 若云喜到 加快了速度 一口气走到那光亮的尽头 若云发现 这亮光竟然是 这洞口处的一层光幕 这层光幕封住了那洞口 而光幕上泛着五彩的光 啥是好看 若云此时已经明显感觉到 那召唤自己的东西 就在这光幕的后面了 但是这光幕如此神奇和异常 到底是怎么通过的呢 若云并不敢霍霍然地 去触碰这光幕 他看过一些空间里 先祖留下的一些资料 这东西应该是一种禁制 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开启 如果随意开启 一般都会有危险的 想到这里竟然会有 禁制这种东西出现 不是说这个时代 因为灵气缺乏 已经没有修仙者的存在了吗 为什么这个东西 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以前 仙人遗留下来的 若云看着这光幕研究了一会儿 闪身进入空间的密集室里 从那里面开始翻阅一些 关于这些禁制的资料 不一会儿 若云又从空间出来 出现在光幕的面前 虽然他刚才在空间里 学习各种禁制的特点和解法 用了不少的时间 但因为空间里可以时间加速 所以于外面来说 也就是一小会儿的时间 此时若云在看向 那五彩光幕的洞口的时候 已经不是那么陌生了 原来只是一个 简单的开门禁制啊 若云笑了笑 这种禁制 只是以前的一些修仙者 当作洞府的门来使用的 一般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危险的 只是有人碰触这门的时候 会让里面的主人知道 有人来了 若云伸出手掌 运气灵气 顺着那光幕的纹路流转的方向 画了一个圈 最后停留在中心的位置 轻轻一推 只听花的一下 那光幕就朝四周散了去 露出一个可供一人行走的洞口 若云这才收起功法 抬脚进了洞口 进去以后的情景 让若云情不自禁瞪大眼睛 因为这里面不是外面那么漆黑 而是非常的光亮 入眼是一个巨大的 空旷的大厅的样子 而这大厅中别无他物 只是在正中央 有一个高高的台子 仿佛是祭台一样的东西 而这祭台中间竟然是一座坟 没错 就是一座坟 是一个半圆形的坟墓 建在那上面 坟前则是立着一座墓碑 整座坟墓倒是挺朴实的 并没有华丽的装饰 也没有许多的陪葬 只是一个青砖坟 这让若云挺纳闷的 按理说 要是能被仙人如此神秘地 禁置在此的坟墓 应该是一个了不得大人物吧 那为何这坟墓看起来 如此的不起眼呢 若云飞上那高台之上 看到墓碑上写着几个大字 仙父张汉江之墓 落款式 不孝张氏子孙 尽力 这张汉江是谁啊 若云不禁有些疑问 为什么这人的坟墓会立在这里 而且还是姓张的 莫不是跟这山鹰山的主人 张如海有关系 莫不是他的祖先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若云想着就这么站在那高台上 四周环顾 这么一看 还真让他看到一些东西 这大厅的四面墙壁上 全都雕刻着一些壁画 刚才若云站在洞口 被这坟墓所吸引 所以没看到这些壁画 这时看来 这壁画 好像是在讲述着一些故事 若云从第一幅画看起 那上面刻画的是一个穿着残破 古兽如柴的小乞丐 他从草丛中捡到了一只 看似奄奄一息 非常颓废的小鸟 后面的几幅画 就是这小乞丐救活了这小鸟 然后一人一鸟 形影不离 愉快生活的故事 然后小乞丐在小鸟的帮助下 学会了武功 去打猎挣钱 后面是小乞丐盖起来的大房子 那画面上是 小乞丐一人一鸟 站在一处崭新的大房子前面 哈哈大笑的场景 看到这儿 若云明白了 这明明就是洪秀夫人 跟她讲的那个 神鹰山庄的那个传说 是被贬下凡的神鹰 和一个叫狗儿的小孤儿的故事啊 果然 若云往后面看的时候 看到壁画上 那狗儿死了 狗儿的后人厌弃神鹰 不让他回家的画面 还有神鹰独自在山林里 穿梭的画面 最后是洪水来临时 神鹰扑向那凶猛的洪水的画面 而最后一幅画面 就是一座如神鹰一般的巨山 屹立在那里 占满了整个篇幅 就再也没有下文了 那壁画的内容 到这里就结束了 若云看完壁画 转头看着眼前这座坟墓 莫不是这狗儿 就叫张汉江 这就是他的坟墓吗 难怪这么朴素 狗儿也只是一般的人 死后不可能建多么豪华的墓地的 但是洪水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狗儿的墓地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些壁画又是谁刻上去的 如果是神鹰做的话 那证明神鹰当时并没有死去 那现在 这神鹰又在哪里呢 召唤我来此的又是谁呢 让我来又有什么墓地 若云看着张汉江的墓碑 喃喃道 若云此时站在这里 已经感觉到这坟墓里 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 在召唤自己 就在此时 一声千亮的音笑声 在这大厅内响起 而后若云就看到 那壁画的最后一幅画上 大只神鹰居然动了 仿佛活了一般 从那墙壁中飞了出来 转眼间一个巨大的阴形虚影 出现在若云的面前 不用找了 是我召唤你过来的 一道声音在若云耳边响起 若云看到这大鹰的虚影 不禁大吃一惊 神鹰 你是神鹰吗 你居然还没有死啊 哈哈 其实我已经死了 你看到的只是我的神圆 凝结出来的幻影而已 那神鹰道 神圆 那是什么东西 若云好奇地问道 这东西居然这么厉害 居然能让死了的神鹰 还有意识 作为仙宫上的神鹰 我是经历了万年的修炼 才飞升仙宫的 这神圆便是我万年 修炼出来的一种 本命的原理 虽然我的肉体化成了这座山峰 但只要神圆不灭 一时就还在 现在你还很弱小 如果有一天你能破碎虚空 那你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神鹰说道 哦 是这样啊 那你今晚 为何召唤我来此呢 若云一听 还是那么遥远的事情 就没再多问了 而是问神鹰的目的 等了这么久 才等到你这么一个人来 我当然是要赶紧召唤你过来了 怕你走了以后 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啊 其实我是想要把我的孩子 拜托给你 神鹰说道 孩子 你竟然还有孩子 若云惊讶地问道 是啊 就是我化身为这座山峰的时候 为了延续自己的血脉 我便把一部分神力逼出体外 化成了另一个我 所以他就是我的孩子 神鹰道 竟然是这样的 太神奇了 但是 为什么要拜托给我啊 你自己不抚养他吗 若云问道 我现在没有了肉体 神圆又被困在 我自己所幻化的这山中 所以我是没有能力 抚养我的孩子的 而选择你 是因为 你是一个修仙之人 你的生命会很长 可以一直陪伴着我的孩子 我不想再给他找一个凡人了 凡人的生命短促 将来我的孩子 也会经历 我跟狗儿一样生死离别的 神鹰有些伤感得到 若云听过红秀夫人说的 关于神鹰的传说 心里对这个重情重义的神鹰 非常的有好感 此时听他这么说 便也诚恳地道 如果你信任我 那我也很乐意帮你 抚养你的孩子 其实你们到了这神鹰山的一举一段 我都知道的 我对你的人品还是信得过的 神鹰说道 这么说 这一阵子神鹰山上发生的一切 你都知道了 那你怎么不帮帮张蒙主他们呢 若云问道 你以为没有我的帮助 如海那孩子 还能一直坚持住 不被那蛊虫控制吗 可惜啊 我现在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了 我这次就是想把孩子托付给你 然后就安安心心地 陪着狗儿在这里修炼了 如果运气好的话 千年以后 我的本源化成实体 说不定还能从这里出去 神鹰声音中略带沧桑 本源化成实体 你就可以出去了吗 那我能帮你什么 若云问道 你现在还很弱小 是帮不了我的 其实没关系 反正岁月还长 我不着急的 可是我的孩子 不能就只生活在这方寸之间 他需要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神鹰与众心尝得到 那你的孩子 他现在在哪里 我怎么没有见到他 若云环顾了下四周 这天里空空如也 根本看不到别的生物 你这孩子的观察力 还需要再锻炼锻炼啊 你抬头看看你头顶上 那是什么 神鹰笑道 若云疑惑地抬头 看到这大厅的顶 很高很高 屋顶上除了一些花纹 和图腾以外 就是这坟墓的正上方 有一个大大的圆圆的东西 那圆圆的东西 悬挂在屋顶上 通体散发着一种柔和的光亮 如同一盏大灯一样 若云看了半天 疑惑地问道 我头上也没什么呀 只有一盏大灯啊 他并没有看到一只小鹰啊 因为这神鹰 是从墙上的图案中飞出来的 所以即便是屋顶上的图案 他也都仔细看了看 结果没有小鹰的图案呢 灯 你这孩子 还真是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神鹰脸上带着笑 然后挥挥翅膀 若云就看到 他头顶上的那盏圆圆的灯 就从上面飘了下来 直接悬在了若云的眼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8集 本来若云看着这圆圆的东西散发着光亮 被挂在屋顶上 以为是一盏大灯 没想到此时静看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灯啊 这明明就是一颗浑身发着亮光的大弹呢 此时那弹上的纹路 他都能看得清楚 这 这是你的孩子 怎么是一颗弹呢 还会发光 若云指针的大弹 惊讶道 你这孩子越来越有趣了 我们鹰族生的孩子 不都是弹吗 神鹰摇头笑道 若云当然知道 鹰跟鸡鸭一样 都是生弹的 但是 但是神鹰刚才不是说 他自己用自己的一部分神力 凝结成的孩子吗 怎么会是个弹呢 若云已经先入为主地以为 对方的孩子是一只小鹰了 可是 可是 你不是一只神鹰吗 神鹰的孩子 也是一颗蛋吗 若云不甘地问道 神鹰也是鹰啊 我们的孩子 只有在蛋里孕育足够长的时间 才能完全继承我们神鹰的血统 这对它是最好的 此时 它已经孕育了上百年了 也是时候让它出事了 神鹰说道 看到那大蛋的眼光带着慈祥 带着对新生的期待 那它怎么才能出事呢 若云看着这巨大的蛋 有些头疼 这东西看着挺坚固的 砸应该是砸不开的 如果用法力破开的话 又怕伤害了里面脆弱的小鹰 这个很简单 只需要你的一滴心头血 滴在蛋壳上 它就可以任你为主 自然会破开蛋壳 出事了 以后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 跟它最血脉相亲的人了 你可愿意 神鹰郑重地说道 我愿意 若云干脆地回答道 这跟他当初让小白认主的方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好 时间也不早了 你就开始吧 若云闻言 从自己指尖 逼出一滴心头血 滴落在那 圆润发亮的蛋壳上 雪滴落下的那一刹那 只感觉那大蛋突然亮了一下 印得若云的脸都红红的 然后那一滴血 就被这神奇的亮光接收 消失不见了 好了 我的孩子 他接收你了 神鹰同时也松了口气道 若云此时也感觉到 自己心里多了点什么东西 仿佛跟这个蛋 有了血脉相连的感觉 而就在此时 那个大蛋也有了动静 只听咔嚓一声 大蛋就从中间裂开了 随之就是 那蛋壳上的光芒消失了 从那裂开的蛋壳中 有一只跟着神鹰 长得一样的缩小版的鹰 从里面站了起来 若云看到这家伙 不禁瞪大了眼睛 谁跟他说是一只小鹰的 好像没有人跟他说是一只小鹰 而是他自己认为的 刚出生的鹰儿 应该是一只小鹰 应该是那种柔柔的 小小的 湿湿的 然后瞪着无辜的小眼神 嗷嗷待哺的样子 那他就可以把他捧在掌心里呵护了 但是眼前这家伙 柔柔的 小小的 无辜 完全沾不上边 浑身倒是有些湿湿的 但是被他扑愣几下子翅膀 身上马上就干了 随后便挺起脖子 用他那双极其有神的鹰眼 好奇地打量着若云 若云也在打量着这家伙 这家伙一看就是壮硕 高傲的大鹰儿 跟小鹰一点都沾不上边 他整个站直了身子 估计点有半米多高了 而且你看他那亮晶晶的眼睛 锋利的惠子 坚硬有力的铁爪 还有那浑身泛着 趋黑光泽的羽毛 无一不显示着 他是一只非常厉害的大鹰儿 若云毫不怀疑 他只要一爪子 就能拍死一只肥大的兔子 让人实在无法想象 他是一只刚从荡壳里 爬出来的幼鹰 孩子 这是你的若云姐姐 你赶快跟你姐姐打个招呼吧 神鹰的虚影 用翅膀倾抚着他的孩子 慈爱地对他说道 爸爸 我明明都活了上百年了 为什么要叫他姐姐 我看他也就才几岁的小屁孩而已 应该我是哥哥才对 那小鹰用翅膀指着若云高傲的道 他的声音有些亮 如同一个六七岁的孩童一样 这话一出 把若云累得外焦里嫩的 不是因为小鹰不认他当姐姐 而是小鹰的一生爸爸 他一直以为这神鹰应该是只母的 所以才能生孩子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只公的 他 他叫你爸爸 你竟然不是母的 若云情不自禁张大眼睛问道 我刚才不是说了 这孩子是我用一部分神力凝结出来的 其实 他也就相当于是我的一部分分身了 并不是我生出来的 我们神兽固然可以通过交配产生下一代 但是神兽因为修炼的原因 想要孕育下一代是非常难的 即便要孕育成功 往往也要损失不少的法力 况且天地间的神兽数量本就不多 放眼望去 也就是我这么一只神鹰 并没有另一只母鹰啊 让我跟谁生孩子啊 所以我们要孕育下一代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食其力了 神鹰解释道 哦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也是挺有道理的 我刚才只是不明白而已 若云尴尬地笑笑 爸爸 你看他什么的都不懂 你还让我叫他姐姐 那刚书生的小鹰抗议道 虽说你是活了上百年了 可怎么说 你当初也只是一个蛋 还没降临到这个世上 就不算 若云指着蛋壳说道 想让他叫这小鹰哥哥 那绝对是没门的 他一定要据理力争才行 再说了 要是按照你这么算的 我还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呢 那是不是说我已经经历了上千年了 你这区区百年又算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那小鹰刚刚出生毕竟是单纯的 虽然有些臭屁 但是脑袋和嘴巴根本不够灵光 被若云这么一通反驳 竟然是坑坑啊啊的说不出话来 只有鼓着眼睛瞪着若云有些干着急 若云见自己占了上风便是一笑 然后随手从空间里 拿出一盘切好的酱牛肉 一手端着盘子 另一手捏着一片薄薄的牛肉放到嘴里 咀嚼几下 然后一副回味的样子道 嗯 这酱牛肉真是好吃啊 真香 这酱牛肉的香味 和若云陶醉的表情 刺激了那小鹰 他一直是在蛋里待着的 对外界的事物十分的好奇和向往 眼睁睁地看着若云又吃了一片酱牛肉 小鹰忍不住巴搭巴搭嘴 凑近若云问道 你 你吃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么香 好不好吃啊 边说 嘴上还挂着一式口水的亮晶晶的东西 若云见状 才装作刚看到他的样子 又放了一片酱牛肉在嘴里 才道 嗯 你问这个啊 这个叫做酱牛肉 是我让我家厨子给我做的 特别好吃呢 能有多好吃啊 你肯定是在骗我的 要让我相信你的话 除非让我也尝尝那味道 那小鹰盯着若云的盘子里剩下的酱牛肉的 而他的爸爸神鹰则是悬浮在一边 笑眯眯地看着两人互动 他感觉自己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我为什么要让你相信啊 我自己觉得好吃就行了 你相不相信 关我什么事 若云不理他 继续拿了一片放在嘴里 嗯 刘娘子的手艺可是越来越好了 这牛肉做的又香又劲道 真是好吃啊 小鹰看到盘子里的那牛肉 已经被若云吃得只剩下一半了 顿时有些着急了 你 你 你这东西肯定难吃 就是不敢让我尝吧 若云看了他一眼 然后捏起一片酱牛肉 在他嘴边晃了晃道 你想吃 嗯 想 有点少 小鹰盯着那近在嘴边晃动的肉道 吸了吸鼻子 那就叫生姐姐来听听 只要你认了我做姐姐 不但这片肉给你 盘子里剩下的都是你的 若云露出诱拐儿童的那种邪恶的笑容 这 真的都给我吗 小鹰禁不住地问道 当然了 你爸爸都在这儿呢 我怎么会骗你啊 若云指了指小鹰身后的神鹰道 小鹰转过头看了看自己的爸爸 神鹰适时地对他点了点头 露出一个鼓励的笑容 小鹰巴搭巴搭了嘴巴 看了看盘子里的肉 然后结结巴巴地道 姐 姐姐好 弱云一副得逞地笑了 然后把盘子塞给小鹰道 弟弟真乖 这些都给你吃 小鹰还没意识到 他只不过因为半盘酱牛肉 就把自己卖给若云了 此时终于如愿以偿地拿到酱牛肉 一个翅膀端着盘子 另一个翅膀非常拟人化地 拿起一块就往嘴里放 看 这动作完全是模仿了 若云刚才的样子 若云审不住咧咧嘴 没想到这小鹰居然会学自己的样子 小鹰的模仿能力还真强啊 其实小鹰倒没想那么多 他只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这孩子往往是会模仿亲人和大人的 身边的人做什么 他就按照做 刚才看若云这样吃东西 所以他才会如此吃的 一块肉放到嘴里 小鹰那金亮的鹰眼 更是亮了几分 居然也学着若云刚才的样子 一副陶醉地摇晃起脑袋来 哇 真好吃啊 说着已经迫不及待的 把第二块放到嘴里了 然后突然想到什么似的 拿了一块地上身后的神鹰的 爸爸 你也吃啊 真的很好吃 傻孩子 你忘了 爸爸此时只是神缘之体 吃不了东西的 你自己多吃一点吧 看着儿子孝敬自己 神鹰心里一阵激动 脸上也变得柔和起来 哎 爸爸 你要快快修炼出实体来才好啊 小鹰情绪有些低落 不过他心性单纯 很快又被那盘子酱牛肉给吸引过去 孩子 只要你以后跟着你若云姐姐 听她的话 好好地学本领 她每天都会给你这么好吃的东西吃的 神鹰看着 吃得津津有味的儿子道 真的吗 真的天天都有给我吃的吗 小鹰惊喜地道 当然了 我家不只是有这个呢 还有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呢 都是你没见过 没玩的 若云说道 都比这个还好吃吗 小鹰向往地道 她已经把盘子里的肉吃完了 此时真的是有一股 意犹未尽的感觉 那是当然了 这个可不算什么 孩子 你若云姐姐 她会带你去她家里住呢 你高不高兴啊 神鹰问道 真的吗 那 本来还挺高兴的小鹰 话还没说完 突然变得有些沮丧了 算了 我还是不去了 虽然我感觉和这个姐姐很亲近 但是我也不想离开爸爸 爸爸不能离开这里 留他一个人在这里 太寂寞了 傻孩子 在你今天没出事之前 爸爸不是一直都是一个人吗 咱们修炼之人是最不怕寂寞的 独自一人比较亲近 才好修炼啊 你不是也希望爸爸能早日修炼出实体吗 而且 咱们神鹰一族 生来就是应该要翱翔在天地间的 你还这么小 怎么能一直陪着爸爸 待在这不见阳光的洞府里呀 爸爸才会拜托你若云姐姐来照顾你的 再说了 如果以后你想念爸爸了 可以飞回来看爸爸 反正我一直都在这儿 又不会去别处 你随时想回来都行的 神鹰教育小鹰道 最后 小鹰在神鹰的劝慰和若云的诱拐下 带着对父亲的恋恋不舍 跟着若云离开了他家的洞府 神鹰则是寻在半空中 凝望他们离去的背影 久久 带着无限的感慨和寄托 又才回到石壁上的壁画中修炼 而若云在神鹰洞府的那段时间 正是复原最危急的时刻 但是因为神鹰的洞府被禁制封印了 等于算是一个独立的小空间 隔绝了外界的影响 若云在那里面 并没有感觉到浮原的危机 此时从神鹰的洞府一出来 若云就感觉一阵阵的心筋肉跳 比上次火烧铜去阁的时候 更让他难受 这种感觉 等到若云从那温泉池里出来的时候 更加明显了 此时若云可以肯定是家里出什么大事情的 不然他也不会好好地就这么心神不宁地难受了 而他的感觉一向很准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9集 小黑 你先到姐姐的空间里待一会儿 姐姐家里好像出事情了 我现在要赶快回家一趟 若云队正在研究他身上流水泥红衫 为什么能这么神奇地避水的小鹰道 因为小鹰浑身有黑光亮 只有脖子处有一圈白毛 就好像个带着白微薄的小黑鹰一样 若云就给他起名叫小黑 反正他已经有了小白了 此时有个小黑 正好黑白都全了 小黑看若云神色着急 便也点了点头 他还记得刚才爸爸叮嘱的 出来以后要听姐姐的话 见小黑点头 若云挥手把小黑收进了空间里 然后自己便毫不停留地遇见飞天而去 大半夜的 来不及跟红秀夫妇告别了 只从空间往他们屋子送了张字条 第二天醒来 他们应该就能看到了 然后寒冰剑就带着一串银白的剑芒 急速而去了 毕竟路途太遥远了 神阴山庄距离浮远 可有着上万里 他们来的时候快马加鞭还走了五天呢 所以不像上次从浮远到金陵那样 即刻钟就到了 即便是若云用尽了全力飞行 也是用了将近一个半时辰才到苏州城 幸好在半路的时候 若云感觉到那种心惊肉跳的感觉减少了 心里才稍稍放了一下心 想来事情有了一些好转吧 如果真的因为他这次的离开 天儿还有浮远的亲人们受到什么伤害的话 若云想他会气得发疯的 凌晨时分 天边微微有些亮的时候 若云才赶到浮远那里 他从空中远远地看到 自己家门外居然有重兵把守 而且浮远门前的那一大片空地上 来来回回有不少人在穿梭打扫 虽然已经整理过了 但是入幕的还是能看到一些散落四处的各种兵器 衣服的碎片 还有不少的血迹 显然是经过一场大战的样子 这种情景让若云更加心焦了 天儿和楚子恒他们到底有没有受到伤害 有没有出什么事情啊 若云并没有理会那些守在门口的卫兵 而是直接遇见飞到浮远上空 然后用神识直接扫描院子里的情形 发现家里大部分人都在墨运轩那里 便直接降落到了墨运轩 楚子恒着院子里的小丝浮违 此时正出来倒水 猛然看到出现在院子里的若云 吓得哐当一声 把铜盆给扔到地上 姑 姑娘 你会 回来了 她这话音已落 就听到里面房间里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 然后就见天儿第一个从里面奔出来 后面跟着刘嬷嬷 秋叶 唐安民等人 天儿本在屋里 听到浮违的话 就不顾一切地从屋里跑了出来 此时看到若云真的是站在那里 昨天晚上还起着闪电 拿着刘光剑大发神威的小英雄 此时却一笑红了眼眶 姐姐 姐姐 你怎么才回来啊 天儿好想你 看到这个情形 若云心里一酸 跑过去一把抱住天儿 天儿 是姐姐回来晚了 你们没事吧 后面刘嬷嬷 秋叶 唐安民 还有扶元众人 也都紧跟着天儿跑了出来 大战之后 劫后余声 大家此时看到若云 也都是满是庆幸和感慨 女子们都情不自禁地红了眼眶 姐姐 天儿没事 但是表哥 他却受了伤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 天儿抱着若云的胳膊 担心地说道 若云此时才知道 为何大家都在莫运轩了 原来是楚子恒受了伤 按理说是不应该的 记得自己走的时候 就怕出现什么意外 当时给楚子恒准备充足的救命良药 就是受了再重的伤 也不会救不醒的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快带我去看看 若云焦急地道 姑娘 事情说来话长 你先去看看表少爷吧 等一下我等再慢慢告诉你 唐安明出言道 也好 对了 银振先生呢 怎么没看到他人呢 他给表哥诊治了吗 若云扫了一眼神群中 没看到银振 自己的神识也没察觉到 银振在屋子里面 便问道 银振的医术 他还是蛮信任的 哎 银振先生也受了重伤 此时已经服了药去休息了 不过他刚才醒着的时候 给表少爷诊治了 但却是束手无策 秋叶回道 连银振先生都受重伤了 到底是谁干的 家里还有别人受伤吗 若云边拉着天儿边往里走 除了先生 奔雷也受了伤呢 肚子上被那个坏女人 画开了好大一个大口子 不停地流血 要不是姐姐留下的药管用 恐怕奔雷就救不回来了 还有唐爷爷也受了伤 还有先生的几个手下 也都受伤了 不过都用了药了 性命无忧了 天儿心疼地说道 奔雷和闪电虽然是老虎 但却是天儿最亲密的玩伴 看到奔雷的伤口 天儿还心疼地哭了一场呢 幸好若云留下的灵药有效 不然奔雷这次 真是凶多吉少的 这么一场大战下来 庆幸的是 福原这里受伤的人虽然多 好在没有死亡 其实银镇那些手下 早已经一只脚踏入阎王殿 最后都被天儿 用他姐姐给的灵药给救回来了 此次虽然伤了元气 但是幸好 性命已经无碍 只要好好僵阳僵阳 身体就会恢复了 若云听闻这么多人受伤了 心里非常震怒 对唐安明问道 唐爷爷 你也受伤了 你还好吧 多谢姑娘关心 我还好 用了药 已然没事了 唐安明回道 说话间 大家已经进到 楚子恒的卧室了 若云进门就看到 楚子恒静静地躺在床上 仿佛睡着了一般 但是大家都知道 他此时并不是睡着了 走到床边的时候 若云看到一张异常苍白的脸 就这么闭着眼睛 安静地躺在那里 这跟他平时所见的 那个风华正貌 会脸红傻笑的少年 简直是大相径庭 此时他的床头边上 还摆放着两只卡通公仔 一只小狗的 一只小牛的 若云看到这两只 此时依然可爱的公仔 又看看昏迷不醒的楚子恒 心里一酸 差点掉下泪来 记得当初自家 刚开始做公仔的时候 若云因为自己是属牛的 所以就亲手做了 一个小牛的玩偶来玩 被楚子恒知道以后 非得要求 要若云帮他做一只小狗 因为他自己是属狗的 这楚子恒 平时看起来挺风度翩翩 进退得体的 待人接物 自有一股皇家的威严在 可跟若云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完全释放了天性 磨起若云来 那是脸皮要多厚有多厚的 若云被他磨得没办法 只得同意亲手 给他做了一只小狗公仔 到此时若云还记得起 当时楚子恒 拿到小狗公仔的时候 那骨子高兴见 抱着公仔一个就傻笑 太好了 这是云儿 你第一次亲手给我做礼物 我太开心了 后来若云公仔 做得越来越多 小牛的造型也做了不少 他那最开始做的第一只小牛 因为没有后面的那些 改进的精致漂亮 就被若云渐渐遗忘了 一直堆在屋子的角落里 记得有一次 是天儿找他要这小牛的 若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没想到这只小牛 此时却出现在 楚子恒的床头 跟自己第一次 给他做的那小狗 放在一起 原来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 楚子恒却一直 默默地关心着自己 就连自己并不在乎的 那第一次的作品 也被他默默地收藏起来 放在床头了 如果不是此次 楚子恒受伤 他来到楚子恒的房间 也许他永远不知道 这个男孩在背后 为他做了什么 楚子恒的随身小丝扶围 看到若云的目光 落在床头的那两只公仔 便道 姑娘 这网偶有什么问题吗 哦 没什么 这是我做来送给表哥的礼物 没想到他还留着 若云被扶围的话 打断了思路 哦 原来是姑娘做的 我们少爷非常喜欢 这两个网偶呢 每天睡觉前 都要端详好一阵呢 不然少爷都睡不着 可惜 现在少爷受伤了 扶围说着说着 看着床上的楚子恒 红了眼眶 嗯 温言 若云更心酸了 随意点了点头 然后道 我先来帮表哥 整整脉看吧 大家收敛了表情 不敢再说话了 害怕打扰了若云整脉 若云把楚子恒的手 从被子里拿出来 发现这手 也变得十分的苍白 就连指甲盖 都一片片的苍白 毫无血色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若云不知道 楚子恒当时经历了什么 当看他此时的情形 就知道当时有多惨烈了 若云暗暗决定 一定不能放过那些 来伤害他的亲人的人 直接摸上楚子恒的脉搏 触感有些温润 若云闭着眼睛细细感受起来 绍青 若云惊讶地轻移出声 依着脉象来看 楚子恒其实是没什么事情的 浑身的机能完好无损 而且身上也没有内伤 但若云却感受到 他此时很虚弱 极度地虚弱 仿佛是被饿了很多天 身体的所有能量 被掏空了似的 可如果是单纯地虚弱的话 自己留下来的灵药 应该早就治好他了 此时他不应该 还沉睡不起啊 你们给表哥用过 我留下的灵药了吗 若云确认道 用过了 姑娘留给表少爷的 那瓶子灵药 剩下的一半 几乎都喂给表少爷 但还是不见任何的起色 刘嬷嬷说道 剩下半瓶子 若云注意到了关键点 自己明明给楚子恒 留了整整一瓶的灵药啊 为什么会剩下半瓶子 即便是用来救人了 按说天儿那儿也有不少 不应该用了楚子恒半瓶那么多啊 要知道自己的一滴灵药就能救人命了 表少爷在跟那个厉害的女人决斗的时候 自己喝了半瓶子 所以只剩下半瓶了 秋叶道 因为对方那些人里面 只有梅姨娘知道美魔女的身份 剩下的那些被捉拿住的虾兵蟹酱 都是不知道的 只知道这个女人是个比她们梅总领还厉害的人 而梅姨娘已经被美魔女 再临近逃跑的关头给灭了口 所以服员的人都还不知道美魔女的身份 秋叶也只能用那个厉害的女人来表示了 表哥 跟对方决斗 若云惊讶地反问道 楚子恒的身手 他是很清楚的 虽然最近因为他吃了洗水丹的原因 功力突飞猛进 可时日尚短 根本不可能跟什么厉害的人决斗的 是啊 围起到关头 表少爷为了挡住对方 保住家里的人 用了那日月轮转了 秋叶黯然地道 你说什么 表哥他用了日月轮转了 若云闻言大惊 一把拉住秋叶的手臂 因为紧张 手上也带了一些力道 秋叶被若云捏得挺疼的 也是吓了一跳 不过他知道 姑娘是因为紧张和惊讶的 但凡习武之人都知道 如果月吉使用自己还不能使用的招数 肯定是会被功力反噬 轻则受伤 重则功力被废 昨天见厨子恒月吉使用那么厉害的招数 他才十分的担心呢 此时看自家姑娘如此紧张 看来事情远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 是啊姑娘 昨天表少爷使用了一个威力巨大的招数 大晚上的天空都被照亮了 对方那女人 好像是被表少爷给禁锢住了 连动都不能动的 后来被表少爷刺了心头一箭 可惜他太狡猾 最后关头躲开了一点 久幸逃过了一命 秋叶间若云如此紧张 知道事情可能关系到 楚子恒此时受的伤 所以赶紧把当时的细节复述了一遍 若云文言脸色也白了一白 意识到自己还抓住秋叶 便松开了秋叶的胳膊 对不起秋叶姐姐 云尔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刚才太急了 你们知道吗 这日月轮转功 本是一种顶级的武功绝学 如果练到十二级顶级 就可以使用一次大杀招 明月日月轮转 凡是在日月轮转的范畴之内的东西 皆要受到发功者的控制 屋里的人听到这儿 全都震惊了 没想到这日月轮转功如此厉害 这简直可算是逆天神功了 不过 越强大的东西 它的反作用也越大 想要使用这大绝招的前提 一定是要练到十二级才行 即便是如此 那发功者一天也只能使用一次 多了也是做不到的 如果不到十二级强行越级使用这大绝招的话 便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发功者功力达到九级以上 那他如果强行使用大绝招 会被功力反噬 而后吐血受伤 功力倒退两年 甚至以上 第二种情况 这发功者功力达到五级以上 九级以下 使用这大绝招的话 会被反噬走火入魔 功力全无 甚至是死 但第三种情况 就是 使用这大绝招功力 是在五级以下 那他就会被强大的功力反噬的 浑身血脉筋脉筋断筋裂 甚至肉身也会被撕碎 绝无生魂的可能 若云说完这种情况 众人都不禁脸色苍白 没想到这功法会反噬得这么严重 平常的一些功法会反噬 但除非特别情况 也不至于要人性命 这个 竟然会把人撕成碎片 那表少爷现在修炼到几级了 按姑娘说的这三种情况 表少爷应该是在五级以上吧 这么看来 他现在的症状 应该是走火入魔了 唐安明担忧地说道 不是的 唐爷爷 是四级 表哥他现在才四级而已 我出发去神音山庄之前 他才健身到四级的 若云看着众人说道 什么 四级 众人哗然 按照若云说的那种情况 那楚子衡 岂不是有死无生了 那 表少爷他 是的 如果不是表哥在发功之前 喝下了那半瓶的灵药 灵药帮他提升了 当时的一部分功力 他发完功之后 残存在他体内的灵药 又保住了他的身体 那么估计他现在 已经不可能躺在这里了 若云看着众人说道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0集 他自己口里说着 心里也是一阵阵的后怕 如果没有那瓶子灵药 如果楚子衡当时发功的时候 没喝那瓶子灵药 那么他当时回来以后 应该就是给楚子衡收尸了 也或许连尸体都不会有的 说不定早已经被那巨大力量 撕成碎片了 众人闻言 看向床上 安详躺着的楚子衡 都红得眼眶 楚子衡的小丝浮围和浮开 忍不住 扑跪在楚子衡的床前 哭道 少爷 您怎么这么傻 您是万金之巨 怎么能为了我们这些俗人 活出去了性命呢 少爷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楚子衡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金之玉叶的皇子 在这样皇权至上的年代 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子 那简直就是天一般的存在呀 明明知道自己那样做会死 他还是为了保护他们 自愿豁出了性命 这怎能不让人感动呢 扶为和浮开这么一哭 刘嬷嬷和秋叶 也忍不住开始掉下了眼泪 唐安明身为男子汉 并没有掉下眼泪来 但看着他紧紧握着的拳头 还有微微颤抖的身体 就知道他内心是多么的不平静了 嗯 表哥 表哥 我不让你死 天儿不让你死 姐姐 咱们一定要救救表哥 天儿也听明白若云的话 知道表哥昨天晚上差一点就死了 想着跟他朝夕相处 陪他读书 陪他玩耍的表哥 差点就再也不能跟他在一起了 天儿毕竟还是个孩子 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天儿 不哭了 你是男子汉 哭成这样像什么样子 姐姐一定会想到办法救好表哥的 若云对天儿道 天儿听了姐姐的话 努力地收住哭声 因为悲伤 身体还是情不自禁地抽气 若云摸了摸天儿的头 然后对刘嬷嬷他们道 默默 唐爷爷 你们先带人下去吧 我要留下来 仔细整治一下表哥的伤势 没有我的命令 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就在若云刚说完话 就听到一阵急促脚步声 几个人就风风火火地破门而入了 这些人都带着武器 为首的一个 是穿着铠甲的青年人将士 后面跟着几个军人打扮的士兵 最后两个士兵还架着一个 穿着凌乱 一脸惊恐的老翁 那为首的将士满脸的急色 额头上都是汗 身上也沾了不少泥土 风尘仆仆的样子 近来就对众人道 孙 少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找来这附近最好的大夫 快请他给少爷诊治诊治吧 他说完这话 看到屋里众人都看着他不动 便着急的道 哎呀 你们都让开呀 别挡着路了 耽误少爷的病情可怎么办呢 说着伸手拽过 被两个士兵架着的那老头 就往里走 边走边对那老头道 大夫 你一定要把我家少爷的病治好 只要治好了少爷的病 无论什么条件 我都能答应你 不过 要是你治不好我家少爷 哼 那你的脑袋 也就保不住了 那老大夫一看 就是深夜的时候 被这几个人 从睡梦中给拽起来的 此时还在惊魂未定的时候 衣服和头发都十分的凌乱 听到那将军这么说 吓得一个机灵 赶紧道 小老儿 我医术不精 治不了啊 治不了啊 还请将军 另谋高救啊 不行 救你了 人们都说这一片 你的医术最好了 这大半夜的 你让我去哪儿找人呢 那将军执意 要往里面拽那老大夫 咳咳 摩咳咳 这人是谁呀 若云看着这个 茫茫撞撞往里闯的人问道 哦 哦 回姑娘 这是此次被调来的援兵将领 高健 高将军 刘嬷嬷只要看到 有官场上的人在 那规矩是一点都不会错的 连回姑娘三个字都用出来了 平时若云跟他可没这么客道 若云也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职业素养啊 高将军 稍安勿躁 我表哥的病有些复杂 不是这个大夫能治得了的 你先忘了他吧 若云道 啥 表哥 你说三 哦 三少爷是你表哥 那高健听了若云的话 惊讶地问道 要知道厨子恒那可是三皇子 他的表妹那能是一般人啊 是啊 我叫他表哥 若云回道 他没说厨子恒就是他表哥 只是说自己叫他表哥 这话里也有玄机的 毕竟叫厨子恒表哥 只是为了隐藏身份方便 实际上他们是没多大亲戚关系的 只不过从若云旧母那里论的话 也能跟着舅舅家的两个哥哥 硬叫他一声表哥 若云觉得有攀皇亲的嫌疑 便直接说我叫他表哥 没说他是我表哥 但是被高健听来 就是若云认同了 他更加惊讶了 难道你是周家的姑娘 但是据我所知 周家这一辈里只有一个嫡女 应该也有十几岁了吧 看着姑娘不像啊 没错 我确实不是周家的姑娘 你叫你的人带着这老大夫出去吧 他们在这儿说话不方便 若云说道 高健文言看了若云一眼 可是少爷的病怎么办呢 还等着这位大夫救治呢 高将军放心吧 我已经有办法治疗表哥的病了 表哥这是被功力反噬的 这位大夫救治寻常疾病还可以 这种病恐怕他是治不了的 若云说道 你当真能治 高健文言喜道 当然了 若云点头 那你能治吗 那高健转头 问被他抓着的那个老头道 不 不能 正如这位姑娘所言 小老儿平时治个头疼脑热的还行 这练功的事情 我是一点都不清楚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那老大夫赶紧摇头道 高健文言 把那老大夫一松 对若云道 你要知道 少爷的病事关重大 可不能儿戏啊 我说可以就可以 出了问题 上头怪罪下来 也由我担着 若云说道 听到若云说上头两个字 高健眼神闪了闪 他知道若云说的上头 便是皇上了 看来这女孩的身份 确实不一般呢 就连皇上都能接触得到 略微思考了 便对身后的士兵道 你们带着这位大夫先下去吧 是 士兵们应答 那老大夫也明显松了一口气 跟着士兵下去了 扶尾 扶开 你们去安排这几人休息一下 看他们风尘仆仆的样子 应该受累了 还有 那位老大夫受惊了 你们先安排他在家里休息半夜 明早送他走 记得 走的时候 送上一些出诊费 今天的事情 还请他 切勿向别人谈起 若云安排道 扶尾扶开 二神赶紧应试 随后也跟着出去安排了 此时屋子里就剩下了 若云 刘嬷嬷 秋叶 天儿 唐安民 高健 以及婚睡中的厨子横了 若云便开口道 高将军请坐吧 高健拱了拱手 没有推辞 坐下来了 若云从身上拿出一个金红色的小册子来 递给高健的 高将军 先看看这个吧 这个东西 就是若云册封的金册 后来皇帝派人送过来的 其实不是若云随身带着这东西 而是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了空间里 所以才能随时取出来 高健在看到若云拿出这个金红色的小册子的时候 眼神便闪了闪 他虽然是五官 但是身在官场 他还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 这种金册一般都是御风的告命才有的东西 所以当若云递过来的时候 他便起身 郑重地双手接过 以示恭敬 翻开一看 先是一愣 又是一惊 然后才谨慎地和上侧子 恭敬地双手奉还给若云 等若云接过来后 他便利索地行了一个军礼 校官苏州南营驻军统领高健 见过安阳县主 高将军免礼 请起 若云说道 谢县主 高健这才整齐地站起来 此次他却是不敢再坐下了 毕竟尊卑有别 他不能跟县主平起平坐的 可眼前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 倒是让屋里的唐安明给惊住了 他一直以为 若云是某个隐士大门派的嫡传弟子 下山历练来的 没想到却是这样一个官家人 而且还是一个这么尊贵的身份 他们唐家世世代代都是江湖人 从没想过跟官家的人会有什么关系 他此时倒不知道是经是喜的 毕竟是农工商 是是最高等的 不是有句话叫做 学德文武艺 获予帝王家 讲的就是学会了一身的本事 最终目的就是要卖给帝王家 才能依附权力和政府来光宗耀祖 江湖人虽然自由自在 但是人人都想光宗耀祖啊 尤其是唐门 经历了百年的屈辱以后 所以唐安明此时 知道自己任了一个县主的主子 跟朝廷有了关系 一下子有些恍惚了 高将军不必拘礼 坐吧 唐爷爷您也坐吧 我以前没跟你讲我的身份 只是觉得没什么必要 并不是要隐瞒你的 若云道 既然今天当着唐安明的面 拿出了金册 若云就没打算瞒着他的 谢姑娘这么说 你看得起我老唐 才会这么说的 在我心里 我并不在乎你是什么身份 姑娘就是姑娘 是我唐家的大恩人 唐安明道 这是他的心里话 若云是县主 他会惊喜 但若云不是 他也还是会跟原来一样 忠心地追随的 唐爷爷 谢谢你 感受到唐安明的真心 若云也忠心地说道 高将军 我的身份 还望你不要往外透露 你可明白 若云一脸深夜地 看着高剑道 是 县主 下官明白 高剑说道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 又动用了军队 表哥的身份是暴露了 最近你的军队 就在服员守着吧 如果有前来拜见的官员和乡身 你统统以表哥身体不适为由 拦着吧 想来皇上那里过不久 就会把表哥传召回京了 到时候 你们就听命行事就行了 若云道 是 县主 嗯 好 我看你风尘仆仆 想来今天晚上也是受累了 就在我的服员好好休息休息吧 我还要为表哥看伤势 此时就不留你了 若云道 谢谢主 下官告退了 高剑赶紧攻身行礼道 嗯 请吧 若云点头道 又对刘嬷嬷道 嬷嬷 高将军他们的食宿交给你了 是 姑娘放心吧 刘嬷嬷也点头 随后屋里的人便都退了出去 若云听到秋叶亲自守在门口 不让人随便进来 屋里就剩下若云和昏迷不醒的厨子恒了 若云叹了口气 其实向着高剑表明身份并不是一时冲动 是若云经过考虑做的决定 首先厨子恒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这件事情惊动了军队 闹了这么大的动静 虽然可以刻意隐瞒 但那也只是针对普通百姓的 估计江南这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都会得到一些消息的 到时候 如果用心去查的话 他的身份估计也隐瞒不了了 此时他主动告诉高剑 就是想表明自己的态度 自己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么作为跟这件事情有直接关系的官员 在行事的时候 肯定会故意弱化他的存在 想来也能减少一部分 外界对他身份的追查了 其实让江南这些人私底下 知道他的身份也没所谓的 只要事情不传到金城定国公府就好了 回头江南这边 看来还得利用周家和苏家的势力 来帮自己封锁住消息才好 至于金城那边就交给皇帝吧 到时候通过银阵 让皇帝帮自己把金城的消息给封锁 不求多的 只求不让定国公府里的孙氏等人 知道就好了 想着这些 若云看着安静地躺在床上的厨子恒 有些愣神了 没想到自己只不过出门一趟 回来以后 已然是物是人非了 其实他刚才对高健说 他能治好厨子恒 他心里还是没有底的 他也并不知道 应该怎么来救厨子恒 只是他心里有个信念 自己空间里那么多灵药和秘籍 一定必须能救好厨子恒的 如果连他都救不好厨子恒的话 想来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别人能救醒他了 若云想到这儿 便挥了挥手 把床上的厨子恒收到自己的空间里 他觉得自己空间里灵气充足 厨子恒这种情况 此时待在那儿肯定对他的恢复有好处的 首先把厨子恒放到自己空间灵泉里泡着 记得上次若云因为使用降雨术透支的厉害 也是快速地泡到灵泉里 他才能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 因为空间的时间 此时已经让若云调成了加速的模式 若云也并不担心 自己会带着除此恒来的时间太长 因为他们待得再久 在外面也就一小会儿的功夫 若云坐到灵泉边上 双膝盘腿而坐 施展起治愈术来 绿色的光韵从若云的双手中流出 慢慢渗透到灵泉里 除此恒的身体里 不一会儿 除此恒的身体就被一团 浅淡的绿色灵气给包裹住了 而若云此时也利用着治愈术 慢慢体会着除此恒体内的情况 在灵泉和若云的治愈术的滋养下 除此恒的身体里好像有了反应 本来非常虚弱的筋脉和五脏六腑 好像有了复苏的迹象 若云一喜 加大治愈术的输出力度 希望自己的治愈术 强大的生殖力能让他醒过来 两久之后 若云确实明显感觉到 除此恒的体内因为自己治愈术的生殖力恢复不少 已经有了勃勃生机 可他依然没有转醒的迹象 因为长时间的发功 若云也有些历劫了 不得不暂时收了功法休息一会儿 就在若云收了功法 因为历劫成大字形往地上一躺的同时 突然发现自己右边坐着一个黑乎乎的身影 好像正在嘎吱嘎吱地咬着什么东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1集 小黑 你怎么在这 若云定了定神 发现正是自己一早收到空间里的小黑 因为忙碌和着急 差点把他给忘了 你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了 只是你为这个人治疗 一直没有注意我罢了 小黑手里拿着一个苹果 想来是自己在后山上摘的 一边咬着 一边忧怨地对若云道 不好意思啊 小黑 我朋友受了伤 我心里很着急 所以一时没照顾到你 小黑毕竟也是刚跟着他离开家的孩子 正是需要自己多多关心的时候 却因为自己家里的事情 把他一只鹰扔到空间这么久 还真是挺不好意思的 其实 姐姐你这法宝里面也挺好的 地方也大 灵气也足 接出来的果子也挺好的 就是没有个人跟我玩 有些冷清 对了 你上次拿出来的酱牛肉放在哪里了 我在这里面找了个遍 怎么都没找到啊 小鹰这说话的功夫 已经吃掉了一个苹果 若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 手里竟然又出现了一个雪梨 咬了一口 枝多脆甜 小鹰眯着眼睛一副享受的样子 边吃边问 若云闻言差点翻个白眼 看他这个样子 哪有那种被冷落的孩子的孤独和不适的感觉呀 分明就是一个陶醉在其中的吃货 看着小黑吃得那么享受 若云的蝉虫也被勾上来了 刚才因为运工给厨子恒治疗 他消耗了很多体力 此时肚子已然是饿了 哦 我本来在空间里放的就不多 此时已经吃完了 你想不想吃红烧排骨啊 正好我也饿了 我做给你吃啊 若云说道 照这个情况看来 厨子恒是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 不过幸好他现在性命无忧 若云想着先填饱肚子 补充点体力 然后再去密集库里查查资料 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其实按照若云现在的功力 闭谷个七八天是没问题的 但作为一个吃货 他还是喜欢着人间烟火的味道啊 红烧排骨 那是什么东西 比酱牛肉好吃吗 小黑闻听若云的话 用翅膀举着手里已经啃了一半的梨 鹰眼亮晶晶地问道 若云这才想起 小黑也是才昨天刚出生 对世间的很多东西都是不知道的 自己顺口说的排骨 他当然不知道是什么了 嗯 排骨 怎么说呢 就是一种吃的 也很好吃的 等一会儿我做出来了你就知道了 这个深奥的问题 若云也不知道怎么跟小黑解释 总不能让他怎么养猪 杀猪 然后取出猪身上的东西来做菜 这件事情详细说一遍吧 他总觉得 跟一个刚出生的单纯的孩子说这些 对他有些不正确的引导了 那好 你做吧 要是做出来真那么好吃 我就告诉你怎么救治这个人 小黑叼着梨子 用一只翅膀指着厨子横说道 什么 若云大惊 立马从地上坐起来 把脸凑到小黑跟前道 你知道怎么救他 是啊 不就是越级使用功法 透支了本命之力吗 不过他挺幸运的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保住了肉体 不然身为一个凡人 他早应该已经灰飞烟灭了 小黑说道 你竟然知道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不是才出生吗 怎么就知道这些 若云追问道 我虽然是刚出生 但我们神兽都是有传承的啊 这种简单的事情 我的传承里面当然会有的了 小黑高傲得挺胸脯道 那你告诉我 怎么才能治好它呀 若云问道 那排骨呢 不是说了你做了排骨 我就告诉你 这些果子虽然好吃 但都是甜的 不如肉吃起来香啊 我们鹰族历来就是吃肉的 小黑一边看着空间后面的那满山的水果 一边遗憾地说道 若云闻言气节 心里付费道 你这么不喜欢吃水果 你还这么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吃 你们鹰族不是吃肉的吗 干嘛还吃我的水果啊 不过此时他有求于小黑 这些话也只能在心里嘀咕嘀咕 嘴上还是没说出来 只得道 你放心 那排骨肯定很好吃 你先告诉我怎么救人吧 不然呢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情 没有心思好好做东西怎么办呢 小黑仿佛被若云说服了 想了想 点点头 他其实很单纯的 只要你跟他讲道理 他还是能明白的 姐姐 你刚才一直治了他的身体了 其实他的身体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了 他现在还不醒来 主要是因为他身体的自我保护意识 估计他最后关头 他自我意识里 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自动关闭 陷入了沉睡了 你此时就要去他的石海里 幻想他就好了 小黑指着厨子恒的脑袋说道 若云此时才想起 自己一直以为厨子恒身体出了问题 所以一直是在治疗他的身体 若是如此 若是如此也被他自己惊了一身冷汗 小黑你怎么不早点说 差点让我动手了 若云没好气的道 谁知道你这么着急就动手了 你不是说我告诉你怎么救人就先给我做排骨的吗 小黑反驳道 嗯 若云文言倒有些雌雄了 他刚才也是一时心急救人呢 好啦 算姐姐我不对 我这也不是着急救人嘛 小黑见若云先认错了 倒是有些不适应了 有些善善的道 嗯 算了 我也不是那么心急吃排骨的 你先救他吧 不然我看你也没心思做东西 哼 小黑你真好 若云大喜 抱着小黑 对着他的脖子上的白毛 就亲了一口 若云这么一下 倒是让小黑不好意思了 脖子上的白羽毛都微微泛起了红韵 幸亏他是黑的 不然肯定能看到他的脸肯定也是红的 饶是如此 小黑还是把头埋在了脖子里 不肯抬头看若云 他这举动 懵懵的 倒是逗笑了若云了 为了不再刺激小黑那脆弱的自尊心 若云装作一本正经的道 小黑 那要如何才能救我表哥啊 你 你就用你的神石进去他的石海里 唤醒他就可以 灵力那么霸道 如果进入他的石海会伤害他的 神石是无形的东西 不会伤害到人 但就是比较耗费精神力罢了 小黑说道 若云点头 他的神石以前都是用来外界观察的 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别人的意识里 经过小黑提醒他才想到 石海这东西是非常的脆弱 此次 他便全神贯注地 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神石 慢慢地进去到楚子恒的脑袋里 神石一瞬间就钻进了楚子恒的脑袋 楚子恒的石海 此时还处于一种混沌和迷蒙的状态 若云的神石进去以后 就看到一片片的雾蒙蒙的景象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他小心翼翼地 慢慢往里面深入而去 直到进到最里面的时候 若云看到 那里居然直直躺着一个小人 若云的神石走近一些 发现这个小人 居然是一个缩小版的楚子恒 此时这个缩小版的楚子恒 跟外面的楚子恒一样的安静躺在那儿 仿佛睡着了一样 继继继续呼唤 紫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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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呼唤了半天 那个小楚子恒 却是一丝反应都没有 若云又不敢用自己的神石 豁然去碰这个小人 就怕对他有什么伤害 只得不停地在各个角度呼唤他的名字 然后讲一些他们过去经历的事情 但是好像收效甚微 那个小人还是没醒过来 姐姐 你真笨 此时他的石海是受了伤害的 不是睡着了 而是昏迷不醒了 你赶紧用你的制月术治好他 然后再换他 他才能醒啊 此时一道小黑的声音 从若云的耳边响起 若云发现 小黑的神石也进来了 若云闻言顿时郁闷了 小黑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都在这里忙活了半天你才说 难怪他这么呼喊了半天 累得够呛了 也不见有任何起色 一个昏迷的人光凭叫 怎么能叫醒他呢 我以为你知道呢 谁知道你这么笨 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我在外面等了半天 不见你出来 才进来看看的 小黑还义愤填膺地道 若云雨节 他本就是修炼的菜鸟 又没有人交 全凭着空间里的一些秘籍来修炼 又不是小黑和小白这样有着强大的传承 他怎么能知道那么多啊 郁闷归郁闷 若云还是收敛了心神 慢慢地祭出自己的治愈术 转眼间 绿光就缓缓地包围了那个小小的厨子恒 说来也奇怪 虽然若云只是针对这个小小的厨子恒施展治愈术的 可不一会儿 他们所在的这整个石海都变得绿营营的了 随着治愈术的施展 慢慢地厨子恒石海里面那些如棉絮一样的雾气 缓缓地散开了 一点一点地整个石海变清明了 最后整个石海变得透亮起来 好了可以了 你现在叫他 估计他就会醒呢 小黑的神识传声道 然后就出去了 若云这才收了功法 因为他今天用功过度 此时已然是十分地疲惫了 看着静静地躺在那里的厨子恒 轻轻地呼唤道 表哥 子恒 你醒醒啊 该起床了 因为疲惫 声音有一丝的沙哑了 换到第三声的时候 便隐隐听到厨子恒嘻喃一句 云儿 是你在叫我吗 虽然声音很小 在这空空如也的石海里 若云依然听到 好似天类一般 高兴得到 表哥 是我 我是云儿 你快醒醒啊 云儿 云儿真的是云儿吗 那个小小的厨子恒 此时身子开始有些挣扎 仿佛在努力着什么 若云就见他一直紧闭的双眼 缓缓地要睁开了 就在这小小的厨子恒 睁开眼睛的一刹那 若云差点热泪盈眶 他一直知道 自己肯定 一定要唤醒厨子恒 此时真的做到了 他心里一松 倒是有些想大哭一通 发泄一场的冲动 此时还不是时候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空间里 如果厨子恒就这么醒来 看到他的空间 那他就没办法解释了 若云的神识 迅速从厨子恒的身体里 撤了出来 对一直在外面巴巴等着的小黑 留了一句 他现在已经醒来了 我把他带到外面去 一会儿回来给你做好吃的 说完 他整个人和厨子恒的身体 就从空间里消失 出现在厨子恒的房间里 只留下瞪着眼睛 愤愤不平的小黑 还要等 老是让我等 哼 我去看看那个白胖子 醒了没有 说不定 他也会做好吃的东西 小黑一扇翅膀 就来到若云二楼的卧房里 此时小白正在里面陷入沉睡中呢 小黑说的那个白胖子 就是小白了 小黑自从进入空间里以后 就已经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把整个空间都搜查了一遍了 在楼上沉睡的小白 当然也早就被他发现了 小黑对小白可是很好奇的 他没想到 姐姐这空间里 居然含有他的同类存在 大家都是神兽 想来以后 有人陪他玩耍了 他对小白很好奇 而若云迅速带着厨子恒 从空间里出去以后 刚把他放好在床上 就看到厨子恒 已经慢慢地睁开了那沉重的眼睛 口中还焦急地道 云儿 云儿 你在哪里 云儿 别走啊 表哥 表哥 我在这里 我没走 你能醒过来真是太好了 若云在夜盘赶紧回答道 厨子恒刚才口出的话 只是无意识的 因为他的石海里的小人 听到若云在叫他 但是睁开眼睛的时候 没看到若云 所以才会焦急地呼喊 一急之下 也掌握了身体的自主权 他自己的身体也醒过来了 此时听到 真的是若云在说话 转头看到若云 就坐在床边的凳子上 顿时大喜 云儿 真的是你啊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表哥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有多危险呢 要不是你还算机灵 提前喝了半瓶灵药 此时我回来以后 估计连你的尸体都看不到了 若云看到厨子恒醒来 绷在心里的那根弦一松 立马开始责怪起他来 啊 你都知道了 这么说来 这是真的了 我并不是在做梦啊 太好了 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厨子恒激动地一把抱住若云 紧紧地抱着 仿佛怕他跑掉一样 若云被他这么一抱 心里一软 又忘了责备他了 只是轻拍了两下 他的后背说道 表哥 以后千万别做这种傻事了 打不过 可以先跑啊 别看此时若云这么说 事情要放在他身上 估计他也不会跑的 他跑了 服员里那些无辜的人怎么办的 为了自己逃命 连累了服员这么多无辜的人 若云也做不出这种事情的 云儿 别说话 让我好好地抱抱你 我好想你啊 厨子恒抱着若云 把自己的脸颊 埋在若云的颈窝 默默地说道 若云感受到他此时是真情流露 也漠然地不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相互抱着 淡淡的温情在两人之间流动 这一刻 仿佛天地间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而他们也感觉 这个拥抱既熟悉又陌生 仿佛已经经历许久许久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2集 这厨子恒跟若云在里面真情流露 可让外面的秋叶给挤坏了 本来守在外面的秋叶 听到厨子恒的说话声 大喜过望 姑娘真的把表少爷给治好了 郑玉等着里面的传唤 进去伺候 却听到厨子恒那句 云儿 别说话 让我好好地抱抱你 我好想你啊 这个时代 秋叶是个大姑娘 再过不久就能成亲了 已经懂了一些男女之事 听到这话 顿时羞红了脸 再不敢进去了 但是里面却没有动静 秋叶暗自想着 两人可能已经抱住了 这可是把秋叶给挤坏了 男女瘦瘦不轻呢 姑娘今年都九岁了 早已经到了男女大房的时候 这大清早的 两人就这么在屋子里抱着 万一传了出去 那自家姑娘的名声可怎么办 就是让嬷嬷知道了 饶不了姑娘 也饶不了她 可这情形 她又不能推门进去阻止二人 只能就自己在外面干着急 最后实在忍不住了 秋叶才在门口咳嗽了两声 咳咳咳咳咳 那是用尽了力气咳嗽啊 很怕屋里的人听不到似的 若云在里面听到秋叶 这假的不能再假的咳嗽声 就知道她这是在提醒自己了 便推了推厨子恒 厨子恒也听到秋叶的咳嗽声了 她毕竟是个古神 观念比若云更保守 虽然很贪念抱着若云的温度 但是此时清醒过来 也不敢继续了 所以若云一推她 她就松开了 松开的两人脸色倒是有些红了 还是厨子恒先开口道 云儿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死后余生 心里也是极其的庆幸和感慨 除此恒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越说越动了真情了 她是真的很感谢若云能出现在她的生命里 不但赋予了她新的生命 还让她见识了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生活 让她收获了那么多的快乐 感动和爱 这是她在那个大皇宫里不可能体会的 子恒 我同样也要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谢谢你的照顾 若云说道 其实她心里也是说不出的感动 除此恒默默地为她做的事情 默默地关注和照顾着她的生活 她一个皇子 能做到这种地步 自身想来也都是那么地让人动容 除此恒闻言 眼睛亮晶亮晶的 脸上呈现了毫不掩饰的喜色 因为若云没有叫她表哥 而是叫她子恒 这说明 若云此时不是把她当作表哥来看 而是当成另一种身份呢 若云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便开口结结巴巴地道 嗯 表哥 你大病出狱 下床休息休息吧 我昨天刚回来 也累了 先去休息了 说完便站起来 匆匆忙忙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只听到后面除此恒 担忧地道 云儿 你赶快去休息 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 若云胡乱点了点头 就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看到外面守着的秋叶 比她还不好意思 低着头不敢看她 她的脸色更有些发红了 啊 秋叶姐姐 表哥醒了 你问问她饿不饿 让厨房给她做点粥吧 若云说道 是姑娘 奴婢知道了 秋叶低着头赶紧欠身答道 我也先去休息了 对了 让厨房给那里送点吃的 另外再送一份红烧排骨 和一份酱牛肉来 若云说道 是姑娘 排骨和酱牛肉 是给小黑准备的 今天能救醒厨子恒 小黑功不可没 应该奖励奖励她 但是经过了一个晚上 不停地运功 救治厨子恒 她已经很是疲惫了 就不想动手自己做饭了 干脆让厨房做了给小黑吧 把事情交代给秋叶 若云就只身回东黎轩了 东黎轩里 东红他们已经知道她回来了 但因为她要救治厨子恒 所以没让他们伺候 有秋叶伺候者就够了 此时天色还尚早 福园各处也没什么人 若云还是第一次这么早 在这样雾蒙蒙地清早 走在自己的福园里 此时已经是五月了 天气暖和 院子里的花都开了 呼吸着清晨微凉的空气 看着院子中 花木上 沉路顺着那翠绿的叶子 滴溜溜地滚下来 若云可能是因为 厨子恒醒了的关系 心情也好起来 变起了恶作剧的心思 走到一棵大树前 一掌打在那棵大树上 就见大树上的沉路 噼里啪啦地落下来 若云记得在现代的时候 小时候她就做过这些事情 她家的后院种着不少的树 有时候刚下过雨的时候 见到有人站在树下 她就饿作剧地摇晃树干 让那些残留在树上的雨滴落下来 沙沙地落到树下的人满身 然后她就跑到远处哈哈大笑 不过有时候 跑得不及时的时候 也会自食恶果 落了自己的满身 这也是个技术活 时间一定要抓准确了才行啊 此时看着树上的沉路落了下来 若云却没有跑 勤不自禁地在这树下 迎着落下来的露水 像小时候那样哈哈地笑了起来 那沉路打在若云的脸上 冰冰凉凉的很舒服 尝了一点掉在嘴边的那颗 还是甜甜的好清凉 一时间昨天一晚上那种紧绷的心情松了下来 还有那疲劳仿佛也减轻了不少 心思一动 若云一挥手把小黑从空间中给放了出来 小黑本来去空间看了看睡得沉的小白 见他还没醒来的迹象 然后便去后山寻宝了 正在他又找到一种非常好吃的果子的时候 突然场景一转换 眼前的果树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漂亮的花园 弄得他愣在那儿 不知道怎么好 哼 小黑 欢迎来到我家里 若云笑道 哦 姐姐 这就是你家 小黑听到若云的话 好奇地打量起这里 看着这里挺大的 是挺漂亮的样子 好像也不错嘛 是啊 这就是我家 以后也是你家 你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若云说道 哦 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小黑有些臭屁的道 那当然 我家能差得了吗 若云谈了他一个脑崩倒 好像想到了什么 接着说道 不过 有一点 你除了在我跟小白面前可以说话以外 跟其他人都是不能说话的 你要记住啊 这个 我知道 咱们是修仙者 跟这些凡人不一样 我的传承里面有的 小黑用翅膀可怜兮兮 揉手脑袋道 不过小白是谁 就是你空间里面那个 正在睡觉的小白胖子吗 小黑问道 啊 小白胖子 呵呵呵 你这形容 还真是蛮贴气 小白最近是胖了不少啊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不过 你当着他的面肯千万别这么说 他可是很注意自己的形象的 若云笑道 胖就胖吧 还不让别人说 行了 我知道了 对了 姐姐 你说的那好吃的在哪 我都饿了 小黑抱怨道 你还饿啊 自从进了我的空间就没停过嘴 黑有脸说饿 姐姐我才是真饿了好不 若云一愤填膺地说道 你空间里的那些果子都不挺饿 我还是喜欢吃肉的 小黑瞪着他的小眼反驳道 真是怕了你了 跟我走吧 我已经让人坐上了 估计一会儿就送来了 若云挥挥手 带着小黑往东黎轩的方向走去 小黑为言 翅膀一震就飞上了高空中 那还等什么 咱们快走吧 听说有好吃的 他早已经迫不及待了 你 你飞那么高干嘛 还不赶紧给我下来 还有 不是说了 不让你随便说话吗 你飞那么高 还说那么大声干嘛 若云指着天上的小黑喊道 本来激情满满的小黑 听到若云的喊话 意识到自己刚才喊得太大声了 才善善地飞了下来 直到飞得比若云高两个头的位置 才小小声地讨好 呵呵 姐姐 人家一时激动忘了 看到他讨好的样子 若云也不忍心责怪他了 只得道 下不为例啊 然后挥挥手 走吧 便在前面带路 往自己的东黎轩方向去了 走到往东黎轩的那条路上的时候 若云看到自己院子里的东青 居然在路口等着 看到若云脸上一洗 小碎步跑了过来 见过姑娘 姑娘 您终于回来了 若云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等得时间不短了 虽然现在五月天气暖和 但是清晨也是够凉的 此时他的小脸 已经动得红扑扑的了 东青 怎么出来等我了 在院子等不就好了 你看把你动的 若云称怪的 姑娘一路辛苦了 我们在这里等等姑娘 也是应该的 东红姐已经在院子里 准备好了热水和衣裳 姑娘怕是累了吧 咱们赶紧回去吧 东青笑着道 此时他小脸上细白光滑 原来在他脸上的那块疤痕 早就不见了 才来服务员的时候 若云见他 一直为自己脸上的 那块疤痕自卑 就连伺候的时候 也不敢主动往前 便赏给他一些药膏 东青用了这药膏 没几天 脸上的疤痕就不见了 自此以后 他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做事也不再那么没自信了 他一直十分地感激 自家姑娘呢 若云闻言 点了点头道 嗯 那走吧 小黑也在头顶上 扑冷了几下翅膀 这动静让东青 注意到了他 咦 哪里来的大鸟啊 好神菌漂亮的鸟儿 东青赞叹道 他跟着春夜和秋夜席了舞 不似一般女孩子那么胆小娇弱了 看到小黑也并不害怕 不过他的话让小黑很是郁闷 小黑翻了个白眼 这也是跟若云学的 心里付费道 小黑我明明是一只神鹰 你偏偏说是一只大鸟 什么眼光啊 不过看在你夸奖我神菌漂亮的份上 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 东青 人家小黑明明是一只鹰啊 可不是什么大鸟 这是我从神鹰山庄带回来的 以后就养在咱们家了 你们要跟小黑 好好的交朋友啊 若云看着小黑翻白眼笑道 哎呀原来是只鹰啊 难怪这么神菌 不过据说鹰是很凶猛的 它不会咬人吧 东青好奇地打量着小黑问道 哼不会的 小黑很听话 不会咬人的 它就跟咱们小白一样 是一只灵兽 你就放心吧 若云道 哇真的吗 我就知道我家姑娘最厉害了 又带回来一只灵兽 东青看着小黑满眼冒心性 因为他跟小白接触过 那小白简直比人还要聪明 他们说的话小白都能听懂 有时候还能帮他们干活呢 所以若云说小黑也是一只灵兽 东青就在想 这小黑会不会帮他们干活啊 那姑娘 我说的话 小黑他能懂吗 能的 不信 你试试 若云笑呵呵地道 哼 那我试试啊 东青越越欲试地 站直了身子 对小黑道 小黑 你好 我是东青 东青是小黑除了若云以外 见到的第一个人类 小黑对他也很好奇 听到东青对自己说话 便也张着好奇的眼睛提叫了一声 然后点了点头 东青健壮立马高兴地拍着巴掌道 姑娘姑娘 你看他听得懂我的话 还会跟我打招呼呢 两人一应说着话 已经到了东里轩的院子 院子里的人听到门口的动静 也都纷纷走出来 拜见若云 东青指着小黑对众人道 各位姐姐 你们看 姑娘又带回来一只灵兽 它叫小黑 刚才还跟我打招呼来着呢 大家文言都纷纷地 好奇地打量着小黑 小黑被这么多人一看 倒是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从出生到现在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呢 扑愣扑愣地站在若云的肩膀 不好意思地捂住了眼睛 他这一站可不要紧 那锋利如铁的阴爪 抓得若云生疼生疼的 吓得若云赶紧用功抵抗 还好今天穿的衣服是 还没来得及换下的流水泥红衫 不然又是普通衣服 肯定就被他给抓破了 喂 小黑 你下次要是站到我的肩膀 先打声招呼 让我有个准备啊 你自己的爪子 你又不是不知道有多厉害 气得若云一巴掌拍在小黑的翅膀上 气急败坏地对小黑喊道 若云这一拍也用力的 吓得小黑扑愣扑愣地又飞到了天空 幸好还记得若云说的在人前不能说话 他倒是没说话 只是在若云头顶上飞着便用忧怨的眼神看着若云 口中发出呜呜呜的呜咽声 看着他这样 若云又不好意思太责怪他了 毕竟他可是刚离开他家爸爸的孩子 来到陌生环境不适应也是难免的 好了好了 你下来吧 我不打你了 先去屋里让姐姐们给你拿点零食 一会儿就有饭吃了 若云对小黑挥挥手道 听到这话 小黑才试探着从空中飞下来 但这一次却不敢站到若云肩头了 而是保持着低飞的状态跟若云平行着 姑娘赶紧进去吧 涉水和换洗的衣服都准备好了 您一路封尘 赶紧先泡个澡吧 东红健壮笑道 行 那我先去洗澡了 你们招呼招呼小黑 给他点吃的 别让他乱飞 若云说道 然后又对小黑道 小黑 我洗漱去了 你跟姐姐们在外面玩 要听话 不许捣乱哦 见小黑点了点头 若云才满意地进屋洗漱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3集 昨天一个晚上 经历的事情太多 先是在神音山庄参加那莫须有的赏见大会 然后又斗拜那罗尹 后来审问罗尹 再后来又被神音召唤去他的洞府 扔下了小黑 结果刚从神音洞府出来 又千里狂奔回到福源 还耗费了不少功力 为厨子恒救治 这一系列的事情 一件连着一件 一桩接着一桩 尽管若云再厉害 此时也是身心俱疲了 身体进到浴缸里的时候 被热腾腾的水一泡 那种舒服的感觉 差点让若云当时就睡着了 硬撑着困意洗完澡 换了干净舒适的衣服 厨房的饭也送来了 因为早上天气上有些凉 厨房为了让饭菜保持温度 特意用了热水温着 上一个力气大的小厮送来的 看看这黛玉 跟他在定国公府 那简直是天差地别呀 在定国公府 能有口冷饭吃就不错了 想到这个 若云更加坚定了 不回京的打算了 因为厨子恒 此次用了皇上 给他的令牌 暴露了身份 所以势必是要回京的 记得厨子恒 前一段时间问过他 如果他要回京 若云会不会跟他一块回去 若云回答不回去 现在若云还是没有改变初衷 此时不会跟厨子恒回的 若云边想着 丫头们已经把饭菜 都摆在桌子上了 是几样粥和几碟子小菜 荤素搭配得很好 让人一看就很有食欲 当冬红拿出最下面放的 炒得酱红喷香的 红烧排骨的时候 疑了一声 咦 怎么大早上的 厨房做了这道菜啊 早上都是以清淡为主 那酱牛肉还可以算作 左舟的小菜 但是这红烧排骨 此时出现就有些突卧了 若云笑笑 哦 这个是我特意让秋叶姐姐 通知厨房做的 这是给小黑吃的 小黑 你的饭菜来了 赶紧过来吃吧 若云冲着在一旁 好奇地打量着桌上的东西的小黑道 小黑倒是会模仿 听到若云叫他 便学着若云的样子 有模有样地站在凳子上 然后打算照着若云的样子来吃饭 结果发现若云面前有碗筷 背盘 但是他的面前都没有 小黑就不高兴了 看着东红 指一指若云面前的餐具 然后又指指自己面前 发出不悦的轻蹄声 东红看着小黑 冲着自己提叫 倒是弄得一头雾水的 问道 小黑的意思是 让我喂他吃吗 呵呵 东红 他是怪你 为什么没有给他摆放餐具 你赶紧啊 照着我这样 给他摆放一套餐具 在他面前就好了 若云看着小黑和东红的互动 哈哈大笑道 给 给小黑摆放餐具 难道他 他要跟姑娘一块用餐吗 他 他能用得了这餐具吗 东红大惊 头一次听说 一只鹰要跟主人一个桌上吃饭的 而且还得用全套餐具的 哼 你就摆上吧 你看看就知道 他会不会用了 若云接着笑道 东红没办法 就按照若云面前的样子 给小黑也摆上一套餐具 等到东红摆放好了 小黑检查了一遍 确实跟若云那里一模一样 不缺少一样东西 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餐具摆放好以后 小黑就等着用餐 但是看到若云光在看他 还不动手吃饭 便有些着急了 嘎嘎地叫着 适应若云动手吃饭 这些东西 他都不知道怎么用 要看过若云使用以后 他才能知道的 若云忍着笑 拿起自己的筷子 加了一块糖醋排骨 放到小黑的碗里 说道 小黑 这就是我答应你的糖醋排骨 很好吃的 赶紧吃吧 小黑就用右边的翅膀 学着若云刚才用筷子的样子 拿起筷子 加起若云放在他碗里的糖醋排骨 整个放到自己的口里 一副享受的样子 仿佛在说真好吃啊 人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他那翅膀好像真的很灵活的样子 就像人的手一样 持着筷子 而那筷子还不会掉下来 若云见他把整块排骨都放到嘴里 干净道 记得把骨头吐出来啊 小黑果然很听话 在口里咀嚼了几下 就吐出一小截骨头在桌子上 而且不知道他是怎么吃的 那排骨吃得极其的干净 上面的肉都被咬了下来 只剩下一截光秃秃的骨头 看着屋里 除了若云以外的众人 都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 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一只鹰竟然会跟人一样 拿着筷子吃饭 但看到冬虹给若云盛粥 小黑便也示意 冬虹给自己盛一碗 这次冬虹看明白小黑的意思了 不用若云翻译 直接给他盛了一碗 小黑看到若云拿着勺子 一勺一勺地喝粥 也跟着拿起勺子 然后也是慢条丝里地 学着若云的样子 一勺一勺地喝起来 而且那筷子勺子 他还用得很灵活 那餐具就仿佛是 粘在他的翅膀上的 一点都掉不下来 后面是若云夹菜 他也学着夹菜 若云喝粥 他也跟着喝粥 就是最后连若云擦嘴的动作 他也学全套的 一顿饭下来 把服员的其他人 都禁得合不拢嘴 看着小黑的目光 就跟看火宝似的 几个人为之小黑 唧唧喳喳说个不停 因为昨天晚上 经历那样一场恐怖的事情 今天小黑的到来 无疑是给这几位姑娘 一剂最好的调节心情的汤药 又因为 现在家里有了军队的把守 而昨天受伤的那些人 也都没有了性命之忧 大家的心情也都放松了下来 有了心情跟小黑玩耍 而小黑跟大家熟了 也是挺给面子的 大家让他做啥动作 他就做 跟他聊天 他也跟着哼哼哈哈地 摇头晃脑的 弄得一众姑娘 简直把他当成了新宠 就连若云这个正牌的主人 都要靠后了 若云见大家都乐呵 也没他什么事了 就去把奔雷和闪电 收到自己空间里 因为奔雷受伤了 在空间里修养好得快一些 然后自己跑去睡觉了 他可是早就困了 从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过 而且还用了那么多功力 此时是需要补眠的时候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若云这一觉 一直从早上睡到下午 连中午饭的时间都是在梦中度过的 等他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若云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药 感觉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啊 午后的阳光洒在屋子里 照得整个屋子亮堂堂的 若云也觉得浑身暖痒痒的 窗外的院子里 好像有隐隐的嬉闹声 一阵阵笑声传来 见后还有几声音提声 若云揉了揉 睡得蓬松的头发 听着外面传来的隐隐约约的笑声 看着自己装扮得素雅精致的屋子 一切都是那么闲尽美好 不禁从心里感叹了一句 还是家里好啊 掀开薄被 从床上坐起来 看到桌上有水壶 若云从床上走下来 打算去倒杯水喝 守在外屋的东城 听到里面若云的动静 放下手里的绣火走进来 看到若云醒了 柔声道 姑娘醒了 是要喝水吗 奴婢给您倒 您赶快到床上躺着去 虽然天暖和了 也要小心着凉 此时 若云穿着睡觉 穿的礼衣 有些单薄 东城走进来 便先拉着若云回到床上去 给他拥上被子 然后才去桌上 给若云倒了一杯茶 虽然以若云现在的功力 根本不惧这一点子寒冷 但还是接受了他的好意 茶杯入手 一股茶的清香飘来 熏蒸着若云脸上的毛孔都舒展了 若云喝了一口茶 茶还是热热的 看来是自己睡觉的时候 东城会时不时地来换茶水 就是为了等自己醒来 好能马上就能喝上 若云院子里这几个丫头里面 别看东城最是不爱说的 可做起事情来 却是心思最细腻的 若云倒是很欣赏他这种 不争不强 踏踏实实做事的态度 细数若云的几个丫头 东红干练 东城细腻 东青十字聪慧 东兰年龄最小 单纯可爱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 但是几个人相处起来 却十分地融洽 有时一开始的时候 春夜带得好 想到春夜 若云便开口问东城道 东城 春夜姐姐有收信来吗 有的 前天才到的 我这就去拿给姑娘 东城便去了隔壁若云的书房 把放在架子上的盒子里的信拿了过来 若云接过信看了起来 春夜信上也没说什么特别的事情 只是汇报了那天的事情后 童去阁修建的事情 还有支卫房的生意情况 而童去阁 已经在春夜寄信来的那天 重新开张了 信的最后 春夜还提了一句 说是陈世荣跟甘玉玲的婚事 定于这个月12号 而甘玉玲不知道怎么想的 居然还让人给童去阁下了帖子 杜敬元看了那帖子 笑了笑 就扔到水盆里了 若云看完了信 便问东城道 今天几号了 回姑娘 今天是12号了 哦 原来是今天啊 哼 有意思 若云笑了笑 就把信装回去 放到桌上 他知道 依着杜敬元的脾气 肯定是不会忍让 陈世荣和甘玉玲的婚礼好过的 确实不知道 杜敬元想的什么点子 此时外面的笑声 不断地传进来 勾起若云的好奇 便穿上衣服 走了出去 站在门前的廊下 看到院子里的情形 若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原来是 小黑站在院子里的 那架鞦韆上面的横梁上 正在上面 搔手弄姿地摆着不同的pose 逗着下面天儿等神 一直在哈哈大笑 不停地夸赞 小黑机灵 厉害 小黑好像很享受这种 重心捧月的感觉 下面的人越乐 越夸奖他 他表演得越卖力 逗得大家一直笑个不停 若云没想到 小黑的表演欲和外交能力这么强大 刚来的时候 还害羞得无眼睛呢 就自己睡个觉 这么半天的功夫 他居然都能跟大家打成一片了 而且还让自己 成了众神的主角 咦 金小胖也来了 若云看到下面的人里面 除了自己院子和天儿的丫头 还有天儿 明根和尖根 另外还多了一个小胖子 正是金泽厚 金小胖 灰姑娘 不但是金家小少爷来了 就连金老爷和贾老爷 还有贾家少爷也来了 现在都在前院呢 东城回道 他们 今天都来干嘛呀 若云疑惑地问道 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道 那贾欣欣呢 来了没有 现在家里真的是 事情比较杂乱的时候 这个惹祸的贾欣欣 可千万不能来呀 姑娘放心吧 贾姑娘倒是没来 自从她上次 在咱们院子里落了水 被奔雷和闪电救了以后 就已经很久没来了 此时东城 说起贾欣欣的事情 都想笑 还是忍着笑一道 金家的姑娘也没有来 这次就是金家和贾家的老爷 和少爷们来了 想来是 昨晚上咱们这里闹得动静有些大 今天又有军队在门口把守 两家老爷听说了 都过来看看情况 不过正好 家里现在没个主事的男人 刘嬷嬷就留他们下来 帮着招呼那些军爷还有客人 东城回道 客人 我昨天不是交代了高健 若有人来求见表哥的官员和乡绅 一律不见吗 怎么还有客人啊 若云诧异地问道 可是这些客人并不是说来求见表少爷的 而是说来见姑娘您的 而且都是跟咱们家交好的一些人家 刘嬷嬷也不好意思往外赶 东城说道 哦 都有哪些人家 有苏家 还有苏大少爷的未婚妻家 周家 还有苏州知府郑大人家 这三家是结伴来的 这些人都不好不让进门 刘嬷嬷也只得请到堂前奉茶了 还有一些跟咱们没关系的 其他官员和乡绅 刘嬷嬷都让高将军给婉拒了 不过刚才听说 金林的周家和知府齐大人也来了 东城汇报道 若云没想到 事情传得这么快 他只不过是睡了一觉 居然已经有这么多人得到了消息 还真是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他们没惊动表哥吧 若云问道 没有 刘嬷嬷说 不让惊动表少爷和姑娘 让二位好好休息休息 即便是外面的客人 也是给他们奉杯茶 让金老爷和贾老爷 陪着坐一会儿就要送客了 东城说道 听了刘嬷嬷的安排 若云点了点头 他现在是实在不想跟这么多人应酬 而且这种时候 为了防止身份暴露 他最应该低调行事了 即便是来了这么多客人 他也不想去见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4集 两人在廊下说着话 倒是让院子里的人听到动静了 天儿一看若云醒了 惊喜地跑过来 姐姐 你醒了 怎么不多休息一会儿啊 后面的人也跟着走了过来 就连小黑也都扑扑着翅膀飞了过来 若云揉了揉天儿的头道 我都睡了快一天了 再睡下去又变成懒猪了 然后对后面过来的金泽厚道 厚哥你来了 你母亲和你姐姐最近还好吗 金小胖文言 有模有样地给若云建了个礼 拜见若云姐姐 我母亲和姐姐都挺好的 他们还让我问姐姐好呢 若云看他行的礼有模有样的 心里不禁道 这金小胖最近长进了 倒是挺知书达理的 不过金小胖的后一句话 立马原形毕露 在若云心中 知书达理的印象 立刻坍塌了 他接着说 如果姐姐 你让我带一些好吃的回家 那他们会更喜欢的 这哪里是他母亲 和他姐姐的意思啊 一看就知道 这是他自己的想法 那两个一大一小田径的女神 绝对说不出这种话的 看他这一副吃货样 若云情不自禁 看了看一旁傲娇的小黑 这两个吃货 不知道谁更厉害呀 小黑看到若云在看他 立马又挺了挺他的小胸脯 仿佛在回答若云 当然是我更厉害了 弄得若云忍不住 扑斥笑出来了 若云的东黎轩这里 其乐融融的 而前院的金友才和贾大华两人 却是痛并快乐着 因为李大秋风等人 跟着夜离去了苍城 银正和唐安民又受伤修养 而且银正现在的身份 也不适合出来招待客人 福元此时连个能出面的男神都没有 所以一早就来拜访福元的金友才和贾大华 就被刘嬷嬷抓包 充当了福元管家的角色 开始他们还挺高兴的 因为来的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其中包括苏家的大老爷和大少爷 苏州州家的大老爷和大少爷 还有知州郑大人和郑大少爷 这可都是平时他们高攀不起的人物啊 原来他们见过的最大的官 也就是永丰的县令了 此时那县令连进福元门的资格都没有 直接就被守门的士兵给挡在了外面 还记得平时见到他们官架子 端得足足的县令大人 刚才见了他们两个 那可是跟见了至亲的亲人一样 激动地抓着他们的手说个不停 一定要让他们把他来拜见过的消息 传给园子里的少爷呢 而那些平时连一点交集都没有的大人物 也是和颜悦色地跟他们称兄道弟的 金友才和贾大华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对方眼里的喜悦了 金友才不禁摸了摸 已经长出不少的头发 想到这头发剃得好 剃得妙啊 不然自己怎么会有了这么一场大机缘呢 贾大华也在心里觉得 如意对自己不愧是真爱呀 生前的时候就对自己温柔体贴的 死后留下的大女儿 居然也能给她带来这样的好运 她心里想着 女儿小如的嫁妆 一定要在家后上几成才行 可让这两人愉悦的好景不长 周家的两位伯爷和世子也来了 就连知府齐大人带着齐大公子也来了 这可是江南地界上最大的人物了 能见到这样的大人物 并且跟他们说上话 两人是从心底里感觉到了紧张和激动啊 两人战战兢兢地跟几位大人物搭上了话 但是两位伯爷 听说周公子受了伤 正在养病 不能见客 脸色就有些不好了 还别说 这大人物尊贵了几辈子熏陶出来的这种气势 就是有威严 两位伯爷一瞪眼 吓得老金和老甲直冒冷汗 这两人虽然是土财主 在这水仙镇也算得上是一号爷 但是跟这伯爷比起来 他们就连伯爷家的门房都比不上 见到伯爷一瞪眼 哪有不害怕的 而后两位伯爷又说要见姑娘 但是听说姑娘昨天受了惊吓 身体不适也不见客 两位伯爷那是脸色清白交加 冷哼一声 一杯茶重重摔在桌上 是把这两个人吓得差点腿软了 还好刘嬷嬷及时出现 接过了话茶 化解了他们两个的危机 不然他们两个今天还真是不知道会怎么收场的 两人刚松了一口气 再一抬头 发现被一直坐在一旁的虎视眈眈的骑之府给盯上了 两人吓得赶紧低下头 这两位伯爷得罪不起 这骑之府他们就更是得罪不起啊 那可是江南地界的父母官呢 江南这里大小事情都是他说了算的 就是自己的生意 只要知府发发话 说让你黄了 你就得黄了 还好这骑之府虽然面色不虞 但也没说什么 只是随便问了问府园里的情况 见从他们这里问不出什么情况来 也就闭嘴不谈了 此时金友才和贾大华深刻地理解一句话 叫做半军如半虎 今天他们还没有半军呢 只不过是见了几个大官就这么厉害了 如果真的是半军的话 那估计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了 本来金友才还想培养自己的孙子 以后读书考科举呢 今天感受了这情况 心里倒是对这个想法有了质疑 他们家可就这么一根毒苗苗啊 他可舍不得孙子去受这个罪 从这以后 也没再硬逼着孙子读书考科举了 金小胖却不知道 他因此幸运地躲过了以后 会饱受摧残的日子 其实两位伯爷也不是生的他们两个人的气 只是弃三皇子受伤的事情 还弃那些来行凶的刺客 居然如此胆大包天 也有一些弃若云和银阵 不让他们在这浮原附近安排暗卫 不然三皇子也不会受伤了 而且几人还担心三皇子现在的身体情况 按照两位伯爷的意思 此时服员已经不安全了 想把楚子恒 若云和天儿 接到周家去住 那里有最好的医生 可以帮他们调理身体 而且有周家护卫 也安全 但是现在 连见人都不让他们见的 事情也没办法提出来了 所以两人便有些生气了 而齐知府生气 一是为了三皇子受伤的事情 二是因为 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 竟然出现这种 公然带着大批人马 行刺皇子的事情 虽然楚子恒是隐瞒身份的 虽然对方也是夜间行事的 但他这个江南的最高领导 也是难辞其咎啊 他现在都可以想象到 现在皇帝对他的不满了 还有朝堂上那些对头 肯定在死命地弹劾他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幸好刘嬷嬷 是作为忠民鼎食之家的掌势嬷嬷 对里面的事情 还是能想清楚的 便暗暗递了个条子 给两位博爷 把昨天的事情 大概说了一些 然后又说了 楚子恒的伤势已经恢复 无碍了 若云也并没有受伤 这才让两位博爷 心情稍微平复一些 而刘嬷嬷 给齐知府的交代便是 把昨天晚上俘虏的那些人 交给他带走 希望他可以审问以后 能查出什么来 报给皇上 以图将功赎罪 齐知府知道 这是刘嬷嬷 卖了他个好 赶紧谢过了 然后让高健 派出一队士兵 压着那些俘虏 还有梅姨娘等人的尸体 回到金陵 梅姨娘等人的尸体 是齐知府特意要的 他作为知府是知道的 有时候活人说不出什么关键的东西 但死人却能说一些什么 而且不会骗人 两位博爷和周怀远却没有走 他们不见到厨子恒不放心 打算留在福园住下 等到厨子恒能见客的时候再见 剩下的那些访客 看到两位博爷心情不佳 就连知府齐大人都走了 便也留下重礼 跟着纷纷告辞了 所有客人走后 刘嬷嬷为了表示 辛苦金有财和贾大华了 便留了他们晚饭 然后才送他们告辞而去 晚上的时候 两位博爷终于见到厨子恒和若云 见他们能吃能睡 状态都不错才放下心来 夜幕降临 福园纷纷扰扰的一天 就这么过去了 与此同时 金临城陈家的大宅里 此时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 因为今天是陈世荣 迎娶甘家大姑娘甘玉玲的好日子 作为新郎官 陈世荣虽然正在跟一些 来喝喜酒的客人说笑着 喝着喜酒 可仔细观察会发现 她的笑容并不达眼底 陈世荣此时 何止是高兴不起来 她的心里还很愤怒 简直快到了怒火中烧的地步了 本以为娶了甘玉玲 她就能一跃成为这金临城的人上人了 但是没想到 甘家却十分地不给面子 本以为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但却是极其的寒酸和仓促 这全都是因为 甘同志的一个小妾不见了 甘同志最宠爱的小妾梅姨娘 今天早上被发现不见了 甘同志非常着急 根本没有心思帮他们主持婚礼 带着甘家不少的人马 去找她的小妾去了 甘家的大夫人 因为看不上花蜜娘 也只是在婚礼上露了一小面 尽到了大夫人的责任 就不再出现了 人们都是屈言覆试的 看到连甘同志和夫人 都不参加他们的婚礼 所以态度上也都敷衍了不少 甚至甘家好多本家人 也并不拿正眼看他们了 甚至梅姨娘的儿子甘玉琳 因为找不到她娘 还哭哭啼啼地 大闹了迎亲的场合 这个小霸王 平时在家没人敢舍 下人也管不了 最后还是甘家大夫人听了消息 派人把她带走了 甘玉琳本该是 风风光光地上花轿的 却是在这种仓促 吵闹 轻视 敷衍的气氛中 匆匆上了花轿 陈世荣在甘家迎亲 如此地不堪也就算了 到了陈家这婚礼 总该喜气顺利了吧 但就在陈家的喜宴快开始的时候 陈世荣却发现 今天来的宾客 怎么多是一些人家的管事 是代替主人出席的 也就是由主人亲自前来的 也是送上鹤礼 寒暄几句 道个喜 便也匆匆离开了 陈世荣便觉得不妙 让下人一打听才知道 因为这些人都收到了 悠然居的请帖 此时都去参加悠然居的宴会了 顿时气得咬牙切齿的 原来这悠然居 为了前几天同去阁和支卫坊的事情 能顺利解决 也为了同去阁前两天顺利开张 要在支卫坊大宴宾客 来答谢金林的各界人士 但凡金林有头有脸的正商名流 都收到了悠然居的帖子 而且据说这次宴会 会推出几样新的菜式 还有周家的几位少爷和姑娘 也都会出席 席间悠然居还会在前来的 所有宾客中抽出幸运的几位 送出几份神秘的大奖来做彩头 凡是收到悠然居勤俭的神 都非常地想去悠然居的宴会 而且不知道杜敬元是有意的 还是无意的 这宴会竟然跟陈家的喜宴 是同一时间 但凡是陈家请的客人 悠然居也都送了一份勤俭 人们两份勤俭中 当然是选择去悠然居了 其实陈世荣也不能怪那些没来的人 陈家的喜宴和悠然居的宴会 孰亲孰众 人们还是很好分清楚的 陈世荣虽然娶得干家的姑娘 但毕竟是个庶女 而且听说干童之在婚礼上都没露面 那人们也用不着给他小小的陈世荣面子 再说了 在陈家的喜宴上才能见到几个大神物 但是悠然居的宴会可不一样 周家的几个少爷和姑娘 那就代表了什么 代表了他们的好哥们和好兄弟也会前来 这些人可都代表了各大家族啊 金陵城的人们谁不想巴结者啊 还有更别提支位坊那美味的 让人无法忘怀的吃食 还有会提供的那神秘大礼了 凡是悠然居送的东西 那都是稀罕物件啊 你说人们会怎么选 所以陈世荣的喜宴上 除了自家前来祝贺的亲戚们 就呈现的都是各个府里的管事 和管家代替主人前来的 简直成了管事下人们的大聚会了 偏偏人家都是代表主人来的 贺礼也带上了 不看僧面看佛面 陈家也得好好地招待着 不能有任何怠慢 偶尔有几个主家亲自来的 也都是小虾米两三只 只不过因为身份上 还购不上参加支位坊的宴会 不然估计他们肯定也都去支位坊了 陈世荣虽然气得心口疼 但却只能装作欢喜的样子印酬着 心里却已经把杜静元骂了一万遍了 恨不得邓时就杀了他 偏偏这时候 陈母还跑过来跟陈世荣抱怨说 他偷偷看了甘玉林的嫁妆 别看那嫁妆有三十二台的样子 可里面却滑而不识 都是些不值钱的烂东西 值不了几两银子的 陈世荣更是一口闷气 憋在心口说不出来 要知道 他为了取甘玉林 可是拿了整整八万两银子的聘礼呀 甘家居然就用这么一点破烂的嫁妆 来敷衍他 此时陈世荣因为甘家的一系列 不重视的行为 和自己娶了甘家女 却没有受到他想象的那样 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心里感到十分巨大的插落和羞辱 此时对甘玉林也有了几分抱怨 愿她偏偏是个庶女 而且还是不得甘同之重视的庶女 让她费尽心力娶来以后 不但没有风风光光 却俨然快成了一个笑话 她此时看着宴席中的这些人的笑脸 仿佛都是在嘲笑她似的 越看越刺眼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5集 可怜此时还一无所知的甘玉林 因为今天在家迎亲的时候 受了委屈 此时还在洞房里满心期待的 等着自己的荣哥来呵护和安慰 却不知道 她已然遭了丈夫的怨恨和婆母的轻视了 当天晚上 陈世荣就以甘玉林有孕在身 自己又喝多了酒 不方便同房为由 睡在了书房 根本没有踏足洞房半步 甘玉林却还傻乎乎地以为是荣哥体谅她呢 浮原这边 经过了纷纷扰扰的一天 本以为第二天就能亲近了 没想到 第二天浮原的大门外 简直可以用门庭弱势来形容了 一早上往西山村来的官道上 马车不断 甚至连加工厂往铺子里送货的马车 都阻拦得不能通行 平时看着非常空旷的浮原的门前的空地上 今天就显得拥挤了许多 路面停满了来自各地的马车 车上都满满的装着各色礼品 都是听了风声来拜见送礼的 这些人都是主家派来送礼的管事或者下人 并不是主家亲自来的 这些人是来探路和打探情况的 毕竟他们都还不知道 里面住的到底是什么人 但是看着能调兵 还有军队把守 肯定是大人物 但还是有点猜不到是谁 还有人甚至猜测 是不是皇上微服私访的 所以都不敢豁然前来拜见 怕唐突了贵人 而是先派了家里的大总管 来送礼 探探路的 今天刘嬷嬷 没有找金甲二人前来代客 因为两位伯爷 带了周家的大管事 两位伯爷直接派了他们带来的大管事 把这些人都给拒之门外了 这周家的管事确实有一套 送来的礼品一律不收 又是让人觉得没有被得罪和怠慢 只是把来访的名单统计了下来 说是一定会报给主家知道的 这些来送礼的下人 见没有了希望 也就慢慢地都散了 驾着马车回家了 随后的两天 服员也是天天门庭弱势 西山村的村民也被惊扰了 因为来往的马车特别多 村里的大人都不敢让小孩子出来玩了 就怕被马车给撞到 而那些平时没事会来服员 串门子的嫂子们 找牛伯下棋的老汉 看到这架势也都不敢来了 这俨然已经影响了 服员的正常生活了 第三天 若云让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银阵 写了个闭门谢客的牌子 挂到门头上 渐渐地客人才少了下来 而服员才恢复了往事的宁静 就在这一天 江南知府齐大人 收到一封来自京城的密信 看完这封密信以后 齐大人脸色变得凝重 把那密信丢到烛火里 烧成了灰烬 对一直势力在一旁的五官打扮的人 说道 动手吧 那武将眼光一亮 抱拳答道 是 就转身出去点兵了 今天是陈世荣和甘月灵 成亲的第三天的日子 习俗里今天是要三日回门的 一早 陈世荣和甘月灵 就准备了不少的礼品 等着甘家来人了 成亲那天的事情 虽然让陈世荣对甘月灵多有怨恨 但他这个人 速来会做戏 不然也不会骗了杜静元这么些年 冷静了一晚上 陈世荣还是觉得 此时还不能对甘月灵露出不满 好不容易攀上了甘家这棵大树 不能因为一时的不痛快 而打乱了自己的全盘算盘 所以第二天一早 他就穿戴一心 端着热气腾腾的早餐 去了洞房找甘月灵 扮演好夫君的角色了 甘月灵虽然知道 昨天没有洞房 是荣哥体贴自己 可心里还是有一些失落 早上一醒来 看到自己荣哥 亲自端着热气腾腾的早餐过来 心里那份失落 顿时化为乌有 只剩下满满的甜蜜了 接下来的这两天里 两人倒也是一对新婚燕儿一样 你浓我浓的 过得甜蜜蜜的样子 这不 今天一早 两人就准备好了不少的礼物 打算去甘府回门了 按说这回门 一般是要女方家里派人来接的 而一般来人都是女方的兄弟 所以两人就在家里 等着甘家大少爷来接了 可终于等到来人的时候 发现根本不是甘家大少爷亲自来接的 只派了一个管家来接 要说 一个庶女确实劳动不了自己的敌兄来接 但是甘玉玲不是没有别的兄长吗 而且一般人家 为了给亲家个面子 有兄弟的都是兄弟亲自来接的 而甘家只派了一个管家来 这明显就是看不起陈家 陈世荣当时脸色就落了下来 甘玉玲见状也有些善善的 其实这情况他早就料到了 只是荣哥一心想着他大哥会来 他也不好意思泼她冷水 甘玉玲的娘花姨娘 本就在甘家不受宠 又不得甘家大夫人的喜欢 所以他们娘俩个在甘家过得也不如意 还得看大夫人和美姨娘的脸色生活 要不是为了以后 不被她爹送去当别人的小妾 或是被大夫人随便嫁一门不堪的婚事 她也不用自己谋划着嫁给陈世荣啊 陈世荣虽然身份上不高 但也是有公民的秀才 还是她表哥 而且还喜欢她 疼爱她 其实陈家比甘家门地低才好呢 这门婚事又是陈世荣自己求来的 那她嫁到陈家以后 陈家人都会高看她一眼 就连婆母和嫂子 也得看她的脸色行事了 关键是 她不用再受到嫡女和嫡妹 还有嫡妹娘等人的制约 自己还能当夫人 当家做主的 所以甘玉玲 也是经过一番算计和谋划 才决定选择了陈世荣的 陈世荣就算再不高兴 但这三日回门 是一定要回的 若连门都不回 那她这个甘家的女婿 说出去 岂不是更不值钱了 两人好不容易收拾了心情 众人才上路了 刚走到甘家所在的那条街的时候 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阵 整齐的马蹄声和跑步声 仿佛是有人在行军似的 这种声音 一般在金陵的街头 是很难听到的 陈世荣和甘玉玲都很诧异 陈世荣先开车帘 探出头寻声望去 这一看让陈世荣大吃一惊 一队不下百人的军队 正在全副武装 整齐地向这个方向进军而来 这精灵的大街上 什么时候有军队穿行了 难道是又打仗了 陈世荣惊道 大楚已经安定了很多年了 要是真有战乱 那可就糟糕了 不是吧 怎么一点战乱的风声都没听到呢 再说了 要是打仗 也不应该是咱们这儿啊 咱们这儿可是江南的腹地 也不挨着边界啊 甘玉玲分析道 正说着 就听到有人用高亢的军号喊道 士兵行军 闲人让路 陈家的车夫不用陈世荣吩咐 已经乖乖地把路让了出来 就见那队士兵 从他们身边整齐地跑过 越行越远 先别想了 回家以后 问问父亲和大哥 也许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甘玉玲说道 也好 陈世荣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 看到这对士兵以后 他总觉得有些心筋肉跳的 心神不宁 带到那群士兵越走越远以后 陈家的马车才继续启动了 可走了不远 就快到甘家的时候 那马车突然一个急刹车停了马车 在车内的陈世荣 差点因为收拾不住撞到头 而甘玉玲 因为怀有近三个月的身孕了 马车猛一停 差点撞到肚子了 虽然没有撞到 但是甘玉玲也因此受了惊吓 瞪使假模假样的哀嚎起来 用以博得陈世荣的恋爱 哎呀 荣哥 差点撞到人家肚子 谁家好难受啊 万一咱们孩子 又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可怎么办呢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甘玉玲假装受了极大的惊吓 就往陈世荣怀里钻 陈世荣见状赶紧搂住对方 用手轻轻抚摸着甘玉玲的肚子 哄道 不怕 不怕 然后抬起头 对外面的车夫喊道 王三 你是怎么赶车的 撞倒了夫人 看我不扒了你的皮 此时 那外面的车夫 仿佛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竟然好是吓到了似的 结结巴巴的道 老 老爷 不不不 不好了 刚才那对士兵 包围了个肝腐了 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 显然是吓得不轻 就在车夫说着话的时候 陈世荣脸色已经慢慢地僵硬了下来 搂着甘玉玲的双手也缓缓松开了 只剩下满脸不可信的表情 甘玉玲反应还慢了半排 文言居然在陈世荣怀里焦笑着出声 容哥 你好凶啊 你看这黄三被你吓得竟然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说完话 还用媚眼扫向的陈世荣 看到陈世荣大变的脸色 才突然反应过来那黄三说的什么 顿时怒吓道 黄三 瞎了你的狗眼 大好的日子瞎说什么 我爹是咱们江南堂堂的同志大人 即便是有个将军士兵 去我家 想来也是为了公事求见 你这狗奴才什么都不懂 在这胡乱瞎说什么 甘玉玲说着这话 好像是为了证实自己所言非虚 便一把推开了门 对陈世荣道 荣哥 你别听这狗奴才瞎说 根本没事 他话还未说完 就看到干家大门外的情形 剩下的话被噎在了嘴边 说不出话来 然后换成了一声尖叫 此时他已经看到 他熟悉的干家大门 已经被手持重兵 全副武装的士兵 给团团包围住 而那几个守门的门房小厮 已然被几个持刀的士兵 给压着跪在地上 一字排开 此时正吓得瑟瑟发抖的 干家那豪华的大门 已经被全部地打开 此时正有一队队 排列整齐的队伍小跑入内 从他们马车这里 可以看得到 干家里是一番鸡飞狗跳的场景 这情形 任谁都看出 根本不是干月灵所说的 上门讨论公事 而是像极了 传说中令人闻风丧胆的 抄家 那群士兵浑身都带着血腥气息 下手狠辣毫不留情 大街上已经远远地 占了不少的人 躲着观望了 时不时地 都能听到干家大院子里 传来的振振惊恐的尖叫声 令人不寒而栗 干月灵别看平时挺厉害的 耍个心眼 是个小聪明的夜行 但此时她一介弱女子 看到自己娘家竟然成了这个样子 不禁吓得瑟瑟发抖 浑身无力 腿都软了 情不自禁地 一把抓住脸色铁青 一直在车里观看的陈世荣 用颤抖的嗓音道 荣 荣哥 怎么会这样 这 这个怎么办 我娘还在里面呢 她此时是真的害怕极了 只想在疼爱自己的夫君这里 找到一丝慰藉和依靠 谁知道 陈世荣连看都没看她 而是一把推开了她 因为用力过大 干月灵整个后背都撞在车壁上 疼得她眼泪顿时冒了出来 荣哥 此时干月灵还以为 陈世荣是不小心推了自己呢 刚想责备她 就被陈世荣的话给打断了 陈世荣连里都不理会 泪光闪闪的干月灵 只是对赶车的黄三低吼道 黄三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马车赶到无人的角落藏起来呀 你这么待在这大街上 是想害死老爷我吗 那黄三文言 如梦初行 赶紧小心翼翼地 把马车赶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躲藏了起来 而去接他们回门的那个干家管事 此时早已经不知去向 想来是看风头不对 早已经跑了 马车躲藏在角落里 陈世荣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她感觉浑身都被冷汗浸湿了 透过车窗 看到远处的干府大门 陈世荣按叹一声 真是好险啊 要不是干家不重视他们 派人接他们接到晚 此时她应该也在干家的客厅里了 那岂不是也会被这群士兵给抓住了吗 此时想来真是好险啊 而干玉林因为又惊又怕又痛的 此时竟然开始阴阴哭了起来 这哭声绕得陈世荣一阵的烦躁 忍不住瞪着眼对她低吼道 住口 哭什么哭 你是想让人知道 干家还有个女儿在这车上 想让那些人把你抓走吗 陈世荣这声低吼 凶神恶煞 跟平时对干玉林那种温柔体贴 大响进庭 是她从来没见过的 吓得干玉林立马收了哭声 邓时惊恐地愣住了 陈世荣厌烦地看了干玉林一眼 对车上的丫鬟道 看好她 别让她再给我发出声音 那丫鬟赶紧扶住干玉林 把她拉到车厢的角落里 而干玉林因为害怕 不敢再出声了 陈世荣这才又把眼光 投向了车窗外 干家大门的位置 不大一会儿 干家大门那儿又有了动静 只见一队队士兵 从里面压着一群群的人 走了出来 先走出来的干家的下人 丫鬟小丝什么的 他们都面带惊恐 丫鬟们脸上还带着泪痕 但皆都不敢有任何反抗 被带着跪在门前的大路上 整齐地排开 一动都不敢动 等到陆陆续续的下人押送完了 然后就有士兵单独开始往外押人 首先押出来的是干府的几个姨娘 里面包含干玉杰的几个姨娘 通房 还有干同志的现在唯一的姨娘 花姨娘 还有她的几个娇俏的通房丫头 这些人虽然也惊恐害怕 但是不是那些下人那样老实 他们穿着华丽 不停地挣扎和哭嚎 身上环佩叮咚 一直响个不停 陈家马车里的干玉玲 远远地听到花姨娘的哭声 顿时一惊 喊道 我娘 是我娘 说着就要推开车门来看 因为那黄三停车的位置 是用车窗就能看到干家大门的位置 所以车门已经被陈世荣关住了 此时她看到干玉玲要去开门 也是大惊 反手一巴掌就打在干玉玲的脸上 给我住手 你想害死我吗 她现在是真害怕 因为看着外面的情况 肯定是干家犯了事了 但具体还不知道干家是犯了什么事 就怕万一牵连到自己可怎么办 此时她真是后悔 这么早就娶了干玉玲 要知道这样 再等些时候才好啊 干玉玲被陈世荣一打 脸上顿时肿起来老高 陈世荣是用了大力气的 隐隐地还能看到她脸上还有血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6集 荣 荣哥 你打我 甘玉玲不敢置信地捂着脸颊 都忘了哭泣了 她不敢相信一直以来 对自己关怀备置 体贴入微的荣哥 会对自己动手 打你又怎么样 你再鼓噪 我就把你扔下马车 让这群人把你带走 省得连累我陈家 事已至此 陈世荣此时根本一点都不掩饰地 把话说了出来 甘玉玲 看着陈世荣那陌生的凶恶的嘴脸 只觉得一股寒气 从自己身上蔓延开了 她身在光幻之家 怎么会不明白 此时看陈世荣的样子 和她说的话 那是因为自己的娘家倒了 自己没有靠山了 所以厌弃自己了 神说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但是她没想到 这事情会落到她的身上 因为她一直以为 陈世荣对她是真爱的 她好悔恨啊 记得当时她娘就说过 这陈世荣不是好相遇的 但她觉得是娘多想了 自己还傻乎乎地认为 对方是折服于自己的魅力的 看玉玲这才猛然之间 醒悟了一些什么 她此时想来 也是啊 这人跟那杜静元成亲这么多年 那杜静元为了她做了多少事情 她还不是抢夺了杜静元的家产 然后把她赶出家门了 甚至还要杀她吗 这样的一个人 自己竟然相信 她是个会对自己好的良人 她还真是瞎了眼了啊 此时甘玉玲倒是起了 跟杜静元同病相连的感觉 她真的好恨啊 如果当初先看清楚对方的面目 也许今天就不会如此的悔恨和伤心了 此时甘玉玲悔恨归悔恨 伤心归伤心 但是看到陈世荣凶恶绝情的样子 想着外面自家娘家的情形 甘玉玲害怕极了 她绝对不能被送出去呀 因为她已经透过缝隙 看到平时她那高高在上的嫡母和嫡妹 已经被那些粗俗的宾丁 从里面压了出来 她们浑身的衣衫凌乱 朱差也歪斜 哪里还有一点平时高贵精致的样子 看那嫡母 虽然脸色苍白 倒还算镇定 但是嫡妹甘玉琪 因为不停地叫嚣 反抗和挣扎 已经被一个宾丁 粗鲁的一脚给踹到了地上 她一个娇小姐 哪里受过这个 此时也不顾形象 正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呢 看着平时高高在上 对她这个竖节 根本就不屑一顾的嫡妹 此时那凄惨的样子 她下意识地 害怕地捂住了肚子 她在想 如果她出去以后 说不定这一脚 会落到自己的肚子上 她一捂住肚子 感受到微突的肚子 甘玉琳才猛然想到 自己已经怀孕了 立马感觉到 这个孩子 此时才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赶紧对陈世荣道 荣哥 荣哥不要不管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 既然知道 就好好地在车里待着 不要乱叫乱动 听明白了吗 陈世荣看着 甘玉琳的肚子 想着里面是自己的孩子 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 甘玉琳听她这么说 松了一口气 想来此时 是不会被送走了 这 知道了 便再也不敢多言了 陈世荣继续看向外面 此时甘同志 甘玉杰和甘玉琳 也被押了出来 甘玉琳在最前面 别看她平时 在甘家极其霸道 但此时却吓得 大声哭泣都不敢 两横眼泪挂在脸上 不停地抽气着 被一个冰冰 捉着胳膊 往外走 紧随其后的是甘玉琳 她是自己走出来的 只是后面跟着两个士兵 毕竟是甘家的长子 也是有公民的人 士兵并没有太侮辱她 只是她脸色有些苍白 走路的步子虽然不大 但是却走得很缓慢 能看出心情沉重 她的身后 跟着她的妻子 古氏 古氏此时抱着 他们年仅三岁的儿子 甘启瑞 后面一个奶娘 手里拉着他们六岁的 大女儿 甘启星 两个孩子也都很害怕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父母在身旁 并没有大哭大闹 还算安静 甘玉杰一家被押出来以后 又过了两久 甘同志也被押了出来 她也是自己走出来的 毕竟是朝廷命官 该有的尊重还是要给的 她穿着和形象还算是得体 她后面跟着一对宾丁 但此时她却并不淡定 而是满脸愤慨之色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站在自家的门台上 居高临下 指着一个将军打扮的人 高叫道 任三权 任三权 你助纣为虐 帮那其长亲 藏海中粮 擅闯朝廷命官之家 我甘利群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一定要把你们的恶行 上报给朝廷 上奏给皇上 还我甘家一个公道 被这甘利群 指名道姓 骂的任三权 便是江南军统领 掌管江南部房和治安的 也是从四品的五官 跟这甘同之是贫瘠的 而甘利群说的其长亲 就是江南之父 其大人 那任三权听了甘利群的话 只是轻蔑一笑 并不理他 而是对身后侍卫 喝了一句 来人啊 带上来 他话音一落 就有两人 从不远处的车上 抬下一个担架来 担架上被白布盖着 人们都看不到 里面是什么东西 但隐隐约约 可以看出来 是一个人形 两人抬着担架 放到甘同之的脚边 任三权下令道 打开 给甘大人看看 甘同之看到他们这番行动 有些不明就里 刚要发怒讽刺对方装神弄鬼 却看到一个士兵 打开了那白布的一切 当他看到白布下露出的那张脸时 顿时惊地张大了眼睛 猛地抬头 手指颤抖着 指着任三权道 任三权 你竟敢残害我家人 我 我与你不共戴天 那白布下露出的那张脸 正是梅姨娘的脸 这白布下 便是梅姨娘的尸体了 因为这几天 梅姨娘的尸体 一直在支付衙门的兵库里放着 所以尸体保存得很好 只不过是有些干瘪和发青了 但并不难认出是梅姨娘 甘丽群看到自己心爱的小妾 已然是死了 此时才会如此的愤怒 任三权并不理会 只是随便指着甘家一个下人道 你过来看 这人 你可认得 被点名的那下人不敢怠慢 战战兢兢走到担架前 看到担架上的人 吓得啊一声坐到地上 任三权对他道 我现在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是甘府下人 这担架上的人 你可认得 记住 要如实回答 不可有任何的隐瞒 他声音微言 吓得那小丝浑身颤抖地跪在地上 回道 小的名叫甘丰 是甘府的下人 这人是是我 这我认得 这是我家老爷的妾室 梅姨娘 是我家二少爷的生母 不过梅姨娘 已于几天前失踪不见了 最近家里人都在找她 任三权闻言 笑道 很好 甘大人 你这家奴甘封所言属实吗 哼 正是 甘丽群 瞳着任三权 滋目欲裂 他此时已经认定了 是任三权 害死了梅姨娘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很好 既然已经厌民正身 那你甘甲就不冤枉 任三权说道 任三权草奸人命 此时还来迫害我甘甲 别以为我甘丽群 就会被你的言行给吓住了 你此时的所作所为 我都会一一承报给皇上的 甘同志对任三权骂道 这没事带人寻刺皇亲贵咒 已犯了谋逆大罪 而且多年来 他还有暗中通敌 利用甘家为据点 搜集我大楚政要信息 撕传余敌 为谋逆势力在江南的重要头目 现已辅助 甘家包庇窝藏此聊 已犯窝藏大罪 至于是否与他一同谋逆叛国 通敌 还需代查 任三权 任甘丽群在辱骂 也不接他的话 而是朗声把梅姨娘的罪行 说了出来 声音让整个大街上的人 都听到了 甘家众人听到 梅姨娘竟然是通敌 叛国的大罪人 都吓得浑身发软 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尤其是甘家的大夫人 和少夫人古氏 此时已经是恨死了梅姨娘了 竟然是因为这梅氏 害了他们全家 这让他们怎么感心呢 要知道 这甘家 只要跟着任三权说的 这几个罪名沾上边 那就再无可能起伏了 就连百姓们都吓坏了 没想到他们所住的金陵城里 竟然还有这样 食恶不赦的人 纷纷开始骂梅姨娘 奸贼 胖国贼 狐狸金 恨不得往他尸体上吐口水 远处的陈世荣和甘玉玲 听到任三权说的话 全都浑身无力地 一屁股坐到车上 甘玉玲吓得差点晕倒 陈世荣则失声地念叨 完了 完了 没希望了 他本来还抱着有一丝希望 想着甘家的犯的罪也许不大 据说甘同志还有个厉害的大哥 在金中做官呢 想来这金城的甘大人 一定会想办法保住甘家的 却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罪名 这个叛国谋逆的罪名一出 别说是金城的甘大人能不能保住甘家了 就是他自己 恐怕都自身难保了 他这么多年的付出和谋划 都为了抱上甘家的大腿 此时可怎么办呢 难道都复之东流了吗 陈世荣想得不错 金城的甘利群的大哥甘利明 已经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被皇上夺了拳 卸了职 令他回家自省去了 所以他此时真的是自身难保 心里正恨他弟弟呢 而甘同志听了任三全说的 梅姨娘的罪名 看着梅姨娘那已经铁青的面容 和脖子上的那道深深伤口 头中直呼 不可能 不可能 是你乔立民目 这是莫须有的罪名 梅氏一见女流 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这梅氏所犯罪行 已经确定无疑 人正物正俱全 可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的 甘三全说道 甘玉林看到他娘以后 更是哭喊着叫起娘来 但却被两个士兵给压住了 甘三全扫了一眼众人 便对着金城的方向失了一礼 然后高声道 皇上口谕 甘家人跪接 听了这话 甘力群浑身一震 有些不敢置信 他没想到 这件事情已然惊动了皇上 而且还是皇上亲自下的口谕 本来他心里还抱着 他大哥会救他的希望呢 尽管如此 他还是不得不跪下来 甘家人看到他跪下 全部也都纷纷跪了下来 现传圣上口谕 甘力群 甘玉杰 甘玉林 立即积押待查 甘家一众妇孺 囚禁于甘家大院之内 分别关押 不得互通有无 随传随到 甘三全站到高台上 背着双手朗声道 他话音一落 那甘力群就喊道 冤枉啊 皇上冤枉啊 一定是由小人作祟 残害忠良 甘大人有什么冤枉 到时候公堂上再说了 在下也是奉命办事 身不由己啊 然后挥手对手下道 来人 带走 说完 率先就上马转身而去了 根本不给甘力群 任何说话的机会 等他走后 后面一个军官上来 指挥着下属们 把甘家三个男丁押走 又留下一些士兵 把甘家妇孺押回甘家大院 分派人看守着 纷纷扰扰又折腾一阵子 事情才安排完 甘家那些妇孺和下人 都被押回了院子 甘家门口恢复了平静 唯一不同往日的是 甘家大门口已经被重兵把守了 等士兵都走了 只留下把守的士兵以后 大街上的人才多了起来 刚才人们都在各个角落里 偷看这事情 此时都在甘家的大门口 指指点点 有叫骂的 有唏嘘的 像那甘家 这些年在金陵 也算是风光无限 豪门大户 奴仆光鲜 可在一夕之间 竟然就成为了阶下囚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甘家犯了大罪的消息 不一会儿就传遍了整个金陵城 甚至用不了几天 就会传遍整个江南了 而此时远处躲藏在角落里的 陈家马车上 目睹了这一切的陈家车夫 黄三 惊魂未定的道 老 老爷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难道还要去那家回门吗 还不赶紧给我回去 陈世荣一边说着 一边气急败坏地 啪的一声关住了车窗 之后 陈家马车里 只能看到脸色难看到几点的陈世荣 缩在角落里 哽咽着不敢出声的甘月灵 还有那个 吓得一直低头 不敢抬头 缩在甘月灵身边的丫鬟了 当陈世荣的马车到达陈家的时候 陈世荣管得不管甘月灵这个孕妇 就先下了马车进去了 甘月灵只得在丫鬟的搀扶下 浑身颤抖地下了马车 奈何因为两人都受惊过度 浑身吓得无力 半天都下不来那马车 还是那黄三看着可怜 搭了把手 才把两人弄下来 好巧不巧 正在陈世荣打算进门的时候 就看到他娘和他大嫂两人 结伴出门 看样子是打算出门购物的 两人带着丫鬟小丝 说说笑笑地往外走 看到陈世荣脸色难看地走进门 都是一愣 陈母问道 尔拉 你不是带你媳妇回门去了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此时甘月灵也被丫鬟搀扶着走了进来 陈母和陈大嫂小花式 看到后面走进来的甘月灵都笑开了花 他们可是很满意这个儿媳妇的 因为甘月灵的官宦之女身份 让陈母在亲戚朋友面前很是长脸 而小花式 则是因为甘月灵已经同意 给她儿子介绍到金灵书院读书了 所以看到甘月灵走进来 两人都笑脸相迎了过去 当甘月灵抬起头 两人看到她那红肿的脸颊和眼睛的时候 皆是大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7集 陈母赶紧过去扶住甘月灵 心疼地问道 灵儿 你这是怎么了 受了什么委屈 跟娘说啊 你现在还怀着身子 可不能气到啊 陈大嫂小花式 也走了过来 说道 是啊 弟妹 你知道的是怎么了 不是去你娘家回门了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甘月灵听到他们提到娘家 心里就更难受 更害怕了 竟然阴阴地哭了起来 走在前面的陈世荣 看到她居然在大门口痛哭 立马感觉刺眼的厉害 对着里面吼道 来人 把她给我带进去 关到北侧院子里待产 生亡孩子前 不许她出来 甘月灵文言大吃一惊 那北侧院 是这家里最荒凉 最偏僻的院子了 她一个孕妇 怎么能去住啊 荣哥 我怀着孩子 你不能这么对我 荣哥 甘月灵哀求道 不这么对你 怎么对你 现在就是看在这孩子的份上 我才留下你的 不然早送你回甘家了 你这样的身份 我还能留你在我陈家 你已经要感恩败德了 陈世荣说完 就指着管家 要他们带甘月灵走 甘月灵却一直哭着求情 还对陈母和陈大嫂求道 娘 大嫂 你们帮我求求荣哥 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陈家的宠啊 陈母和陈大嫂看到了 也都愣住了 陈大嫂道 我说二弟啊 弟妹还怀着孩子呢 怎么能让她去住那 又冷又简陋的北侧院呢 陈家大嫂也劝道 陈母也赶紧道 二郎啊 你这是干嘛呢 小两口有什么事情 好好说 你这样让亲家知道了 可怎么好啊 不说亲家还好 你说亲家 陈世荣顿时火冒三丈 但是此时开着大门 已然有不少人在外面看热闹的 指指点点的 她也不好当众发火 让人们看戏 只得对门房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把门关上 那门房吓了一跳 平时最是儒雅和善的老爷 今天这是怎么了 却还是不敢怠慢 赶紧去关门 陈母看到大门要关住了 便急道 哎哎 别关门啊 我跟你嫂子还要出门 我在银楼打了一套头面 说好了今天去取的 去什么去 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家里待着 哪都不能去 说完 陈世荣黑着脸甩了袖子走了 陈母被儿子这么一顶撞 顿时一口恶气难出 这个不孝子 我出门拿头面怎么了 至于这么着急吗 怎么跟我一娘说话呢 陈世荣已经不理他们了 头也不回 静止走了进去 此时陈母和陈大嫂 是出门也不是 不出门也不是 又看着那一直 莺莺哭泣的甘玉林 一阵心烦 陈母不耐烦地道 我说灵儿啊 你哭什么苦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为何二郎会如此生气呀 他算是看出来 肯定是两人出门 发生了什么事情 莫不是甘家招待不周吗 如果是这样 他这个当婆婆的 可得要好好说说 这个儿媳妇了 一点都不知道 给夫君长脸 甘玉林怎么能把 娘家的事情说出来呀 她恨不得瞒着所有人 所以她也不回答 只是一味地哭 陈母没办法 指着那丫头道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大喜的日子 怎么成了这样子呢 那丫头是甘玉林的 陪嫁丫头 她其实也算是甘家的人 为了自己主仆 也不敢把今天的事情 说出来 况且她今天在车上 只顾惊吓 还真是知道的不多 所以也低着头 不敢吭声 沉默二人见这对主仆 都不说话 心里更着急了 正好看到今天 跟出去的车夫黄三 便叫道 黄三 今天是你跟着 二郎他们夫妇出去的 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了 那黄三今天在马车外面 可谓是看得最仔细 最清楚的人了 而且今天见识了 这种大场面 正是一肚子话 无处说呢 听到陈母问 就扔了马鞭 赶紧上前了 她便如此这般 一五一十地 把事情说了一遍 还非常具体说的那些 宾丁又多么凶恶 那甘家人多么狼狈 还有那甘同志 怎么成了阶下囚 再说到了梅姨娘的罪行 多么多么大 多么多么凶恶和猖獗 说得陈母和陈大嫂 那是一愣一愣的 仿佛身临其境一样 两人听说 那甘家竟然犯得谋逆 汉国通敌的大罪 真是吓得禁不住的 都开始发倒了 这还了得啊 据说这样大罪 是要诛九族的 陈母和陈大嫂 看向甘玉林眼光 由刚开始笑容满面 慢慢地变成了深恶痛绝 仿佛它就是一块臭肉 会坏了他们这满锅的好汤似的 而陈大嫂 本来正扶着甘玉林的手 一下子就甩开了它 就怕沾染了它 自己也会受了牵连似的 这么说来 杨儿这次是去不了金陵学院了 哎呀 这天杀的甘家 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 耽误了我家杨儿的学业呀 真是千刀万剐 陈大嫂呼道 皇上的口谕 也是甘家的罪行要代查 但是从他嘴里 仿佛就已经是给甘家定了罪了 而且他不关心甘家人的死活 竟然先想到了他儿子读书的事情 还真是够凉薄的 陈母听完了黄三的叙述 则是一脸不赞同和不悦的道 二郎也是的 怎么这么不知亲众啊 当时就应该把他交给那些军爷 怎么还偏偏带回来了 这不 这不是给家里招货吗 陈母竟然比陈世荣更绝情 都想把甘月灵伸回甘家 连他肚子里陈家的孩子都不想要的意思 甘月灵和他的丫头一听大吃一惊 如果他们此时被送回甘家 那可是凶多吉少啊 便赶紧求 娘 娘 我肚子里有荣哥的孩子 这个是荣哥的第一个孩子 娘 你看在孩子的份上 不能这么做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云云古代悠闲生活 陈母看了看甘月灵的肚子 一想也是啊 万一这孩子是男丁 那也是二郎的后人呢 这二郎这么大了 还没个后呢 都怪那信度的不能生 耽误了我家二郎啊 想到孩子 他心思一转 就想着 先留甘月灵生下孩子再说 到时候 要是生的男丁 就留下孩子 把甘月灵赶走 要是个丫头骗子 就把他们两个都赶走 省得给家里招货 想明白这个 陈母就对一旁等着的管家说 赶紧的 按照二郎的吩咐 把这个扫把心主婆 给我关到北侧院去 不许她出院子半步 那管家闻言就叫了几个粗壮的婆子 拖拉着甘月灵 后面跟着她那个丫鬟 往里面走去 甘月灵眼见事情已经成了定局 也没有挣扎 虽然北侧院荒芜 但怎么说也比此时的甘家好 就被这几人拽着走了 陈母望着甘月灵远去的背影 仿佛还不解气似的 狠狠往那方向脆了一口 然后骂道 呸 扫把心 可怜我那么好的头面啊 说好了今天去取的 这可怎么办呢 陈母愤愤地道 她现在也知道了 此时不是出去逛街的好时机了 毕竟甘家出了这样的事情 陈家已然成了笑柄 他们还有什么脸面逛街呀 只能躲在家里暂避风头了 先不说甘家人是什么情形 甘家的事情在江南的官场 掀起了多大的风浪 也不说陈家此时有多郁闷 只说甘家的事情发生以后的 第二天傍晚 服员又来了一批客人 这次来的客人 跟前一段时间来送礼的客人不一样 他们是来探亲和接人的 来人正是张如海和洪秀夫人 若云从神阴山庄走的第二天早上 洪秀夫人夫妇看到若云留下的字条 知道可能是有事情发生 并也匆匆忙忙地安排了一下 神阴山庄的事情 送走了各界的江湖人士 舅马不停蹄地往服员来了 他们也是担心服员的情况啊 也是要来接他们的儿子张霄的 现在他们街都转危为安了 也是应该把儿子接回来 一家团聚了 若云听说了洪秀夫人来了 带着天儿和张霄 高兴地赶到沐心堂去见面 却没想到看到了三个意料之外的人 也站在他的面前 若云看着站在他面前那如三姐铁塔似的壮汉道 你 你们怎么了吗 三人看到若云立马地恭敬地拜下 然后声如红中道 雷老大 雷老二 雷老三 拜江古奶奶 这三人同时说话声音巨大 把刚进门的天儿和张霄都吓了一跳 若云赶紧道 你们小点声 这么大声干嘛 还有 不是只有雷老三让我当姑奶奶吗 你们两个怎么也跟着叫啊 嘿 我们兄弟粗了惯了 惊到小公子了 雷老大摸了摸头说道 姑奶奶救了我们兄弟性命 我们兄弟最尽佩有本事的人了 我们是情愿认姑奶奶为姑奶奶的 雷老二说道 若云被他说得哭笑不得 哼 什么情愿认姑奶奶为姑奶奶啊 你们也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 我一个小姑娘 认下你们这三个大汉干嘛 他当初也是为了逗雷老三 所以随口一说 根本没打算当真的 那不行 一日为姑奶奶 终生为姑奶奶 三人坚定的道 若云有些头疼了 他就知道跟这三个魂人说不通 那他干脆也不说了 便道 随便你们吧 对了 你们还没说呢 为啥跟着我姨母来我家 姑奶奶救了我们三兄弟的性命 师父说了 滴水之恩永泉相报 我们三兄弟也没啥东西能报答姑奶奶的 就打算 以后都随时在姑奶奶身旁 伺候你老人家 雷老大作为兄长 郑重地说道 雷老二和雷老三也不停地点着头 本来正在喝茶的若云听到这话 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 你们说什么呀 随时我左右 伺候我老人家 我 老人家 你们 能伺候人 若云指了指自己 又指了指他们三个 瞪大眼睛 我们知道姑奶奶您不老 这不说溜嘴了吗 您一点都不老 雷老大赶紧解释道 若云闻言 复义道 我何止不老 我还年轻得很呢 我才九岁好不好 雷老二也接着雷老大的话道 姑奶奶 您放心 我们三个力气大得很 家里有什么体力活 只管交给我们就行 我们保证给你扮得妥妥贴贴的 对 我们三兄弟还会打架 嘿嘿 当然了 比不上姑奶奶您了 但是我们听话 您让打谁 我们就打谁 您让打哪 我们就打哪 绝无二话 嘿嘿 只要 您这里 管饱饭就行了 雷老三拍着胸脯当当的响 若云听了这话 一阵一阵的无语呀 他家能有什么体力活 能让这雷射三怪干呢 家里的小厮都是摆设 还说什么 上打谁就打谁 他听着 怎么感觉好像自己那么暴力呀 他是那么暴力的人吗 貌似不是吧 再说了 他也不需要打谁呀 就是要打 自己不会打 干嘛还用你们呢 再说这最后一句 什么管饱饭就好了 他可是知道 这三个人五天吃了五十两银子 他买一个小丝才五两银子 用得着请他们这几个吃货来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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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半天 若云啥也没说出来 看着三人如此纯洁和期待的眼神 他还真不忍心伤害他们 说自己根本用不着他们 请他们回去吧 谁知雷射三怪见若云不反驳 都是大喜了 这么说 姑奶奶您是同意了 我就知道姑奶奶是代见我们三兄弟的 不然也不会动时就出手救了我们了 哈哈 那 那行吧 姑奶奶 您赶紧派人给我们三人安排个住处吧 安顿下来 我们也好赶紧给家里更火啊 雷老三说道 呃 不用太好 能住就行 雷老大感觉三弟此时要住的地方显得有些唐突了 赶紧补了一句 若云瞪着眼睛看了半天 最后只能泄了口气 自我安慰道 算了 来就来了 这三人虽然浑是浑一些 但好在还挺纯凉的 既然是真心来投靠自己的 那就收了他们吧 反正自己空间那么多粮食 也不怕养不起他们 若云便对身边的东青道 东青 你去找刘嬷嬷在西侧院 开一个大一点的院子 给他们三兄弟住 以后 他们就留在咱们福园了 唉 院子 还得开大一点 不开大一点 不行啊 就他们三人这体型 小屋子也住不下啊 东青其实早就被 这三人的言语给逗乐了 此时听说姑娘要留下他们 赶紧应试 上前见过这雷氏三兄弟道 奴婢东青 见过三位侠士 请跟奴婢来吧 若云也道 你们跟着东青去吧 他会给你们安排住处的 需要什么 直接跟他说就行了 那能不能请这东青姑娘 先给我们安排点饭食啊 我雷老三早就饿了 雷老三嘀嘀咕咕的道 三弟 看你这没出息的样子 忍一会儿又怎么样 雷老大赶紧踹了雷老三一脚 雷老三才有些善善的闭了嘴 若云笑道 一会儿再吃饭 今天为了迎接你们 和我姨母跟张盟主 已经准备了接风宴席 你们安顿好了 就过来吃宴席就好了 哎呀 还有宴席呀 宴席好 宴席好 雷氏三兄弟闻言 全都哈哈大笑 笑声太大 震得一旁的东青 都忍不住无耳朵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